哄咚咚 咔嚓 一道狂暴的紫色雷电 划破夜空 一个小宅院中 漆黑的屋内 被这一道闪电映照的雪亮 可以清晰地看到 床上 躺着一个浑身血迹的白衣少年 随着闪电的滑落 漠然睁眼 不 那少年高声嘶吼 不过却被雷电之音淹没 少年的眼神中 充满着恐惧和怨恨 他猛然间坐起 下床 推门跑了出去 借助闪电的光亮 他看清了四周的环境 这是哪里 我这是在哪啊 少年满脸泪痕 突然脑海中一阵剧痛 一股庞大的信息 冲击着他的每一根神经 啊 少年被这股突然袭来的剧痛 轰倒在地 他双手抱着头满地的打滚 剧痛让他的面容扭曲 双眼冲血 身上冒起白烟 他的身体中 好像被激活了什么东西 就像被点燃了一样 通红通红 咔嚓 又一道雷电滑下 逗大的雨点如瓢泼一样砸下 雨水浇在少年的身上 痴痴直响 就像烧红的烙铁扔进水中一样 这种现象持续了一个时辰 在少年筋疲力尽地停止翻滚时 雷霆雨收 天空中出现了一轮明月 月光挥洒在大地之上 一片雪白 这难道就是穿越吗 不 让我回去 我要杀了那群王八蛋 我要杀了他们 少年痛苦地爬了起来 跌跌撞撞地跑出了院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事件 他跑啊跑 许久之后 他停在了一处池塘边 看着水中的倒影 他愣住了 水中的影子分明是他十五岁时的模样 沈龙轩 居然是跟我一样的名字 还是组长之子 沈龙轩平静下来后 开始捋顺脑海中那庞大的记忆 玄龙大陆 以武为尊 无者可力拔山河 追云竹月 原来这个倒霉蛋跟自己一样 也是被人打死的 沈龙轩慢慢地了解了 自己现在所处的事件 想起自己的遭遇 他现在还觉得是在做梦 既然上一时输在武力上 那么这一事我 就用我的残魂启示 一定要站在武道的巅峰 让那些欺负我的人颤抖 哄 沈龙轩瘦小的身躯 居然爆发出一股强悍的气势 激起池塘上一阵阵浪花 他的身后出现了一条瘦小的四脚蛇 沈龙轩回头看着身后的虚影 不觉一阵苦笑 这条四脚蛇 就是他觉醒出来的战魂 前一任的死也是因为他 沈龙轩原本是读书人 并且在换月国官居二品 但是由于某些原因 他今年辞去了官职 竟然要习武 这让家族中很多人不满 因为想成为一个舞者 就需要觉醒战魂 他今年刚好十五岁 已经超越了觉醒战魂的年龄 但是因为其父是族长 所以获得了这次机会 谁料想觉醒出这么个玩意 沈龙轩 连你的战魂都告诉我们 你是一个化蛇天族的废物 从今以后 沈家只有一个天才 那就是我沈亮 沈亮的声音还回荡在脑海 沈龙轩的身上的伤 就是他命人留下的 这就是昨天的事 沈龙轩在融合前任记忆的时候 看得清清楚楚 沈亮还扬言 每天都要让人揍他一遍 见天快要亮了 沈龙轩收起战魂 漫步回到了自己的院落 回到屋中 思绪万千 屁股还没等坐热 院门就被打开了 来人正是沈家 三长老沈建龙 瞧那一脸蔑视的表情 跟以前自己当官时的表现 相差十万八千里 紧跟其后的是三长老的亲信 眼睛都懒得看沈龙轩一眼 手拿一纸家族令文 开口念叨 沈龙轩私自辞官 为家族带来巨大的损失 和不可估量的后果 自今日起 所有的待遇全部取消 并且不会提供任何的修炼资源 仅以辞减 随后 三长老命人将沈龙轩房间中的摆设 全部拿走 只剩下一床 一桌 一椅 和一些简单的生活日用品 看都不看他一眼 扬长而去 沈龙轩站在当地 紧紧握着双拳 苦涩的道 还真是现实啊 三长老等人前脚刚走 沈亮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沈龙轩眉头一皱 果然这家伙张口说道 沈龙轩 我说的你没忘吧 你也有今天 以前做官的时候 你多神气啊 我记得 你以前可是得罪了不少人 现在好了 官位没了 觉醒的也是个废物战魂 你说 你出门会不会被人打死 我觉得很危险的 沈龙轩六岁读书 十岁终矩 十二岁就任换月国二品大员 正如沈亮所说 当时年少 不懂圆滑 正值得沈龙轩可没少得罪人 回想起这些 沈龙轩可是一点都没后悔 沈亮 这些不关你是吧 如果你就想说这些 你可以走了 沈龙轩 以前你当官 家族不允许动你 如今你 只是一个黄洁一品战魂的废物 我想怎么揉捏 就怎么揉捏 记住 别惹到我 离我的灵儿妹妹远点 现在的你根本配不上她 否则 我一定让你后悔 来到这个世上 沈龙轩微怒 刚要开口反驳 沈亮一晃身 就来到面前 一巴掌将其打倒在地 右脚踩着她的头 恶狠狠地说道 沈龙轩 你现在不过是一品战魂的废物 连给我提鞋都不配 所以提醒你一句 一定要夹起尾巴做人 哈哈哈哈 沈亮说完 扬长而去 沈龙轩从地上爬起来 擦掉嘴角的鲜血 艰难地站了起来 武道世界就是如此 实力为尊 我要变强 她没穿越前 生活在一个叫做地球的地方 在那里 她是个孤儿 总是这样被人欺负 所以养成了懦弱的性格 以至于她的女朋友被人凌辱 她都没有办法反抗 最终两人都被杀死 她恨 恨世间的所有坏人 可能就是因为这一股怨念 她的灵魂才穿越到了这里 所以 她发誓再也不要被人欺负 可刚刚发完誓 就被沈亮踩在了脚下 她几乎就要懦弱地接受现实 但是一想到女友临死前 那双绝望的眼睛 她顿时清醒 此生我不要懦弱 此生我要成为强者 她双拳紧握 任凭指甲刺破皮肤 沈亮 你给老子等着 许久 她恢复了平静 与其生气 不如快点修炼 强大实力才是王道 如果没有实力 以后还是照样被欺负 回到屋中 盘腿坐在床上 继续整理着记忆 终于 在两个时辰后 她的记忆与原主人的完全融合 她现在生活的地方 是换月国的一个小城 名为洛英城 而他们沈家 是洛英城中四大家族之一 她的父亲 就是沈家族长 沈建峰 对她相当的好 这让她的心中溢暖 她上一世是孤儿 所以很希望能有家人的关怀和照顾 她微微一笑 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修炼 舞者修炼 首先是翠体静 舞者静 舞师静 舞王静 舞宗静 沈家的先祖 就是舞王静的舞者 心面一动 四脚蛇战魂默然出现 在这片大陆 想要成为舞者 就必须觉醒战魂 因为战魂 是舞者与天地间的灵气沟通的桥梁 沈龙轩的战魂 可以说是等级最低的 但这是将伴随自己一生的伙伴 所以她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这确实是条四脚蛇 而且是只幼年的 连眼睛都没睁开 身上也一片灵甲都没有 看着她沈龙轩觉得 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你和我一样 都是脆弱的不堪一击 她滴滴地叹息一声 战魂的觉醒 跟一个人的血脉和灵魂都有关系 而且形态也是千变万化 大到日月星辰 小到一片树叶 只要世间有的 都可能成为战魂 但是不管是什么 级别从高到低 分为天地玄黄四阶 每阶又分为食品 等级越高 潜力就越大 同时晋升强者的可能性越大 在玄龙大陆 很少有兽类的战魂 但凡是兽类战魂 必是黄阶六瓶以上 觉醒之后 便有无上的威能 自己这也是兽类战魂 怎么看起来就这么弱呢 她运转法门 慢慢地开始吸收天地间的灵气 漠然一股苍静的龙吟之声响起 玄龙之魂 凝聚战神 还宇之内 唯我独尊 玄龙变幻 雨内浮沉 天大地大 我被长存 一声声古老如咒语般的声响 震得沈龙轩两耳嗡鸣 眼貌惊心 终于眼前一黑 昏死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沈龙轩渐渐清醒 脑袋还是胀胀的疼痛 她揉了揉额头 突然感觉脑海中多了些东西 因为 两世记忆的融合 让她的灵魂 变得比一般人强大了许多 要不然 此刻可能会被震成傻子了 她马上闭目凝神 随即脸上露出笑容 渐渐地变成了狂喜 最后居然狂笑起来 玄龙之魂 我觉醒的不是废物 乃是至高无上的玄龙之魂 哈哈 金色玄龙据说是世上最勇猛的生物 是占天斗地的存在 谁能联想到自己的四脚蛇 竟是一头玄龙真身 同时 脑海中还有一套功法 叫做玄龙变 所有人都知道 只有到了五者境 才能修炼功法 因为脆体境的经脉还太弱小 经受不住灵力狂猛的冲击 只有通过脆体境的温养 让经脉渐渐变得强韧 到达五者境时才能修炼功法 而这套玄龙变 居然现在就可以修炼 玄龙变共有五层 第一变为防御之变 从强化皮 肉 筋 骨 血 内脏 经脉 丹田 石海一步步开始 第一变完成 光凭借肉身 就可以开山破海 强大无比 但是修炼起来很不容易 修炼这种功法 需要借助龙脉之气 以自身的灵力将之炼化 用以修炼功法 记忆中的沈龙轩 读过很多奇闻一书 他知道 龙脉是大陆上灵气的来源之根本 地底有无数条龙脉 他们无时无刻 都在向地面喷发龙脉之气 龙脉之气散布到空气中 就变成了武者修炼用的灵气 洛英山中就有出龙脉 它是洛英城方圆百里灵气的来源 激动过后 沈龙轩开始修炼 感受着天地灵气 慢慢地冲刷着自己的身体 心中满是惊喜 妈妈痒痒很舒服 脆体镜就是用天地灵气 淬炼身体 以达到一个武者的最低标准 三个时辰的淬炼 沈龙轩感觉浑身都已经酸痛了 可并没有太大的进展 如果换作黄街五品战魂 三个时辰 大概能突破到脆体一重镜了吧 他慢慢地睁开眼睛 看来真的是最低级的战魂了 修炼的速度太慢了 沈龙轩开始怀疑 刚才脑海中得到的信息 玄龙之魂不是应该很牛吗 怎么如此垃圾 沈龙轩自言自语着 下床活动了下身体 这是传来敲门的声音 龙轩少爷 组长给你的东西 打开房门 正是父亲身边的福伯 给自己拿来一个丹瓶 还有一块零食 福伯走后 沈龙轩打开丹瓶 里面有十二颗脆体丹 这是脆体禁足人们半年的丹药供给 因为这样一枚丹药的药力 需要半个月才能炼化 还有那枚零食 肯定是父亲省下来给自己用的 家族中只有五十瓶 才会有零食的发放 毕竟这东西太稀少了 我这个父亲真的很称职 他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 想起父亲 想起沈家祖先 沈龙轩心中重新燃起火焰 沈家先祖可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他之所以要辞官 也是跟沈家先祖有关 沈家先祖修为五王境 曾经为换月国立下汉马功劳 当时跟着先帝南征北战 最终打下了这片国土 被先帝授予英雄令牌 沈家也被授予荣耀家族 所有的沈家人 都受换月国百姓的爱戴 这位老祖 后来为了保护百姓 在与海妖的战斗中牺牲 那一场大战 惊天动地 沈家老祖以五王境修为 栗战十几头四阶初七的妖兽 从地打到天 从天又打到海里 山川都为之崩碎 海水打到沸腾 那一战中沈家老祖燃烧了五王金丹 犹如战神一样 斩杀了十几头实力 堪比五王境的四阶妖兽 又以一己之力 覆灭了方圆千里的妖兽军团 最终因金丹破碎而殒灭 但是他的鹦鹉 深深地印在了洛英城人们的心里 他死后 换月国更是给予了后葬 并在洛英城的沈家修建雕像 以示尊敬和悼念 然而海妖只是暂时退去 随着时间的流逝 渐渐地 有卷土重来的趋势 所以 沈龙轩从小就立志要阻止海妖的入侵 完成老祖遗愿 他从小就很有主见 认为个人的能力 除非突破极限 海妖难题 完成了老祖的遗愿 但是自从生活安定后 新任国王便不再重视沈家 他们害怕沈家功高盖主 所以开始打压 皇族甚至私下里 不再承认沈家先祖的功勋 并且陆续地撤掉了沈家的特权 沈龙轩曾找新皇理论 得到的答复是人已不在 荣耀何用 意思很明显 就是人走茶也凉 他们对于沈龙轩能解决海妖一事 也是嗤之以鼻 认为就是壮大运了 所以沈龙轩一怒之下 辞官不作 并决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找回属于祖先的荣耀 这一幕幕 每天都会在他的脑子里过一遍 以鞭策自己 尽快强大起来 一雪前耻 但是没想到的是 竟然憋屈地 死在沈家人的手里 你放心吧 以后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我们一同变强 我还你祖先荣耀 你给我辉煌一声 随着沈龙轩的话语 他能感觉到脑海中漠然一清 仿佛有什么东西离去了 他微微一笑 拿出一枚脆体丹 盘坐在床上之后 扔进嘴里 丹药入口即化 一股热流直冲肚腹 这股热流更是寝客间扩散 犹如火焰般烘烤着周身 虽然是第一次服用丹药 但是父亲已经给他讲过了 会有这种现象 除了要忍耐之外 还要放出战魂 进入修炼状态 才能更大的发挥药力 他强忍着火烧般的痛苦 心念一动 战魂浮现 此刻的玄龙战魂 依然是条四脚蛇 感受着身边的灵气 慢慢融进自己的身体 寝客间就如同火上浇油 火焰更加猛烈地燃烧起来 沈龙轩的全身一片通红 就像煮熟了的大虾一样 头顶开始冒着蒸蒸热气 那种疼痛不言而喻 沈龙轩咬牙坚持着 尽管身体疼得微微颤抖 也没放弃 这一现象 一直持续了半个时辰 终于慢慢减弱 最终消失 就在他刚刚修炼的时候 他的四脚蛇战魂 明显地出现了第二道金色光环 一直沉浸在修炼状态中的沈龙轩 丝毫没有察觉这件事 醒来的时候 他的全身已经被汗水湿透 并且在皮肤上 有层黏糊糊的东西 散发阵阵难闻的气味 他知道这是身体中的杂质 哈 好痛快 以前的沈龙轩读书过万卷 不管是什么类别的书 他都喜欢读 所以也研究了许多修炼方面的书籍 这就是为什么 一个15岁的少年 会有如此庞大的技艺 拿到地球上 这绝对是科学家的水准 而且他能一目十行 过目不忘 堪称十年难遇的文界奇才 所以 尽管刚开始修炼 对身上发生的事情 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看来 一颗脆体丹的药力 真的很强啊 竟然排出了这么多杂质 不过父亲说 这一颗脆体丹的药力 可以练花半个月 而且效果并没有这么狂暴 卫石腰到我身上半个时辰 就练花完了 沈龙轩已经完全融入了身体的角色 他看着体内空空如也 没有一丝脆体丹的药力残留 沈龙轩也糊涂了 觉醒战魂之后 就可以内视身体 所以沈龙轩扫失身体之后 才发现了这一现象 难道是因为战魂的缘故吗 再试一次 沈龙轩再次服下一颗脆体丹 进入了修炼状态 这一次明显有了经验 先前的痛苦也变得可以忍受 半个时辰后 嗯 又练花完了 这是怎么回事 而且我感觉战魂吸收灵气的速度 便快了好多 沈龙轩喃喃自语 他将眼神投向了战魂 两道光环 他差点喊出声来 不过这一幕太诡异了 他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再看向战魂 确实是两道金色光环 这一刻惊讶立刻被狂喜所取代 真的可以惊声 难道是脆体丹中带有龙脉之气 激动之后 沈龙轩冷静下来 脑筋急转下想到 这件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这将是自己最大的秘密 还要想一个解释的理由 沈龙轩由于内心激动 微微颤抖着 拿出一颗脆体丹扔进口中 再次开始了修炼 这要是被人看到 沈龙轩两个时辰之内 服用了三颗脆体丹 还不被吓死 这样会暴体而亡的 可是神奇的是 沈龙轩完全没有任何这种倾向 反而开始享受 那火热的力量 冲刷身体的感觉 哄 半个时辰后 体内传来一声炸响 仿佛是突破了某种瓶颈 一股力量感涌入心头 身体更是被一股新的力量充斥 脆体进一冲 沈龙轩猛然睁开眼睛 他并没有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 而是看向了自己的战魂 还是两道光环 看来是丹药不够 沈龙轩一咬牙 继续了疯狂的修炼 这种探索未知秘密的想法 一直萦绕心头 致使他骨子里的执着 被激发了出来 一颗不行就两颗 两颗不行就三颗 最后 他竟然在天黑下来的时候 将剩下的脆体丹全部服下 修为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突破到脆体二重镜的巅峰 不过战魂再也没有晋升 虽然没搞清楚这个秘密 但是他发现 玄龙之魂散发出一股独特的气息 融入了身体 有了这股气息的融入 炼化脆体丹的速度才会暴增 沈龙轩看着空空的丹瓶 呆呆地发愣 如果这样 只要自己一直吃丹药 那岂不是能够飞速地提升修为 那样岂不是无敌了 不对 据说靠丹药提升修为并不牢靠 很容易遭到反噬 只有高级的战魂 才是修炼的根本 既然他能升级 那就让他升到底 沈龙轩心中有了决断 光荡 正在这时 院门被一脚踹开了 沈龙轩 赶紧滚出来 沈龙轩迅速下床 跑了出去 你们几个深夜踹开我的大门 是何用意 沈龙轩微微有些发怒 他看到的都是熟悉的面孔 没想到在得知自己觉醒的战魂后 居然翻脸无情 你个废物 踹你大门怎么了 这院左药了 你现在赶紧滚出去 沈浪一脸嚣张地说道 还有 我告诉你 沈亮少爷已经吩咐我们了 每天都要照顾你一遍 真没想到 你这剑骨头还挺硬 这么快伤就好了 割几个只能下手再重一点了 看着眼前这些 以前见面少爷长 少爷短地叫自己 现在公然张嘴 骂自己废物 而且还要抢自己的宅院 沈龙轩被气得微微颤抖 他反而笑了出来 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 还真是失利眼啊 告诉你们 宅院也不会给你们 你们赶紧滚吧 沈龙轩发过誓 不会再被欺负 即使被欺负 也要拼死反抗 不做懦弱的人 哟 还敢骂我们滚 你以为你 还是以前的少爷吗 你现在只不过是个 什么都没有的废物 垃圾 沈浪哥 别跟他废话 看我来收拾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 说话之人正是沈明 小时候整天追着沈龙轩要糖吃 也好 我刚刚突破到脆体二重镜 力量还没有掌控好 你脆体一重镜 收拾这废物 绰绰有余 沈浪回答道 沈龙轩感觉 已经不认识这些人了 眼见冲过来的举拳 就打得沈明 他大喝一声 欺人太甚 他同样一拳轰出 这一拳夹着愤怒 砰的一声 沈明被这一拳打飞了出去 撞在院墙之上昏了过去 沈浪 让我见识见识 你的脆体二重镜 有何厉害之处 沈龙轩一击得手 脚下不停 奔着沈浪而去 沈浪是黄街四品战魂 两个多月的时间 刚刚突破脆体 进二重 见沈龙轩冲过来 他嘲讽道 是组长强行 帮你提升的实力吧 对付你这种废物 一拳足矣 在他认为 对付沈龙轩这种货色 根本不用战魂辅助 我说过 不要再被人欺负 沈龙轩一声冷笑 踹他的防门不说 还伸手就要打人 同样的一拳赢了过去 砰 两拳相撞 沈龙轩纹丝未动 沈浪脸色战红 登登登倒退了七八步 扑通一声坐在地上 一声杀猪似的惨嚎响起 大家一起上 废了这家伙 沈浪脸色猙獰的吼道 可是剩下的人 都是脆体一重镜 他们见到沈龙轩的神勇 根本毫无战意 几下就都被沈龙轩放倒了 几人也傻了 这么多人怎么会被打了 被打的不应该是 眼前的废物吗 现在说说 谁是废物 沈龙轩冰冷的声音 让几人脊被发寒 我们是废物 我们是废物 几人争先恐后地说道 龙轩少眼 你看天色不早了 不打扰你休想 我们走了 看这几人那副嘴脸 沈龙轩感到恶心 跪着出去 他冷冷地道 几个人丝毫没有迟疑 几乎是爬着出去的 一日清晨 沈建峰早早来看待 他修炼的成果 结果连他这个武士镜强者 也被震惊了 他没想到 沈龙轩居然在两天的时间里 突破到了脆体二重镜 沈家并不是铁桶一块 因为沈龙轩的缘故 组长的继承出现了波动 在沈家只有男人 才能担当组长之位 几位长老的儿子都很优秀 特别是大长老儿子沈亮 黄街五品战魂 脆体进七重修为 是很有希望继承下一任组长的 此刻沈家真的是内忧外患 如果沈龙轩刚开始 就表现得很优秀 肯定没问题 此时表现出过于出色 那么会被施加手段 沈建峰深知这个道理 所以告诉儿子 一定不要张扬 沈龙轩深深地点了一下头 父亲 可否再给我两块零食 他刚才换衣服时 发现零食不见了 联想到战魂的噤声 可能与零食有关系 你要零食 好吧 我一定给你弄了 好好休息一天吧 不要太累了 沈建峰开门离去 脚步明显轻快了许多 此刻他的心情好得不得了 金色的太阳冉冉升起 照亮了沈家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家族 就像一尊巨兽匍匐在洛英城 整齐的院落里 传来舞者的呼吓声 父亲走后 沈龙轩感觉 今天精神格外好 吃过饭也来到了练舞场 这是沈家雷打不动的习惯 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的舞者 每天早上的训练是必修课 练舞场上人影闪动 这些人都穿着沈家统一的练功服 沈龙轩也是如此 场上的喷喷声和呼吓声不绝于耳 让人听了就热血沸腾 跃跃欲试 哟 小轩子 这么早就来到练舞场 看你的装扮 是不是也想练练 沈龙轩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 在沈家只有一个人这么叫他 沈灵是他的姐姐 三岁时被沈建峰捡回来的一女 不仅人长得漂亮 修为也是脆体九重镜 沈家这一辈真正的第一高手 今天穿了一身粉色的短装 青丝被扎成了马尾辫 活脱脱一只粉色的精灵 加上完美无瑕的容貌 顿时成为场中的焦点 我想试试自己的力气 现在有多大 望着场中那些巨顶 沈龙轩眼中闪现着火花 那就来吧 还客气什么 被沈灵拉着 就跑向了练舞场的一个角落 这里摆放了各种型号的巨顶 拥有力量和使用力量 完全不是一码事 所以有了脆体镜的力量之后 要经过锻炼 才能完美地发挥出来 沈灵小声地说道 他一边走一边给沈龙轩 介绍这些巨顶的功能 浓 那些小一点的 就是平常练习用的 像这边大一些的 就是测试用的 能举起一万斤的巨顶 就算是脆体镜一重 两万斤的 就是脆体镜二重 以此类推 怎么样 试试吧 先从五百斤的开始 沈灵继续怂恿到 沈龙轩平常 连一百斤的小顶都举不起来 他没想到 脆体镜的武者力量 居然会如此之大 不敢想象到了父亲的境界 该有多么恐怖 听了沈灵的介绍 他很想直接去 举两万斤的巨顶 但是那样太耸人听闻了 所以他来到 五百斤的小顶面前 他难道是想举顶吗 他一品战魂的废物 满打满算才修炼两天 能举起二百斤的小顶 就不错了 你没看见 人家站在五百斤的小顶前了吗 我看他会闪了腰 哈哈 不远处的几个 脆体镜三重的族人 窃窃私语 他们几个都是 黄街三品的战魂 修炼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才到今天的境界 远处的沈亮看到沈龙轩 一脸的不屑 只见他来到一尊 七万斤黑色巨顶的跟前 双腿开立 双手抓住巨顶的把手 哼 迪鹤响起 一股无形的气势爆发 浑身传出嘎嘣嘣嘣的巨响 凭借单手之力 托举着巨顶 纹丝不动 好 太厉害了 沈亮不愧是沈家的天骄 才十五岁 就已经脆体镜七重了 看样子用不了多久 又能突破了 真是了不起 旁边的族人们 都投去了羡慕的眼光 和无尽的夸赞 轰的一声 沈亮在坚持了实习之后 放下了巨顶 之后疑惑地看着沈龙轩 他很纳闷 沈龙轩怎么还能 活蹦乱跳地出现在这里 千 有什么了不起的 沈铃撅着小嘴说道 沈亮脸上一抽 这里恐怕只有 这个丫头敢这么说吧 那丫头不知道怎么修炼的 十三岁觉醒的战魂 至于是什么战魂 什么等级无人得知 十五岁修为 就到了脆体镜九重 比沈亮还要变态 小圈子 别看他 以后你肯定比他厉害 来先试试这个 沈铃毫不在乎地说道 沈龙轩 打个毒怎么样 沈亮突然喊道 见沈龙轩转过头看着自己 继续说道 你能举起五百斤的顶 我就输你一颗脆体丹 哦 一颗恐怕不够啊 要是多来几颗 还可以尝试一下 沈龙轩说的是实话 一颗脆体丹半个时辰就没了 但是他给人的感觉 明显就是在敷衍 毕竟一品战魂 刚刚修炼两天的时间 即便有脆体丹的帮助 也不可能举起五百斤的重量 更何况 脆体丹的药力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吸收的 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常识 所有人都明白 这沈亮恐怕是在变相地羞辱沈龙轩 这种堵住形式的羞辱 即便沈灵在场 也无法说出什么 所以也不可能报复 众人想到这里 那些看不上沈龙轩的族人 纷纷站出来 我也堵一颗脆体丹 我也堵一颗 转眼间已经有七八人站了出来 沈亮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不仅如此 只要你每多举起五百斤的重量 我就再加一颗脆体丹 怎么样 沈龙轩冷冷一笑 打不过 你我也恶心你 成交 沈龙轩痛快地答应了 包括沈灵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沈亮更是如此 没想到自己这小小的引诱 就让沈龙轩上钩了 斜斜的一笑 你若输了 准备好脆体丹吧 本少爷不会输 沈龙轩谈了谈身上的灰尘 想起以前的屈辱 他没好气地说道 好 有气魄 不过话说在前面 你若输了 也不用拿出脆体丹 见到我们绕着走就行了 沈亮高声说道 你 沈龙轩一把拉住 即将暴怒的沈灵 并给他使了个颜色 沈灵更愣了 这个弟弟 不是练傻了吧 只见沈龙轩一哈腰 单手抓住五百斤的小顶 那家伙傻了吧 还用单手 不怕 这人话还没说完 只见那五百斤的小顶 轻飘飘地被沈龙轩抓了起来 举过头顶 还向着所有人展示了一下 在过了实习之后 才慢慢放下 这一刻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这实习中 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 包括沈灵儿 都将如春笋般的食指 咬在了口中 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哈哈 一颗 两颗 在所有人 还没回过来神的时候 沈龙轩从五百斤的顶开始 一一将后面的举起 三颗 四颗 五颗 六颗 哈哈 这下发了 他的嘴里 还不停地捣鼓着 当他数到二十时 已经举起了一万一千斤的大顶 仍然面不改色 沈亮终于反应过来 大吼一声 够了 沈龙轩 算你狠 咱们走着瞧 沈亮丢下二十颗脆体丹 气愤又憋屈地离去 心中默默盘算着 如何报复 这家伙 肯定是他父亲帮助他的 我怎么这么傻 你等着 其他几人也像看怪物一样 乖乖地送上脆体丹 对于这些人的毒品 沈龙轩还是很满意的 他美美地数着丹药 心中还在想 这是个好办法 今天可以试试 到底是不是丹药近生的战魂了 行啊 小圈子 组长那老头子 没少帮你吧 这才两天不见 居然脆体进一重了 沈灵一直点在沈龙轩的额头 撑道 姐 你自己玩吧 我先回去了 有了丹药在手 沈龙轩再也忍不住了 把腿就跑了回去 这小子 不过这样才向我递点 沈灵说完 直奔代表着脆体 尽十重的十万斤的 据顶而去 啪 此刻的沈亮 一下将手中茶杯摔碎 什么 沈龙轩一拳 就打败了你 这怎么可能 他一个一品战魂的废物 这是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想着早上输的二十颗脆体丹 沈亮脸色越发的阴沉 昨天被沈龙轩收拾的 沈浪头上满是纱布 其他几个家伙 都不敢大声喘气 沈亮少爷 昨天太晚了 没敢来打扰你 今天来了几次 你都没在 所以 最后沈浪说道 他一个废物 不可能晋升脆体二重镜 肯定是组长 帮他施展了什么秘法 这种提升并不能长久 所以并没有超出他的掌控 你们下去吧 沈亮叹了口气说道 几人如释重负地离去 此刻的沈龙轩出了练武场 一阵风势地 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咔嚓一声降门反锁 盘腿坐在床上 拿出丹药 开始修炼 想必这些脆体丹 应该会让我突破到 脆体经四重吧 沈龙轩暗暗想着 将丹药放进嘴里 相比于上次的修炼 吞下这颗丹药后 只感觉一股暖流 全身涌动 并没有上次火烧火燎的感觉 这种感觉 应该一起服用两颗也没问题 又是一颗脆体丹入口 双倍的能量 迅速将沈龙轩点燃 波涛汹涌火焰般的能量 再次把它煮成了大虾 可是通红的身体 却爆发出一股股恐怖的气息 就在这股气势声到顶峰时 轰的一声在体内响起 脆体经三重 如果被人知道 他这恐怖的晋升速度 肯定会吓掉大牙 然而 一切还在继续 当所有脆体丹都吃掉之后 沈龙轩的修为 停在了脆体经三重的巅峰 呼 还真能吃啊 这么多脆体丹 都没突破到脆体四重镜 沈龙轩呼出口气 眼中电芒一闪而逝 他双手托着下巴 仔细地打亮着 四脚蛇样子的战魂 看来丹药不能使他静升 应该是临时没错了 脆体三重镜的身体 不仅仅是力量上的提升 身体各方面的技能都有成长 甚至可以感受到 这个小小的四脚蛇 正在慢慢地成长 清晨 阳光顺着窗户照进了屋里 犹如一双温暖的手 抚摸着倒在床上的沈龙轩 胖胖胖 一阵急切地拍门声响起 惊醒了沉睡的沈龙轩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见自己化作一条巨龙 在天空飞舞 揉了揉眼睛 敲门声更加剧烈 如果再不开门 恐怕要被砸开了 沈龙轩伸手敲了敲额头 弹了一下身上的灰尘 急不情愿地打开了房门 谁啊 这大清早的 开门之后 正是沈灵 给 这是父亲给你拍买来的两块零食 不知道你要这东西有什么用 害得父亲用了十万金币 家族中的长老们 已经表示不满了 沈灵把金光闪闪 圆润如玉的两块零食 交给了沈龙轩 好了 知道你没事就行了 我也去修炼了 要不然 真被你这小子追上了 十万金币 已经是沈家一个月的收入了 这么大一笔资金 被沈建峰用在了沈龙轩 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废物身上 长老们当然不满意 看着远去的姐姐那俏丽的背影 心中更加坚定 父亲 姐姐 薛儿肯定不让你们失望 还没等关上门 一伙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为首的居然是沈亮 此刻他一脸的怒气 沈龙轩 你这畜生 居然对族人下此重手 你真当足归是摆设吗 沈亮是沈家执法大队的小队长 如果有人犯了足归 他有权按着足归处置 沈亮 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 我若犯了足归 自然会接受处罚 如果没犯 我倒要问问 这句畜生从何而来 想起几天前 沈亮将自己踩在脚下的耻辱 沈龙轩就怒火中烧 沈亮阴冷的一笑 带上来 随着他的话语 沈浪和沈明等人 被带了上来 无意不是重伤 你还有何话说 这些人难道不是你打的吗 同族兄弟 你都能下此毒手 骂你畜生有何不可 沈亮高声喝道 来人 给我拿下 先打一百遍 然后收押大牢 他身后马上窜出 四位沈家执法者 慢着 沈亮 你身为执法队长 不问青红皂白 就要责罚于我 我倒要问问组长 是谁给你的权利 沈龙轩清楚地记着 昨天打了几人 根本没这么重的伤 那只有一个理由 栽赃陷害 他说完向门外走去 哼 想跑 拿下 沈亮啪的一甩 手中的鞭子喊道 沈亮 他们几个深夜闯我宅院 出言侮辱于我 还要抢我资源 当我出宅院 我正当防卫将他们打伤 何罪之有 你想公报私仇 就尽管来好了 我沈龙轩不怕你 沈龙轩刚走出两步 就被四人暗倒在地 捆了个结结实实 叫你嘴硬 他情急之下出言理论 没想到迎来的 却是沈亮手中的钢鞭 这种鞭子抽在身上 即便是舞者 也会皮开肉绽 眼见黑色的钢鞭 呼啸着狂卷而来 沈龙轩反而由暴怒 变得平静 他知道 此刻越是反抗 对方就越嚣张 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啪 想象中的疼痛 并没有感觉到 沈龙轩诧异地睁开了眼睛 只见信眼缘争的沈铭 伸手抓住了鞭子 这丫头居然去而复返 沈亮 你这混蛋 居然敢带人来欺负我弟弟 我看你们是活够了 难道我没告诉过你们 谁敢伤害我弟弟 我就让他死 沈龙轩有股热泪盈眶的冲动 这么吓人的话 在他听来是那么的温暖 接下来就见沈铭 一把抢过鞭子 抡起便打 啪啪之声不绝于耳 零二 你听我说 哎 别打 别打呀 沈亮带着人狼狈地跑出院子 帮沈龙轩松开了捆绑的绳子 沈铭着急地说道 小轩子 你没受伤吧 再有人欺负你 就告诉我 看我不打断他的腿 再三确认没有受伤后 沈铭才离去 沈龙轩暗暗发誓 一定要快速提升实力 他要有尊严地活着 眼神也坚定起来 他再次关门 反锁 推了几下确定安全后 才重新回到了床上 他把两块灵石放在桌子上 这样有变化 自己能看得见 一切准备好之后 召唤出玄龙之魂 奇迹就在这一刻发生了 这块灵石迅速地消耗 最后化为虚无 沈龙轩感觉到 灵石中精纯的能量 直接被战魂吸走了 紧接着 第二块灵石也是如此 此刻一变突起 代表着玄龙之魂的四角蛇 突然散发出金色光芒 一股强烈的波动 瞬间爆发 就在沈龙轩 担心战魂把屋子毁掉的时候 这气势突然一收 在玄龙之魂上 明显的金光一闪 第三道光环 并且在小家伙的身体表面 出现了淡淡的细灵 身体也长大了一些 哈哈 沈龙轩高声狂笑 房门前走过的巡逻队伍 吓了一跳 他们都知道 这是沈龙轩的房间 哥几个 我看这小子 八成是疯了 小小年龄 受了这么大打击 疯了也正常 我们快走吧 几个人的议论 沈龙轩自然不知道 笑声过后 他收起战魂 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先去看看父亲那怎么样了 刚才听姐姐说 几位长老 因为给自己购买零食的事 好像在难为父亲 想到这里 沈龙轩心中有丝恼怒 他刚打开门 就看见父亲那威武的身影 游远极近 两人见面相识一笑 这可能就是父子连心吧 父子俩人回到屋里 沈建峰高兴地问道 看你气息沉稳悠长 莫非又突破了 父亲慧眼如炬 这都被你发现了 现在孩儿 已经脆体进三重巅峰 沈龙轩平静地回答 不 沈建峰刚喝下的茶水 全喷了出来 他惊讶地看着沈龙轩 仔仔细细地重新打量一番 他好像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 最后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但是心中却生起了一丝悸动 他有种感觉 沈龙轩将会改写沈家的历史 父亲 听说长老们 因为购买零食的事 找你麻烦了 沈龙轩关心地问道 那几个老家伙 沈建峰微微有些愤怒 想起那几个老家伙的嘴脸就有气 不过不用担心 都被我镇压了 老丢我五十斤的修为不是白叫的 还有 我听说那几个老家伙 把你的所有待遇都给取消了 真是群狼心狗废的东西 要不是你当初 围观时给的消息 家族的生意 怎么能发展这么快 沈龙轩听出了父亲的怒火 所以开口道 父亲 这些井底之蛙 根本阻挡不了我成长的脚步 反而会变成我的踏脚石 祖先的荣耀 我会亲自拿回 沈龙轩牧师老祖的雕像方向 他会让世人知道 沈家人的血不会白流 他不允许任何人践踏沈家的尊严 哪怕是国王也不行 好 父亲相信你 父子二人一直聊到天黑 沈建峰才起身离去 沈龙轩修炼了一会儿 三品的战魂吸收灵气的速度快了 至少四倍 想起自己的战魂 可以无限制地升级 心中砰砰直跳 但是想到灵石 又开始犯愁了 怎么才能弄到灵石呢 第二天他找到沈灵儿去借钱 购买回鸡丹 修炼玄龙变这门奇特的功法 他要快速提升实力 沈灵儿一口答应 不过代价是 必须陪他逛街一天 两人一拍即合 换好衣服后即刻出发 沈灵儿换了套淡绿色的裸裙 就像一朵出水芙蓉 美得一塌糊涂 看着呆呆的沈龙轩 沈灵儿很意外地脸上 闪过一抹羞红 两人的情景 正好被路过的沈亮 看得一清二楚 该死的混蛋 居然用那种眼神看着灵儿 虽然有灵儿保护你 但我照样有办法羞辱你 沈亮眼露凶光 气呼呼地离去 沈亮一直喜欢沈灵儿 当他知道 他与沈龙轩不是亲姐弟时 看见两人在一起 总会心里堵得慌 就忍不住想要教训沈龙轩 沈龙轩两人出了沈家 慢悠悠地逛在大街上 路上的行人 无不被沈灵儿的 毕月之容惊艳 一路上买东买西 直到快中午了 才到洛英城最大的商铺 便宜方 这是沈家的产业 这里不仅经营单药 武器 还有各种各样的杂货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这家商铺 平时都是大长老来打理 可以说 这老家伙很有经济头脑 所以便宜方被经营的 还算不错 只见门口围着许多人 一块公式的牌子 这里每天都会公式出 几款特价的打折商品 可是今天上面 清清楚楚地写着几个大字 沈龙轩与狗不得进入 沈龙轩与狗不得进入 这是什么商品 怎么没听说过啊 你傻啊 这沈龙轩 现在可是沈家的风云人物 觉醒了一个黄街一品战魂 被沈家列为废物 没想到跟狗一个级别了 沈龙轩脸色变得极为阴沉 这里敢明目张胆地 写出这种字样 肯定与大长老 或者他的儿子沈亮有关 刚要找管事地问个清楚 就听见有人说道 哎呀 沈家人可真逗 说自己家的废物是狗 那沈家人岂不都是狗 原来沈家人都是狗娘养的 哈哈 这声音立刻引来人群的注意 只见一个身穿白色长衫 长相颇为英俊的人 站在公事排前 不过他的话极为恶毒 居然辱骂了所有沈家人 沈家店里立刻走出一人 此人三十岁左右 名叫沈建雄 是大长老的亲弟弟 脸色同样不好看 开口道 这位客官 请你不要曲解意思 另外 你居然辱骂沈家人 立刻道歉 否则 否则怎么样 我就骂了 你能怎么样 你咬我呀 那可就是名副其实了 你 来人 给我把他轰走 沈建雄恼羞成怒 便一方门前 瞬间乱成一团 凡是被派来经商的 都是家族中 没有或者低于二品战魂之人 最厉害的人 也不过脆体进一重 前来挑衅之人 明显是有备而来 带来的人都是脆体进二重的 所以 这场骚乱片刻后 就以沈家失败告终 其实有沈家在背后撑腰 没有人会来找查 不过今天出现了意外 沈家人都被打倒在地 哀嚎不止 废物连个像样的都没有 这个白衣人 看着沈家人满地打滚 嘲笑道 王八蛋 真当我沈家无人吗 沈龙轩原本不想管这事 自作自受而已 但是这人反复辱骂沈家人 他终于忍不住了 沈龙轩和沈灵的出现 让众人一愣 人群中有人小声议论起来 他就是沈龙轩 这下有好戏看了 有什么好戏看 那废物只不过是一品战魂 怎么能是这群人的对手 哦 你就是那个废物沈龙轩啊 我听见你刚才骂我了 现在趴下学习声狗叫 我可以下手轻点 还有 你身边的妞我要了 白衣人认出沈龙轩后 嚣张地说道 眼神一直在沈灵人身上游走 沈龙轩也认出了 眼前的人是李家人 沈李两家原本就不合 但先皇在位期间 沈家独大 所以李家只能忍着 现在不一样了 先皇退位 先皇开始打压沈家 取消了沈家种种特权 所以 李家人也变得不安分起来 近段时间 经常与沈家人发生口角 这次更是发展到 公然辱骂沈家人 还出手打人 但这也只不过是试探而已 毕竟出手的人修为都不高 我学你老了 沈龙轩制止了沈灵的出手 他觉得 这事还是男人来 随即爆喝一声 冲向李家人 白衣人见状不经反喜 以他脆体进二重巅峰的修为 对付沈龙轩绰绰有余 所以右手一探 抓向沈龙轩的拳头 沈龙轩 今天我就让你 变成一个真正的废人 咔嚓 碰 暴怒的沈龙轩 用尽全力 只一拳就将此人的手骨击碎 并且于是未衰 轰在了此人的胸膛之上 他也对自己的力量 感到一丝震惊 不过动作不停 如虎入羊群 这群脆体二重巅的家伙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片刻后 李家人全都倒地不起 白衣人大口吐着鲜血 再也没有刚才的嚣张之色 相反 一脸的恐惧 围观的人全都傻眼了 最震惊的就是沈家人 这还是他们眼中的废物吗 简直太生猛了 以一人之力 完全将形势逆转 这简直就是偶像啊 谁在说他是废物 我跟他急 乖乖 沈家是不是传出的虚假信息啊 这才几天就变得这么厉害 白衣人的整条手臂的骨头都断了 胸骨恐怕也被打裂 他强忍着剧痛 脸色猙獰的道 你绝对不是沈家的废物 你到底是谁 本少爷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我就是沈龙轩 回去告诉你们李家人 再来沈家找麻烦 绝不轻饶 滚 沈龙轩来到店门口 看着倒在地上的沈家人 说道 擦掉 沈龙轩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两个字 吓得沈建雄一哆嗦 赶忙命人擦掉公式牌上的字 他现在哪还敢与沈龙轩作对 顾不上自己一身的伤 带着沈龙轩在店里逛了一圈 满脸陪笑 沈龙轩买了十颗回气单 就与沈铃儿离开了 虽然惊讶 沈龙轩实力增长得这么快 但是显然逛街更有吸引力 沈铃儿根本就没打算回家 而沈龙轩真的低估了女人逛街的热情 一天下来 累得腰酸腿疼 比打架还辛苦 回家之后 直接倒头就睡 可是这一天下来 沈龙轩的名号 已经在洛英城传开了 各种版本的传言络绎不绝 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 是他的父亲 强行帮他提升的修为 沈龙轩完全不在乎这些 有了回气单 他决定去修炼寻龙变 第二天 天还没亮 他就出了家门 大街上此刻一个人影都没有 一路向东 出了城门后 开始急速奔跑起来 感受着脸庞吹过的进风 还有体内源源不断的力量 他一声长啸 速度猛然再次提升 像一匹黑色的野马 冲上山峰 站在洛英山顶 望着脚下的洛英城 此刻通红如火的太阳刚刚升起 将洛英城渲染的一片火红 宛如在浴火中重生 金色的阳光照在身上 暖暖的特别舒服 沈龙轩体内的战魂微微移动 一股玄妙的气息 冲进他的脑海 这是在指引我方向 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战魂能帮助他找到龙脉之气 这倒省了他不少的时间 顺着指引 他翻过了两座山峰 最后停在一座山谷的洞穴前 看来就是这里了 沈龙轩拿出准备好的月石 这是一种可以发光的石头 只要白天吸收了足够的阳光 在夜晚就会一直发出光亮 手中拿着月石 一步步走进山洞 出石时 还有些飞鸟被他惊动 惊叫着飞了出去 深入百丈后 便没有了声息 沈龙轩一个人走在无声的山洞中 所能听到的 只有自己的脚步和喘息的声音 这让他心中微微有些害怕 不过随着战魂的波动越来越大 而且灵气也越来越狂暴 他知道 目的地就快到了 果然 再次行进了百丈的距离 看到了一处处如喷泉状的气柱 这些气柱狂暴无比 把周边坚硬的山石 冲击得七零八落 形成了一处巨大的空间 甚至有些石头 被这些强悍的气流吹到空中 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变成了粉末 在这里修炼 这哪里是修炼 这不是玩命吗 沈龙轩咽了口唾沫 惊呼道道 玄龙便上说 需要坐在龙脉之气的中央 吸收龙脉之气 以达到强化身体的功效 其实沈龙轩并不知道 这玄龙便乃是上古龙族的功法 龙族天生身体强悍 所以自然很容易修炼 我还是在边上先试试吧 他盘膝坐在了龙脉之气的边缘 沈龙轩依照功法召唤出战魂 开始修炼 战魂爆发出一股犀利 身旁的气柱立刻变得弯曲 只感觉一股爆裂的气息冲入身体后 就开始乱冲乱撞 后果就是将身体破坏的一团糟 痛得沈龙轩白净的小脸战红扭曲 此刻的他赶忙停止吸收 强忍剧痛 稳住心神运转功法 用本身的灵力包裹住这铝龙脉之气 但包裹的灵力马上被震成虚无 脆体三重进体内的灵力极其有限 片刻功夫就所剩无几 在耗费光了之后 终于将入体的这铝龙脉之气 引导进相应的筋脉之中 这一过程飞了九牛二虎之力 刚松了口气的沈龙轩 立刻感到一股强烈十倍的疼痛 从筋脉中传来 不仅如此 在没有灵力包裹之后 那脆弱的筋脉被炙热狂暴的龙脉之气 烘烤的扭曲 有的地方 甚至碎裂 看着体内龙脉之气造成的破坏 沈龙轩赶忙吃下一颗回气丹 依然在努力控制这铝龙脉之气运转 脆体净吸收来的灵气 全部用来淬炼身体了 但是每次修炼后 都会有少量的灵力储存在经脉里 以做冲击舞者净之用 玄龙变这种功法 根本就是消耗灵力的功法 也就是说 对战魂的要求极高 只有高等级的战魂 吸收来的庞大的灵气 化作的灵力 才能供修炼所用 但很显然 沈龙轩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 而且他还低估了回气丹的消耗 一炷香的时间 十颗丹药消耗得干干净净 没有了灵力的保护 身体伤势加重 他的嘴角流下鲜血 身体表面也被狂暴的能量 撕裂出了细密的伤口 此刻的他 就像一个血人一样 身体里的伤比外面更加严重 这么重的伤 按说早就应该昏迷了 可是沈龙轩愣是以顽强的意志 坚持了下来 但是 随着时间的流逝 沈龙轩渐渐地不知 意识渐渐模糊 可就在这时 那一缕龙脉之气 终于从经脉中运转而出 化作一股极为磅礴的精纯能量 这能量迅速地修复着他受伤的身体 转瞬间 沈龙轩受伤的身体恢复如初 但是 他身体的细胞 依然在疯狂地吸收能量 破损的经脉 再次变得圆润 而且更加的强韧 身体的组织 变得更加生机勃勃 此刻 他可以说完全地脱胎换骨 最终剩余的能量 被全身表皮如网状的精络吸收 凝聚在右手的大拇指上 沈龙轩赶忙退出修炼状态 为了这一缕龙脉之气 他整整耗费了一个时辰的时间 还差点丢了性命 只有尽量提升战魂的等级 积攒更多的灵力 玄龙变才能快速进阶 否则肯定会被练死 他低下头仔细地观看起这根手指 点点金色的光点 在拇指中显现 看样子很绚丽 他用拇指按向了地面 那坚硬的岩石 破 手指居然轻松地陷入其中 这功法果然不凡 才修炼一次就有如此明显的效果 太霸道了 见识至中午 沈龙轩起身赶回家中 胡乱吃了点东西 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来到了练武场 脆体进三重 除了可以练习局顶之外 还可以练习牧人装 这项训练 不仅可以练习力量的掌控 还可以练习攻击和闪避的速度 同时也在考验身体的强度 牧人装使用最坚硬的铁扇木制作 并且经过机关弹簧的链接 对装身上所受的击打 可以做出相应的反击 这些可是沈家花大价钱 请人制作的 造价不菲 沈龙轩站到牧人装旁 看着有黑的牧人装 一拳轰了出去 砰 一股大力击打在牧人装的胸口 几乎在同时 牧人装的手臂 也是轰在了有些发愣的沈龙轩的胸口 此刻的练武场上 只有沈龙轩一个人 刚刚牧人装的只是一拳 让他倒退几步 感觉胸口上微微有些发闷 想起刚才并没有躲避 心中暗叫了一声 活该 他揉了揉胸口 眼神平静地看着牧人装 连一个死物都打不赢 拿什么打天下 沈龙轩迎牙一咬 再次举拳攻击 没几下 又被牧人装一脚踢到 一股不服输的静诱上来了 沈龙轩自己都不知道 挨揍了多少回 总之最后连爬都爬不起来了 咬着牙 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盘腿坐了起来 他知道 这个时候修炼效果会更好 由于到了晚上 四周也没有人 他开始放心地修炼起来 召唤出战魂 天地灵气被吸入身体 火辣辣疼痛的身体 顿时感觉一片清凉 随着灵气的炼化 疼痛的感觉渐渐消失 灵气慢慢地修复 他受伤的身体 更是在这一过程中 使身体更加强大 默然有一刻 体内熟悉的轰鸣声 再次响起 翠体进四重 沈龙轩没想到 修为居然突破了 这次没有吃翠体 单活得的突破 让他有种成就感 心中暗暗窃喜 其实这次的突破 都是修炼玄龙便带来的效果 那古龙脉之气 已经把他的身体强化了 所以才会突破境界 凭空多出来的力量 让他感觉无比充实 修炼结束后 借着月光来到黑色锯顶前 这是一尊四万斤的锯顶 身体一沉 刚刚突破的凶猛气息 全力爆发 沈龙轩感觉 此时身体充满了 爆炸性的力量 双手抓住锯顶 哼 四万斤的锯顶拔地而起 轻松地举过头顶 并且在右手拇指按过的区域 深深地印下了一个拇指印 轻轻地放下锯顶 沈龙轩高兴极了 短短几天 自己就从一个文弱的书生 变成了一个单臂 一身万斤之力的舞者 怎么让他不高兴 哈哈 看来得去赚钱了 有了临时之后升级战魂 修炼的速度会更快 沈龙轩这一夜 都在兴奋中度过 第二天依旧没亮天 他就来到了 龙脉之气的地铁修炼 又是一个上午的痛苦磨练 这功法不仅磨练了身体 同时也在磨练他的意志 更是在激发着他的胆量 一天天地坚持下来 他的右手发生了变化 运功时 整个手掌都是金光闪闪 虽然还没有完全变成金色 不过应该不远了 终于在两个月后 沈龙轩发出一声开怀的大笑 右手整个都变成了完美无缺金色 他试过锋利的匕首 都不能伤害分毫 这种金色在显露之后 便隐藏在了皮肤之下 根本看不出任何痕迹 但沈龙轩知道 这是自己的一大杀气 这只手更是能在 牧人庄身上留下深深的权益 这种防御和伤害 已经达到了脆体七重镜的水准 在他修炼这两个多月中 沈家与李家又爆发了多次的冲突 两家的关系 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 这一日 沈龙轩在洛英山刚刚返回家中 时至中午 街道上人虽然狠手 但是总感觉有一些异样的目光 打亮着自己 站住 沈家人 沈龙轩刚转过正街 这里是回家的必经之路 没想到有三个人 挡在了道路的中央 你们想干什么 沈龙轩注目一看 三个穿着李家服装的人 正坐在路中间喝着茶水 而且还有些眼熟 李武少爷 终于来了一个 您是亲自动手 还是 当然 是我自己来 沈家的贱人 心情好 他就是最后一个吧 打完收工 咱们去喝酒 李武退去穿在外面的长袍 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 一脸戏虐的看向沈龙轩 马上一愣 之后开怀大笑 哈哈 老天有眼 终于让我碰到你了 沈龙轩 你这个废物不在家里藏着 跑出来干什么了 听说上次你把我们李家 十几个人都打了 并且外面的人都说 你秀为如何了得 今天我倒要试试 你这废物有几斤几两 李武少爷 他是强行提升实力 这废物 恐怕一辈子也不会有长进了 等一下 也让我们也活动活动 常常抱打废物的滋味 好好 沈家的小废物 还可以给你一个选择 跪在地下磕头认罪 直到我满意了为止 那样我会考虑 只打断你的两条腿 要不然 我会一块块地 将你全身的骨骼捏碎 让你一辈子躺在床上 到时候这样的废物 恐怕沈家也会抛弃你吧 你会变得连条狗都不如 顺便告诉你 这几天我遇见的沈家贱人 都只被我们打断了腿 至于你这个废物 我当然要特殊照顾一下 李武说的唾沫星子直飞 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 沈龙轩这次真的怒了 李武 你居然堵到沈家门口 打沈家之人 我看你是活腻了 就欺负到你的家门口了 你能怎么跌 小废物 想好了吗 是磕头 还是让我动手 李武双手交错 一声声咔咔地脆响传出 并且一步步走了过来 我磕你老了 沈龙轩在李武走到自己身前 不足一仗的时候 突然爆起 一拳轰出 那好吧 既然你这么任性 我只好打断你的四肢了 李武说着 同样的一拳闪电般袭来 他的修为在翠体五重镜 所以这一拳的力量 非同小可 沈龙轩虽然刚刚突破到 翠体四重镜 但是因为玄龙变的原因 力量和防御 堪比翠体五重镜 如果运起玄龙变 右手的攻击力 绝对有翠体七重镜巅峰 碰 所以两拳相撞后 发出一声闷响 激起一阵风沙席卷当场 沈龙轩倒退了三步 李武也被震退了一步 小子 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 不过接下来你就趴下吧 李武不再喊废物 他心中此刻 已经是惊涛骇浪 这家伙是怎么修炼的 虽然心中有疑问 但是沈龙轩的实力 得到他的认可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实力就是尊严 这两个月的修炼 沈龙轩已经初步地 掌握了些战斗的技巧 所以他与李武之间 刚开始还有些被动 慢慢地 居然占了个旗鼓相当 两人你来我王好不热闹 这还是沈家的废物吗 两个多月 就成长到了如此的地步 李武少爷可是黄街四品战魂 虽然刚突破脆体镜五虫 但这废物明明是一品战魂 怎么能这么厉害 沈家可能为他吃鲜丹了吧 碰 两个李家人正在说话间 李武居然被沈龙轩一脚踢飞 扑通一声摔落在地 场面一片寂静 你们两个傻鸟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揍他 李武从惊恶中反应过来 他居然被一个被称作废物的人打败了 不过接下来的场景 更是让他目瞪口呆 两个手下只是一个照面 就飞起吐血 两个人伤得比他还重 沈龙轩运起了玄龙变 虽然只有一只手掌变成金色 那两个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他来到李武面前 辱人者人横辱之 记住我说的话 咔咔两声 踩断了这家伙的双腿 天空中只留下了一声声的惨嚎 走进家门时 沈龙轩就感到有些不对劲 快步地冲向一室大厅 在门口就听到了里面的咆哮声 李家太过分了 这次绝对不能容忍 你们都看到了 他们把沈家人打成什么样了 这次一定要去问个说法 这是二长老的声音 显然已经气愤到了极点 沈龙轩止住脚步 在门口倾听 他感觉好像有大事发生了 哼 难道他们真的以为 我们沈家是好欺负的吗 我沈家先祖 可是为皇室立过大功的人 他们居然敢如此放肆 好了 你们都消消气 这只是表面现象 据我所知 曹 白两家也暗地里出过手 这段时间 我们家族的产业都遭到了压制 至于小辈们的打打闹闹 暂且放在一边 我们应该以大局为重 大长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感情挨打的不是你家孩子 你就以大局为重了 这要是沈亮挨打的 我估计你早就跳起来了 你 哼 意识大厅中陷入沉默 只留下手指敲击桌面的声音 这都是沈龙轩闹的 没有他沈家 也不会遭遇这么多的事 沈亮的声音突然响起 沈亮 你说什么 沈龙轩那废物 怎么可能惹到李家 你把话说清楚 二长老激动地说道 接下来 沈亮就把变异方当天的事都讲了出来 不过他命人 在牌子上写的字 和李家人借题发挥辱骂沈家人 他却只字未提 这个小废物 惹了这么大事居然没说 太没拿沈家当回事了 组长 你的儿子 你说怎么办吧 二长老愤怒道 组长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请你把沈龙轩交出来 大长老也开口道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沈龙轩明白了 这分明是设计好的 不用叫 我就在这里 沈龙轩阴沉着脸走了进来 沈龙轩 你这个废物惹了这么大祸 居然没通报一声 害得我们沈家族人受伤 你自己说说 怎么办吧 二长老气愤地说道 二长老 你开口闭口说 我是废物 沈家人被欺负的时候 也没见你们谁出现 反倒是我这个废物 出面立战李家十几人 请问有这样的废物吗 当李家人当着所有人面骂我们沈家人是狗 也没见你们谁出现 为了维护沈家的尊严 是我教训了他们 请问 我是没拿沈家当回事吗 沈亮 你敢把当天的事说完整了吗 沈龙轩与狗不得入内 是你让人写的吧 便一方那么多人 被李家人打你会不知道 沈龙轩所说的每句话都在里 二长老脸色铁青 硬是没办法反驳 沈龙轩 这些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你有证人吗 沈亮反驳道 便一方都是他的人 谁会替沈龙轩作证 李家与沈家视如水火 更不会为他说话 怎么 无话可说了吧 按照族规 我可以作证 我弟弟说的都是实话 因为当天我就在场 沈亮还没说完 就被门外走来的沈铃打断了 他那天出手已经算轻的了 要不是我弟弟拉着我 那些李家人 我全会让他们变成残废 沈亮 你诬陷族人 按族规该怎么办 沈亮在面对沈铃的时候 完全不敢反驳 不过这次他一咬牙 你是他姐姐 当然向着他了 哼 我这是实话实说 你信不信我揍你 沈铃气得撅起小嘴 上来了刁蛮劲 我看不如这样 他们两人都有各自的人证 不如公平对决 谁赢了 谁就是对的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 二长老说道 二长老 你说什么 沈建峰实在忍不住了 虽然他是族长 但同样是沈龙轩的父亲 这几个长老 明显在欺负自己的儿子 他不再管什么族不族长了 即便是落下话柄 族长不做 他也不允许自己唯一的儿子受委屈 沈建峰 你想干什么 你还想对我出手不成 二长老丝毫没有让步 那样子 就像是在把脸伸出去 让人打 如果沈建峰真的动手了 那么长老们有权力弹劾 我同意比武 这时 沈龙轩开口道 场上的争吵嘎然而止 什么 轩儿 你不能答应他 沈建峰知道 这种比武是很容易出现意外的 更不用提沈亮 高出沈龙轩几个境界 必输无疑 沈龙轩 这可是你亲口说的 沈亮反问道 是 不过 我要选在两个月以后 好 沈龙轩话音未落 沈亮就答应了下来 几位长老 见目的达到 全部散去 沈建峰气的直发抖 脸色铁青 这明显就是一剑双雕的毒计 要么现在组长之位被弹劾 要么组长继承人沈龙轩被废 轩儿 你太莽撞了 即便是两个月后 你也不会是沈亮的对手 沈龙轩微微一笑 父亲放心 两个月后 我会在擂台上击败沈亮 让他们都把嘴巴闭上 沈建峰双眉紧锁 叹了口气 说出了心中的担忧 轩儿 这次最大的危机并不在族内 而是其他三大家族 还有城主的势力 也可以说是新皇 这次表面上看是李家 在与我们作对 实则是三大家族一同出手 他们之所以没有全面开战 是在等一个机会 轩儿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我希望你能走得远远的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只有保存实力 才有翻盘的可能啊 沈建峰的话 犹如一把把利剑 狠狠地插在了沈龙轩的心里 但是面对父亲那期盼的目光 还是深深地点了点头 放心吧 短期内 他们还不敢对我们真正出手 这个机会不会那么好等的 脑海里还想着父亲的话 不知不觉中 却来到了练武场 他现在有两个打算 第一就是近升战魂 那样修为就可以提升的速度快一点 第二就是修炼玄龙变 只要另一只手也变成金色 那么对付沈亮就不成问题 另外就是大量的脆体丹 自己可以快速地吸收药力 不过这方法存在隐患 丹药的力量虽然强 但只是外力 会影响以后的修炼 再者说 脆体丹也不便宜 所以他决定 还是修炼玄龙变 有空就去赚钱买零食 而赚钱最快的办法 就是击杀妖兽 沈龙轩回到房间 就被沈灵儿堵到屋里了 小轩子 你到底有多大把握 要不然 姐姐先替你把那家伙打残了 姐 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 我会堂堂正正将沈亮击败 对了 正好问问你 我这个阶段 去哪里得杀妖兽好 沈灵儿乌黑的眼珠一转 一脸坏笑着说道 小轩子 我得知道你的实力 才能告诉你 这样吧 姐姐就废点神 我来检测一下 话音刚落 一只御手快如闪电 拍向了沈龙轩的肩膀 没想到沈灵儿说打就打 那只手看似柔弱无力 可沈龙轩丝毫不敢小瞧 因为手掌没到 一股进风已经吹过面门 他赶忙沉肩侧步 快速地闪了开去 立刻转换方向 掌面平身 如刀锋一般横切过来 沈龙轩只得右后退了一步 此时 他已经退到了墙角 沈灵儿的攻击两次落空 这次直接抬起了粉拳 清零地轰向他的面门 速度太快 再想闪避已是来不及 沈龙轩只得抬起右手 以拳相抗 砰 一声闷响 沈灵儿居然退了一步 沈龙轩趁他愣神的功夫 快速地闪出了墙角 小轩子 不简单哪 刚才的力量 恐怕已经超出了脆体四重镜了吧 你还有什么命你瞒着姐姐 沈灵儿舔了下红润的嘴唇 你这丫头 怎么说打就打 沈龙轩不满意的道 在他认为 这分明就是一大欺小 少废话 接招吧 紧接着 沈灵儿一改细皮笑脸的模样 胶躯一晃就冲了上来 这次明显不一样了 挥拳踢腿 都带起进风呼啸 其实沈灵儿出手很有分寸 看似虎虎生风 但是对力量的掌控极其完美 既可以让沈龙轩 拿出最大的实力来抵抗 又不会受伤 两人从屋里打到院里 砰砰之声络绎不绝 沈龙轩从开始的被动抵抗 到现在 时不时的也能发起一次反击 他眼睛里闪现一抹智慧的光芒 沈灵儿是在帮助自己 让他体验与真人交战的感觉 毕竟木人庄再怎么灵活 也是死物 砰砰砰 姐弟两人打斗的声音传出老远 许多族内的年轻人都纷纷愕然 这个废物家伙 修炼真的很刻苦啊 你们不知道吗 就在刚才 沈龙轩挑战了沈亮 两个月后 两人就要对战擂台 真不知道这家伙怎么想的 他就算再怎么修炼 也不会是沈亮的对手 我看他是疯了 还想挑战沈亮哥 他现在都不是我的对手 最终在沈龙轩内的气喘吁吁的时候 两人停止了打斗 小轩子 与妖兽对战 一定要速战速决 找出弱点一击之命 嗯 姐 谢谢你 沈龙轩真诚地说道 他很庆幸自己 能有这么一个姐姐 经过沈灵的调教 还有她自己的经验 已经算是掌握了 初级的战斗技巧和意识 这太重要了 好了 说得那么肉麻 看你这么听话的份上 姐告诉你 跟妖兽对战的最大秘密 沈灵目光深算神秘地说道 什么秘密 沈龙轩立刻来了精神 他发现自己 越来越离不开这个姐姐了 秘密就是 打不过一定要跑 哥哥 沈灵娇笑着跑开了 留下一脸愕然的沈龙轩 的确是实话 他喃喃自语地 回屋睡觉去了 击杀妖兽 无非就是获得 他们的妖盒 皮毛等一些特殊 材料 这些都是可以 卖出去换钱的 但是一阶妖兽 产出妖盒的几率极小 能有十分之一的 产出量就不错了 妖盒是妖兽 一身精华之所在 里面有庞大的能量 有妖盒的妖兽 肯定可以进阶 所以 妖盒也是炼丹 和炼器的必备材料 但是妖盒中 含有妖兽本体的 狂暴特性 不容易把控 使用前 必须用特殊的手段 去除里面的狂暴气息 被净化的妖盒 能量非常纯净 跟零食差不多 只不过效果 差了好多倍而已 一日 太阳还在睡着懒觉 沈龙轩留下一封书信 在桌上 趁着还没亮天 已经感到了 龙脉之气的煽动 修炼玄龙变功法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他已经对玄龙变 非常的熟悉 再也不会像刚开始一样 修炼一次 就会搞得筋疲力尽 他早就不用 回气丹的辅助了 因为那丹药 他吃不起 所以 由于自身凌厉的原因 还是不能长时间修炼 龙脉之气的强化 让他的身体 大幅度地提升 比同境界的人 要强上几倍 变成金色的部分 更是防御惊人 而且还能爆发出 恐怖的力量 一个时辰后 太阳冉冉升起 沈龙轩走出山洞 他没有再经过城市 顺着河流 一个时辰后 直接跑到了海边 这条河 就是原本的灾难起源 名为龙渊河 不知道起源自哪里 在洛英山中 蜿蜒曲折 最终流入大海 河面极其宽广 几百丈的宽度 致使河运极其发达 许多商业的流通 都需要经过这条大河 所以 当时的船只 经常会受到妖兽的袭击 死伤无数 甚至有些两棲的妖兽 冲进城市 残杀百姓 这就是当时著名的 海妖之乱 当时战死的武者 也不计其数 沈龙轩是通过梳理的方式 将这条几百丈宽的大河 在入海口处 分成数十条小河 所以 每条小河 只有几丈的宽度 这样既不影响水流的宣泄 又防止了大型海妖的进入 并且在分流处 填出了一大片陆地 种上了树木 使其更加牢固 因为有了灵犬的浇灌 这才短短三年的时间 这里俨然 已经是一片广阔的森林 一条条小河流 穿过这片森林 使其变得更加的生机勃勃 所以 这里既是海中 小型妖兽的栖息地 又是初学的舞者乐园 有很多人都选择在这里历练 海里的妖兽太多了 尽管不停地被杀戮 依然源源不断地 冲进这片森林 在被杀戮的同时 进入森林的人类 同样也是他们捕食的对象 人类的生命气息 是他们难以抵抗的诱惑 所以 也有很多的舞者丧生在这里 沈龙轩选择的 就是这片区域 当他踏入这片区域后 第一感觉 就是觉得像回家一样 因为这里的每一块地方 他都了如指掌 先找只妖兽练练手 心中想着 沈龙轩脚步不停 脚下踩着落叶 发出沙沙的响声 正行走间 一声嘹亮的蛙鸣传入耳中 听声音离自己并不远 确定方向后 沈龙轩迅速向前奔去 这是两期妖兽亮眼蛙的叫声 这种妖兽 没什么太大的攻击力 靠的 就是一条大舌头 正适合练手 之所以叫做亮眼蛙 是因为 蛙类只对活动的东西敏感 而这家伙的眼睛 对动对劲的东西 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百丈的距离转瞬极致 出现在面前的 是一只牛犊大小的亮眼蛙 这家伙正在捕食森林中的飞虫 沈龙轩的到来 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眼中立刻现出 人性化的贪婪之色 巨大的舌头 直接弹射而出 沈龙轩知道 这种妖兽的舌头攻击范围极广 缺点就是 只能直线攻击 他立刻横跨两步 双脚踏地 嗖的一声 向着亮眼蛙窜去 这只亮眼蛙 反应也是极快 一击未重 舌头闪电般回缩 再次弹射而出 这次的速度明显 再次加快了几分 攻击的居然是他的双脚 沈龙轩经过刚才的加速 距离亮眼蛙 只有五丈距离 他身上的气势猛然爆发 速度不减 身形却高高跃起 只见亮眼蛙抬起头 眼神中充满了戏鸣 那意思好像在说 看你还往哪躲 电光火时间 星红的舌头 已然再次射向空中的猎物 犹如一根利剑 破空而来 沈龙轩没有惊慌 他运起玄龙变 右手瞬间一片金光 借助身体前冲之势 一拳轰出 竟然带出一丝尖笑之音 碰 一声沉闷的爆鸣 亮眼蛙的舌头 被他一拳击回 同时 自身也因为阻力下落地面 呱 痴痛的亮眼蛙叫了一声 他的舌头 在刚才的对撞中受伤了 趁此机会 沈龙轩落地后 迅速骑身上来 手中出现一把 明晃晃的匕首 刺向亮眼蛙的双眼 破 亮眼蛙毙命 匕首透过眼睛 刺进了他的脑海 沈龙轩切下这家伙的舌头 装进背包 之后剖开他的脑袋 一颗红色的晶体 被他拿了出来 吆喝 没想到一只亮眼蛙 都能有吆喝 看来 这真是好兆头 沈龙轩心中一喜 放下那吆喝 你可以安全离去 这时 一个声音响起 沈龙轩抬头 看见两个兰庄青年 缓缓走了过来 我说了 放下腰盒 可以放你离去 跟我们李家人为敌 可没什么好果子吃 刚才那人看到 沈龙轩收起了腰盒 不高兴地说道 哥 看他的衣服 好像是沈家人 另一个人小声说道 同时眼中 闪现一羽杀鸡 哦 沈家人那就不要离开了 杀了他 此人说完 身上气势爆发 身体一纵冲上前来 沈龙轩心中恼怒 这李家人太霸道了 沈家人就要死 对着冲上来的李家人 一拳轰去 我叫李云龙 看你刚才对战亮眼挖 也就是翠体四重镜 能死在我们兄弟手里 你也该瞑目啊 你们沈家人都是垃圾 都该死 李云龙咆哮道 他借着前冲之势 也是一拳对撞而来 翠体五重镜的修为 展露出来 这一拳更是虎虎生微 身后的李家人 动都没动 一副看戏的样子 哄 两人很快撞在一起 李云龙一声闷哼 登登登倒退十几步 胸中憋闷 一口溺血喷出 他伸手指着沈龙轩 你 没等说出话 沈龙轩浑身气势猛然爆发 双腿用力 身体如剑一般飞射过来 又是一拳狠狠地击中李云龙的胸口 这家伙挖得又吐出了口血 身体倒飞而回 眨眼间就被击败 而且是越极挑战 另一个人心中一惊 马上放出了响剑 同时向着沈龙轩扑来 看你实力 在沈家肯定不是无名之北 本少爷手下不留无名之鬼 敢留下你的名字吗 此人飞起一脚踢向沈龙轩 沈龙轩这段时间气质大变 他现在的样子 很难让人跟一个废物联想到一起 我是你沈爷爷 沈龙轩气愤道 这家伙并非想真打 他只是缠着沈龙轩 等待后援而已 沈龙轩早就看出了他的意图 一个剑步冲向李云龙 这家伙吓得亡魂接冒 高声喊道 二弟救我 就在后者回救的过程中 沈龙轩抽身离去 几个跳跃不见了身影 李家人 你们等着 远远地传来他的声音 这家伙究竟是谁 沈家人什么时候出了这样一个高手 看着有点眼熟啊 该死的 李云龙脸色惨白暗道 少爷 你怎么了 片刻一群十几人纷纷赶到 他们都是一身黑衣 胸口上都袖着一个李字 给我搜 一个十五岁左右的沈家人 生死不论 沈龙轩并未走远 他躲在了一棵茂密的树木之上 眼看着李家人离去 心中愤怒 该死的 我记住了 带这些人走远 他才向着相反的方向离去 走了很远后 他突然隐藏在了河边 这个只有三丈宽的小河里 正游动着一只一丈多长的妖兽 这可比刚才的亮眼挖大了一倍 剑齿鱼 听说这家伙的肉很好吃 剑形的锯齿是天然的武器 而且非常的锋利 沈龙轩暗暗思量 得想法让他上岸 在水里我可不是他的对手 没有诱饵啊 看来只能用自己做耳了 想罢 他拿出亮眼挖的舌头 这东西不仅弹性好 还非常的结实 他将舌头拴在了自己的腰上 另一头拴在了河边的一棵大树上 拉了一下 记得还很结实 拿出匕首 对着河中的剑齿鱼冲去 身体刚落入水面 手中的匕首 已经深深地插在了剑齿鱼的背上 剑齿鱼在一接妖兽中 已经算是高级的了 在水中力大无比 再加上他锋利的牙齿 在这条小河中 他简直就是霸主 没想到 居然有人类冲进河里 而且还刺伤了他 而且这个人类还非常的狡猾 刺了一下 马上就逃跑 根本没给他还手的机会 其实沈龙轩是因为 亮眼挖舌头的弹力 拉着他往后退去 而且速度很快 眨眼间就上了岸 看着水中暴怒的剑齿鱼 来回游动的巨大身体 沈龙轩再次地潜伏了起来 在水中 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过了一会儿 剑齿鱼因为找不到发泄的对象 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看样子准备离去 沈龙轩立刻爆发出权力 双脚踏下岸边的树根 身体如剑一般 射向盒中 破 急射的速度 激起一片浪花 匕首再次插中剑齿鱼的身体 没想到这大家伙猛然摆尾 沈龙轩只感觉 一股大力袭来 即便有右拳的阻挡 身体还是被砸入水中 此刻剑齿鱼 已经掉转了头尾 一口锯齿 对着沈龙轩当头咬下 此时 腰上传来一股拉力 使他的身体急速后退 鱼尾使劲一摆 鱼身紧随其后 并且因为在水中 他的速度远超沈龙轩 并且使劲一吸 河水急速涌进他的嘴里 沈龙轩的身体再次减速 此消彼长的情况下 剑齿鱼的牙齿 几乎都快碰到沈龙轩的脸 情急之下 手中的匕首用力甩出 借着急速的水流 匕首如利剑一样 射进了剑齿鱼的口中 一股剧痛传来 剑齿鱼身形一环 也正是这一环 锋利的牙齿上 泛着阴森的寒光 不料沈龙轩在出水之后 速度猛然暴增 向着岸边落去 剑齿鱼此刻半个身子 已经冲出水面 按着这个速度 肯定难以抵手 这家伙巨大的尾巴 使劲地拍击在河面 激起两三丈高的浪花 可见他愤怒到了极致 借此力量 他的身形闪电般 追着沈龙轩而去 可是亮眼蛙的舌头 弹力太好了 沈龙轩搜的一下 就回到了岸边 避开了这致命的遗迹 剑齿鱼紧随其后 砰的一声落到了岸边 愤怒地看了沈龙轩一眼 但这岸上毕竟不是他的底盘 在这里只能是任人宰割 所以他甩动尾巴 就要跃回到水里 沈龙轩哪能放过这等机会 身形刚被弹射回大树 立刻双腿一蹬 身体再次飙射而出 眨眼间就超越了剑齿鱼 落入河中 但是弹力立刻使他 以更快的速度返回 看准时机 在回弹的过程中 他一拳命中 身体还在腾空挣扎的剑齿鱼 哄 剑齿鱼巨大的身体被击飞 距离河水一下拉开十几丈 沈龙轩坐在树下大口地喘息着 这种需要精密计算的活实在太费力了 一步出错 满盘皆输 幸好有惊无险 解开腰上的舌头 看着远处只出气不进气的大家伙 沈龙轩开心地笑了 这东西离开水就算完蛋了 他走进死去的剑齿鱼 掏出射进他嘴里的匕首 在碰到那闪着寒光的历尺时 他的右手居然没事 那东西比他的匕首还要锋利 这让他再次感叹 玄龙变功法的神气 剖开脑壳 又一枚红色的晶蹄躺在其中 太幸运了 两头妖兽都有妖和 沈龙轩小小地得意了一下 一颗疗伤药扔进口中 坐在地上开始修炼起来 刚才不仅经历耗尽 而且被扫中的翼尾 也让他受到了伤害 半个时辰后 沈龙轩呼出口啄气 伤势痊愈 而且修为好似也精进了一丝 看来战斗才是最好的修炼方法 时至中午 火热的阳光透过森林间的空隙 照到地面 让森林中的湿气蒸发 所以眼中看来 空气有些扭曲 沈龙轩敲下了剑齿鱼 一颗最长的牙齿 将近一尺半的长度 足可以当作一柄短剑来用了 很快地将其他牙齿也收集下来 沈龙轩是连根一起拔下来的 简单的处理 一下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经过练气师之手 肯定能化作神兵力气 此时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刚要动手切些肉吃 就在这时 一声声的驼铃声响起 小兄弟 且慢 远远的有人喊了一声 沈龙轩眉头一皱 不一会儿就看见一只驼队走了过来 前面出生的是一个胖子 小兄弟 我们没有恶意 我是洛英城中顺天拍卖行的 我们想说够 你手中的这头剑齿鱼 不知小兄弟可否割爱 胖子衣着滑贵 身上长满了肥肉 最明显的 就是你根本看不到他有脖子 手中拿着一块方巾 正在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汗 一脸的笑容 让人看着很和善 不过一双小眼睛 却透着伤人的精明 他看着地上的剑齿鱼 嘴里都开始流口水了 胖子身后 有十几只风驼 拉着一车车的货物 还有十几个眼中 金光闪闪的舞者跟在其后 看样子 修为都不错 经过刚才的事 沈龙轩算看出来了 这片区域经常发生 抢夺猎物的事情 甚至杀人越货也是常试 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顺天拍漫行 我听说过你们 我父亲还去那里拍过东西 你要这条死鱼 干什么沈龙轩不动声色地问道 那可真是我们的荣幸 一看小兄弟就是不凡 居然能从水中杀死剑齿鱼 真是了不起 大胖子黑黑一笑 伤人惯用的伎俩 先是一顿大帽子 让你放松警惕 然后谈价钱的时候再狠载 我想你也知道 这剑齿鱼是难得的一道美味 要不然你也不会动手切肉了 大胖子擦了擦流出的口水 继续说道 但这样吃并不能激发出肉质的鲜美 只有通过特殊的方法 才能将这美味做成一绝 恰好 我就会这门特殊的手艺 那味道 这是让人百吃不厌 小兄弟 我也不骗你 一口价 三千金币 毕竟你已经取走了腰盒和牙齿 这是我能给出最高的价格了 其他人绝对不会出这么高的价格 来收取它的 说完 胖子搓着双手 眼巴巴等着沈龙轩的回复 成交 沈龙轩很干脆 这东西自己想带走很不容易 还不如卖给胖子 也算个人情 好 小兄弟 真干脆 这是三千金币 你数数 胖子扔过一袋金币 并吩咐手下将剑齿鱼装到车上 并在周围撒了很多的冰块 小兄弟 如果有什么需要 记得来顺天拍卖行 找我猪胖子 只要世上 有的我就能给你弄完 目送着驼队远去 沈龙轩心中虽然知道胖子在吹牛 不过还是将这个名字 默默地记在了心里 胡乱的吃口干粮 沈龙轩继续向森林深处走去 里面的妖兽变得密集起来 但是普遍的等级都是一阶 这与沈灵儿所描述的相符 沈龙轩在下午的时间 先后击杀了十几头妖兽 但是好运似乎已经过去 只收获了一枚妖盒 各种材料倒是收获了不少 关键是通过锻炼 力量运用的更加纯熟 对战斗的恐惧正在渐渐地消失 即便受伤也能冷静地对敌 这才是最大的收获 天黑之前 沈龙轩回到了家 黑夜在山脉中可是妖兽的世界 他可不敢冒风险 将自己的收获一一都摆在桌子上 这些应该能卖几千金币吧 还有这三颗妖盒也能卖不少钱 一阶的妖盒因为产出量很少 而低级的丹药和武器又都需要这东西 所以一阶的妖盒反而能卖上高价 欣赏完毕后 沈龙轩召唤战魂准备开始修炼 毕竟武者知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而内外兼修才是快速成长的关键 所以经过一天的激烈搏斗之后 修炼是最好的时机 默默地运转战魂 一缕缕灵气被吸入身体 进入身体中的灵气迅速被身体细胞吞噬 他们就像饥饿的野兽疯狂地抢夺着食物一样 漠然 沈龙轩神色一动 因为他感觉战魂猛的一跳 这是在吸收临时进阶时才有的动静 他睁开眼睛 只见三颗腰盒迅速变小 眨眼间变成三颗血色的珠子 眼看着辛辛苦苦得来的腰盒消失 沈龙轩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高兴地笑起来 因为这就预示着腰盒也可以使战魂进阶 他随便拿起一颗红色的珠子 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他感受得到里面充满了狂暴的能量 但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继续修炼了一会儿 便沉沉地睡去 轻柔的月光飘洒进屋内 照亮着那即便熟睡也在微笑的小脸 接连两个月的时间 他的左手也变成了金色 这让他的战斗力翻了一倍 在这两个月里 他击杀了一千多头妖兽 吞噬了一百多枚妖盒 但是战魂还是没有晋级 今天是与沈亮比武的日子 沈龙轩早早地就准备好 来到了练武场上的擂台等候 他现在的实力是翠体四重镜巅峰 但是他的真实实力 完全可以战败翠体五重镜 甚至翠体六重镜也不见得败落 再加上变成金色的双手 那可是连剑齿鱼的牙齿 都不能伤害的存在 堪比神兵利器 所以他有很大的胜算 虽然沈家人都觉得 沈龙轩必败 这场比武不会有什么精彩 但还是有大部分人 来到了擂台周围 这家伙来得真早 来得早不也是输吗 而且会输得很惨 那可不一定 这种比武 只要一方认输 是不允许下死守的 我要是他早早就认输 免得丢了性命 面对台下的议论声 沈龙轩淡淡一笑 这时沈建峰和长老们也赶来了 小轩子 你放心吧 沈亮要是敢伤你 姐帮你报仇 听了沈灵的话 沈龙轩差点摔倒 姐 你对我有点信心 好不好 沈龙轩苦笑道 不过所有人听了这句话后 都是一脸的不相信 他才刚刚修炼不到半年 居然想打败脆体七重镜的人 简直是痴心妄想 沈建峰的担心 诸位长老的蔑视 还有沈家人的耻笑 沈龙轩统统看在眼里 他索性闭上双目 不再理会 还是用结果说话吧 正在这时 一身蓝色长衫的沈亮 缓步走来 他纵身一跃 跳上擂台 沈龙轩 你是现在跪地求饶呢 还是我打的你残废 沈龙轩睁开眼睛 眼神中燃烧着火焰 沈亮 你带给我的耻辱 我会如数地奉还给你 好啊 听你这么说 我反倒不想那么快 结束这场战斗了 今天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让你再尝尝丢人的滋味 沈亮一伸手甩掉长衫 来吧 废物 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长进 沈龙轩不再搭话 身体砰的一声弹射而起 居高临下 就是凶猛的一拳 沈亮蔑视的一笑 就这点能力 你还真是个废物 他抬手挥出一拳 碰 借助撞击的力量 沈龙轩翻身落地 他毫不停留 浑身气势暴涨 立刻柔身而上 这股力量 居然超过了脆体五重镜 台下的七长老惊呼 什么 沈家人一脸的不敢相信 有两下子 不过就这样的话 你还是 趴下吧 沈亮虽然有些惊讶 但还是胸有成竹 沈龙轩与妖兽两个月的搏斗 可不是白练的 好多次经历过生死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历练 所以他的战斗意识超强 在近身之后 沈亮竟一时半会儿 拿他没有办法 两人身影交错 时不时地传出 砰砰的撞击之声 台下的人完全傻眼 这还是沈家的废物吗 沈灵儿则是狠狠地挥舞着粉拳 小嘴里还嘟囔着 对 就这样 狠狠地揍他 沈建峰脸色凝重 长老们也是不以为然 因为他们看得出 沈龙轩实际的修为 只有脆体四重镜 不知道凭借什么手段 居然可以发挥出 脆体镜六重的实力 但是肯定不会长久 沈龙轩 我承认 现在的你已经很强了 不过废物就是废物 该结束了 沈亮终于失去了耐心 浑身气势升腾而起 一股淡淡的微压显现 脆体七重镜巅峰 沈龙轩见状 不再迟疑 身形如利剑一样窜出 双拳泛起淡淡金光 轰向沈亮 哄 一声巨响 擂台都摇了一摇 沈亮登登登倒退五步 脸白如纸 一口鲜血喷出 瘫倒在地 沈龙轩赶到体内一阵空虚 刚才的一击 耗费了他全部的灵力 不过他还是一步步 走到沈亮面前 沈亮 你说了 短短五个字 却如同惊天霹雳 沈亮是沈家的天才 居然输给了废物 我是在做梦吗 他肯定吃了什么 提升实力的东西 要不然 凭借他这个废物 怎么能战败沈亮 大长老更是怒道 沈龙轩 你为了赢得比武 居然以丹药取胜 即便赢了又能怎样 大长老 你倒说说 什么丹药 能让人提升三个境界的实力 如果有这种丹药 我们沈家还会如此被动吗 沈建峰立声贺问 大长老哑口无言 的确没有这种丹药 即便是有 恐怕连沈家都买不起 下面我宣布 此次比武 沈龙轩胜 沈建峰一锤落阴 台上的沈亮 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神色为敏 大长老飞身上台 准备带气离去 等等 大长老似乎忘了什么事吧 沈龙轩淡淡地道 按照先前的约定 沈亮输了就是诬陷我 按着足规扣罚他半年的修炼资源 不算过吧 你 大长老差点站立不稳 迅速带着沈亮离去 他们这事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这一切都是因为沈龙轩 沈家人看着台上的沈龙轩 心情复杂 明明只有黄金一品战魂 怎么修炼速度如此之快 但不管怎么样 从此刻起 没人敢瞧不起他 包括沈家所有人 也没有如此修炼速度的天才 沈建峰并没有追问自己儿子原因 他知道 如果能说 沈龙轩肯定会自己说出来 沈家生活再次归于平静 但是每当有族人碰到沈龙轩 都会恭敬地叫声哨眼 但是眼看着家族危机的临近 沈龙轩心急如焚 比武的胜利 并没有拖慢沈龙轩的脚步 他知道 未来的路还很长 所以修炼得更加勤奋 他更是兴奋乐此不疲地奔赴海边 因为那里在他看来 就是一地的金币 等待着他去拾取 玄龙便一天 都不曾拉过地修炼着 包裹里之前的材料越来越多 对他来说 最需要的就是腰盒 这一日 沈龙轩直接走进了密林深处 这里离海边已经不远了 他之所以来这里 是因为人少 刚站住脚 就被一只黑甲鳄鱼盯上了 这家伙防御很高 一般的武器 根本破不开他的表皮 沈龙轩眼神中显出凝重 这家伙不仅防御高 攻击也不差 这可能是一个劲敌 正想着 黑甲鳄鱼已经冲了上来 速度飞快的奔跑中猛然一跳 巨大的嘴巴咬向他的头颅 顿时一股腥臭的气味刺鼻 沈龙轩身形一矮 电光火时间躲了过去 眼看飞在头顶的黑甲鳄鱼 手中的匕首向上一条 扎进了鳄鱼的肚皮 这是他的软肋 全身最柔软的地方 不过沈龙轩却马上撤手 就地一滚 躲过了鳄鱼的钢鞭式的大尾巴 尾巴扫过之处 地面被划起一道深深的鸿沟 黑甲鳄鱼一次交手就吃了亏 顿时变得小心翼翼 他四爪着地 奔跑的速度居然奇快无比 眨眼间就跑到了沈龙轩的面前 巨口对着他的双腿 就是一顿狂咬 沈龙轩只得闪避 因为这个角度 他根本就无从下手 更何况黑甲鳄鱼的大尾巴 还时不时地甩过来 一路上连坚硬的扇石都被咬碎 可见这家伙的咬合力有多么惊人 沈龙轩终于看准了一个机会 一把抓住鳄鱼的尾巴 在黑甲鳄鱼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全身修为爆发 双手用力 居然将黑甲鳄鱼的身体 扯离地面 可是这家伙 居然借力回身咬了过来 沈龙轩一声冷笑 双臂一扭 鳄鱼的身体跟着扭转 紧接着猛然灌气 哄 黑甲鳄鱼的身体 来个大回旋 狠狠地被摔在另一侧的地上 这一下 就被摔得七昏八素 但这只是个开始 巨大的身体 被沈龙轩接二连三地抡起 摔在地面上 终于 黑甲鳄鱼变成了一滩烂泥 沈龙轩也坐在地上 气喘吁吁 这家伙 太难缠了 他气愤地说道 蠢货 我可不觉得 我只是轻轻一指 他就死了 正在这时 一个阴柔的声音响起 沈龙轩猛然抬头 只见远处走来了三人 这三个人的岁数不大 穿着一样的蓝色服装 胸前绣着一个李字 真是阴魂不散 怎么到哪里都有李家人 沈龙轩暗道 为首说话的人 长得还算顺眼 不过面色却白得吓人 此刻正一脸冷笑地 看着沈龙轩 其他两人面色红润 其中一人脸上有的疤痕 另一人正抚摸着 手上的一柄长剑 剑长三尺 散发阵阵寒光 小杂种 离我的猎物远一点 要不然 我会让你变成死尸 脸上有疤的人吼道 沈龙轩马上就明白了 他站起身来 你们是抢劫的吧 小杂种 说话很难听啊 我们杀死的猎物 怎么变成抢劫了 看来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面色惨白的人 原形毕露 告诉你 小杂种 我们是洛英城李家的人 这片区域的妖兽 都是我们的 不怕告诉你 我们的人已经散开了 得罪我们 保你出不了这片森林 拿剑的人有些不耐烦了 直接开口吓唬到 这一招百事百灵 已经帮他们吓跑了好多人 刚才一个脆体禁骨虫的人 都被吓跑了 李家的人 还真是惹人烦 沈龙轩眼中寒芒一闪 心中杀鸡闪现 李家与沈家 现在已经是水火不容 随时都可能刀兵相见 所以 去死吧 沈龙轩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身形突然爆起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到三人面前 一身修为再没有隐藏 脆体禁四重的气势 瞬间爆发 隐隐泛着金光的拳头 好似穿破了层层空间 在李家人眼中缓缓放大 碰 这一拳接接实实地 打在了脸色惨白的李家人胸口 狂暴的力量 将他打翻在地 一口鲜血喷得老高 另外两个人这才反应过来 不过沈龙轩的左腿 如风一般扫了出去 右手中寒光闪现 一把匕首刺向拿剑者的咽喉 这一系列连贯的动作 如行云流水 令人眼花缭乱 手中拿剑的家伙 把长剑一扔 掉头就跑 另外一人没那么好运 被结结实实地 一脚踢在了肚子上 躺在地上口吐白沫 沈龙轩看着躺在地下的两个人 和跑得比兔子 还快得另外一个 顿时笑了 感情这三个家伙 是专门吓唬人的 他一把抓起脸色 变得更白的李家人 开口问道 你出来混你妈知道吗 告诉我 你们的名字 这人磕磕巴巴地回答 我妈 不知道啊 大侠饶命啊 我叫李渊 我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放了我吧 沈龙轩把他往地下一扔 又抓起另外一个 你们是李家的什么人 大侠 我叫李浩 我父亲是李家师长老 李渊的父亲是师长老 他们都有钱 只要你放了我们 我一定给你送好多钱 闭嘴 你看本少爷像缺钱的人吗 在干什么 说明白了 我可以不杀你 沈龙轩一下火 这两个家伙什么都招了 连他们去喝了 几次花酒都说出来了 原来这次李家的行动 果然是城主背后支持 其他两大家族在后辅助 然后李家隐晦地交代 小辈族人 见着沈家人的小辈可以收拾 沈龙轩其实已经猜到了 事情的真相 恐怕城主背后 就是换月国的国王在支持 但是亲口听着 这两个败类说出来 还是不由得双眼冒火 把你们身上 所有之前的东西全留下 然后就可以滚了 手上的戒指都被摘了下来 李渊看着戒指被摘走 眼睛都红了 但还是没敢言语 收走一切后 沈龙轩就把他俩赶走了 他不是说不缺钱吗 怎么还抢我们 闭嘴 我手上的乾坤剑被他拿走了 赶紧去找人夺回来 李渊疯狂递吼道 沈龙轩清理了一下战利品 这两个家伙身上有五万多金币 一把剑 十几把武器 还有十几颗一切的腰盒 那枚淡蓝色的戒指 倒是被他忽略了 剖开了黑甲鳄鱼的脑壳 一颗红色的腰盒到手 又把鳄鱼皮包了下来 这东西可以做防具 可以卖出不错的价钱 蚂蚱也是肉 沈龙轩继续寻找着猎物 一上午的时间 又有十几头妖兽丧命他手 背包满了 看来今天得提前回去了 他拍了拍满满的行囊 满意地向家中奔去 他前脚刚走 后面就来了十几个李家的人 疯狂地在森林中搜寻沈龙轩 一直到黑天也一无所获 那家伙肯定跑了 该死 如果那家伙再也不来 那我可就惨了 李渊一脸的苦瓜相 李渊 都怪你 你小子跑了那么长时间 都没想着回来救我们 那能怪我吗 那家伙跟要杀人一样 我不是吓得躲到天黑才敢出来吗 再说了 我的剑也丢了 那可是我爹的命根子 我是偷偷拿出来的 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都别吵了 明天再来 就算挖地三尺 也要把这混蛋找到 李浩咬牙切齿地道 此刻他们口中的混蛋 正坐在沈家的练武场 炫耀着自己缴获的战利品 他这么做 无非是想给族中 这些家伙信心 瞧见没 这些东西 都是从那三个家伙身上缴获的 沈龙轩一样一样的 把东西从背包里拿出来 他的身前围了不少的人 沈亮也在其中 还有沈灵 连沈家的七长老 也饶有兴致地看着沈龙轩 沈龙轩 你说你一个人打伤了两个 跑了一个 你能说说 他们都是谁吗 沈天一脸地不相信 终于忍不住问道 沈天是沈亮的弟弟 平时仰仗着哥哥的威名 到处作威作福 但是自从沈亮被沈龙轩击败后 他才收敛了一点 不过他听人说 沈龙轩是服用丹药才有的实力 所以对于眼前的人 他没有多大的敬畏 哦 一个叫李天 一个叫李浩 还有一个跑得太快 不知道叫啥 看 这把剑 就是那家伙留下的 沈龙轩抓起那把寒光闪闪的长剑 沈天却连看都没看一眼 冷笑了一声说道 李天 黄街四品战魂 翠体进四重 李浩 黄街四品战魂 同样也是翠体进四重 跑得那个姑且不算 试问 你是如何打赢两个 与你一样进阶的人 哼 我当时就是奔着杀人去的 我管他什么修为 没死算他们造化大 那种气势一下就把他们震住了 就他们的小胆 居然还想抢我 真是一群蠢货 沈龙轩的话 立刻就让沈家人热血沸腾 龙轩少爷 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景吧 沈龙轩本来就文采好 事情的经过 被他一番渲染之后 讲出来让沈家人气势大涨 上次挨打留下的阴霾 一扫而空 嗯 讲得挺好 不过 我怎么看这把剑 都像集市上买来的 李家人怎么会用这样的剑 沈天脸色阴沉地拿起那把剑 讽刺道 沈天 快点 把剑拿过来 给我看看 此时 远处观看的七长老 突然声音颤抖地说道 分开人群 他快步走到沈天跟前 这 这竟然是李家的 看家宝 避水剑 七长老的一句话 让还想说话的沈天 目瞪口呆 哈哈 龙轩 你算是为沈家立了一大功 没了这把剑 李家估计已经翻天了 我现在就去见组长 哈哈 七长老走了几步又转回头 指着沈天等人说道 你们一个个的都好好学学 别总是在家窝里 哼 七长老走后 沈灵儿吐了吐舌头走上前来 小轩子 这戒指不错呀 他拿起那个蓝色的戒指 爱不释手 姐 喜欢就拿去吧 送你了 反正也是白来的 众人都高兴地拿了自己享用的东西 不过一些贵重的 始终没有人碰 即使这样 沈灵儿也瞪了沈龙轩急眼 这败家孩子 那可都是钱呀 沈龙轩是被姐姐揪着耳朵回来的 可是当沈龙轩拿出近十万的金币时 沈灵儿终于放开了手 小轩子 明天我也跟你去 之后 沈灵儿眼急手快地拿起了桌子上那红色的珠子 这是什么 沈龙轩看了一眼 正是吆喝被战魂吸收后剩下的珠子 那个我也不知道能干什么 无意中得到的 这个我也要了 沈灵儿犹如见到宝贝一样 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然后蹦跳着跑了出去 唉 沈龙轩叹了口气 可把这小魔女送走了 她关上房门 打算把那十几枚妖壳吸收掉 还没等开始 就听见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 连房子都好像晃了一下 难道李家的人打来了 沈龙轩立刻冲了出去 寻着爆炸的声援 跑到了沈家的练舞场上 眼前的一幕让人目瞪口呆 此刻沈建峰和几位长老 还有不少族人都跑来了 只见练舞场上一个 方圆武杖的一个大坑 出现在练舞场的中央 大坑中尘土飞扬 充满着狂暴的力量 正因为那里是一块比武的平地 所以没有多大的经济损失 大坑的远处 灰头土脸的沈灵儿 一脸呆傻的模样 瞪着乌黑的大眼睛 一动都不动地看着坑中 沈龙轩马上飞奔了过去 一把拉住沈灵儿 姐 你没事吧 是什么人偷袭你 小轩子 这么恐怖的东西 你哪里来的 姐姐差点就被他炸死了 沈灵儿颤抖地 拿出一颗红色的珠子 什么 你说这爆炸是这玩意弄的 沈龙轩一脸都不敢相信 这威力也太吓人了吧 确实是 我只是觉得好玩 把两颗珠子扔到了这里 结果你都看到了 小轩子 姐姐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你别记恨姐姐 沈灵儿是真的害怕了 沈龙轩赶忙接过珠子 小心翼翼地揣在了怀里 他把沈灵儿送了回去 最后找到父亲 说出了实情 不过并没有把珠子的来历说出来 这太耸人听闻了 说出来也没有人会相信 他把剩下的一颗珠子给了父亲 这件事 还是让长辈们自己去验证嘛 爆炸的是被压了下来 沈龙轩可是因为 这件事乐开了花 那东西可是他制造出来的 并且还起了个响亮的名字 爆裂丹 这才一阶妖兽的妖盒 就有如此威力 倘若是二阶 甚至三阶的妖盒 乖乖 那还得了 沈龙轩不禁有些得意 当天晚上 他就把剩下的十几颗一阶的妖盒 制成了爆裂丹 他的包里 可是有一百多颗这玩意儿 他赶紧缝制了 防针的口袋装了起来 想想自己这些天 一直背着这么多炸弹 一阵后怕 这东西 要是在自己身上爆炸了 那可能连灰都不剩 收好之后 盘腿坐在了床上 开始修炼 他有种感觉 经过这几天的战斗 自己的修为即将突破 果然 半个时辰后 正在闭目修炼的沈龙轩 体内轰鸣声响起 一股强大的气息 扩散开来 脆体舞重建 沈龙轩欣喜地睁开眼睛 力量再次地增强 让他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 要不是黑天他 真的要去找妖兽试验一下 相对于沈龙轩的兴奋 大长老的房间 却一片沉闷 沈亮正站在一旁 大长老坐在椅子上 一边喝着茶 一边皱着眉 第二 这段时间 你不要再去招惹沈龙轩 压力下一大功 所以 你这段时间 主要就是提升实力 没事的时候 也要鼓舞一下族人的事情 还有七个多月的时间 就是族内新人大笔 你只要在那个时候 打败他就行了 剩下的为父来搞定 明白了吗 大长老沈建虎平静地说道 还有你那弟弟 你要督促他修炼 同样别让他出去惹是生非 好了 你去休息吧 是 父亲 放心吧 我一定会在族人大笔上 亲手击败他 沈亮丢下一句狠话 推门离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 沈家人在沈龙轩的带动下 纷纷努力地修炼起来 沈龙轩的生活依然如故 不知是沈龙轩的运气好 还是李家人运气差 他们带人一直在搜索 却一直未曾碰到过 他们口中的混蛋 甚至连抢劫他们的人 叫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他们是认识沈龙轩 毕竟都是四大家族中的 年轻一辈的族人 而且沈龙轩也是风靡一时 可是沈龙轩当初一个文质彬彬 一身书卷气息的公子哥 谁想到四个多月的时间 就变成了一个满身杀气的舞者 气质完全地大逆转 而且穿着打扮又不相同 另外几个挨揍的李家人回家之后 都没敢声张 毕竟太丢人了 所以当时李源和李浩 丝毫没有认出来沈龙轩 半个月后 终于东窗事发 李云弄丢阵族之宝的事 终于败露 被关在了家族中受罚 这回只剩下李源和李浩二人 领着十几个族人 虽然还在搜索 但是已经半个多月了 他们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我的乾坤戒啊 那可是我拼死在一座古墓中得到的 据古墓中记载 那是一位先辈完整的传承 要不是因为舞者禁才能打开 我早就成为那老人家的弟子了 一想到这我这心 该死的混蛋 你到底是谁啊 李源心中悲乎 他此刻一点都不敢声张 因为这是要是被家族知道了 他也逃不过李云的下场 李源 快看 前面的小子有点眼熟 是不是抢咱们东西的人 李浩惊喜地喊道 拉倒吧 没希望了 李源垂头丧气 停了半课后立刻醒悟 你说什么 在哪呢 他一把抓住李浩的胳膊 由于激动指甲都陷进了肉里 李浩费了好大劲才挣脱 李源 你有毛病吧 李浩吃痛 一脸气愤地道 那不是在前面吗 顺着李浩所指的方向 李源终于看到了 这半个月来 魂牵梦绕的那个身影 本来煞白的脸孔 因为激动恢复了血色 还等什么 一起上 给我抓住他 他身后的十多个 人立刻冲了出去 惊起零间的飞鸟四散而逃 前方的真是沈龙轩 他刚刚宰杀了一只一阶的妖兽 正在收取战利品 忽悠所觉 只见十几个人向自己围拢过来 看到随后赶到的两个人 沈龙轩笑了 你们两个小子 是不是上次没被打够 又疲痒了 沈龙轩面对十几人 丝毫没有拘异 倒让李源心里咯噔一下 但是一想到自己的乾坤界 马上火冒三丈 小子 交出那天你抢我们的东西 我可以绕你不死 否则 我就把你大蟹八块 扔河里喂鱼 对 十相的快点交出来 要不然 让你死无全是 李浩也喊了一句 马上躲进人群 这家伙 现在仍然害怕呢 就你们这帮虾兵蟹将 还敢威胁本少爷 是不是都活得不耐烦了 他看出来了 两人身后跟随的 都只是些李家家丁 虽然也是舞者 但这些人并不会真正的 为李家卖命 他们图的只是李家 给的钱财而已 所以 这时的他 一点没有害怕的表情 而且还很嚣张 话音未落 人已窜出 直奔李渊而去 李渊抽出一把长剑 瞬间劈砍而下 为了乾坤借他也是拼了 沈龙轩一声冷笑 一拳迎着长剑轰去 哈哈 这小子傻吗 用拳头去和剑碰 此人的嘲笑声还没完 只听当的一声 长剑一段两半 沈龙轩的拳头 结结实实地撞在了李渊的胸口 还是上次被打的地方 力量却大了许多 李渊只感觉被一把大铁锤 砸在了胸口 砰的一声 人已倒飞而回 沈龙轩一拳得手并不停留 抓起还在愣神的李浩 举过头顶朝着人群甩去 一片哀腰之声 砸倒了好几个 这一切说来话长 从沈龙轩冲过来到鸡飞李渊 横摔李浩 总共也就两个呼吸的时间 这时众人才反应过来 轰的一声一拥而上 沈龙轩沉着应对 他仔细地计算着一动脚步 身边能一同攻击他的 最多不会超过三人 他奇怪的步伐 总能让对手互相遮挡 有利使不上 这些都是他自己 在这几个月总结出来的经验 有一次 同时被三只一接的妖兽围攻 就是用的这个办法取胜 不过也险些丧命 在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疤 不用留守 给我杀他 给我杀他 谁杀他 我给他十万金币 李渊接连被沈龙轩伤害 缓过气来的他 已经彻底暴怒 声嘶力竭地吼道 十万金币 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所以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很多人纷纷抽出了兵器 沈龙轩深知一个道理 只有比妖兽更凶狠 才可能战胜他 对人也是一样 所以他默运玄弓 双手金光一闪 越是这时候越要冷静 此刻时间仿若静止 一片飘落的树叶缓缓落下 撕的一下 被杀气所斩碎 沈龙轩身形急闪 偏头躲过正前方次来的利剑 手掌挥起 咔嚓 长剑带着一截手臂 应声落地 啊 惨叫声刚刚响起 一只白净的手掌 穿胸而过 声音嘎然而止 杀人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这十几人瞬间开始慌乱 躺在地上的李源 也倒吸口凉气 这家伙太狠了 杀了他 我给二十万金币 听到李源的喊声后 原本慌乱的人群 立刻传出粗重的喘息声 一个个双眼变得通红 此刻恐怕唯一冷静的 就是沈龙轩了 人未才死 鸟未失望 既然想杀我 那就要有被杀的觉悟 哄 沈龙轩将全身修为彻底爆发出来 因为他也感受到了生死危机 对方毕竟有十几个人 只见他如一只迅捷的猎豹 凡是冲到他的身边之人 非死即伤 这般硬听不是没有代价 他的身上也是倒到伤口 李家的这些护卫 修为都在脆体五重镜左右 其中有几个赫然是六重镜巅峰 所以全力拼杀起来 战力不俗 沈龙轩最严重的伤身可见过 鲜血早已染红了他的身体 一般人这么重的伤势 恐怕早就不知倒地 沈龙轩硬是靠着强悍的身体支撑了下来 他一步步走向躺在地上的李渊 还有使劲要把李渊拉起来的李浩 两个人已经吓得浑身哆嗦 一次次的摔跤 魔鬼 这是魔鬼 李渊失神地捣咕着 哥啊 你倒是起来啊 我们快逃吧 那家伙走过来了 李浩正在使劲地扯着李渊的胳膊 打算把他拉起来 沈龙轩扫尸了一眼满地的尸体 虽然是第一次杀人 不过心中还是一片平静 因为他明白 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如果自己不杀人 就肯定会被人杀 想到这里 他迈着越来越沉的脚步 走向李渊两人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已经无法挽回 趁着自己还有力气 必须斩草除根 急不走到两人面前 让你们做个明白鬼 我叫沈龙轩 沈家族长之子 一句话让两人彻底绝望 沈家和李家已经走到了队里 谁杀谁都是应当 沈龙轩抬起手中夺来的钢刀 钢要挥下 却忽然转身 一柄带着血迹的长剑急速刺来 想夺已经是不可能 沈龙轩伸出左手 一把抓住剑刃 金属摩擦般的刺耳明硬 因为速度太快 刺来的长剑根本停不下来 最终刺进了沈龙轩的胸口 啊 沈龙轩一声爆喝 右手一挥 一颗面带惊喜的头颅飞上空中 在他认为杀死沈龙轩 已经可以拿到二十万的金币了 沈龙轩左手用力 嘎嘣一声 掰断了长剑 小心得太早了 看样子你已经不行了 小到最后的还是我们 李渊看着沈龙轩的惨像 居然狂笑起来 他挣扎着站了起来 抢过已经吓傻的李浩手中长剑 劈头盖脸地砍了过来 去死吧 死疯子 当 沈龙轩一把抓住劈来的长剑 一刀挥出 李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鲜血喷了李浩满头都是 这家伙再也受不了刺激 一声惨嚎 接着狂笑起来 狂笑过后 呆呆地看着沈龙轩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精神彻底崩溃了 嘴里一直叫着魔鬼 转身跑了出去 沈龙轩很想斩草除根 可是传来的阵阵眩晕的感觉 让他明白 如果不快点离去 这么大的血腥味 肯定会引来妖兽 他想起在修筑这片区域时 曾经留下一个地下空洞 用来当时人们休息食用的 离他这里并不远 牙齿狠狠地咬了下舌尖 疼痛让他能保持清醒 踢着刀拿起自己的背包 艰难地离去 在昏迷之前 找到了地下空洞 在遮掩完毕后 再也坚持不住 一头栽倒 便彻底没了意识 他昏迷的这段时间 外面彻底乱了 李家长老之子 一个被杀 一个变成了白痴 随从十几个人全部生死 而且死状恐怖 尽管李家权力地封锁消息 不过还是变得满城风雨 各种各样的版本 传遍了大街小巷 李家人做得太过分了 居然打压沈家 沈家可是我们洛英城的英雄 没有沈家 哪有我们现在的好事日子 我看这是八成 是遭到老天的报应了 据说那些死去的人 都是被手生生掏出心脏死的 大概是老天想看看 李家人的心是不是黑的 你们小点声 不想活了 小心被李家人听到 对于李家人的死 百姓们都是觉得 是遭到了报应 可是在李家身处的 议事大厅中 所有李家高层齐聚于此 一声声咆哮震耳欲聋 此人就是李家的四长老 李源的父亲 查 一定要给我查出来 我要将凶手碎尸万段 碰 李家四长老一掌将身旁的桌子 拍成粉碎 李源是他唯一的儿子 这不是让他绝后吗 魔鬼 魔鬼 这时 蹲在门口的李浩 听到声音 立刻害怕的乌液起来 四长老 你先消消火 此时应当从长计议 放屁 死的不是你儿子 老子能消火吗 四长老 我们家李浩也是受害者 我不也生气窝火吗 但这样能解决什么问题 十长老开口说道 老师 别说风凉话 你儿子起码还活着 没准以后能医好呢 我儿子可是再也回不来了 大家伙看着四长老跟疯狗一样 见谁咬谁 都纷纷选择了沉默 族长 把李天叫出来吧 问问他抢劫他们的那个人是谁 说不定就是他干的 李家的七长老 最终打破了沉默 四长老眼神一亮 随声附和 对 族长 叫李天来问问便知 李家族长李霸天 微微点头 此事发生之后第二天 他们才得到的消息 当时现场已经被毁坏严重 尸体已经被妖兽毁坏得极其严重 根本分辨不出什么 也就是从现场看 没有任何线索 唯一知情人还变成了白痴 李霸天也很恼火 但是他更加恼火的是 避水溅的丢失 这让他的实力最少降低三成 如果神里两家真打起来 他肯定会吃亏 一会儿的功夫 李天被带了过来 这家伙一进门就开哭 爹啊 我再也不敢了 你就饶了我吧 他私自偷走了李家的镇足之宝 被发现后 险些被打死 后来还是他的母亲 以死相逼才保住了他 被关起来 虽然不是监牢也差不多手 这段日子他可谓受尽了苦难 混账东西 闭嘴 我来问你 你可能记起你们抢 嗨嗨 李霸天干咳两声 继续说道 抢你们东西的人 你可能记起长得什么模样 爹啊 当时我都吓傻了 那家伙拿着匕首 直接就奔我的脖子来了 如果不是跑得快 孩儿早就没命了 李天跪在地上哭诉的 说重点 李霸天威严的声音响起 我只记得 他的手能冒出金光 大概十五六岁 至于长什么样 真的记不起来了 李天脖子一缩 想了想说道 手能冒金光 证明是功法 那至少也是五者镜以上的 你说只有十五六岁 洛英城五者镜以上的人 不下数千 可哪有十五六岁的五者镜 李霸天虎目一瞪 李天吓得一哆嗦 连忙开口道 绝对没错 只有十五岁左右 组长 可能不是洛英城的人吧 不如我们请城主帮忙吧 四长老急切地道 糊涂 你以为城主真是在帮我们吗 错了 他是在拿我们当枪使 用我们李家 去削弱沈家的力量 才是他们的目的 至于曹家和白家 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心思 你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立场 什么事都要靠自己 李霸天威严道 之后神情一缓 我们真正的靠山是龙虚宗 只要我儿李红 能够成为龙虚宗的外门弟子 那就是 我们李家称霸洛英城 甚至换月国的时候 所以 这当中有任何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 你们明白吗 那你的意思就是 我儿子白死了吗 不行 就算翻遍换月国 我也要找出凶手 报仇雪恨 这件事 最终也没讨论出什么结果 四长老也摔门去 扬言自己去找 一定要将凶手碎尸万段 相比于李家 另外的三大家族中 曹家和白家 一副看热闹的样子 因为盟友的关系 所以也派人去李家以示安慰 但谁都能看得出来 他们都是 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而沈家完全不一样 就跟过年一样 所有人都在讨论 到底是谁这般干净利索的 杀了李家的人 这消息特别振奋沈家的人心 有些人甚至想 是不是哪位盟友暗中 在帮助沈家 总之 沈家从上到下气势 再次攀升 沈龙轩的房间中 他的父亲沈建峰 拿着他写的信 一脸的担心之色 沈灵儿也在房中 灵儿 这小子出去两天了 一直都没回来吗 组长老头 你就放心吧 那小子就是个财迷 说什么要赚钱买零食 你不用替他担心 不过 我看他这几个月 赚了至少十万金币了 真是让人眼差啊 要不是我不能出去 多有心思跟他合伙了 哥哥 沈灵儿如百灵般悦耳的声音 让原本沉闷的气氛 变得轻松起来 沈建峰也微微一笑 低声沉吟 可能是我多虑了 不过这家伙出去的时候 正是李家人被杀的日期 带着些许的疑问 沈建峰离开了房间 沈灵儿也是没当回事 那家伙手里肯定还有红色的珠子 有那东西 谁是他的对手 沈亮和沈天 则是在大长老的房间之中 到底是谁杀了 李家这么多人 难道是我们沈家出了什么高手 沈天疑惑的道 不管是谁 在这关键时刻 杀了这么多人 有利有弊 虽然鼓舞了沈家气势 可也是激化了我们和李家的矛盾 你们以后出门小心点 知道吗 大长老担心的道 沈龙轩对外界的一切全然不知 他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个来回 清醒过来的他 首先感觉到的 就是浑身的疼痛 也不知道在这里躺了多长时间 当他艰难地睁开眼睛时 看到的是自己的战魂 缓缓地浮在空中 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芒 我记得没召唤他 怎么自己出来了 我的伤 沈龙轩收起战魂后 才惊讶地发现 身上所有的伤口全部愈合了 而且胸口上最致命的剑伤也消失了 只留下满身淡淡的疤痕 起身活动了一下 虽然有些疼痛 但已经不影响他的活动了 换掉身上破烂的衣服 他开始清点这次的收获 这个财迷在逃跑之前 还不忘将李家人的包裹清理了一遍 一共拾获了三个大包裹 打开之后一样样地清点下来 沈龙轩的脸上开始挂上了笑容 里面的各种妖兽材料不说 光妖盒就有一百多个 还有金币两万多 哎 金币少了点 沈龙轩居然还嫌少 整理完之后 把所有的妖盒摆在面前 盘膝做好之后 重新召唤出战魂 看着眼前一颗颗妖盒变成爆裂单之后 沈龙轩咧嘴笑了起来 在将所有妖盒吸收后 战魂终于爆发出金色绚丽的光芒 光芒覆盖了整个地洞 并且透过地面散布到了森林里 强大的气息 令森林中的妖兽四散奔逃 而且沈龙轩发现 四脚蛇战魂长大了一倍 现在已经有两丈大小了 而且身体上布满了黑色的灵甲 似乎隐隐能听到龙吟之声 一股威压从战魂中散出 连他自己都感觉到了深深的压迫 十几个呼吸后 金色光芒猛的一收 在战魂上亮起一抹金光 四道金色光芒 黄街四品战魂 沈龙轩顾不得高兴 他的灵气都在向着自己汇聚 两个时辰后停了下来 感觉力量有了提升 身体的疼痛感也不再那么强烈 所以他收拾东西 装成一个大大的悲囊 该去趟顺天拍卖行了 想必胖子猪已经等不及了吧 沈龙轩出了地洞 直奔洛英城 一路上他也听到了各种传言 他不动声色的 一路直奔顺天拍卖行 这座拍卖行坐落在城市的正中心 紧挨着城主府 不知道这是一股什么势力所开设 连城主府都不敢动气分厚 他就像一尊庞然大物匍匐在洛英城中 这是一座占地近万丈的原型建筑 外表全部都是华贵的黄岩石建造 金碧辉煌中透露着尊贵 能来这里的人无疑不是地位尊崇 又或者商业富豪 总之平民老百姓想进门都难 沈龙轩背着背包走到门口就被拦住了 小子 你想干什么 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守卫看沈龙轩一副舞者打扮 并不像有钱人 所以出手拦截 我来找猪胖子 麻烦你帮我通报一上 沈龙轩并不生气 依然礼貌地说道 放肆 猪长老的名号也是你能教的吗 赶紧滚开 守卫眼神一冷 爆发出的气势居然是无者静 沈龙轩心中微微一惊 不过并不害怕 你会不会说话 我只是来找人 凭什么叫我滚 难道你们拍卖行不是开门做生意的 我这善大买卖的损失 你赔得起吗 沈龙轩说的有条有理 无者静的守卫心中一惊 眼前的少年能在自己的气势下 仍然面不改色 并且还出言威胁自己 难道是哪个家族的 谁在外面吵吵闹闹 活得不耐烦了吗 正在这时 拍卖行里走出一人 话音刚落 一个体态肥胖 身穿滑服的人走了出来 一股比守卫强悍太多的气势 扑面而来 猪长老 就是这个小子 他还管您叫猪胖子 守卫赶忙回答道 哦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 哎呀 小兄弟是你啊 快来来 咱们屋里谈 猪胖子不愧是商人 便连比翻书都快 守卫当时就猛了 他从没见过猪长老 对任何一个人这样 就算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猪长老也从来不会露出笑脸 他马上后悔 自己对刚才那小子的态度了 如果因为刚才的态度 得罪了连猪长老都在意的人 肯定得不偿失啊 哎 内心苦闷地叹了口气 看来以后真的不能以貌取人了 此刻他心中惦记的沈龙轩 已经跟着猪胖子 走进了一个豪华的单间 小兄弟 这一转眼一个多月没见面了 你的实力 可是又进步了 马马虎虎 沈龙轩眼睛打亮着房间 随口应付道 两人刚坐下 就有人送上了热茶 猪长老喝了口茶开口说道 小兄弟这次有什么好东西 照顾胖子我啊 上次的剑齿鱼 真是美味啊 猪胖子巴唧巴唧嘴 仿佛还在回味 但眼神却一直在沈龙轩的身上 他总感觉眼前的小子有些特殊 但是又说不出来 所以他便一直以礼相待 并且以平背论交 猪长老 这是我这两个多月的收获 想来看看 你们的拍卖行能不能收下 另外 我想买零食 不知道有没有货 沈龙轩不卑不亢地说明了来意 猪长老听了之后 立刻眼前一亮 马上清点了一下 沈龙轩包裹里的材料 这种事在以往 他当然不会自己做 不过为了显示诚意 他才亲手鉴定了一下 这些东西 我可以出价十二万金币 至于零食 我这里倒是有些 别人最少也要四万 不过小兄弟 你只要三万金币 不知你想要多少块 成交 我这里有十二万 加上这十二万 可以买八块 还是太少了 沈龙轩想着 自己的战魂晋升 可能需要海量的零食 心中泛苦 怎么 小兄弟需要很多零食吗 按你现在的修为 根本用不了那么多 猪长老疑惑地问道 让猪长老见笑了 我这是准备送人的 沈龙轩不慌不忙地道 这样啊 正好我们拍卖行 明天有场拍卖会 你如果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可以拿来拍卖 我可以给你免费 猪长老之所以提出免费 无非是因为心里的感觉 眼前的小子 以后肯定不会是一般人 猪长老 你看这东西能拍卖吗 沈龙轩拿出一颗爆裂单 小心翼翼地递了过去 咦 猪长老惊奇地看着手里的珠子 他发现 这颗红色的小珠子当中 有股恐怖的狂暴能量 这东西好奇怪 居然能将这么狂暴的能量 压缩在一起 而不爆炸 真是太了不起了 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功效 猪长老虽然能看出一些门道 但终归不知道 这是干什么用的 所以发此疑问 这个 猪长老可有空旷之地 我给你示范一下便知 沈龙轩瘫了瘫手 无奈地说道 两人很快来到 拍卖行的后院 一路上很多人都对着猪长老行礼 以示尊重 不过看到沈龙轩时 都略显惊讶 后院这里有一大片 不小于拍卖场的空地 这里是顺天拍卖行的私人领地 你可以示范了 猪长老也是好奇 这东西到底能干什么 猪长老 不用我来 你只要将那颗珠子扔出去即可 呃 尽量扔得远一点 沈龙轩耸了耸肩说道 猪长老将信将疑地屈指一弹 红色的猪子嗖的一声 飞出了二十掌开外 哄 一声震天撼地的爆响 只见一片红光闪烁 爆炸处一片烟尘弥漫 更有狂暴的能量四亿 击射出的小石子 发出的破空声 连绵不绝 这 猪长老张大着嘴巴 眼皮一跳一跳的 在烟尘落下后 两人快速来到爆炸地点 一个三丈左右的大坑 出现在地面上 四周呈放射型的辐射开来 足见爆炸的威力 又多么惊人 乖乖 这么一颗小东西 可以产生这么大的毁坏力 这破坏力 赶得上高级武者境 施展武技的效果了 见沈龙轩 好像没太明白 猪长老解释道 武道有十重境界 翠体境 武者境 武师境 武王境 武宗境 武皇境 武尊境 武圣境 武帝境 武神境 而每一境界又分为十重 一至三重为初级境界 四至六重为中级境界 七至九重为高级境界 第十重为巅峰 所以 刚才的爆炸威力 相当于五折九重境的家伙 施展武技的效果 见沈龙轩听得津津有味 猪长老继续说道 当然了 武技也有区分 从高到低 分为天地玄黄四阶 而每一阶又分为初中高三级 我所指的武技 就是黄阶初级武技 即使这样 这小东西也很了不起了 如果能大批生产 用在战争中 会起到出奇之胜的效果 听猪长老说完 沈龙轩眼睛一亮 这东西 可是他独家制造的 他要大量的囤货 真到家族决战的那一天 就让敌人常常厉害 想到这里 他不由笑了出来 猪长老 这东西拍卖 能值多少钱 一本黄阶的初级武技 大概是五万金币左右 终极的大概在十万左右 但是这东西是一次性的 当然就不能这么贵 好在他什么人都能用 这一点又提升了他的价值 也就是说 哪怕是一个 手无腹机之力的小孩 也有可能用他 炸死一名武者进的武者 可以说是一些 有钱人保命的绝佳首选 所以我给他定的拍卖价 是两万金币起拍 我相信 这东西 一定会掀起富豪们的疯狂竞争 猪长老越说越激动 小兄弟这东西 不会就一刻吧 你太败家了 其实你跟我说一下 他的效果就可以了 何必浪费呢 那可是钱呢 沈龙轩被这个大胖子 弄得哭笑不得 不过沈龙轩突然改变了主意 这东西 还是不宣传出去的好 再想别的方法赚钱吧 猪长老 我也是无意间得到的这东西 被您说对了 我只剩这一颗 另外两颗被我用掉了 啊 真可惜 如果再碰到这东西 一定要送到老哥这里来 我肯定能给你派出高架来 猪长老有些失望 但还是打了保票 猪长老 一定 你这朋友我交了 我叫沈龙轩 很高兴认识你 猪长老 沈龙轩伸出了右手 龙轩老殿 你这朋友我也交了 叫我猪老哥就行 以后用得着老哥的 尽管说一声 我不说赴汤蹈火 但凡能办到的 一定办 沈龙轩最终 带着八块零石走了 而相应的兜里的金币 只剩几十个 望着远去的身影 猪长老喃喃自语 这真是一场赌博啊 可别让我失望啊 沈龙轩回到家 马上到父亲那里报了刀 毕竟好多天没回家了 可是父亲居然没在屋里 打听下有人告诉在议事大厅 沈龙轩又跑到议事大厅 远远的就听见 好像好多人闹哄哄的在争吵 他抬脚进了大门 沈龙轩脸色立刻阴冷下来 据可靠消息 沈龙轩的修为 确实已经超过了脆体四重镜 但是我很纳闷 一个只有黄金一品战魂的人 怎么会进步如此之快 是啊 即便是如沈亮 他的战魂已经达到五品 修炼速度也没有快到如此地步 我们希望组长 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二长老和三长老相继发言 但是大长老却一直喝着茶水 只字未提 不过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 满是细面 看来这几天 李家忙于处理家事 对沈家的压力减轻了 所以 这些人都有时间 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哼 你们的意思是 我已全谋私了 把家族的资源都给龙轩了 沈建峰威严的声音响起 如电的目光扫视着众人 他们并没有这么说 只不过大家都知道 组长曾一次给沈龙轩十二枚脆体单 这已经违反了组中规定 但是这个先姑且不论 组长还占用资金买了两块零食 至于给没给沈龙轩 我们倒不清楚 所以也请组长告知 我们这两块零食的去处 大长老沈建虎突然开口说道 这已经是在质疑组长 看来他是铁了心 想要争夺家主之位 哼哼 大长老真的是用心了 首先那十二枚脆体单 是我私人财产 与家族没有半毛钱关系 其次那两块零食 确实是给轩了 花沈建峰说到这里 下面顿时开锅了 各种议论声此起彼伏 大长老也得意地看着这一幕 我还没说完 我本人每年分的零食是三块 所以 我已经放弃了今年的零食零取 相信家族并没有吃什么亏吧 沈建峰陶袖一甩 站起身的同时 一股威严的气势散出 好了 我的事情完了 该说说你们了 如此兴师动众 针对此事 是何居心 他的突然爆发 使得几位长老突然一惊 这时 三长老站了起来开口道 组长 毕竟沈龙轩的进步速度太快了 我们也是 怕他误入歧途 你又何必动怒 只要他站出来 把事情说清楚 这样大家 心里都有数 毕竟如此快速晋升的经验对大家 对我们整个家族都有好处 是啊 这关乎到整个家族 我想 族长也会同意我们的看法吧 其他长老也随声附和 你们 沈建峰一脸的愤怒 不过上升到家族的利益 他也不好反驳 门口的沈龙轩 看着为难的父亲 终于开口道 诸位长辈 兄弟姐妹们 我可以把晋升的秘密告诉你们 但首先 我要声明一点 我的父亲 你们的族长 并没有以权谋私 沈龙轩分开人群 走上前来 他同样扫过这些族人 真的是感觉很失望 而且 当中居然还有人 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零食和脆体单 是我向父亲借的 我刚刚从拍卖行回来 这四块零食 我交还给家族 多余的就算是利息 沈龙轩从怀里拿出四块零食 放到了桌子上 之后 转向几位长老 不知几位长老可满意 这家伙 哪来的那么多钱 这四块零食 小二十万了吧 可能挖到宝藏了 下面的人议论纷纷 台上的沈建峰微微一愣 旋即一脸的惊喜 长老们也只是甘大的笑了笑 二长老嘴角微微一颤 说道 龙轩 我们并非是想要你 并非是想要我的零食 而是想要我快速晋升的方法 是吧 沈龙轩直接打断了二长老的话 这让后者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许多人都被说中了心思 甘大的吸了口气 今天这场闹剧 说白了都是自私眼话来 没关系 不用不好意思 其实即使你们不这样做 我也会找适当的机会 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但是在这种情形下说出来 我还真是没想到 我沈龙轩自认为对得起家族 也对得起我们沈家祖先 沈龙轩话锋一转 很多人都觉得我从小学闻 甚至在朝中为政 是为了荣华富贵 有些人更是不耻 你们可知道 我是为了完成祖先的遗愿 阻止海中妖兽的入侵 还人们安定的生活 不管是壮大运也好 还是借力实力也好 我做到了 在场知情的人纷纷点头 没有沈龙轩提出的 填海造林的宏伟计划 洛英城的人 可能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沈亮则脸色难看 甚至眼含怒火 他认为沈龙轩分明是在说他 哼 再让你神气一段 家族大笔定 让你好看 我并没有炫耀过这些 因为我的身体里 流着祖先的血 此成祖业 是我的自豪与骄傲 然而当我看见换月国 开始无视沈家祖先的荣耀 刻意扭曲事实 我选择词官 可能许多人觉得我很傻 但是我不是那样想的 我只是想告诉天下人 我们沈家 狼闻可治天下 无可斩妖王 我要亲手拿回祖先 那属于无者的荣耀 沈龙轩的话 已经激起了场下 许多人的热血 连长老们也发出赞叹 好一个闻可治天下 无可斩妖王 没想到龙轩这孩子 居然是个有大志向的人 当所有人感到惭愧的时候 沈龙轩继续说道 这荣耀不容任何亵渎与埋没 所以 这就是我弃闻从武的动力 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 才是我快速成长的关键 你们可曾有这种始终如一的决心 如果没有请你们好好想想这八个字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如果连为什么修炼都不明白 又怎么会知道 怎样去修炼呢 说到这里 许多人已经开始出现了沉思 包括沈建峰和诸位长老 他们都开始反思自己 听了沈龙轩的一席话 突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有的甚至开始觉得惭愧 当你知道为什么修炼的时候 自然也就明白了 应该怎样去做 我想 即便是死 也无法阻挡你的脚步 这 就是我能以惊人的速度 在舞蹈中前行的原因 沈龙轩说完 双手撕拉一声 撕开了上衣 映入人们眼帘的 是一句并不壮实 却充满力量的身躯 但是在那身体的表面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疤 有的虽然已经变淡了 但是依然能够想象得到 当时的伤口 有多么恐怖 死 所有人都倒吸了口凉气 在人们震惊的同时 同时也传来沈灵儿的哭泣声 沈建峰更是双手握拳 包括各位长老 他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 那一身恐怖的伤疤 代表着什么 那代表着无数次的 生死间的徘徊 有几处伤口 是足可以致命的 这连大长老也震惊了 他也被沈龙轩的勇气 和气魄打败了 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沈亮完全就是一副 傻眼的架势 按着过程 今天的主角应该是他 怎么又被沈龙轩抢去了 我之所以能这么做 是为了能为沈家出一分力 而并非是 想在沈家出什么风头 更是为了在将来 靠我们的能力 夺回属于祖先的荣耀 这不仅是我们的义务 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 沈龙轩说完 对着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 反身走出了一室大厅 沈建峰也随之站起身来 将四块零食扔给了大长老 零食给你 省得有人说闲话 说完 哈哈笑着走出了一室大厅 大长老脸上殷勤不定 看了看一脸茫然的沈亮 无奈地摇了摇头 没想到被一个小辈教训了一顿 真是 其他长老心中犯苦 也摇着头缓缓离去 最终此事 因为沈龙轩的一番慷慨激昂 不了了之 但是细心的人会发现 许多人修炼更加刻苦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除了修炼 沈龙轩依然出去击杀妖兽 时间就如流水般划过 眨眼间又是两个多月 距离沈龙轩醒战魂 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了 此刻他正盘坐在山洞中修炼 这里的龙脉之气 依然像当初一样狂暴 他的双手和双脚 都已经变成了金黄之色 隐隐地散出玄妙的气息 这种变化 让他的战斗力再次提升 修炼完毕 他拿出背包中 这两个多月来的成果 一百多枚妖盒 红彤彤地铺了一地 不过其中却有几颗橙色妖盒 格外显眼 那是 他在捕杀的过程中 碰到的二阶妖兽 被逼无奈扔出了爆裂丹 才解决掉 二阶的妖兽 可不是现在他的实力 能对付得了的 二阶妖兽 已经不光是普通的攻击 而是类似武者 竟使用5G产生的威力 若是没有爆裂丹 恐怕他的小命早就葬送了 可即便如此 他也因此受了多次的重伤 之所以有了这么多的二阶妖兽 是因为 他已经换了猎杀的区域 这里被称作幻月山脉 洛英山就是幻月山脉的分支 他想在这里快速成长 沈龙轩放出战魂 将一颗颗妖盒 变成了爆裂丹 二阶妖盒 果然不简单 沈龙轩手里 拿着一枚橙色的爆裂丹赞叹道 这颗爆裂丹中的狂暴能量 让人觉得恐怖 小心地将这些爆裂丹收好 望着依然没有动静的战魂 心中一叹 这次的晋升需要的能量太大了 但是应该不远了 他体会了一下 战魂每次晋升所需要的能量 几乎都是上一次的双倍 这样太慢了 想要晋升天阶 恐怕到死也完不成 沈龙轩的小脑袋转动起来 不如去打劫李家人吧 他们都很有钱 一个邪恶的念头 在心中闪现 他对李家人的印象极坏 上次差点送命 所以打劫他们心里 不会有丝毫的负担 甚至毁尸灭迹 他都不觉得自己心狠手辣 因为两家的关系愈演愈烈 在这两个月中爆发了几次冲突 都是互有死伤 甚至有一次长老都动手了 就这么办 每次想起这些 沈龙轩就忍不住一枪怒火 他幽灵般出了山洞 并将洞口隐藏好 之后就飘身进入了大山深处 这里经常出没二届的妖兽 所以四大家族 都会有人组队来这里历练 而且在幻月山脉中 流传着一个武王宝藏的传说 很多人都在山中搜索过 但都是没有任何结果 包括皇室也曾多次派兵 最终也是无功而返 所以许多武者在此历练 跟宝藏也是有极大的关系 沈龙轩刚刚消灭了一只铁壁螳螂 就听见有人呼喊 少爷 前面有打斗声 肯定有人在跟妖兽战斗 过去看看 不都说过了吗 这片区域归我们李家所有 什么人如此胆大 胆在太岁头上动土 听声音又是李家人 沈龙轩最近听见李家人的声音 都有种想吐的感觉 声音有远极近 沈龙轩悄悄地隐藏起来 既然要打劫 不仅要雷霆一击 更重要的是出其不意 刚刚藏好 就看见一行武人快速地跑了过来 四个身穿黑色镜装的大汉 簇拥着一位身着华贵衣服 手中拿着一把漂亮的常见的青年 此人面向俊朗 眉宇间迸发着音气 沈龙轩见过此人 他就是李家武长老的儿子 李伟 据说这家伙是黄阶五品战魂 脆体七重镜的修为 是李家重点的培养对象 其实高阶战魂 对低阶战魂是可以压制的 但是要想压制对方 首先要将战魂召唤出来 所以这一次的打劫 必须速战速决 哈 少爷 看来人被我们吓跑了 连猎物都扔下了 其中一名黑衣大汉笑道 别大意 小心是圈套 搜搜四周 看看有没有人躲起来偷袭 李伟不慌不忙地吩咐道 是 少爷 沈龙轩心中一惊 没想到这李伟如此谨慎 看来李家也不光是废物 四个人 四个方向搜索 李伟一直站在原地 没有靠近猎物半步 这份定力的确不俗 四个黑衣人则是拿着武器 在路过之处随便乱砍 片刻后回到了李伟的身边 少爷 没有发现 其中一人说道 嗯 现在我们和沈家闹得不可开交 所以这段时间 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李伟面无表情地说道 少爷 听说李伟少爷 已经被龙虚宗内定为外门弟子了 那我们 还怕他们沈家干什么 刚才的黑衣人再次问道 看来这家伙知道的不少 本来打算动手的沈龙轩 也停了下来 只听李伟继续说道 不管你的事 不要乱说 虽然李伟被内定 但毕竟不是真正的弟子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低调 等到龙虚宗来临之时 就是沈家灭族之日 几个人透露出来的消息 让沈龙轩一阵心惊 他们最终的李伟 居然是黄街六品战魂 而且 他们正在筹划 如何灭掉沈家满门 沈龙轩心中暴怒 沈家是他的根 谁想对家族不利 就是与他为敌 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敌人 哈哈 灭掉沈家 我们李家就是洛英城第一家族 沈家那些垃圾废物 早就该灭掉了 我们李家是替天行道 免你老了 沈龙轩愤怒地高高跃起 双手连弹 十几颗爆裂丹 铺天盖地地封锁了 五个人的所有退路 不好 李伟只来得及喊出一声 就被身边的爆炸淹没了 煞时间山摇地动 十几颗爆裂丹的威力 摧毁了方圆二十几丈的一切 几个黑衣人 连惨叫都没发出来 就灰飞烟灭了 待一切平静之后 只见一个冒着蓝烟的大坑 出现在沈龙轩的眼前 刚才的五个人都没了踪捡 应该是死了 哎 光顾生气了 这次赔大了 十几颗爆裂丹 那可是几十万的金币 连根毛都没省 抢谁去啊 沈龙轩转身就要离去 因为这爆炸声 肯定会吸引来舞者 到时候 恐怕自己就暴露了 就 一个微弱的声音传进耳朵 沈龙轩猛然回头 就看见爆炸的边缘 一个白色的光照 忽明忽暗 光照下一个只剩下一条胳膊 两条腿都齐息而断的人 还在微微颤抖 此人仅剩下的一只手上 一枚银色的戒指 闪闪发光 这光照正是戒指中发出来的 就 我 声音越来越弱 随着光照波的一声 消散在空气中 此人也是弃绝身亡 宝贝 沈龙轩眼睛一亮 他摘下这枚戒指 飞身离去 靠 这难道是武士镜强者的袭击 这可怜的家伙 到底得罪谁了 我们也赶紧走吧 别遭受无妄之灾 沈龙轩刚走不一会儿 相继有舞者赶到现场 看到惨烈的场面 纷纷震惊 不过震惊之后都迅速离去 来到这里 历练的最多也就是武者镜的修为 谁也不想承受一个武士镜强者的怒火 而且看过的人没有一个把消息散布出去 致使这五个人的死根本没人知道 而当天这场血案的制造者已经回到了家中 并且把龙虚宗的消息告诉了他的父亲 沈建峰神色凝重 立即召集所有长老 将此事说明 沈龙轩退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还在研讨方案 沈龙轩回到屋子 修炼过后 开始研究那枚银色的戒指 居然能发出白色的保护罩 看来应该是个宝贝 研究了一个时辰 也没弄出什么结果 干脆开始修炼起来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吃脆体丹 虽然修为静静慢了下来 不过明显的感觉是 身体中的力量更容易掌控 所以他放弃了大量服用丹药的想法 两个多月 他的口袋里可是有二十几万的金币呢 本来想全换成零食 却被告知没有货源 盘问猪胖子时才知道 这世上不光有炼丹师和炼器师 还有一种炼丹师的职业 这种人可以通过特殊的功法 将灵气凝结成为灵石 炼丹师这种职业的人太少了 所以使灵石变得极为紧缺 沈龙轩听过之后 羡慕得不得了 梦想着 如果自己能成为炼丹师该多好 那样战魂的升级就不用发愁了 没办法 只能去杀妖兽了 用妖和线应付一下 那个李红是六品战魂 我现在才四品 半年的时间想超过他看来 很不容易啊 他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自己的战魂能够超越李红 或许就能化解这场家族的危机 但是升级战魂 越是往后所需要的能量越多 唯一的办法 就是用暴裂丹去杀二届的妖兽 修炼过后 沈龙轩又定下了猎杀计划 沈灵这段时间在闭关 听说是准备突破五者 父亲又在处理家族的事 所以他也没人可以商量 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 这次直接奔赴换月山脉 在那里他同样被战魂指引 找到了一处龙脉之气 而且这里相当的隐秘 于是便将这里作为基地 晚上回来修炼 白天出去猎杀 效果还不错 另外在经过多次实验之后 他总结出一套 以暴裂丹击杀二阶妖兽的方法 那就是制造机会 将暴裂丹射进妖兽的嘴里 这样既不会有太大的动静 又能将妖兽杀死 只不过对技巧要求更高一些 等到可以按照这种方法 击杀妖兽时 新的问题来了 二阶妖兽的妖盒 制造出来的暴裂丹威力太大 因为在妖兽的体内爆炸 所以会把妖兽炸得粉碎 这样根本得不到完整的二阶妖盒 所以只能去获取一阶妖盒 来击杀二阶妖兽 这样晋升的速度就变慢了 三个月后 玄龙便有了新的突破 右臂都变成金色 战魂终于晋升为黄阶无品 修为也是翠体进五重巅峰 但他实际的战斗力 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此刻已是午夜时分 沈龙轩呆呆地站在洞口 圆圆的月亮挂在天上 月圆之夜总能让人想起家人 还有三个月 大概就会拼个你死我活吧 面对城主府 李 曹 白三大家族的威胁 沈家既是真的拼命 也很难有胜算 更何况 还有一个龙虚宗的后台 每次想到这里 沈龙轩总觉得心如刀割 睡意全无 如果我的战魂 能够升级到黄阶七品 一定能化解这次危机 可是 心中叹息一声 转身向洞中走去 就在转身的瞬间 他浑身一震 立刻将眼神聚焦在洞口 原来清凉的月光如绸缎般洒下 照在洞口边上的一块普通石头时 这原本看似普通的石头 渐渐变得透明 并且开始散发出光芒 光芒闪耀中 竟有一道光束冲出石头 射向了山洞的顶部 这奇异的景象 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快步走回洞中 抬头看着洞顶 这是什么情况 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 沈龙轩眉头紧皱 他瞬间就想明白了 以前每次的月圆之夜 自己都在睡觉 当然看不到这怪异的景象 当光芒凝聚到极限时 一轮如碧玉般的满月 浮现在洞中 这是幻月 难道传说是真的 沈龙轩惊呆了 传说中的五王宝藏 曾经流传已久 幻月山中幻月洞 满月之时幻月声 他凝神仔细观察着幻月 只见其中弯弯曲曲的 有许多细细的线条 并且有箭头标示 这分明就是一幅地图 沈龙轩兴奋的喊道 斗转星移 只不过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幻月消散 洞口出石头 又恢复了本来的颜色 一切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所以刚才的地图 清晰地映在了脑海里 而且经过比对 发现这地图琐事的终点 离此地不远 他顾不得 晚上山中妖兽的风险 因为他不知道 是不是还有其他地点 可以显示如此情景 所以他按着脑海中的路线 飞速赶往 弯弯折折行了十几里路 途中避开了几拨妖兽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这里居然是一处平坦的山谷 浓郁的灵气 充斥着眼前的区域 化作浓浓的白雾 遮挡了视线 显得甚是诡异 但是按着地图 沈龙轩顺利地走进了山谷 他惊讶地发现 虽然自己过目不忘 却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 如果没有地图 恐怕没人能走得进来 最终他感觉好像是 来到了山谷的中心 哦 不知哪里传来的一声售吼 令人毛骨悚然 沈龙轩四处张望 寻找声音的来源 不过那声音却诡异地消失了 找寻不到任何踪迹 难道是我听错了吗 看了半天发现 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地图显示 在向前十步 就可以进入五王宝藏之处 沈龙轩神经高度紧张 事出反常必有要 暗书上所说 凡是有宝藏的地方 必有机关埋伏 而且相当毒辣 几乎是九死一生 所以这十步的距离 他走得很慢 额头上已经微微出汗 九步 八步 七步 沈龙轩停了下来 擦了擦躺进眼中的汗水 周围一片寂静 好像外界的声音 都无法传进来 他抬起右腿 缓缓地移出一步 碰 轻轻落下的脚步 居然发出一声巨响 即便一向冷静的沈龙轩 也慌张地望向四周 什么人 这也就是他的意志坚定 如果换作旁人 恐怕早就逃之夭夭了 片刻后 没有任何动静 还剩六步 走还是不走 沈龙轩在心里问自己 因为他感觉有种 被什么东西盯上的感觉 那感觉让他寒毛直竖 似是在警告他 退回去就可平安 再向前就要丧命 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 就没有退缩的理由 想得到就会有付出 拼了 沈龙轩一咬牙 又迈出了一步 碰 又是一声巨响 比刚才的还要剧烈 这响声 仿佛是乍响在心头 让人心惊胆战 沈龙轩仿佛又听到了 有句受在嘶吼 那声音的警告之意 特别明显 仿佛准备随时 给自己致命一击 冷汗已经将浑身的衣衫浸透 还有五步 与其这样提心吊胆 不如一口气走完吧 他心中暗响 闭上眼睛深吸了口气 平复了一下狂跳的心 再次睁开眼睛时 眼神中已经是无比的坚定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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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声连贯响起 就在最后一步即将落下的刹那 三道血红色的光芒 刹那间浮现 更糟糕的是 沈龙轩发现自己抬起的脚 根本无法落下 似有一股力量 阻碍着自己去迈出最后一步 哄 哄 一声声地动山摇般的脚步声响起 一只身高足有五丈 长着三只血色眼睛的庞然大物 出现在他的视野里 那三道光芒 竟是他的眼睛 这是三眼魔源 沈龙轩知道这是一头四肩妖兽 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五王静修为 光是散发出来的气息 就已经让他寸步难行了 这家伙 恐怕随便吹口气 都能要了自己的性命 沈龙轩苦笑道 不过马上 他笑不出来了 三眼魔源伸出右手 一根粗大的食指刺破了空气 发出了暴明之音 带起无边的气势压向沈龙轩 这一指下来 无疑会被压成肉饼 但是他现在连根手指都动不了 只能眼看着 比自己腰还粗的指头碾压而来 完了 沈龙轩暗叹一声 闭上了双眼 一颗泪珠滚滚落下 那是不甘的泪水 那是壮志未愁身先死的遗憾 伴随着泪珠的滚落 巨大的手指也轰然落下 扑面的巨风刮的肉皮生腾 在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 一切都是屠楼 这一刻 沈龙轩想了很多 从小到大的一幕幕 全部从眼前走了一遍 可是所预想的结果并没有到来 巨大的压迫之力消失了 巨风也停止了 沈龙轩猛然睁开眼睛 只见自己的战魂 那条四角蛇正屹立在空中 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芒 并且在其中有比三眼魔猿 更加恐怖的威压 在空气中产生了一圈圈的涟漪 将周边的白雾全部驱散 三眼魔猿的三只大眼睛里 居然出现了恐惧 他正在瑟瑟发抖地匍匐在地下 一动都不敢动 那样子好像在求饶一样 沈龙轩长出了口气 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来得太突然了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 刚才的一刹那 耗费了他所有的精力 恢复了好一阵 天色已经微微放亮 他才收起战魂 那这三眼魔猿仍然没敢动 沈龙轩微笑着弹了弹身上的灰尘 最终落下脚步 一阵水纹般的涟漪凭空出现 沈龙轩奇迹般地消失在了水纹里 这时 三眼魔猿才站了起来 望着沈龙轩消失的地方发呆 当沈龙轩眼前再次恢复景象时 已经来到了一座宫殿型的建筑面前 这座宫殿气势恢弘 就连皇宫也不及他的十分之一 沈龙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他发现 整座宫殿居然是用黄金铸造 浑然一体 这座宫殿 占地不下五百丈 最高处有十丈 最矮的地方也有五丈高 而且 就连地面都是金子做的 其中镶嵌了无数的宝石 将整座宫殿点缀的富丽堂皇 简直就是一件浑然天成的宝贝 哈哈 这下发了 沈龙轩也算出生在不错的家族 但是他完全被这幅景象镇住了 这些黄金加起来 恐怕可以买下无数个换月果了 这也太奢侈了 沈龙轩开始对宫殿的主人产生了好奇 他一会儿蹲在地下 悄悄金子做的地砖 一会儿有悄悄金子做的墙壁 此刻他站在宫殿的大门前 在金色的台阶上 两只金色的大狮子 立于门两边 门上三尺悬挂着三个比例仓镜的大字 乾坤殿 宫殿的大门打开着 这道门有两尺厚 三丈高 四丈宽 乖乖 这得多少黄金呀 在兴奋过后 他开始犯愁了 这些东西 他没办法搬走 每一样东西 都牢牢地粘在一起 就连一块宝石都撬不下来 最终沈龙轩放弃了 他无奈地摇摇头 光看着一座宝山却拿不走 那种心情 真的是白找挠心啊 他抬脚走进了宫殿 各种宝石 将宫殿里照耀的金光闪闪 这里的一切只说明了一件事 这宫殿的主人是个有钱人 进门之后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由无数根黄金巨柱 支撑起来的 一座完美的空间 这里最粗的柱子 直径恐怕要有两丈 在宫殿的四周 有无数的房间 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单独的名字 采云阁 芙蓉店 葡萄园 苹果林 等等举不胜数 沈龙轩移动着脚步 走到了宫殿的最中央 因为这里有一个别致的两层阁楼 吸引了他的注意 在阁楼一层的中央 三块水晶石碑并排而立 每个石碑之上 都有一个紫色的光照 其中都有一件物品 其中一个紫色的戒指 第二个是一本散发着紫色光芒的卷轴 应该是功法或者武技 第三个是一块玉排 在石碑上刻有文字 文字说明 三件东西一定要按着顺序打开 才可以顺利拿到 而且会打开连通外界的通道 如果顺序不对 不仅三件东西损毁 整座宫殿也会崩溃 最主要的是 这处空间也会消失 啊 这是在玩儿吗 宫殿中 响起沈龙轩愤怒的咆哮 沈龙轩有种要崩溃的感觉 外面的金子宝石拿不走 这三样东西 决定了自己的生死 这还是找到了宝藏吗 本来想着冒生命危险进到这里 可以顺利地带走宝藏 可谁想 这里居然还有危险 这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能被摆在这里 肯定不是什么反品 定然是更加珍贵的东西 沈龙轩平静了一下心情 脑袋里开始运转起来 按着顺序 看来这应该是一种考验 普通人见到这三样东西 一定先拿最值钱的 这里最值钱的 无疑就是那本功法 其次就是戒指 最后是那块玉排 所以拿功法或者戒指肯定不对 这一刻 沈龙轩的眼睛中 闪现出了智慧的光芒 这里从一进来开始 就在考验人的定力 黄金 宝石 功法 戒指 这每一处都是在给人诱惑 如果能够抵御住诱惑 那么 第一个应该拿起的 就是最不起眼的玉排 沈龙轩心中已然有了决断 伸手抓向玉排 再抓到玉排的刹那 天地间一片轰鸣 一个虚幻的人影 浮现在宫殿当中 后辈 能看到我 证明你选对了 其实 不论拿走乾坤剑 还是宁渊宫 都会让这处空间崩溃 恭喜你 获得了我的宝藏 我乃逍遥王 是一名炼灵师 这处乾坤店 是我的一处行宫 如果修为足够强大 可以随时将它收取 不要惊讶 对于炼灵师来说 这就是九牛一毛 九牛一毛 这人真是一个大土豪啊 我生前曾游历大陆 见识过各地的风土人情 迎娶过69位娇妻 这里的每一处房间 都是其中一位 可谓享尽人间荣华 奈何人生苦短 本人战魂只有黄街石品 想要晋升五黄镜 难比登天 所以 寿源不过千载 沈龙轩瞪大眼睛 五宗镜居然可以 活到上千岁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只见虚影继续说道 本王一辈子都在研究宁渊宫 个人认为 这本功法并不是表面那么简单 因为想要晋升五宗镜 必须玄街战魂才可以 即便是黄街石品也不可能 除非有旷世奇遇 但是我轻松做到了 而且一直晋升到了五宗镜巅峰 所以后辈 宁源供的奥妙 还是你自己回味吧 修炼的功法 和我的修炼经验 全部都在卷轴之中 另外 身为一个练灵师 从来不缺财富 灵石伸手而来 依而戒指中并无灵石 只有我平日里的一些个人收藏 如若能用更好 若不能用 就将其 留在我这宫殿当中 随我长眠吧 好了 五宗镜巅峰的这屡神石 马上耗尽了 祝你好运 叹息 昨日的强者烟消云散 他对着人影消失的方向 恭恭敬敬地刻了三个头 我受前辈功法 虽没有师徒之时 我却该承师徒之礼 请前辈放心 我定能将宁源供发扬光大 沈龙轩起身后 拿起宁源供 发现这本功法 要求达到五者境可以修炼 修炼宁源供 需要强大的灵魂感知能力 还有比一般人更加强悍的身体 灵魂感知 可以洞察灵气和凝结时细微的变化 强悍的身体 就是抵御磅礴的灵气 穿过身体时的恐怖破坏力 貌似这两样 我现在就具备 沈龙轩终于心情舒缓了一下 因为炼灵师这一职业 真的能决定他的战魂晋升速度 先将功法放到了一边 拿起乾坤剑 再拿起的瞬间 他已经知道了如何使用 心面一动 便看到了乾坤剑内的空间 这里足有百丈的空间 这可不得了 要知道 普通的乾坤剑 大概只有一丈的空间 能有十丈的 已经极为少见 这枚乾坤剑堪称极品 空间里堆满了 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既然是前辈的遗物 沈龙轩也没有丢弃 但是在一个角落 他发现了大量的丹瓶 大概占据了十丈的空间 念头闪过 一瓶脆体丹出现在了手上 沈龙轩打开一看 里面的脆体丹 比自己吃过的还要好 看来以后不用为丹药发愁了 沈龙轩微笑着低营 查探之下 丹药从一品到五品 应有尽有 另外 他找遍了乾坤剑 搜集到了五十块灵石 看过宁元宫后 他知道 这些灵石都是下品灵石 吸收之后 战魂连升两极 变成黄街七品战魂 此时四角蛇战魂身上的灵甲 更为结实 体型再次长大一倍 达到了四丈 并且绽放淡淡的金色光芒 一股淡淡的威压浮散而出 他迫不及待的运转功法 天地间的灵气蜂拥而至 在他的身边 居然形成了一个个小漩涡 一股雄厚的灵气 涌入身体 冲刷着他的身躯 阵阵舒爽的感觉 让人沉醉 这种速度 比一品战魂快了六十几倍 如果再近一阶 肯定超过百倍 沈龙轩拿出乾坤戒中的丹药 一股作气 将修为提升至翠体进七重 为了家族 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连升两极 对他应该 没有多大的危害 还有不到三个月 就是家族大比 沈龙轩出来之后 选择继续留在幻月山脉修炼 这里不仅灵气浓郁 还可以击杀妖兽锻炼杀技 最主要的是 可以随时修炼玄龙变 时光流逝 三个月的时间眨眼即到 沈家练武场 搭建了一座宽大的比武擂台 此刻擂台周围摆满了座椅 沈建峰与各位长老纷纷落座 家族大比的规则非常简单 自由挑战式 但仅限于翠体进的族人 谁最后站在台上 就是最终的冠军 另外也会决出前三名 去参加前来考核的宗门竞选 此刻沈家族人们 已经纷纷落座 几百族人全部到场 这是一年才有的一次盛会 所以场面非常热烈 沈亮这次突破到了翠体进八重 第一名肯定是囊中之物了 先恭喜大长老了 三长老沈建龙笑眯眯地道 恭喜大长老了 其余的长老也是纷纷祝贺 完全没有在意作戏上的沈建峰 哎 三长老 你们家的沈强也不错呀 听说也已经突破到翠体进七重了 前三应该不成问题吧 大长老心情极好 这场盛会可以说 就是为沈亮准备的 不值一提 比起沈亮来 那是差远了 还有五长老家的沈鹤也不错 长老们 你一言我一语 都在互相推诿 沈建峰一脸平静 但内心却有似焦急 沈龙轩一直到现在也没出现 灵儿 轩儿出去几个月了 还没有消息吗 父亲 没有消息 这家伙可能把今天忘了 哼 早知道我就不禁声无者禁了 一定打得那些家伙 满地找牙 沈灵儿挥舞着粉泉气氛的道 你说的那传承 真的是轩儿给你的 沈建峰凝重地问道 一直到现在 沈建峰依然不相信 那么重要的传承 居然是沈龙轩的 他是怎么得到的呢 是啊 弟弟给了我一个蓝色的戒指 没想到 那是一枚乾坤剑 而且里面有一套完整的传承 正好适合我修炼 不过却要求无者进修为 所以我才着急突破的 说起传承 沈灵儿一脸兴奋 可能那家伙 自己都不知道吧 沈建峰嘴角抽了一下 乾坤界 沈家上下只有一个 还是被放在沈家的藏宝室 连他都没资格使用 沈建峰摇摇头 扫尸了一下全场 仍然没有沈龙轩的身影 索性闭目养神 此刻的会场上 早已人声鼎沸 许多很久未见的族人 都纷纷问候 这些族人平时都在各地 经营着家族的生意 很难有今天 团聚这种大场面 所以见面后场面 非常的热恋 沈亮坐在挑战席前 已经成为全场焦点 不过他的目光 却一直在沈灵人身上 心中默默想到 灵儿 今天我就要 当着你的面 让沈龙轩跪在台上 挑战席上 每一个看向沈亮的目光 都是敬畏 那是一个身为强者的自豪 沈强则是一脸的不甘 如果他是无品的战魂 肯定会超越沈亮 沈赫也在其中 双眼中爆发着浓浓的战役 今天的第一名 肯定是沈亮了 你们猜猜 谁会得到第二名 观众席上 开始议论起来 沈强和沈赫都有可能 他们两个都是 翠体七重镜 应该是第二名 和第三名的候选人 沈明要不是 上次被伤得那么重 这次肯定也能得到名次 可惜啊 曹杂生随着场中 一声忠鸣嘎然而止 主持会议的长老登上擂台 各位族人请安静 今天是我们沈家 一年一度的族内大比 不过今年不同的是 大比之后 会有宗门来到洛英城 挑选弟子 主持长老话音刚落 场上立刻爆发轰鸣 所有人都被这一消息振奋了 如果被选入宗门 那可以说 就是一步登天了 即便是一个二流宗门 也是换月国得罪不起的 也就是说 家族也会跟着沾光 未来不可限量 安静 此次大会 我们会评选出前三名 去参加宗门的竞选 据小道消息 这次前来的宗门 应该是龙须宗 刚刚安静下的场面 再次沸腾 龙须宗啊 舞者做梦都想去的地方 听说到了那里 功法五级随便挑 而且有超过玄阶的 太让人神网了 长老伸了伸手 事宜安静 所以 现在我宣布 沈家族内大比 现在开始 又是一阵欢呼之声 孩子们 这里是你们的舞台 拿出你们的激情 拿出你们的实力 尽情展现吧 观众们彻底沸腾了 那欢呼的声音震撼全场 若不是有练武场上 特殊的阵法阻拦 恐怕能传遍整个洛英城 挑战席上的众人 也一个个露出兴奋之色 就连沈亮 沈强 还有沈鹤也是 心持神网 好 现在请十二位 翠体静的族人上台 台下之人可随意挑战 但不可以连续挑战一人 获胜者留在台上 最终无人挑战时 台上十二人 采取抽签制两两对决 依次决出前三名 好 勇敢的孩子们 冲上擂台吧 这时 一位为翠体静的沈家族人 冲上擂台 当十二个人站在台上时 挑战正式开始 我沈天行前来应战沈腾 二人相互失礼后 立刻开战 沈腾也不甘示弱 同样一拳击出 砰的一声 两人各退一步 沈腾 看来你的修为这段时间 长进不小啊 沈天行 想赢我就拿出真本事来 别像那娘们一样 如你所愿 让你见识一下 我的真正实力 沈天行浑身气势疯狂上涨 刹那间 翠体五重镜的气势 狂扫擂台 哇 沈天行居然晋升了 前几天呢 还是翠体四重镜呢 看来 沈腾这下危险了 沈腾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察觉到境界差异后 他迅速召唤出战魂 翠体经四重巅峰的气势 激荡而起 全力爆发的二人对战 明显更为精彩 引来阵阵喝彩之声 砰砰之声不绝于耳 最终沈腾不敌 败下阵来 没想到 第一场战斗就如此激烈 今年的新人都很不错啊 接下来肯定会更加精彩 台上的十二人 不停地更换着 每个人都被挑战过了 唯有沈亮傲然地站在那里 他的地位无人敢去动摇 他抬眼扫尸了一下会场 找寻那个 他一想起来 就恨得牙根痒痒的家伙 可惜的是 这身影并没有出现 真的很期待 你能成长得快一点 要不然 岂不是很没意思 沈亮嘴角微微上翘 对着台上的人使了个颜色 此刻台上这群人不说 是年轻一辈最出色的 也差不多了 为了增加比赛的趣味性 他们同样也有挑战的权利 我沈浪挑战沈龙轩 这时 一声爆合从台上传出来 很多人眉头一皱 沈龙轩历练这段时间 几乎已经被淡忘了 可是沈浪可是清晰地 记得自己所受的侮辱 他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发疯式的修炼 终于在不久 突破到了脆体六重镜 他不相信 一个一品战魂的废物 能够超越他 可是喊声过去了好一会儿 仍不见沈龙轩的身影 听说 他在半年前就出去历练了 就他那废物 历练能有什么用啊 明知今天家族大比 他却不出现 才赢了沈亮少爷 这次恐怕不会出现了 许多没有亲眼见过 沈龙轩击败沈亮的人们议论着 沈建峰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大长老更是抓住机会讽刺道 组长 此次族会 跪在参与 又不会要了命 折儿怕的是什么呀 是啊 我看龙轩折儿前段时间表现不错 怎么最近这段时间 突然销声匿迹了呢 其中几位长老 虽然看过了沈龙轩满身的伤口 但是他们依然不相信 一个一品战魂的废物 还能有什么长进 哼 我沈建峰的儿子 什么时候害怕过 肯定是有事当的了 哈哈 几位长老同时笑了起来 那表情不言而喻 主持长老见状 开口说道 好吧 我数三胜 如果沈龙轩还未出现 就算他弃拳了 沈灵儿攥着小拳头 一脸的焦急之色 沈建峰却双眼一闭 如入定一般 不用数了 我来应战 就在这时 洪亮的声音响起 一道人影急速地窜上擂台 然后轻飘飘站在中央 正是一身白色长衫的沈龙轩 他没有理会主持长老 伸手弹了弹身上的灰尘 一直沈浪 手下败将 你要挑战我 一股凌厉的气势扑面而去 宛如一头凶猛的巨兽 沈浪眼见熟悉的身影 经不住咽了口唾沫 但是想起以前的屈辱 他上前几步 是 我要报当年之仇 好 出招吧 拿出你最强的实力 因为你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沈龙轩酷酷地说道 哇 他好帅啊 是啊 他的样子好迷人啊 不得不说 沈龙轩经过这半年的历练 个头窜了一大截 身体虽然算不上魁梧 但是给人感觉充满了力量 尤其是 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更是让他原本白净的脸 变得阳光帅气 这形象立刻引起沈家女性的追捧 小轩子 可别中看不中用啊 沈灵 尼难地说道 你 好 沈龙轩 就让我看看 你有多大的长进 拳脚无眼 伤到你可不是故意的 沈浪说完一咬牙 脆体经六重的修为 立刻爆发 一股股力量勃发 让他的衣服轻微的鼓动 双脚一踏 见一般射向沈龙轩 看着飞速而来的沈浪 沈龙轩微微一笑 轻轻地抬起了右拳 迎向那风驰电掣般的身影 碰 啊 当年的一幕再次上演 沈龙轩纹丝未动 不过这次的沈浪 却是高高飞起 跌落台下 直接不省人事 寂静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花片刻后 潮水般的欢呼响起 这是什么情况 我的眼睛花了吗 龙轩少爷太帅了 一招定胜负 长老席上 几位长老同时张大着嘴巴 一脸都不可思议 沈建峰先是震惊 马上变成惊喜 他知道 自己的儿子真的长大了 沈灵不知道在想什么 脸色变得羞红 台上的主持长老也呆住了 甚至忘记了宣布比赛结果 长老 可以宣布我胜出了吗 沈龙轩微笑着 谈了谈身上的灰尘说道 啊 可以可以挑战结果 沈龙轩胜 宣布之后 台下无人再挑战 比赛进入抽签环节 每人从一到十的数字中抽取一个 沈龙轩看着自己手里的一个十字 听到长老宣布 第一场 一号对十二号 居然是沈亮与沈南 面对沈亮 这家伙连对战的勇气都没有 直接认输 第二场 二号对十一号 这次的两人 战力旗鼓相当 都是脆体六重镜的修为 最终拼杀到各自召唤战魂 绚丽的搏斗 最后其中一人仅以一招之差落败 不过他的表现 也赢得了长老们的认可 第三场是沈龙轩对战沈明宇 沈明宇是九长老的儿子 黄街四品战魂 翠体经六重巅峰 很受欢迎 九长老 明宇进步很大 这一年你没少下苦工吧 大长老笑着问道 大长老 主要是他自己的努力 希望他不要伤到龙轩少爷就好 九长老胸有成竹地说道 我倒觉得 他别一招飞出擂台就好 沈建峰也不再沉默 这一刻 啊 组长真能说笑 九长老脸色变得难看 此刻 站在台上的沈明宇已经被激怒 因为沈龙轩同样说出 他只有一次机会 所以他不再留守 一尊四品战魂烈焰枪召化而出 有了战魂的辅助 他自信可以对战翠体经七重 沈龙轩 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吧 沈明宇奔跑中 犹如一柄燃烧着火焰的长枪 呼啸着攻向沈龙轩 那凶猛的火焰 连擂台都要被点燃 光是声势 就让台下人目瞪口呆 有的人不禁为沈龙轩担心起来 可是只见沈龙轩周身气势猛的一宁 依旧是一拳 轰向那火红的枪尖 哄 震耳欲聋的一声爆响 一道人影飞出了擂台 台上的沈龙轩 弹了弹身上的灰尘 平静地说道 不堪一击 九长老 貌似你家明宇飞出擂台了 沈建峰哈哈大笑 这段时间郁杰的怨气一消而散 哼 九长老一晃身奔着沈明宇落下的方向而去 接下来的几场战斗 即便是非常精彩 不过比起沈龙轩的一招致敌 少了一丝震撼 时间流逝 前六名已然决出 沈亮 沈强 沈鹤 沈龙轩 沈长天 沈芳 这里最大的黑马 就是沈龙轩 沈芳作为唯一的女子 当然也受到族人们的追捧 六人再次抽签 沈亮对战沈长天 沈强对战沈芳 沈鹤对战沈龙轩 沈长天 你是认输还是战 沈亮平静地问道 沈亮 虽然我的修为不如你 但是我还是要战 身为武者不战而去 修炼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 来战吧 沈长天火力全开 战魂释放 是一块龙影盾 这种战魂 对主人的战斗力 有极强的辅助作用 只见他跑动间 全随身走 如苍龙怒吼 身后的龙影盾上的虚影 也张口咬去 盾牌护住周身 战魂不错 但是还不够 沈亮脸色高傲 蔑视地看着沈长天 也不见他如何蓄力 一掌拍出 哄 虚影破灭 目屑纷飞 两人的撞击之力 让得擂台都晃了一晃 哈哈 痛快 沈亮 再来 沈长天狂笑一声 再次栖身而上 气势居然再次上涨 展现出来的修为 居然是脆体进七重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 接下来我会出全力 沈亮说完之后 气势也开始上涨 直到脆体进八重 浑身力量全面爆发 竟有如暴斗般的响声 腿一边扫出 如一条巨龙 轰向沈长天 轰 轰 轰 擂台上人影交错 静气纵横 两人激烈的战斗场面 让所有人忘记了喝彩 全都紧张地看着擂台 阿碰 最终沈长天不敌 裸败 但是他的身影 深深映在了所有人的心中 哇 沈亮太帅了 他不愧沈家年轻一辈的交处 已经有大师的风范了 随着台下人的议论 对战仍在继续 第二场 沈强对战沈芳 沈芳是这场比赛唯一的女弟子 但是他所展现的实力 令所有人眼前一亮 他虽然境界不如沈强 但是他的战魂 寒冰剑非常诡异 散发出来的丝丝寒意 不仅让空气变得寒冷 而且还能让沈强的动作变得缓慢 当真是奇妙无比 最终沈强被寒气侵袭 实力发挥不足八成 即便后来召唤了战魂 也是憋屈的落败 与前三无缘 实力也已突破到脆体七重镜 沈龙轩 不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我都承认你的实力很强 但是碰到我 你该到此结束了 是吗 沈鹤 还是那句话 拿出你全部的实力来 你只有一次机会 面对沈龙轩的嚣张 沈鹤突然笑了 沈龙轩 难怪别人会瞧不起你 就让我看看 你个黄金一品的四脚蛇 有什么能耐 沈鹤说完 浑身力量提升至极限 一声怒吼 高高跃起 以泰山压顶之势 一脚踩踏而来 他的战魂 是一柄汗天锤 属于攻击力狂暴的类别 此刻借助战魂之势 沈鹤的实力爆发至巅峰 沈龙轩 哀好吧 哄 一声剧烈的闷响声传出 仿佛擂台都一阵晃动 沈鹤瞪着惊恐的眼睛 以同样的姿势 飞出了擂台 他在沈龙轩的拳头上 感觉到了一股不可撼动的力量 啊 又是一拳 这沈龙轩太神了吧 天哪 他到底什么实力 怎么每个人都是一拳呢 不仅观众们惊呆了 连长老们也惊呆了 连沈铃都咬着匆匆欲指 一脸都不可思议 主持长老赶忙上台 宣布了比赛结果 他也察觉到了沈龙轩的不同 一次两次可能是碰巧 可三次都是一样 人们不得不重新衡量他的实力了 比赛至此 前三名已经产生 沈龙轩 沈亮 沈芳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两个人 居然闯进前三 这让三长老和五长老的脸色极为难看 沈强和沈鹤都已落败 先前的一番炫耀 变成了尴尬的打脸 大长老也脸色凝重 只有沈建峰 沈采飞扬 不住地与沈铃点评着台上的对战 最后争夺前三排名 三人分别对战一场 连胜两场者即为第一名 一胜一负 只为第二名 两场均负为第三名 第一场 沈芳对沈亮 现在开始 随着长老的话音落下 擂台上的沈芳 立刻召唤出寒冰箭 沈亮给他一种压迫的感觉 沈亮被寒气清洗 觉得全身不舒服 随即轰的一声 烈焰刀横空而立 一股炙热的暴虐气息爆发 天哪 黄杰五品战魂烈焰刀 太漂亮了 这就是我们沈家的天才 整个洛英城 能拥有如此战魂的 也屈之可数 擂台上一兵一伙 沈芳的黄杰四品战魂 明显略逊一筹 可两个战魂犹如天敌一样 没等战斗就开始了交锋 沈芳 我劝你还是认输吧 沈亮听着台下的议论声 很是满意 他跨前一步傲然地说道 哼 沈亮 我承认你很强 但输赢要战过之后才知道 此时的沈芳 周身气势猛然暴涨 由于压迫 他的修为居然突破到了 脆体七重镜巅峰 有意思 那接下来就让你颤抖吧 沈亮脚步一踏 人已窜出 身影过处 烈焰生腾 沉重的拳头猛然击出 那狂猛的气势 没有一点怜香惜玉 沈芳琼眉一皱 双手舞动间 居然有白雾闪现 其中寒气极重 虽然没有修炼任何功法 他却依靠战魂 发挥到如此境地 这小丫头不简单啊 他是沈家的孩子吧 是啊 真是没看出来啊 这小丫头竟如此出色 应该重点培养啊 沈强输得不冤 几位长老说话间 擂台上的战斗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连沈亮都不得不 佩服这小丫头的实力 换作旁人 在自己这般狂风暴雨的攻击之下 早就败落 可沈芳依然紧咬朱唇坚持着 沈芳 我们也别费力气了 一招定胜负怎么样 如你所愿 严毙 两人分别指挥着各自的战魂 在擂台上碰撞 施展出了自己的最强一击 哄 冰与火的碰撞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 爆炸的力量 将擂台的地面 都变得千疮百孔 烟雾散尽 沈亮背着手 傲然挺立 而沈芳 虽然没有飞出擂台 但是已经嘴角流血 受到了伤害 熟胜熟腹 一看便知 好 第一场 沈亮胜 请两位休息一个时辰 各自将状态调至最佳 主持长老上台宣布 接下来的一个时辰 让我们观看孩子们的表演赛 飞身上台的是一位叫做沈春雨 他也是族内出类拔萃的年轻人 高大挺拔 充满着鹰鹉之气 沈春雨 舞者静二重 请指教 沈楚于抱拳 对着台下说道 他话音刚落 就听见有人答道 我来 上台的居然是沈灵 他身穿蓝色螺衫 水袖舞动 脚尖轻点 翩翩地落到擂台之上 绝美的容颜 完美的身姿 顿时引得场上一阵尖叫之声 沈春雨在一年前 就已经晋升到舞者静了 他们两人根本没有可比性 二长老不屑地道 嗯 虽然沈灵天赋极好 不过比起舞者静 那可差远了 是啊 只有到了舞者静 才是舞蹈的正式开始 这丫头有些不自量力了 几位长老说的都是实话 沈灵二 一没有说明自己突破 二没有到家族领取功法武技 所以被认为还是翠体静 但他们根本没想一想 如果还是翠体静 沈灵二的性格 恐怕早就冲上台去了 台上这些人 哪个能是他的对手 沈建峰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不过目光却集中在了台上 他也想看看 这小丫头成长到了什么地步 实在是手痒痒了 忍不住出手 沈春雨哥哥 如果等下伤到你 还请不要见怪 沈灵二调皮地说道 哈哈哈哈 灵二妹妹尽管出手就是 沈春雨微笑着答道 他今年二十岁 像沈灵二这般大的时候 他才翠体经六重 可是让所有人震惊的是 沈灵二欲手中光滑闪动 一掌劈出 天哪 这是舞技 沈灵二居然突破到舞者静了 太了不起了 让人惊讶的还在后头 场上的沈灵二 不光舞技了得 身法也是玄妙 他确确实实踏入了舞者境 并且逆天地在一炷香的时间内 击败了沈春雨 使得观众一片哗然 几位长老彻底闭上了嘴巴 紧接着又有几组人上台表演 转眼间一个时辰的时间到了 沈亮与沈龙轩登场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在这一年里 沈亮连做梦都在痛点沈龙轩 他与沈灵二亲密关系 让他极度地要死 还有上次的比武失败 也一直是他心中的阴影 这半年没见面 他的怒火却更加猛烈 沈龙轩 你能走到这一步 真的是让我很惊讶 但是今天我还会像以前一样 将你踩在脚下 沈亮 能打败一次 就能打败你第二次 看到你之前 觉得你应该可以是个对手 可是见面之后 你让我很失望 还是那句话 你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希望你能把握 沈龙轩的话 让沈亮暴跳如雷 身上气势渐渐升起 舞蹈皇宫的火焰刀 更是升腾而起 废物 受死吧 火焰当空 刀锋凌冽 沈亮刚猛的一拳 如狂风一般卷到 此刻的沈龙轩猛然爆发 浑身气势丝毫不弱于沈亮 并且有隐隐压过的势头 什么 沈龙轩已经突破到 脆体八重镜 而且看样子 应该是巅峰 这怎么可能 他黄街一品战魂 这太不可思议了 就算是黄街六品战魂 也不可能 有如此恐怖的修炼速度 他是怎么做到的 沈家上下的族人 包括长老都惊呆了 这件事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知 这根本就不可能 但事实就在眼前 随着台上轰的一声爆响 两条人影已经分开 沈亮灯灯退到了擂台边缘 浑身血气翻涌 一口溺血喷出 脸色煞白 而沈龙轩 站在当地纹丝未动 其实胜败已经分出来了 这不可能 你个废物 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突破到脆体八重镜巅峰 他骄傲的内心瞬间坍塌 想想以前被踩在自己脚下的废物 他无法接受失败这一事实 沈亮眼睛里闪现疯狂之色 拿出一颗火红的丹药扔进口中 随后一脸的凝笑冲向沈龙轩 废物 即便如此 你也依然会被我踩在脚下 跑动过程中 他身上的气势猛然长了一大截 突破了脆体八重镜巅峰 并且还在疯涨 脆体九重镜 脆体九重镜巅峰 眼看沈亮服用了丹药 修为短时间之内 突破到了脆体九重镜的巅峰 所有人哗然 大长老 沈亮这么做过分了吧 何况那赤眼丹有多大的副作用 你不是不知道吧 沈建峰不跃地道 不等大长老答复 他就要飞身登台 但就在此时 台上的沈龙轩哈哈大笑 真是愚蠢 想用这方法取胜 看来刚才对你太仁慈了 既然如此 你就去享受反尸的痛苦吧 哄 一声乍响 擂台上一抹金光闪耀 沈亮前冲的身子倒飞而回 跌落台下 又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哗 沈龙轩居然赢了 太了不起了 他的实力岂不是到了 脆体近十重的巅峰之境 他是那个黄街一品战魂的废物吗 这时 主持长老快步走上擂台 并且开口宣布 沈方刚才放弃了比赛 也就是说 沈龙轩是本次大比的冠军 有人欢呼 有人懊恼 沈龙轩经过一年的折服 终于显露出锋芒 一个被人当了一年废物的家伙 如今一战成名 大比过后 沈龙轩得到了所有族人的支持 在沈家的待遇 又重新回来了 不过烦恼也来了 每天都有人来拜访 根本无法安心修炼 因为还有不到一个月 就是龙虚宗前来收弟子的时候 所以沈龙轩跟父亲打了声招呼 又一次回到了山中 他虽然只有脆体八重的修为 不过玄龙变 已经让两只胳膊和两条腿 都变成了金色 全力爆发起来 堪比脆体十重镜 此刻坐在山洞中的他一番手 那本紫色的宁渊宫功功法 出现在手中 在玄龙大陆 任何功法和武技的修炼过程都是 入门 小城 大城 圆满 入微 完美六重镜剑 如今 经过山中三个月的学习 宁渊宫已经从入门跨到小城级别 但是想突破到大城 不知何年何月 宁渊宫突破到大城后 就肯宁练灵石 那样就不用仇战魂升级的事了 不过现在带来的好处就是 施展之后 可以让修炼时加速两倍 所以他才会突破到脆体八重镜 在山中的半个多月 沈龙轩除了修炼 就是击杀妖兽 他身上的爆裂单数目 已经超过千枚 而且有一百枚是二阶的爆裂单 那威力比一阶的猛烈至少两倍 原本担心这东西放在身上会爆炸 不过有了乾坤戒之后 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算算日期 明日应该是龙虚宗带来的日子 沈龙轩提前回到了家中 父亲的房间中 沈灵和沈龙轩都在 沈建峰凝重地说道 如果明天真的发生不测 你们两个一定要带领年轻的族人撤离 到时 我和长老们会掩护你们 逃得越远越好 他日如有实力再回来报仇 一定不要一起用事 知道吗 是 父亲 这是关系到家族的新王 沈龙轩不敢不从 但是他的心里自有盘算 当沈灵和沈建峰 追问沈龙轩修为如何提升这么快时 他避而不答 并告知明日自会知晓 一日 天空霞光绽放 沈家精英全部整装待发 龙虚宗选择考验的地点 在洛英城东门外十里处 城主在三个月前 就派人再次修建 直到三天前才顺利完成 沈家人赶到时 别来无恙啊 曹云山和白万人 除了本族长老外 也带了几十位精英 见到沈家到来 上前打招呼 徒二位服 还死不了 沈建峰微笑着回道 哈 建峰兄真会说笑 咱们四大家族 同气连之 在妖兽之乱时并肩战斗过 理应相互照顾 曹云山厚着脸皮说道 白万人则是尴尬的笑了笑 几人各自归座 沈龙轩坐下后 四处打量了一下 这座考验场地分四个阵营 四大家族各站一方 中间是一座大型的平台 此时 曹白两在的族人都已坐下 看到沈家人到来 都露出不屑的表情 更有人吹起了口哨 这还不算 场地建造在龙渊河旁 看似有山有水 风景秀丽 实则暗藏杀鸡 沈家的位置背靠大河 其余三方被三家牢牢包围 如若有事 想跑都不容易 沈家人也看到了这一点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正在这时 李家人整齐地走来 同样是族长和长老带队 身后几十个家族精英 另外 在李家人的簇拥下 两个身着青色长袍 上面绣着龙絮宗雕石的人 缓步醒来 这两人四十多岁 脸色红润 眼中金光闪闪 两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 居然压过在场所有人 看来这就是龙絮宗的两位长老了 沈龙轩心中想到 李家族长李霸天 还有城主 与两人有说有笑 一直到 就坐也没看三大家族一眼 沈家倒是无所谓 不过曹白两家有些挂不住了 霸天兄 不给我们介绍一下 两位龙絮宗的高人吗 白万人高声道 哈哈 那我就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龙絮宗外门长老李浩天 我们乃是同族 是这样吧李长老 见李浩天微微点头 李霸天继续说道 这位也是龙絮宗外门长老刘文亮刘长老 他们两位可都是五十四重进修为 李霸天介绍完 两位长老只是挥了一下手 连话都懒得说一句 李家人中 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 一套黑色衣服 模样还算俊朗 看向沈家时 眼中毫无掩饰地泄露杀鸡 此人就是李红 就是他被内定为龙絮宗弟子了 沈建峰低声说道 曹家的曹葵 还有白家的白文远 这两个人 都是你需要注意的 沈龙轩依据父亲的只是看向二人 曹葵身材魁梧 长相凶恶 看样子修为不低 而白文远看起来 则是文文弱弱 不过身上仿佛藏着一头巨兽 让人不容小觑 这时 两位长老的委托 厚言来主持一下 当然了 最终和不合格 还是由两位长老做主 本场测试分三个方面 第一是力量测试 第二是修为测试 第三是战魂测试 三项都合格者 既有资格成为龙絮宗预备弟子 当参加完龙絮宗的考核之后 即可加入宗门 成为外门弟子 随着曹长春的介绍 所有人才明白 中间的大平台 为何要分成三部分 原来是三个测试场 首先 力量测试 大家看到 我身边的 就是测试力量的仪器 只要击中中间的红色区域 在顶端就会显示力量的数值 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那么接下来 每个家族有三个名额 要求十七岁以下 下面开始吧 耀长春话音刚落 四大家族分别走上三人 共十二人 站在测试机器面前 你就是沈家的废物沈龙轩吧 听说 你曾经打了我们李家人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就放过你 李红傲慢地问道 沈亮听后嘴角一抽 有人找沈龙轩的茶 他心里居然很高兴 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沈龙轩微微一笑 我想你误会了 我只是教训了几条狗而已 并没有打你们李家人 你 牙尖嘴利 先让你多活一会儿 哼 李红自讨没趣 眼中的杀鸡更浓 耀长春自然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巴不得几人先打起来 见李红退去 并开口道 来吧 按照顺序 将你们最大的力量施展出来吧 首先测试的是沈芳 她是这对人中唯一的女子 只见她燃起全部修为粉泉闪电般击中红色区域 发出砰的一声 测试仪上面的 立刻显示了七万九千九百斤 作为一个女舞者 这力量已经不错了 下一个是曹奎 这家伙比平常人高了一头 浑身肌肉骨骨 充满了力量 女娃娃不在家好好生孩子 跑这里来丢人现眼 看哥哥给你做个榜样 曹奎的话 立刻引来了共鸣 李红岂肯放过机会 马上开口道 他们沈家估计没人了 沈亮还凑合 一个女人 一个废物 不知道能干什么 沈龙轩冷笑一声 你们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如果不是 请你们尊重女士 闭上你们的臭嘴 另外是不是废物 是不就知道了 沈方看了沈龙轩一眼 并未说话 废物 我还真想见识一下你的实力 曹奎一咧嘴 比哭还难看 只见他站在测试以前 随便地挥了一拳 砰的一声 轰在了红色区域上 十万 一串红色的数字飘起 曹奎冷笑着退到一旁 挑衅地看了看沈龙轩 云山兄 你家曹奎表现不错呀 白万人笑道 万人兄 那有什么用 我们终究都是配角 凑凑热闹就行了 两人纷纷摇头苦笑 不再言语 整个测试场上一片凝重 其实四大家族的人心知肚明 今天的这场测试 可能会改变洛英城的格局 接下来的识人 一个接一个的测试 毫不出意外 李红和白文远 也打出了十万斤的力量 沈亮使出全力 也打出了十万斤的力量 这让他受伤的心里 有了一些安慰 能打出十万斤的力量 就说明 几人所拥有的实力 已经是脆体近十重 看来四大家族中 真的有天才啊 沈龙轩默默地想到 之后开口问道 城主大人 这一气最高 只能显示十万这个数字吗 耀长春刚当的笑脸 立刻凝固 眼含冰霜地说道 沈龙轩要突破十万这一数字 力量需提升一倍 你有这个能力 我想试试 既然你不自量力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沈龙轩来到仪器前 袖子里的右臂 瞬间变成金色 随即又恢复过来 就在这时 他猛地轰出右拳 碰 一声巨响 仪器上没有任何反应 连一个字都没显现 紧接着就传来了嘲笑的声音 废物怎么都是废物 还想超过我们 怎么连个字都没有啊 沈龙轩连头都没回 冷冷地道 瞪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着 只听测试仪器一声嗡鸣 微微地震动起来 下一刻 在仪器上显示了一串数字 十四万八千 四 身后传来一阵吸气声 要长春也尴尬地笑了笑 看来龙轩折 真的不是徒有虚名啊 探台上的两位龙虚宗长老 也投来了目光 微微有些诧异 还有人认为 我是废物吗 如果我是废物 那你们是什么 沈龙轩义正言辞道 此刻的他心中十分焦急 整个测试场地 都让他感觉到了一股消杀之气 所以他不再保留 尽量高调 目的就是引起两位龙虚宗长老的注意 如果他被看中 那么家族危机可见 沈龙轩 你也不用神气 谁笑到最后可不一定 李红的声音响起 曹家和白家人 明显也是脸色难看 好了 众位贤职 伤安勿躁 我们的测试继续进行 正在剑拔弩张的时候 城主要长春站出来 当了和氏老 虽然他很希望能打起来 不过这种小打小闹 没有任何意义 对四大家族 都不会伤筋动骨 第二项测试是修为 其实修为不光是身体力量的增长 同时还有精神意志 如果没有强大的意志支撑 再强的修为 也只不过是去行尸走肉 在你们面前的这片区域 叫做百步无敌 走出的步数越多 证明你们的意志更强 好了 开始吧 耀长春将大火 引到了第二处考核区域 只见台上一位龙虚宗的长老 凌空一点 此处区域立刻升起白雾 变得模糊不清起来 但片刻后又恢复了原状 这应该是一处幻阵 没想到龙虚宗居然把这东西都用上了 台上的沈建峰自言自语道 他的神经一直紧绷着 随时都在观察着 其他三大家族的一举一动 我先来 李虹脚步一踏 走进了阵中 只见这家伙前六十步时 毫不费力 当走到八十九步时停了下来 表情扭曲 浑身颤抖 抬起的脚步无论如何都落不下去 看来活已经到极限了 不过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每次测试走过最多的人 也不过七十步 龙虚宗的一位长老 笑呵呵地说道 另一位长老也是微微点头 李八天听后 喜心余色 开口道 以后活还要仰仗两位长老 二位长老放心 答应你们的东西 一样都不会少 嗯 此刻只见李虹大喝一声 仿佛冲破了什么极限 抬起的脚轰然落下 见两位长老的笑意更浓 李八天抬头看向了沈家区域 眼神中杀鸡四亿 李虹退出来时 轻蔑地看了沈龙轩一眼 沈家废物 我看你能走几步 放心吧 不如废物的东西 我只会比你多 不会比你少 沈龙轩毫无惧色 道 李虹有种想要爆发的冲动 但又忍了回去 明显还不到时候 接下来 剩下的十一人 纷纷走进阵法 沈方只走了四十步就退了出来 沈亮也是走了六十九步 这简直太难了 六十步以后 每走一步都重入背山 还有那些幻觉 我感觉跟真的一样 太吓人了 是啊 感觉再走一步都要死一样 曹奎走了七十九步 白文亮八十 其余人没有超过五十步的 最后又轮到了沈龙轩 李虹 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 还有你们 都想清楚 不要站错了队伍 到时候 后悔就来不及了 沈龙轩说完 抬脚走入阵中 迈入阵中的刹那 沈龙轩就感觉一阵头晕 他晃晃头向前走去 当走到三十步时 头晕的感觉明显加重 而且 耳中也出现了嗡鸣 原来可以影响人的感官 等一下 应该会出现幻觉 不过这难不倒我 沈龙轩又走出了三十步 果然如他所料 眼前的事物开始扭曲 耳轮中也开始出现 各种尖叫之声 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看到没 那废物牛吹得很好 六十步就走不动啊 李虹从刚才沈龙轩的话中明白 沈家很可能知道了计划 而且 曹白两家人的表情 明显出现了动摇之色 毕竟沈家曾经雄霸落英城 其底蕴肯定很深 如果能拉上其他两家当炮灰 收拾起来 应该更省些力气 所以他又说道 等一下我就让你们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天才 话语中透露着强大的自信 可是他刚说完 沈龙轩又动了 毫不停留 直接走到了第九十步 而且还回过头微微一笑 嗯 这个沈家小子不简单哪 刘文亮长老说道 的确不简单 但应该也就到此为止了 李浩天长老接到 不过他的话音刚落 沈龙轩再次迈出九步 并且抬起了迈向第一百步的脚 迟迟落不下去 不可能 迈出九十九步 即便是在龙虚宗 也很少见了 刘文亮长老惊叹道 这次李浩天长老也没有反驳 李红双拳紧握 面色憋得那个红 这怎么可能 九十步以后 每一步都要承受翻倍的痛苦威压 他是怎么挺过去的 其他人更是一脸的震惊 这次连沈亮也露出了佩服的神色 而此刻的沈龙轩正一脸茫然 他已经身陷幻境之中 眼前都是洪水猛兽 耳边充斥着他们的怒吼 转眼间又化作漫天的火焰 已经能闻到衣服被烧焦的味道 身体灼痛的感觉也是那么的真实 低头时 自己迈出去的腿 已经被烧得溅露白骨 剧烈的疼痛充斥着脑海 一个声音响起 回去 仿佛只要退回去 这一切就能消失 沈龙轩迷茫的眼神突然变得坚定 谁也阻挡不了 我成为强者的脚步 谁也不能 他大声呐喊 脚步轰然落下 眼前的一切都消失了 自己已经走出了阵法 身上没有任何伤口 身后的阵法 波得一声碎面 露出百步外 那一个个目瞪口袋的身影 沈家看台之上 一个个沈家族人 正在欢呼呐喊 他们不再对沈龙轩抱有成见 此刻的沈龙轩 就是沈家的招牌 虽然危机重重 不过沈建峰 还是开心地笑了出来 什么 这不可能 九十九步的天才见过 可从来没有人能走出一百步 这沈家小子 难道是绝世天才不成 此刻刘文亮长老再也忍不住了 呼得一下站起身来 手指着沈龙轩说道 刘长老 他要是一个只有黄街 一品战魂的废物 你还这般惊讶吗 李浩天淡淡地道 刘文亮立刻坐了下来 开什么玩笑 黄街一品战魂 即便再逆天也不能要 战魂对于一个舞者太重要了 这是程主要 长春继续说道 接下来进行第三关测试结束 战魂 听到此处 所有人立刻来了精神 人人都知道沈龙轩是个 只有黄街一品战魂的废物 沈龙轩 前两关就算你再厉害 又能怎么样 你的战魂就是个垃圾 在我面前 你依旧是个废物 李红狂笑着召唤出了战魂 是一只成年的暴天鹰 最主要的是在战魂上 明晃晃的六道 黄色光环 黄街六品战魂暴天鹰 天哪 李红居然是黄街六品战魂 洛英城多少年 都没见到一个 这简直就是 修炼天才啊 怪不得被内定为龙虚宗弟子 看来真的是真才实料的 沈家人立刻从刚才的兴奋 跌落低谷 此刻的李红无人能比得过 然而就在此时 李浩天长老站起身笑着说道 红儿 果然不错 此次测试要求 战魂必须在黄街六品之上 我想 在场之人 只有李红一人合格 所以就此结束吧 其余的参加测试的人 无不愤怒之色 长老 以前不都是黄街五品战魂 就可入选吗 怎么今年变成六品了 是啊 我们不服 曹奎 白文亮 还有沈亮 统统走上前来 想要理论 郭躁 李浩天长老 大秀一服 三人顿时如遭重击 纷纷跌坐在地 一口鲜血喷出 我说过的话就是规矩 再要争辩 休怪我手下无情 李浩天长老身形一飘 落在场中 身上的气势顿时压下 长老 作为龙虚宗的弟子 我想完成一件事 希望长老应运 李红走到李浩天面前抱拳道 嗯 说吧 长老 我要灭了沈家 请长老助我 李红话音刚落 场上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沈家人纷纷抓住武器 李家人也同样如此 但是曹白两家 对于李浩天长老的蛮横态度极为不满 居然采取了看戏的态度 废物家族 灭就灭了 有何不可 短短几个字 等于宣判了沈家的死刑 哈哈 沈家废物 今天就是你们灭族之日 李红嚣张的吼道 李家人纷纷抽出武器 刘文亮长老也是飘身下台 等等 就在剑拔弩张的一刻 沈龙轩开口道 废物 跪在地上磕头认错 自断四肢 我可以绕你不死 李红狂笑道 不料沈龙轩却是看向龙虚宗的两位长老 两位长老 战魂等级高旧 可以被录取吗 如果我的战魂超过李红 是不是龙虚宗也会帮我灭了李家 沈家小子 人人都知道 你是黄洁一品战魂 你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我们龙虚宗怎么会帮你 刘文亮长老 微微有些惋惜 你要真能超过李红 帮你也未尝不可 不过你若拿我们开涮 我会让你尝尝 生不如死的滋味 李浩天长老阴森地说道 沈建峰没有动 因为沈龙轩刚才对他摆了摆手 意思是不让他下去 他现在要为沈家整个家族考虑 如果现在冲下去 肯定刀兵相见 就没有了缓和的余地 另外 他也想看看沈龙轩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真的会有奇迹发生 那个废物想干什么 谁不知道他的战魂 是个黄洁一品的四角蛇 沈家注定要被灭族了 此刻所有人的注意了 都集中在了沈龙轩的身上 而沈龙轩心中一松 他要的就是肯定的话 好 肯定不会让两位长老失望 他心念一动 玄龙之魂立刻迎风而立 此刻的四角蛇 已经是身长四丈的庞然大物 最主要的 在那四角蛇上方 有七道明晃晃的金色光环 在整个测试场上 显得那么耀眼 当看到这庞然大物时 包括沈家人 所有在场的人都震惊了 上面那七道金色光环 是那么的耀眼 这 这怎么变成黄洁七品战魂了 不可能 沈家所有人都懵圈了 还有知道 内勤的四大家族之人 也都不知所措 你个废物就应当是黄洁一品战魂 怎么 李红喊到最后 话语也变得苍白无力 事实就在眼前 他居然是黄洁七品战魂 我居然跟一个天才作对 沈亮一脸的苦涩 我儿子是黄洁七品战魂 你们看到了吗 沈建峰狂笑道 众位长老一脸的后悔 曹魁脸色通红 自己居然说 黄洁七品战魂是废物 真是 刘文亮长老眼中爆出金光 这种战魂 在龙虚宗也算终尚之选了 两位长老 不知我可有资格加入龙虚宗 我可不可以要求灭了李家满门 沈龙轩的话响彻当场 此刻李家与沈家的心情完全大转换 如果沈龙轩加入龙虚宗 那么被屠灭满门的 就应该是李家 不过李浩天的一句话 又让沈家人的心跌入谷底 沈家小子 我承认你的资质的确超过红 但我是李家人 刘长老 资源翻倍 助我灭掉沈家 此话一出 所有李家人全都冲下看台 沈龙轩带着傻掉的沈亮和沈方 退向沈家阵营 沈建峰早已带着沈家人冲了下来 对方加上两个长老 有三位武士静 而沈家只有沈建峰自己 打起来 简直就是单方面的屠杀 更何况 还有曹白两家在旁虎视眈眈 薛儿 还记得以前我跟你说的话吗 马上带着年轻人走 沈家这次大劫 看来是躲不掉了 以你的资质 必成大事 他日回来报仇 记得帮老爹多杀几个仇人 快走 沈建峰焦急地说道 可是沈龙轩微笑着摇摇头 父亲 还记得那红色的圆球吗 什么圆球 你听话 林儿 快带你弟弟走 沈建峰真的急了 沈建峰 现在想走 是不是晚了一点呢 曹家主 白家主 把我挡住两边 事后有你们的好处 孩儿们 给我杀 李霸天一马当先 冲向沈家阵营 可就在这时 只见铺天盖地的红橙 两色圆球笼罩过来 那是什么 是丹药吗 你傻呀 你认为扔丹药 就能解决两家的仇恨吗 我感觉那东西很恐怖 糟糕 还没等人们明白怎么回事 就听见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 轰鸣声掩盖了一切 李家所有人都被突如其来的爆炸笼罩其中 李霸天首当其冲 被三颗橙色的圆球击中 瞬间就被炸得粉碎 煞时间 惨叫连连 血肉翻飞 简直就是一片人间地狱 爆炸声结束后 只见原本的测试场地变得低洼不平 一个个深坑中 到处都是残枝断壁 四目的星红 被爆炸的高温烘烤 成了血架 一块块的触目惊心 李家人全军覆灭 龙虚宗的两位长老 在发觉不对劲时 就一把抓住李红 飞快地倒退 但还是受了伤 而且李红被炸得奄奄一息 服用了丹药才保住性命 他们两个眼中闪现了恐惧之色 远远站在那里 盯着沈龙轩这个惨剧的制造者 曹家和白家的人 这次真的傻眼了 刚才的红色圆球 如果降落在自己家族中 恐怕也跟李家一样吧 沈龙轩在山中的几个月里 每天都在练习投射爆裂丹 现在的精准度 可不是一般的高 父亲 我称这东西叫爆裂丹 这橙色的威力翻倍 如果见谁不顺眼 就丢他一刻 保管炸上天 沈建峰这才反应过来 沈龙轩刚才跟自己说的话 你小子 有这东西也不早说 我早把他们三家给轰平了 曹家人和白家人 听了沈建峰他们也俩的对话 更是后悔不已 此刻有心与沈家拉拉关系 但是又不敢 生怕激怒沈家父子 给自己这来一把爆裂丹 肯定死伤惨重 沈家的长老和族人 已经彻底呆住了 刚才这一会儿的时间 跟坐过山车一样 心脏忽上忽下的 太刺激了 小圈子 我就知道 你还有这种东西 太吓人了 不过很解气 沈灵拍了拍沈龙轩说道 沈龙轩回头 看向龙虚中的两位长老 道 两位长老 相信你们能感觉到 我并没有针对你们 放屁 小崽子 你杀我李家这么多人 咱们已经是生死仇敌 如果你刚才把我杀了 也就算了 可是 既然我还活着 你等着疯狂的报复吧 沈龙轩心中一惊 他仍暴裂丹时 有意躲开了这两个长老 怕的 就是遭到龙虚宗的报复 他自己倒没事 但沈家人可受不了 总不能举家迁走吧 没想到却留下了货根 看来真是应该斩草除根 正在这时 突然天空中一声鸣叫 巨大的黑影笼罩在众人的头顶 一只飞行妖兽大鹏鸟降落在地 谁这么嚣张 敢报复我们龙武宗的人 妖兽上飞身跃下两个人影 其中一人面白如玉 一身淡青色的长衫 浑身气势滚滚 宛如一带宗师 另外一人则是满脸胡须 一身火红衣服的魁梧大汉 说话的正是此人 李浩天是吧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宰了你 还想疯狂报复 就你那两把刷子 你报复一个我看看 这小子 我们龙武宗要了 敢打敢杀 很对我的脾气 如果谁欺负他 或者他的家族 就是与我龙武宗为敌 沈龙轩不知道龙武宗 但不代表别人不知道 虽然与龙虚宗同为二流宗门 但真正实力可是趾高不低 咱们走着瞧 李浩天眼神闪烁 心里仿佛在做着激烈的争斗 最终丢下狠话 抓起地上的李红 转身离去 火长青 既然你这么说了 希望你能好好对待这孩子 他的确是个好瞄子 如果不是李长老 哎 不说这些了 我会劝说李长老 不会来找沈家的麻烦 好了 此件事已了 告辞 刘文亮也转身离去 眨眼间消失在众人眼里 沈建峰踢了沈龙轩一脚 这孩子平时挺机灵 现在反应咋这么慢 啊 弟子沈龙轩拜见两位长老 多谢两位长老 刚才仗义相助 要不然 我还真不好收场了 沈龙轩终于反应过来 开口道 哈哈 小子 叫我活老哥就行 我也不是什么长老 只是龙武宗的一名弟子 其实我们在天上观察半天了 你正适合我们龙武宗 所以也不用谢不谢的 看来你与龙武宗有缘呢 不过 你刚才心思手软了 这可不行 这是身为武者的一大忌 现在你该知道怎么办了吧 火长青微笑着说道 沈龙轩马上回头 看着沈家族人说道 沈亮带领族内精英 速速回城 一个时辰内 我要李家从此消失 沈龙轩的命令 马上被执行 沈亮从最初的瞧不起 一直到现在 变得信任尊敬 这就是实力的体现 由不得他不服 连长老们也已经认可沈龙轩 毕竟他以一己之力 拯救了整个家族 而且还抱上了龙武宗这条大腿 这是沈家之福 龙轩侄儿 你看其他两大家族怎么办 龙轩侄儿 我觉得直接灭掉算了 几位长老居然询问起 沈龙轩的意见来 可见沈龙轩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父亲 你来决定吧 可是沈龙轩却来到父亲身边 把决定权交给了父亲 沈建峰沉思片刻 道 放过他们吧 不过要吐出从沈家夺取的好处 灭掉李家 换月国的新皇虽然会气愤 但因为有两大家族的制约 还不会做得太过格 但如果现在灭掉其他两大家族 新皇肯定要调兵工程了 经过协商后 曹家和白家 欣然接受了沈家的要求 并且还千恩万谢 承诺以后再也不会干这种傻事了 嗯 有理有结 有勇有谋 的确是可造之才 师兄言之有脸 龙武宗两人相视一笑 接下来 沈龙轩邀请两人到沈家做客 城主要长春也被邀请 这家伙亲眼见证了一个家族的灭亡 不过不是沈家 而是李家 他心中虽然不高兴 不过却不敢表现出来 但是他的眼神里 有一丝阴狠瞬间闪过 对于大多数人 对沈龙轩战魂品阶提升的疑问 他早早就想到了答复 那就是他得到过一种秘法 可以隐藏战魂等级 对此 虽然有人怀疑 但事实就在眼前 这个理由也无可厚非 众人又有了个疑问 黄街七品战魂 就是他真实的战魂吗 龙武宗两人在沈家驻族三天 这三天 沈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家族势力一下扩张了一倍有余 沈家族人气势如虹 但沈家祖训要求严格 沈家人不敢做过格的事情 这几天的时间里 借助龙武宗彻底稳住地位 沈龙轩在与父亲和沈莲告别后 这才放心地跟着两人离去 他知道了姐姐戒指中传承的事 连呼好运 终于出发了 一个新的起点 一个新的希望 乘坐着飞行妖兽大鹏鸟 他平静如水 经过这么多事情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动摇他的心了 一路上 火长青告诉了沈龙轩 关于龙武宗与龙虚宗的一些事 沈龙轩也知道了 另外一人叫萧和 两人都是龙武宗的内门弟子 身份地位等同于外门长老 沈龙轩也对龙武宗有了了解 刚入门都是外门弟子 像现在的他 只不过是准外门弟子 需要通过考验 方可成为正式的 一是通过考核 晋升真传弟子 地位与内门长老平齐 有些时候 甚至要超越内门长老 二是通不过考核 只能担任外门长老 替宗门管理事宜 内门长老也是如此产生 总之 天赋好 实力强的弟子 可以节节晋升 这就是宗门为什么对战魂 要求这么高的原因了 大鹏鸟飞行速度极快 一路向东 早已飞出了幻月国的范围 眼前云雾缭绕 脚下青山碧水 心中顿生豪漫 七日后 沈龙轩觉得 一直向东 足足飞了几千里 这要是步行过来 少说也要半年 远处一片山谷中 沈龙轩看见了一座巨大的平台 足有上千丈方圆 青一色青钢石铺剑 中间十丈区域 突出地面两丈高 雕刻着龙武字样 此刻上面已经有人等候 火长青 萧和 你们可是回来的晚了 快回市门吧 见三人落下 一位身着龙武宗 正规服装的人笑着道 此人身材匀称 身上透着一股风锐之气 衣服的胸前 绣着一个内字 看年龄 也是内门弟子 哈 剑男师兄 路上捡了个弟子 所以耽搁了 这小子就交给你了 寒暄过后 萧和两人嘱咐 沈龙轩在此等候 通过考验后 就是龙武宗的 正式外门弟子了 之后匆匆离去 剑男打量了沈龙轩一下 也没说什么 自己忙去了 此刻巨大的平台之上 陆陆续续地落下飞行妖兽 看样子 都是招来的弟子 这些弟子年龄都差不多 十五六岁左右 修为却有高有低 沈龙轩找了个僻静之处 坐了下来 闲来无事 研究起那个 能发出光照的银色戒指 他试过很多办法 水冲 火烧 甚至用利刃劈砍 都不能伤害其分毫 但就是 弄不出那个光照来 要知道 暴裂丹的威力 可是相当惊人 就算武师境的人 都要避其锋芒 而当时那个李伟 明显没有催动完全 要不然 凭借爆裂丹 也破不开光照的防御 这肯定是件宝贝 到底怎样才能打开呢 小兄弟 我观察你半天了 你跟他戒指是什么切 沈龙轩抬头 只见一个一身 珠光宝气的家伙 十六七岁的样子 十个指头 戴了不下二十个戒指 光芒闪耀 亮瞎人眼 平台上的人 都羡慕地看着这家伙 不知是哪个国家的土豪公子 他已经注意 沈龙轩有段时间了 一眼就看出 沈龙轩摆弄的戒指不简单 并且还注意到 沈龙轩的手上 有一枚紫色的乾坤剑 那可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所以他把沈龙轩 当作自己评级的人物 才会发此疑问 没什么 只是好奇而言 沈龙轩收起戒指回答道 我倒觉得 如果是宝贝的话 小兄弟不妨低上自己的血试试 此人貌似很专业地提示道 沈龙轩眼前一亮 这位小哥 看来你对这方面很了解 那是我叫郑千万 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要是有兴趣 我就给你讲讲 小弟我叫沈龙轩 来来 千万兄 过来坐 我吸耳恭听 沈龙轩拍了下身旁地面 微笑着说道 他自小求之欲就非常强 遇到不懂的是非弄明白不可 眼前的郑千万 就是能给自己打以解惑之人 他岂能放过 哈哈 龙轩兄弟快人快语 那我就给你讲讲 关于宝贝的事 郑千万很喜欢沈龙轩的脾气 不卑不亢 见到自己 没有丝毫讨好的意思 是真正当朋友对待 所以也起了结交之念 我们平常用的器物 只能算是普通的东西 就像一把武器 再锋利 也不能伤害到五十星的身体 那么好一点的 就叫做灵气 相信你肯定知道 到了灵气这一级别 就被分为了下 中 上 及四品 每提升一品 威力都会提升一大截 这种东西 已经有了灵性 不但能增加武器的威能 还能与使用者心意相通 极品的灵气 甚至能取敌人手机于千里之外 即便是五宗镜 也要避其锋芒 正千万看着沈隆轩听的聚精会神 继续说道 那么再上升一个层次 就被叫做灵宝 这种东西 不仅具备极品灵气的所有威能 最主要的是 还能自动释放技能 例如攻击 防护 甚至能释放大范围的杀伤武器 是每个强大武者梦寐以求的东西 可是至今为止 也没听说过 谁拥有这样的宝贝 我想 这样的宝贝 只能是有缘者居之 花钱也买不到啊 沈隆轩被说的心中 框框直跳 能放出光照护主 自己手里的戒指 难道是灵宝 怎么样 小兄弟 你那银色的戒指 难道是灵宝吗 说到这里 正千万压低了声音 千万兄 兄弟我 哪有那好运 只是一枚普通的戒指罢了 你要是喜欢 送给你了 沈隆轩一翻手 银色戒指出现在手中 并且递向了正千万 看着沈隆轩 毫不拖泥带水 眼神平静无波 没有丝毫虚假的意思 正千万有幸去接 但最终 还是没有伸出手 他不想因为一个猜想 而失去一个朋友 小兄弟 你真能开玩笑 君子不多人所好 路遥之马列 日久见人心 以后如果小兄弟觉得 我是可骄之人 送我几件极品 灵器就好 沈隆轩看到了 对方眼神闪烁后的诚意 这绝对是个可骄之人 好 千万兄 如果我将来有 送你几件极品灵器 又何妨 真是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还几品灵器 就你那穷酸样 恐怕连剑下品灵器都没有 这时 不远处一个衣着华柜 一身行透 不次于挣千万的人走了过来 怎么 挣千万 交朋友 都交到乞丐身上了 你也太没出息了吧 沈隆轩两人站起身 挣千万上前一步 道 呦 这不是傅的流油 毛坑里捡石头垃圾国的皇子 傅万金吗 怎么 不在毛坑里捡你的石头 跑出来熏人吗 挣千万故意放大了声音 许多人听了之后 都诧异地回头 这个傅万金的国家 其实并不大 比洛英城大不了多少 可是那里盛产天然矿石 非常珍贵 不过这矿石的产出地 必半有乌黑发臭的水 所以才有垃圾国之城 好你个挣千万 你是不是活腻了 如此诬蔑我 傅万金脸色憋得通红 指着挣千万道 收起你那套吧 别人怕你 在我面前 你还装个球 打架你是对手吗 你 你你 傅万金你了半天也说不出话 他确实不是挣千万的对手 不过他看到了 正在偷笑的沈隆轩 立刻眼珠一转 穷小子 你现在惹到我了 你这个废物拉姐 这次考核 你别想过了 沈隆轩微微一笑 我现在确信了 你真是毛坑里捡石头的 说话又臭又硬 你 你敢骂我 我看你真的是 活得不耐烦了 我要杀了你 哄 傅万金居然召唤出战魂 而且是黄街八品兽魂 紫云豹 看哪 那两个是什么人哪 好厉害啊 就在这时 有人发出惊呼 远处山谷中 跑来两道身影 这两道身影身后 全部耸立着战魂 浑身气势爆发到顶点 天哪 这两个人 都是黄街九品的战魂 而且看修为 已经是脆体竞 十重的巅峰之境 他们好像在比赛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两道身影吸影 就连剑男 都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只见这两人 浑身气势爆发 很快游远极近 如见一般飞奔平台 哄哄 两人几乎同时落上平台 其中一人穿着黑衫 一头金发 加上帅气的脸庞 典型的美女杀手 此人微笑着道 卫明 不好意思 哥哥领先你一小步 快拿出来吧 被叫做卫明的人 身材魁梧 只见他怦怦地拍着胸膛 凳起同龄般的大眼睛 气呼呼地道 哼 贺涛 要不是你耍赖 怎么会赢我 这局不算 贺涛依旧是那迷人的笑脸 不过声音变得冰冷 我们从千里之外 一直跑到这里 你说不算就不算 你把我当猴耍吗 是又怎么样 想打架呀 随时奉陪 卫明丝毫不让 两人剑拔弩张 马上就要打起来 住手 这里不允许打架 如有违反 立刻取消参加考核资格 这时 那个剑男师兄身形一闪 就落到两人之间 浑身剑气纵横 一股强大的气势透体而出 宛如一把巨剑悬在众人头顶 压得人喘不过气 这次是警告 其他人也听好了 如果有下次 直接取消资格 是 剑男师兄 所有人齐声达到 面对五世镜的师兄 所有人都没有脾气 既然你们都有些精力过剩 那么我先给你们宣布一下 考核的规则 本次考核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爬过眼前这座山峰 到达下一座考核平台者 可以参加下一阶段考核 时间限制在一个时辰 如果一个时辰 还没到达下座平台 视为淘汰 会有专人将你们遣送回去 听明白了吗 剑男的声音急剧穿透力 真的每个人耳朵温风作响 听明白了 所有人达到 好了还有两个时辰的时间 正当五世考核开始 希望你们能好好地养足精神 全部通关 剑男说完便不再说话 所有新来的弟子 也都坐了下来 开始恢复精力 他们都是聪明人 可不认为这次的考核 只是简单的翻山 哼 你等着 傅万经丢下句狠话 离去了 沈龙轩干脆闭上眼睛修炼起来 宁元公已经初步掌握了些诀窍 刚开始入门时 他只能凝聚身边十丈之内的灵气 现在的小城境界 他已经能够凝聚百丈之内的灵气 如果什么时候凝聚千丈 那么就是修炼到大城 到那时 就可以试着凝联灵石了 这套功法非常奇妙 只要按着轨迹 将体内为数不多的灵力运转 自己就能够感应到周围的灵气 而且 只要能感应到的灵气 他都能依据功法 瞬间将其凝聚到身边 但是因为 没有开辟丹田气海 所以只能凝聚到身边 这也是功法和武技 为什么需要五者静 才能修炼的原因 五者静就是开辟武者的丹田气海 使之与周身经脉相气和 达到储存灵力的妙用 这时运转起功法和武技 才会得心应手 而不会因为后继无力 而受到反噬 不过沈龙轩将这功法 用到修炼中来 在修炼的时候 将周边灵气凝聚而来 会让修炼的速度翻倍 这也是现阶段的用处吧 此刻场中汇聚的人 已经达到了五百之多 经过刚才的时候 所有人都安静地修炼 平台上只有均匀的呼吸之声 沈龙轩睁开眼睛 入目处是几百个战魂灵力的场面 颇为壮观 他这回算是开了眼 各式各样的战魂争方夺焰 身边的郑千万 居然是黄洁八品战魂 这家伙真是深藏不露 纵观之下 黄洁八品以上战魂的 足有二十多人 两个人达到了黄洁九品 修为更是脆体进十重巅峰 据郑千万介绍 来的这些人中 都是各个帝国精英 这些人起码来自一百多个帝国 但用他的话来讲 这些帝国 也只不过是大陆的一个小角落 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沈龙轩在书中早就知道 大陆无边无际 但没想到大到如此程度 莫然 争的一声 剑鸣响彻山谷 所有人睁开眼睛 只见剑男师兄 乘坐一头飞行妖兽凌空而立 小师弟们 考核现在开始 我在下一个集合地点等着你们 先到的有奖励哟 说完凌空飞去 还等什么 快跑啊 他说第一有奖励 有几个反应快的 转身对着山峰冲去 扑通 扑通 一连串的摔倒声不绝于耳 前面跑的几个好一点的贵妇在地上 惨一点的直接摔个嘴啃泥 满脸的鲜血 样子惨不忍睹 靠 这山有古怪 妈的 感觉身体一下子重了好多呗 哎呦 摔死我了 谁TM的 还踩了我一脚 后面的人不再傻呵呵地直冲而上 而是展开修为 一点点试着踏上山峰 这样才避免了摔倒的局面 有人探路 自然有人效仿 刹那间 五百多人全部展开修为 冲上山峰 沈龙轩试了一下 这里的重力 起码高出十五倍 可是他由于 修炼了玄龙变 身体要比普通人强悍很多 所以 这时感觉身体微微一沉 便踏上山峰 快步走去 他身后的正千万 见到他的反应后 也是微微惊奇 这家伙 怎么走得这么轻松 正千万忍不住心中疑问 这里是有名的神石山 据说是一颗天外陨石 落下形成的山峰 所以 这里的重力一长 越是像山顶就越大 难道他有什么 抵御重力的宝贝不成 看着渐渐远去的沈龙轩 正千万也加快了步伐 在重力逐渐加大的情况下 修为和实力的强弱 开始显露出来 魏明和贺涛又发起风来 两个人已经翻过了山头 我的妈呀 这是什么山哪 累死我了 快走吧 已经快半个时辰了 如果时间之内到不了 就得回家了 一些走在后面的弟子 已经有些体力不知 渐渐地掉队了 整个五百多人在山峰之上 拉起了长长的队伍 慢地踩到半山腰 而快地已经翻过了山顶 翠体九重镜的十几个人 就是第二梯队 但唯独有个例外 沈龙轩一直不紧不慢地 跟在翠体九重镜弟子的身后 傅万金看着身后的沈龙轩 眼珠一转 他慢慢地靠了过来 哎呦 他突然朝着沈龙轩的方向摔倒 右拳却猛然击出 在其他人眼里 这就是体力不知摔倒的架势 可是沈龙轩早就注意到他了 在他发出声响之时 就已经侧步闪身 两人擦身而过 结果这家伙弄巧成拙 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并且快速地向山下滚去 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这家伙半路还砸倒了好几个 沈龙轩呵呵一笑 继续向山顶爬去 这里的重力恐怕有二十倍了 即便是他也觉得身体有些吃不消了 连身高好似都矮了一些 莫然 身体中的灵力居然自动运转 注入双腿之中 如果有人能透视的话 肯定能发现 沈龙轩的双腿变成了金色 而且 原本恐怖的重力 对他的作用小了很多 一年来修炼玄龙变 有许多的龙脉之气 被注存在了身体里 在外界压力的作用下 这些能量居然被激活了 自行运转的灵力 带着这些能量 向腰腹部冲来 这一变化 立刻让沈龙轩变得欣喜 他能感觉到 身体中 蕴藏着极其庞大的龙脉之气的能量 所以他不知不觉间加快了脚步 因为他发现 外部的压力越大 体内功法的运转就越快 片刻的功夫 他就超越了那些 脆体九重镜的家伙 紧追魏明和贺涛而去 这是谁啊 怎么也跟疯子似的 不认识啊 不过你们没发现吗 他根本就没有运转修为啊 真是变态 今年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哪 郑千万则是脸上露出笑意 看来 我果然没看错人 我这小兄弟 真是身藏不弱 沈龙轩很快就翻过了山顶 并且快速地向山下飞奔而去 魏明 这次你服不服 看你累的那熊样 快坚持不住了吧 贺涛 我服你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你不也一样累成狗 想想 怎么到山下的平台吧 贺涛和魏明这两个家伙 边走边打着嘴架 显然快速地行走 已经耗光了他们的力气 如果心平气和的前进 这两个人在一个时辰内 会轻松到达目的地 就在两人想停下来休息的时候 只见一道身影 嗖的一声跑了过去 魏明 是我眼花了吗 我怎么感觉有个人冲了过去 没花 我也看见了 两人相视了一眼 立刻咬紧牙关向着山下行去 他们也想看看谁这么变态 其料 他们走了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那道身影从山下再次飞奔而回 而且速度丝毫未减 死 这次两人彻底看清了 是一个十六岁白镜少年 这家伙眼中金光闪闪 身上有股奇怪的力量运转 不过那力量连他们两个都感到心惊 他在用这的重力修炼 两人一口同声地道 一路上已经开始下山的弟子们 全都看到了 沈龙轩又从山下跑了回来 纷纷撑奇 山顶上 摔得鼻青脸肿 衣服也滑破的 傅万金气喘吁吁地翻了过来 他向下一望 一个熟悉的脸映入眼帘 小崽子 你居然往回跑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头 他紧走几步 一脚蹬了出去 只听砰的一声 傅万金抱着脚丫子 原地跳来跳去 而沈龙轩跟没事人一样冲了过去 傅万金只感觉一脚蹬在了烧红的铁块上 并且有股庞大的反弹之力 将他的脚震得没了知觉 沈龙轩完全没在意这些 他的心神沉浸在了修炼之中 身体中庞大的能量 已经将他的腰腹全部变成了金色 他有信心 剩余的能量足可以供应 他将全身强化完毕 当他从出发地点再次返回山顶时 能量耗尽 除了头部全身一片金光 宛如一层金色的盔甲 威武不凡 也就是在这时 他心中突然有了一种名物 当头部也变成金色后 他将能施展一种攻击秘法 野蛮冲撞 发动时 速度力量猛增十倍 以他现在的修为 即便是出击舞者镜 也难以抵御 以后随着修为的增长 这招秘法发挥的威力将会更大 此刻山中的重力 对他已经不起任何作用 他抬脚 向山下飞奔而去 跑到平台时 刚好一个时辰 此时 所有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 特别是卫明和贺涛 他们两个好像找到了新玩具一样 眼神中爆发出强烈的光芒 正千万一脸笑意地望着这个小家伙 心中除了惊奇 就是欣喜 傅万金吃了疗伤的丹药 此刻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他一脸恶毒地看着沈龙轩 眼中阴沉似水 恭喜各位 第一轮下来淘汰了31人 你们稍作休息 等到天黑后 第二轮考核即将开启 剩下的400多人听了贱男师兄的话 立刻做下恢复 第一关就这么变态 第二关肯定更难 对于沈龙轩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他生怀一宝 但是对于他为什么要跑回去 傅万金给出的答案 就是报复他的 两个时辰后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隐隐地有妖兽的吼叫之声传出 一轮明月高挂天空 将地面照耀的一片银白 好了 小家伙们 为了节省时间 现在把第二和第三关合并到一起 前面这片森林 被称作迷雾森林 其中有二阶的妖兽 现阶段的你们需要合力才能对付 而在妖兽身上 分布着300枚入门弟子令牌 拿到令牌的人 就算是龙武宗正式弟子 也就是说 你们只有300人能够通过口合 剑男说到这里 停了下来 看着众人的反应 什么 二阶的妖兽 还得从他们身上拿到令牌 那不是虎口拔牙吗 妈的 这是在玩我们吗 这种考核怎么能完成 有的人已经开始打了退堂鼓 他们都是各个家族中的佼佼者 可不想在这里送了性命 哼 你们当这里是自己家吗 没人求着你们来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一关很可能会丧命 也能体会到 金城团结 尔虞我诈 弱肉强食 但最终依靠的 还是勇气和能力 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 宗门药你们有什么用 剑男浑身散发着强大的气势 龙武宗能保持长胜不衰 必然有独特的方式和方法 他的话 让这四百多人变得凝重起来 所以最先拿到令牌 并且赶到下一集合平台的前十名 宗门将会给予你们难以想象的奖励 给你们时间考虑 半个时辰后出发 沈龙轩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抬脚踏入森林 他的这一举动 让很多人原本犹豫不决的心坚定了下来 剑男没想到 领头的居然是这小子 看来萧和和火长青没有欺骗我 这小子的确有过人之处 不过战魂 这个傻小子居然独自一人进入 前面可是二阶的妖兽 正千万苦笑着站起身 小兄弟 等等我 他喊了一声后 也紧跟着沈龙轩进入森林 卫明 二阶妖兽我自认为不是对手 但是如果我们两人合作 取得两枚令牌并不是很难 至于得到令牌后的排名 就看各自的本事了 怎么样 成交 贺涛没想到 卫明如此干脆 以至后面准备的很多话都咽了回去 两人身影也消失在森林边缘 剩下的人见状 纷纷组建队伍 一波波离去 最终平台上的人全部走进森林 远远的已经能够听见 妖兽的怒吼和打斗的声音 证明已经有人与妖兽交手 剑男也乘坐着飞行妖兽 奔赴下一集合地点 此刻的正千万 已经追上了沈龙轩 小兄弟 你慢一点 我们商量一下 遇见妖兽后怎么打 二阶妖兽 可不是闹着玩的 再说 这片森林这么大 可不一定每只妖兽身上都有令牌 我们如此的乱闯乱撞 肯定会浪费很多力气 到那时就危险了 沈龙轩微微一笑 他没想到正千万能来帮助自己 不管出于什么心理 这就是一个可交的朋友 所以他也打算帮此人一把 千万兄 遇到妖兽 你保护好自己就行 剩下的我来对付 正千万气的一番白眼 这家伙太骄傲自大了 一阶的妖兽 他也就不说啥了 那可是二阶的妖兽 能够释放技能的 他哪里知道 沈龙轩早在几个月前 就创造出 对付二阶妖兽的方法了 那就是爆裂单 龙轩兄弟 你冷静冷静 我知道你很厉害 但是毕竟修为不高 真要碰到妖兽 尽可能地躲在我的后面 正千万心中懊恼 真是欠了这家伙的 看来这次真的要完命了 好 就在这时 一声高昂的吼叫响起 一头两丈长的蓝眼火纹爆 夹着一阵新风 落在二人眼前 龙轩 快回来 正千万高喊一声 抽出一把血量长刀 散发阵阵寒光 一看就不是反品 连战魂都没来得及召唤 就一刀劈出 火纹爆那淡蓝色的眼睛一眨 仿佛根本就没瞧起这一刀 巨尾一甩 一阵狂风扫过 当 正万千的刀锋 被火纹爆尾巴从侧面抽偏 他本人也被狂风一下吹飞 这畜生一尾之力就如此之大 我们两人恐怕也不是对手 正千万人在空中 心中苦涩 漠然召唤出战魂 浑身气势猛然大涨 在空中一翻身 脚已落地 双腿交错间 人影一晃 再次冲向火纹爆 同样的一刀 威力大涨 竟唤起一片雪白的刀芒 刹那间临近 火纹爆一声大吼 身上的火纹一阵闪耀 张嘴吐出一道火焰 那炙热的高温 仿佛将空气点燃 正千万按道一声 我命休矣 他此刻人在空中 根本无法闪躲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沈龙轩闪电出击 他的速度奇快 眨眼间就到了火纹爆的身侧 金光闪闪的拳头 充满爆炸性的力量 结结实实地 轰在了火纹爆的腹部 巨大的力量 使火纹爆的身躯 向一旁甩去 吐出的火焰 也因此熄灭 正千万火救 当他落地后 只见沈龙轩 已经与火纹爆站在一处 他身形快速闪动 双手之上 居然有金色的光芒 每一次与火纹爆撞在一起 都能给对方 带来巨大的打击 将火纹爆压制的 连火焰都无法喷出 正千万当时就惊呆了 怪不得这家伙 赶一个人进森林 感情人家能独占 二阶妖兽 而不落下风 他的拳头上 肯定是级别不低的拳套 这家伙身上的宝贝真多啊 就在这时 正千万只看见 沈龙轩身指一弹 一道红色流光 刚好射进火纹爆 张开的巨口中 砰 一颗硕大的头颅被炸飞 蓝眼火纹爆尸体 摔倒在地 这就解决了 正千万有点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快不来到火纹爆跟前 发现这大家伙 确实死得不能再死了 沈龙轩熟练地 挖出一枚橙色的妖盒 还没来得及收起 就见火纹爆那两丈长的身躯 迅速变小 好像被什么东西 吸干了血肉 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块乌黑发亮的牌子 躺在地面之上 是龙无踪的令牌 沈龙轩拾起令牌看了看 丢给了正千万 千万兄 你真幸运 第一个妖兽就有令牌 送给你了 给我啦 正千万一把抓过令牌 大声地喊道 他简直不敢相信 这东西 可是所有人强迫脑袋 都要得到的东西 这家伙轻易就送给了自己 当然啦 我对朋友很大方的 我们难道不是朋友吗 沈龙轩眨了眨眼睛 反问道 他说的是实话 从小到大 他都没有几个朋友 所以但凡是对他好的 他都会十倍的奉还 当然是朋友 沈龙轩将是我在龙武宗 最好的朋友 此刻的正千万彻底服了 这家伙宝贝多 实力强 最主要对朋友好 综合这几点 绝对值得交 快走吧 得到下一开令牌 我们好去拿第一 两人的身影 很快消失在森林深处 在他们不远处 卫明和贺涛 也刚刚杀死了一头妖兽 不过他们的运气并不太好 没有令牌不说 卫明还受了伤 该死的妖兽 居然咬我屁股 贺涛 你不是说你的计策肯定灵吗 卫明瞪着眼睛问道 你要是这种态度 我们就没有合作下去的必要了 贺涛一眉头紧皱 样子有些生气 卫明一听 马上变为笑脸 这家伙看似马马虎虎 其实精明得很 他知道 自己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个任务 萧萧切 我跟你闹着玩的 下次我肯定听你的 再说了 这次受伤的是我 又不是你 你生那么大气干嘛 愚蠢 我们是一个团队 不管是谁受伤 都会影响整个团队的战斗力 这样下去 不仅第一拿不到 还会因此丢了性命 贺涛的话说得非常有道理 卫明无从反驳 只能服从 但心里却想 等拿到两块令牌 看我怎么收拾你 达成一致后 两人继续前行 后面的队伍 少则三五个 多则十几个 因为都是临时组队 所以并没有什么信任度 造成进度极为缓慢 靠 这都第五头妖兽了 也没见到令牌是什么模样 那位贱男师兄 不会骗我们吧 还不是你们互相不信任 要不然 现在恐怕已经杀了石头妖兽了 像这样的吵闹声 比一比皆是 每次碰到妖兽必有受伤的 甚至有的队伍已经有人死亡 但是令牌却一块也没拿到 傅万金所在的队伍 也是这种情况 他们一行十人 翠体九重镜的有两个 他和另外一个叫赵岩刚的 另外两个修为 最低的是翠体六重镜 剩下的都是翠体八重镜 他们的战斗力 算是相当高了 可是接连杀了三头妖兽 也没有令牌 倒是有几个人都受了伤 兄弟们 这样不对啊 连杀三头都没有令牌 我觉得有问题 见所有人看向自己 傅万金继续说道 你们想没想过 剑男师兄的话 他说 在这期间 我们会体会到 京城团结 尔虞我诈 弱肉强识 他的意思是不是说 如果不是真正团结 就打不到令牌 赵岩刚看着眼前 这个火宝摇头苦笑 傅万金 你的意思是不是打到令牌后 最终都会被有智慧的 和修为高的人获得啊 哎 正是正是 没想到岩刚师弟是同道中人啊 我们接下来就这么办 不过我们 首先要京城团结 打到十块令牌再说 这家伙眼珠一转 马上改口道 其余之人这才松了口气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按照傅万金所说 真的得到了一块令牌 尝到甜头后 接下来碰到的几只妖兽 他们更加团结 几乎可以把后背 交给队友的程度 连续得到三块令牌 这收获 立刻让傅万金 成为了团队的领导者 所有令牌 都交与他来分配 慢慢的 各个队伍都开始有了收获 迷雾森林中 正上演着妖兽 与人类之间的厮杀 时间流逝 已经到了深夜 浓浓的白雾 不知不觉间 开始出现在森林里 这什么情况 大晚上的 怎么会有误 这里叫做迷雾森林 当然会有迷雾了 迷雾的出现 让所有人都分不清方向 他们全都迷路了 更可怕的是 出现迷雾之后 妖兽的数量 明显开始增多 沈龙轩也察觉了这一变化 他已经杀死不下 二十只妖兽 手里已经得到了四块令牌 他们两人也完全迷了路 要不然早就跑到终点去了 龙轩 我们别再这么乱跑了 不如我们 找棵高一点的大树 休息一下 等到迷雾散了再走吧 正千万伸手 扇动着眼前的雾气说道 此刻的能见度超不过十丈 这样十分的危险 好吧 就一年 两人找到一棵十几丈的大树 选择了枝繁叶茂之地 隐藏起来 两人轮换休息 这一夜 到处都是妖兽的怒吼 还有舞者的呐喊声 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照进迷雾森林时 又恢复了洁净 然而 随着浓雾散去的 还有那些凶猛的妖兽 仿佛蒸发了一样 一只都没剩下 此刻的森林中 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妖兽的突然消失 让森林中的舞者松了口气 这一夜 很多队伍几乎都是在逃命 成群结队的妖兽 凶猛的根本无法抵抗 后来许多队伍集结到了一起 才勉强度过危机 天哪 这群妖兽终于散去了 我们可以活命了 是啊 这哪是考核 这分明是屠杀 你们想过没有 妖兽消失了 我们的令牌怎么办 这时 人性的自私和贪婪 彻底的显露出来 先前组建的队伍 因为分配令牌开始吵闹 有的甚至大打出手 300块令牌 根本不够400多人分配 因此 比妖兽更加凶猛的一轮争夺 开始上演 消出令牌 可以绕你不死 啊 森林中 开始出现厮杀 已经有人因此丧命 沈龙轩两人在迷雾消散时 就一醒来 一夜的恢复 让两人的精力相当充沛 连修为都有了似精进 两人刚跳下来 就看见魏明和贺涛两人 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看见二人有似诧异 但马上飞奔而过 这两个家伙怎么了 一点也不像第一高手的风范哪 两人心中疑问 不好 千万 我们也快走 摇手消失 令牌无从获得 必会有争夺杀戮 沈龙轩说完 拉起挣千万就跑 现在想跑 是不是晚了 就在这时 他们两人的身边 一下子围上来二十多个人 交出你们身上的令牌 可以让你们不死 别跟我说没有令牌 那样 你们会死得更惨 沈龙轩看着四周 一个个双眼通红的家伙们 气息隐隐 实力都在脆体进八重以上 怪不得魏明两个脆体巅峰的人 都要逃跑 要是四个五个 估计两人还能对付 但是这么多 真的只能是逃跑了 想到这里 沈龙轩随手拿出两块令牌 我们交出令牌 就可以离去吗 为首的脆体九重镜的家伙 眼尖令牌 立刻面露喜色 交出令牌 可以放你们离去 沈龙轩毫不犹豫地 将两块令牌扔了出去 因为他手里还有两块 这东西一块就够了 多了没用 站住 我说了 你们人可以走 但是身上的东西全部留下 沈龙轩两人刚要离去 此人又阴冷地说道 这群人眼中的贪婪之色 尽收眼底 沈龙轩与郑千万 冷冷地看着这群丧心病狂的家伙 你们这群混蛋 居然借着考核的机会 实施抢劫 挣千万气的直哆嗦 他历声大喝 他的身上可是有许多宝贝 光乾坤界就有三个 虽然比不上沈龙轩的高级 但那也是极其稀有 另外 乾坤界中有大量的黄金和修炼资源 如果这被抢了去 那他可要后悔死 所以他抱着宁死不屈的架势 我挣千万可以告诉你们 宝贝我多的是 可是想要得到 就看你们有没有命花 挣千万手掌一番 那把寒光四射的长刀出现在手中 他以为这一下可以镇住这些人 毕竟这把刀已经无限地接近下品灵气 是他花仲精请人打造的 可是却没想到 他这个举动更激起了这群人的贪婪 就抢你们了 本来以为你只是只肥羊 没想到你是土豪啊 这二十多人都跟着笑起来 我记得你叫挣千万吧 看来你是不打算合作了 兄弟们动手 慢着 就在剑板弩张之时 沈龙轩突然开口道 还是你小子之血 直接就送了令牌 如果交出你身上的东西 可以破格收你 做红海的狗 保管你吃香的喝辣的 对方的领头人红海 一副洋洋得意地说道 怎么样 看你也是聪明人 劝劝你的同伴 做狗总比死了强吧 沈龙轩伸手弹了弹身上的灰尘 如果熟悉的人看到他这个动作 肯定知道他这是要动手了 红海是吧 本来想放过你们的 可是你们一而再 再而三地咄咄逼人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此话一出 立刻引来对方的哄笑声 凭你们两个废物 也配 动手 将他们斩首 去脚喂蚂蚁 哼 给你看样东西 沈龙轩拉着正千万 退后三丈 伸趾一弹 一道鸿芒直奔红海而去 而且食指不停 眨眼间 每个人都有一道鸿芒 呼笑去 这二十几人中 有反应快地选择了躲开 反应慢一点的 直接被击中 那个红海 居然用手去抓 轰轰轰 一连串的爆炸声 掀起一阵狂风 席卷着森林中的落叶 落向四方 当一切静下来时 躺了一地尸体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正千万完全还没反应过来 这二十几个人 就都被炸死了 乖乖 龙轩 你这是什么宝贝 威力如此惊人 他曾看见过 沈龙轩用这东西 对付妖兽 不过并没有这么大的动静 等会再说 别留活口 东西拿走 两人在确定 没有活口之后 收走了战利品 快速离去 沈龙轩并非是杀之人 但凡不被逼到绝境 他是不会杀人的 这些人与洛英城的 李家人都一样 他们都是那种贪婪之人 为得财富不择手段 这种人该杀 沈龙轩在投出爆裂单时 就算好了距离 即使有一半命中目标 这些人也都是必死无疑 他退后三仗 就是为了自己不受伤害 就在此时 跑在前面的卫明停下脚步 贺涛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帮帮他们俩 毕竟那小子可是难得的对手 愚蠢 即便是我们四个 也不是那群人的对手 还是先顾自己吧 我们还差一块令牌 还不知道怎么得到呢 贺涛想的明显比卫明要多一点 不去就不去 大不要等到晚上 再杀妖兽 我可不去抢劫别人 卫明理直气壮地说道 如果今天就有人得了前十名呢 你还要等到晚上吗 不 卫明立刻哑口无言 对于他来说 第一是势在必得 那你说怎么办 其实我也不想欺负弱者 所以我们可以换取 拿出东西与人交换 这样你满意了吧 贺涛说完 卫明眼前一亮 好办法 就这么办 就在这时 两道熟悉的身影飞速奔来 正是沈龙轩二人 他们两个已经获得令牌 所以直接奔着集合地点去 哎 等等 沈龙轩侧头看见卫明两人 双方并无交集 也谈不上朋友 但是沈龙轩给二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兄弟 你们逃出来了 真是了不起 卫明看清来人后 惊讶不已 哼 若不是你们两个把他们引来 我们怎么会身陷包围 你还有脸说 千万 我们走 沈龙轩气愤地说道 哎 小兄弟 你等等 卫明再次叫住了二人 怎么 你们也想抢劫吗 这次 郑千万忍不住吼道 尽管两人实力比自己强 但是沈龙轩手上 可是有恐怖的武器 所以他底气十足 他这一吼 吓了卫明一跳 我们 不抢劫 只是想要你们手里的令牌 郑千万一听 立刻火了 他抽出长刀 要拼命地架势 还说不抢劫 你们放马过来吧 沈龙轩也是双拳紧握 这时 贺涛上前一步说道 我想二位兄弟误会了 卫明这家伙嘴笨 没说清楚 我们的意思是 二位兄弟手中 如果有多余的令牌 我们愿意拿东西交换 贺涛的脉象 明显比卫明强多了 加上说话客气 而且表述得很到位 沈龙轩二人放下心来 他一翻手 一块黑色的令牌 出现在手中 我想要零食 你们有吗 其实在两人收来的战利品中 还有几块令牌 两人还没来得及查看到底有几块 零食 我这里倒是有些 卫明 你有多少 贺涛见到令牌 眼睛一亮 我只有十块 给 贺涛伸手接过 随后加上自己的递给沈龙轩 小兄弟 加上我的一共二十二块 你看 沈龙轩眉头一皱 他预计 战魂下次升级 怎么也得六十多块 二十二块明显不够 小兄弟 你要是觉得不够 那这样 算我们欠你一个人情 你看怎么样 贺涛又继续说道 成交 沈龙轩痛快地答应了 他将令牌扔了过去 收起零食 既然得了人家的好处 自然要让人家舒服 这样 才显得自己大度 所以沈龙轩说道 我看出来了 排名对你们两个 似乎很重要 你们两个先走吧 小兄弟 大恩不言谢 我们先走了 先走了 看着两人快速离去 沈龙轩找到一处僻静场所 拿出战利品 查看起来 十几个乾坤界 里面金币不下百万 这一下连土豪的挣千万也惊呆了 这帮家伙太有钱了 而且 丹药也有一些 最主要的是 找到三十块零食 这才是沈龙轩最需要的 加上刚才的二十二块零食 两人直接一分为二 至于那三块令牌 沈龙轩直接丢弃 做完这一切 两人直接向着终点奔去 沈龙轩二人 到达集合地点时 刚好有八个人 看见卫明那笑开了花的脸 两人肯定是第一二名无疑 见沈龙轩两人过来 卫明和贺涛都走过来道贺 感谢之情一于言表 这让剩下的几人感到不可思议 卫明和贺涛对人如此和蔼 他们还是首次见到 不禁联想到沈龙轩两人的身份 之后 基本上都是伤痕累累 看来是经过了一番战斗 卫明的小眼睛紧盯着后来的人 他在找寻红海那些人的身影 不过一直到不再有人赶来 也没见到这几人的身影 当 一声幽远的钟鸣 将众人的思绪拉了回来 贱男师兄再次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首先 我要恭喜各位 你们现在已经是龙武宗正式的外门弟子了 话音一落 立刻传来欢呼之声 通过的弟子 尽情地宣泄着心中欲赌 太不容易了 简直是历经生死 但是 我要告诉大家 五百多人中淘汰了五成 只有二百五十九人通过了考核 这也算给你们上的第一课 武道世界就是如此残酷 强者生存 弱者淘汰 你们接下来的路还很长 希望你们且行且珍惜 贱男说完 所有人开始沉默 他们此刻心情复杂 不过越来越多的人 双眼变得神采异矣 龙武宗 那可是修炼的圣地 他们现在已经踏入了龙武宗的大门 有的人甚至对这家的方向跪拜 父亲 我成功了 好了 现在大家闭上眼见 我们回家 贱男说完 只见平台之上悠悠的白色光芒亮起 眨眼间直冲天际 待消散之时 平台之上再无人影 沈龙轩睁开眼睛的时候 看见的是一座巨大的山峰 这座山峰的范围 恐怕比整个换月国还要大上几倍 抬头处 在云雾间 隐约看见有五座高矮不一的小山峰 耸立在这微额的主峰之上 像挤了一截手臂上的五根手指 只是每根手指都比换月城大上数倍 期间亭台楼阁 应有尽有 各种如西式珍宝般的物品 在山中随意点缀 一条由花岗石铺成的阶梯 直通山上 在云雾眼印间宛如人间仙境 在阶梯的尽头 一座宏伟的山门微然耸立 龙武宗 三个气势磅礴的大字 即使在山下也炫光夺目 震慑人心 走吧 随我去外门风报道 从今天起 你们要遵守门规 下面我就将宗门的规矩念给你们听 沿着台阶一路走上山峰 两边的美景就像画一样 更主要的是 此地有种超脱质感 能在这样的地方修炼 真的是不枉此生了 第一条 背叛宗门 杀无射 第二条 残杀同门 杀无射 第三条 奸淫掳掠 杀无射 第四条 剑南一边走一边宣读着龙武宗门规 沈龙轩一一记在心中 半个时辰后 门规宣读完毕 众人来到了主峰上的第一峰 外门峰 这座山峰上 生活着近万名外门弟子 你们要让自己尽快地融入其中 并且不必隐藏实力 因为你表现得越出色 宗门才会注意你 培养你 明白了吗 踏上外门峰 便看见密密麻麻 如宅院一样的房屋 不过越是向上 宅院越大 可以感受到其中的灵气越充足 好了 你们在这里拿出令牌 去长老那里报到去吧 此时 众人来到外门弟子报到处 一座巨大的建筑前 有个长相猥琐的小老头 坐在椅子上 他的面前是一条长条桌子 上面放满了物品 抱拳而立 辛苦艰难失地了 交给我就放心吧 保管他们不敢诈次 侯长老同样起事而立 你们这群猴宰子 排好队 一个一个来 本次考核的前十名 站在最后 等下有奖励 沈龙轩等人 一言站在最后 心中对这份大奖 真的很期待 只见侯长老 接过递过来的令牌 放在桌上 拿起旁边的一块 荧光闪闪的大印 砰的一声盖在了上面 那令牌好似脱胎换骨 也跟着泛起阴影的白光 并有龙武宗的字样 在上面显现 然后侯长老 拿起一套衣物和令牌 还有一个储物袋 一同递给排队的弟子 你的住处是9741号 拿着令牌坊能开启 下一个 一直到了中午 才排到了沈龙轩十人 他的号码是一万号 这时听到侯长老说道 前十名有两种奖励方法 第一种是实物奖励 第二种是一个秘密 你们想清楚要哪种 只有一次机会 沈龙轩怎么看这个小老头 都那么的猥琐 当然他也知道 人不可貌相 最终十人商量出结果 选择要秘密 那好吧 这个秘密 只有你们十个人知道 那就是没有秘密 哈哈 你们的奖励给完了 好自为之吧 他们十个人发现被骗 就要理论 可是侯长老立刻脸色一变 一股狂暴的气势碾压而下 记住 奖励已经发完了 侯长老扬长而去 为民气的暴跳如雷 他姥姥的 什么破长老 老子要告他 对 我们找宗主告他去 都醒醒吧 我们告不了 这外门风 就是外门长老的天下 即便是被骗也是我们自愿的 这且不说 就算我们告赢了 恐怕在外门风这三年里 不会有好日子过 所以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吧 贺涛看到了事情的实质 所以他的话也赢得了大家的认同 沈龙轩同样看到了这点 所以他摇了摇头 直奔自己的宅院而去 他的宅院跟郑千万地挨着 几乎已经到了外门风的山根 与主峰相距不远了 不过这正合他意 因为他要去找龙脉之气 将头部的皮肤彻底强化 完成皮肤强化这一层 将会大大提升他的战斗力 宅院他还是很满意的 比沈家的强了太多 而且院门只有自己的令牌才能打开 安全性提升了不少 而且屋中应有尽有 居然还准备了炉灶 沈龙轩拿出刚才发的储物袋 里面的灵米巨长老说 一粒吃下 可以半个月不饿 沈龙轩刚刚收拾妥当 就开始修炼 他发现院落中的灵气 要比外面高几倍 几个时辰的修炼 修为居然突破到 脆体八重镜的巅峰 这可赶得上原来半个月的速度了 看样子突破到五者镜 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见外面天色已晚 沈龙轩换了套黑色的衣服 开门前了出去 他一路按着战魂的指引 在外门峰上寻找起来 顺着一条幽静的小道 一直走到一座悬崖峭壁之上 骑上的山洞中找到了龙脉之气 沈龙轩修炼之下 发现这里的龙脉之气 比换月国的要纯净好多倍 所以坚持了半个时辰 他就回去了 一连十天 天天如此 这一日 沈龙轩依旧走出院门 打算修炼玄龙变 可是刚走出几步 就看见有人挡住了去路 沈龙轩 跟了你几天了 终于赌到你了 沈龙轩心中一惊 仔细打量之下 发现前面站着的正是傅晚金 他身边还有两个人 看样也是外门弟子 不过气息悠长 实力不弱 傅晚金 你又想干什么 沈龙轩淡淡地道 干什么 沈龙轩 我想干什么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你现在立刻跪下磕头 叫爷爷 我高兴了 可能会放过你 傅晚金恶狠狠地说道 但是如果你不识台诀 傅晚金 你是不是摔得脑袋不好使了 赶紧滚开 别挡到 沈龙轩怒道 傅晚金一听 顿时暴跳如雷 沈龙轩 现在就算你跪地磕头 叫爷爷都不好使了 我今天就是要打残你 不妨告诉你 这两位是孙友道和朱世杰两位师兄 他们可都是脆体进巅峰的修为 并且对考核前十名的奖励很感兴趣 没等沈龙轩说话 孙友道上前一步 此人身形矮小 又脸上长了一个黑质 眼神阴狠毒辣 他开口说道 沈龙轩 考核前十的奖励十分丰厚 即便是第十名也有一件下品灵器 还有一百块零食 以及一百枚脆体单 什么 沈龙轩的一声大吼 吓了三人一跳 你刚才说的 真的是第十名的奖励 是 是啊 孙友道很纳闷 难道是自己说错了吗 但他马上想起 自己是来抢劫的呀 立刻态度强横起来 沈龙轩 只要你将灵石和灵器 老老实实地交出来 我们可以放过你 否则必叫你骨断金蛇 沈龙轩还在暴怒之中 他没想到 第十名的奖励就如此丰厚 那所有人的奖励 真的是不敢想象 那个侯长老 贪污了这么多东西 别的东西他都不在乎 那可是一百块零食啊 沈龙轩想到这里就憋气 简直是怒火中烧 沈龙轩 你想什么呢 没人会来救你 我看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了 见沈龙轩迟迟没有动静 傅万金飞升过来 就是一拳 拳风呼啸 直奔沈龙轩的脑袋砸来 只见后者脸色极为难看 伸手砰的一下 抓住了傅万金的拳头 抬起头 怨恨地说道 你说他多无耻 简直太无耻了 傅万金愣了一下 无耻怎么了 我就无耻了 他想撤回拳头 可是根本动不了 沈龙轩的手掌 就像钳子一样 并且越抓越紧 他的拳头已经开始变形 啊 沈龙轩 你个杂种 快放开我 师兄帮忙 听见傅万金的惨叫声 孙友道也扑了上来 他一脚踢向沈龙轩 不料也被沈龙轩砰的一声 抓个正正 沈龙轩想着自己的灵石 就这样被贪污了 心中恨意滔天 渐渐地双手泛起金光 双手猛然发力 两道人影被甩了回去 长老欺负我 你们也来欺负我 真当我是尼捏的吗 暴怒的沈龙轩 居然运起了 玄龙变中的第一个武技 野蛮冲撞 刚刚站起来的两人 嘴里还在骂着 连带着朱世杰 只见到一阵金光耀眼 紧接着就感觉 如被大山撞在了身上 三人连惊叫声都没喊出 就已经昏了过去 身形更是摔出十几帐外 跟死狗一样 沈龙轩则是抱着脑袋 原地打滚 因为头部还没有变成金色 所以强行使出这一招 遭到了反噬 大概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疼痛才开始减弱 沈龙轩跌跌撞撞地 跑到了山洞之中 忍着剧痛开始修炼起来 虽然遭到了反噬 但是刚才爆发的瞬间 那股强大的力量 让他自己都心惊 所以他要尽快 将玄龙变练皮这一层完成 这一近乎疯狂的执念 让沈龙轩这次 居然坚持了两个时辰 时间的叠加 不只是一加一那么简单 而是发生了质变 他的整个头部变成了金色 连眼睛都金光闪闪 宛如一尊罗汉将士 这一瞬间 他的整个身体 全部被金光覆盖 历时一年多的时间 玄龙便终于修炼出了点小成果 此刻因为全身的皮肤淬炼完毕 他感觉自己的力量大增 另外 防御才是增长最大的 他马上站起身 摒弃凝神 野蛮冲撞 他只感觉身上金光闪耀 眼前一花 自己就冲出了十几丈远 轰的一声 撞在洞中的石壁上 煞时间 碎石纷飞 烟尘弥漫 只见被撞到山壁上 出现一块人形的缺口 而且四面八方 都是蜘蛛网样的裂痕 蔓延到山洞中 最主要的是 他撞到山壁上 并没有丝毫的疼痛 反而有种憨快淋漓的感觉 这次也没有遭到反噬 并且 这五技 随着玄龙便的进步 威力还会增强 下一步修炼的 将是浑身的肌肉 在强化力量的同时 防御也会增强 而且他发现 现在的他 已经可以坐进 龙脉之气边缘修炼了 这样 就算不吸收龙脉之气 也会对身体产生强化的作用 这功法太强大了 走出山洞时 发现傅万金三人 已经不在了 如果用现在的实力 撞到他们身上 恐怕直接四分五裂了吧 沈龙轩激动地 回到了院落中 但想起孙友道说的奖励的事 就感觉心中恼火 可是对方是武士静的长老 自己现在根本不是对手 除非使用爆裂单 但是那样动静太大 惊动宗门 自己也是死路一条 哎 好好修炼吧 早日把实力提升上去 再找他算账 修炼了两个时辰后 收获不小 他感觉这几天 境界肯定会突破 之后就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天 早上起来 肚子咕咕叫 该去买些灵米了 宗门只发了一颗灵米 再想吃 就需要自己去买了 这东西产量不多 所以价格昂贵 叫上挣千万 两人一路向着交易风行去 两人一路下了外门风 循着主风上的轻石路面 缓缓而行 途中也遇到 许多来回行走的弟子 一个个修为深不可测 见到二人也不在意 匆匆而过 沈龙轩则是欣赏着 山间的美景 山河瀑布共成一色 忍不住开口道 日照红泥寺 天晴风雨纹 灵山多秀色 空气共阴晕 此情此景 正何事意啊 来回行走的弟子听到后 止不住白了沈龙轩一眼 那眼神就像是看傻子一样 正千万听完微微一笑 龙轩 好雅兴 看他们的眼神 你就应该知道了吧 他们在瞧不起你 因为这龙武宗壮丽景色 是人为改造的 哦 快说来听听 好 我给你讲一下吧 龙武宗的主风之上 分立的五座山风 分别是 外门风 内门风 真传风 宗主风 和交易风 它是不是很像一个人的手掌上五根指头 其实这就是龙武宗的鼻祖 看中了此地的龙脉 一石为山 并形成阵法 聚拢了此地的龙脉之气 才有了今天的龙武宗 沈龙轩频频点头 原来如此 正千万继续说道 外门风弟子最多 所以也最不受重视 想要从中拼杀出来就是 去闯通天塔 排名进入前一百 不仅可以得到宗门的奖励 还会被宗门关注 但是上万人中 冲进前一百名 谈何容易 正千万叹息一声 在外门风的山顶 有处单独的区域 那里是外门长老的修炼地点 只要是武师镜修为 就可以自动晋升外门长老 但如果三年之内晋升到武师镜 那就有资格考核内门弟子 内门弟子与外门长老平级 甚至有些地方要超越 沈龙轩望着外门风的山顶 他突然想到那个侯长老 又想起当初自己离家时的誓言 他更是信心满满 哼 你们都将是我的踏脚石 三年之内定然冲击武师镜 由此逆天战魂 我的境界一定会超越沈家祖先 到时定能夺回祖先荣耀 此时 两人来到了一座 更加雄伟壮酷的山峰脚下 这里就是内门风 内门弟子 和内门长老的修炼之地 这里不仅灵气浓郁无数倍 而且 他们有项特殊的权利 就是可以收服妖兽为己用 像剑南师兄的飞行妖兽 就是此处得来的 经过挣千万的解说 沈龙轩渐渐地对龙武宗 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也为自己设定了目标 那就是 三年之内必须晋升武师镜 凭借自己可以升级的战魂 达到武宗镜 也是轻而易举 龙轩 这就是交易风 这里是龙武宗里最热闹的地方 有定期组织的大型拍卖会 这里常年开放方式 很有可能碰到宝贝 所以很多弟子 都愿意来这里碰运气 但多数人买到手的 都是垃圾 听着郑千万的介绍 沈龙轩抬头 只见这座山峰 是被拦腰斩断的 所以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平台 估计至少有几个洛英城大小 前面的两座山峰 就是真传峰和宗主峰了 平时很少有人去那里 另外 交易风上设有直视堂 任务堂 意识堂 生死堂 和龙武堂 等我们到了五者境 就可以去龙武堂 领取功法和武技了 两人边说边走上了交易风 还没到山顶 就感受到了人声鼎沸 各种讨价还价 和吆喝声不绝于耳 到了山顶之后 沈龙轩才知道 这里实在太大了 这整座平台 足有洛英城的十倍 而且各种建筑井然有序 成圆形层次排列 最中央是座方圆万丈的 巨大广场 其中有五座 巍峨宏伟的大殿 还有一座高塔 看到了吗 那五座大殿 就分别是龙武宗的武堂 那座高塔 就是通天塔 考核弟子排名用的 沈龙轩看向高塔 隐隐约约看见 塔身之上 显示着的名单 别看了 通天塔三个月才开启一次 排名也是三个月一刷新 我们去买零米吧 挣千万催促道 沈龙轩听到这家伙的肚子 已经咕咕叫了 不禁哑然失笑 两人打听之下 才知道 卖零米的只有两家 一家是天翔米行 另一家是吉顺米行 天翔米行的米贵 但效果好 吉顺米行的米便宜 但效果一般 就跟派发给新弟子的一样 两人最终商量 去了吉顺米行 老板 零米怎么卖 柜台上一个中年人 正在打瞌睡 好像是听到了有人问话 只是伸起了拳头笔划了一下 两人感到很奇怪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问问价格 还要挨揍不成 老板我们是来买东西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龙轩 我们走 有钱还怕买不到东西 挣千万也是富国皇子 哪受过这气 站住 问完价格也不看货 就想走人 我们是新来的吧 只见中年人打了个哈欠 站了起来 我们是新来的 可也不是人人拿捏的人 你想怎样 沈龙轩当堂一站 气势不凡 哼 到我店里还跟我这么横 你们两个 哎呀 别扯我耳朵 我的小祖宗 你轻点 正在这时 从店里闪出一个火红的身影 一把扯住中年人的耳朵 使劲地凝了起来 二人细看 这身影是一位身穿红色衣服的美女 这丫头岁数不大 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 不过此女身材高挑 没完眼亮 此刻正刺着一对小虎牙 气呼呼地说道 你这个为老不尊的家伙 来者都是客 叫你看会铺子 你倒把人得罪了 以后谁还来咱家买免 快点认错 这刁蛮的模样 让沈龙轩心中一颤 因为此女的一举一动 像极了沈灵 哎 轻点 我的小祖宗 老爹的耳朵都快掉了 好好好 我错了 你快放手 中年人连连求饶 听他话语 两人是妇女关系 还真是一对奇葩 哼 今天就放过你 红衣美女一松手 中年人赶紧躲到一旁 揉起了耳朵 看那通红的耳朵 绝不是装的 两位小师弟 你们别生气啊 我叫楚灵 我已经替你们教训这家伙了 我们的灵米在这 别人都要四万金币 二位初次购买 就算三万八怎么样 楚灵弯眉一笑 简直倾国倾城 好似令屋内的光线都未知一亮 沈龙轩二人的气 顿时烟消云散了 楚灵师姐 我叫沈龙轩 你真是个做买卖的才女 我们每人先买十例 沈龙轩拿起零米 与自己先前吃的一样 楚灵马上拿出两个精致的小口袋 每个口袋里 都装上十例手指大小的零米 楚灵师姐 为什么天想米航的零米品质 要比你们的高呢 难道是品种不一样吗 交易完后 沈龙轩无意间问道 哼 中年人冷哼了一声 好像对沈龙轩的问话 极为不满 啊 是我多嘴了 沈龙轩知道 这涉及到了商业机密 所以准备离去 不瞒龙轩师弟 零米的品种是一样的 但是种植期间 需要大量的浓厚的零器 我们没有那么多零食布置阵法 所以 楚灵一脸的不甘 但是真的无能为力 天想米航的零米同样种植 卖价却要翻上一倍还多 怎能不让人羡慕 你的意思是说 在零米种植区域 需要浓厚的零器供其成长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倒可以帮你 沈龙轩笑眯眯地说道 笑话 有零食你会丢我们用 难不成你是看上我们家铃了吧 我告诉你 小子 你趁早打消了这念头 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 中年人一脸防备地看着二人 在他看来 这两个人肯定不怀好意 不过他的话 却让楚灵脸色一红 居然没有接话 这位大叔 我想你误会了 我帮你们 当然也是 为了自己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只要品质超出了天想米航的零米 我们要十分之一地收成 沈龙轩胸有成竹地说道 楚灵听到后 乌黑的大眼睛猛然一亮 他再次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沈龙轩 长得虽然不算太帅 不过从眼神里 透着强大的自信 龙轩 你该不会是真的看上人家了吧 我怎么不知道你 还有这能力 郑千万的声音虽然小 不过还是落在了 父女俩人的耳中 中年人怒道 小子 你要是不能证明 你有这能力 今天我就打着你的双腿 说话间 一股狂暴的气势猛然爆发 楚灵面对父亲的气势压迫 十分焦急 不知道为什么 他见到沈龙轩的第一眼 就非常的信任 沈龙轩丝毫不惧 坦然道 我从来不说大话 你们答应我的条件 我自然会将能力展示给你们看 好 我答应 楚灵迟疑了一下 立刻点头 丫头 你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中年人一副受打击的样子 气呼呼地趴在柜台上 瞪着沈龙轩 可是很快 他就呼地一下站了起来 他感觉到 方圆几百丈的天地灵气 正在飞速地向着闭幕的沈龙轩汇聚 眨眼间 米航中的灵气浓度提升了十倍 并且还在继续提升 他顿时大喜 这种浓度的灵气 比他布置的阵法还要好 这种浓度的灵气如何 而且 随着我以后修为的提升 灵气浓度还会继续提升 带我去灵田吧 沈龙轩淡淡地说道 郑千万完全愣住了 我这小兄弟 还有什么瞒着我啊 看来我们吃饭的问题解决了 嗨嗨 那个小兄弟 这种浓度的灵气 大概需要三个时辰 你确信能每天坚持 中年人问道 在他认为 这种方法肯定要付出代价 他哪里知道 沈龙轩这么做 是在修炼您员工 即便是不帮他 每天也是如此 这只是其一 其二还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最主要还是帮助了楚灵 四人马上关门 来到商铺后院的一块百丈灵田中 这里的幼苗刚刚发芽 能够感觉到 这些幼苗正在吞噬周围的灵气 就这样 沈龙轩每天都要在这里 打坐三个时辰 一个月后 灵米的幼苗已经长到一人高 而且特别粗壮 楚灵的父亲乐得合不拢嘴 每天见着沈龙轩跟亲爹一样 在这一个月里 沈龙轩的宁员工 已经可以聚集五百丈的灵气 玄龙便一日也未停歇 感觉身体肌肉的力量 每天都在增长 野蛮冲撞的力量提升到了十一倍 这一日 沈龙轩刚刚走到米航 就听见里面吵吵闹闹 他快步走了过去 看见楚灵被对门口气愤地说道 秦勇 我们的灵米 还有十天就能收了 你现在来说 要收回房子 是什么意思 在柜台里 一个大富翩翩的胖子 坐在椅子上 双脚翘起二郎腿 搭在柜台上 色眯眯的眼睛 一直在楚灵身上游走 玄龄 我也没办法呀 有人花两倍的租金 要租这房子 这是你们剩下的租金 我都退给你 楚灵恨得直咬牙 冷冷地问道 别叫得那么近乎 恶性 直说吧 你想涨多少房租 玄龄 我的心思 你还不了解吗 只要你答应嫁给我 这房子就是你的了 还交什么房租啊 秦勇走出柜台 呼吸急促地 一把抓住楚灵的手 滚开 楚灵一巴掌 拍在了秦勇的脸上 留下一个鲜红的巴掌印 臭女人 你敢打我 你要是从了 我还责罢了 若是不从 不从又怎么样 你个死胖子 也不照照镜子 瞧你长得那德行 说你是猪都抬去你了 沈龙轩实在忍不住了 抬脚走进商铺 小崽子 看你依父是个新来的弟子 居然敢说我是猪 你是不是活腻了 正在气头上的秦勇掌上燃起火焰 肥大的身躯甚是灵活 一掌向着沈龙轩拍下 火焰掌 秦勇 你敢在宗门动手 楚灵惊声尖叫 沈龙轩也是一惊 没想到这个死胖子 居然是无者静 长位置 炙热的掌风 已经扑面而来 哼 一个新来的弟子 杀了又能怎样 秦勇嚣张地说道 其料沈龙轩浑身金光一闪 碰 静风呼啸 沈龙轩被震得退出了门外 这一个多月的修炼 沈龙轩已经踏入翠体进九重 但是他实际的实力 堪比武者进一重 受死吧 秦勇得理不饶人 他也看出了沈龙轩的修为 自己堂堂的武者进三重 收拾一个翠体进九重的武者 绰绰有余 他肥胖的身躯 只是一闪就出了门外 烈焰腾腾的手掌再次拍下 这次他用足了力气 手掌上的火焰 散发着惊人的热气 沈龙轩感觉到了危险 立刻运转玄龙变 野蛮冲撞就要驶出 住手 这时不远处的巡逻队伍赶了过来 秦勇立刻收起攻势 定睛一看 笑呵呵地迎了过去 火长青师兄 今天你怎么亲自出来巡逻了 交代我一声就可以了 别把您累着 那副讨好的架势一余言表 沈龙轩看着都想笑 真交给你 这里还不得乱套 说说了吧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要知道 再交一封私自打架斗殴 是要受罚的 火长青一脸的威严 他身后的巡逻队伍 也是气势猛涨 只要一声令下 马上就会冲上来抓人 师兄 是这样的 我正在与这家米航谈房租的事情 这个新入门的小子 居然直接跑进来 骂我是猪 师兄 你是知道的 我最忌讳的就是 人家把猪跟我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就要抓住他 可是这杂种还敢抵抗 所以就是您看到的样子了 秦勇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 以他执事堂预备弟子的身份 相信火长青不会追究 那个新入门的小子倒霉了 得罪了秦勇 那家伙的父亲 可是外门长老 何止啊 他还是执事堂预备弟子 权力大着呢 那小子恐怕要吃苦头了 想要英雄救美 也要看看自己的小身板 这下鱼没吃着 反倒惹了一身心 听着旁边人的指指点点 秦勇甚是得意 跟我斗 玩死你 楚琳却更加担心了 这件事本来跟沈龙轩没有关系 现在却被诬陷 他被耻轻咬 暗暗下了决心 火长青也终于看了 这个秦勇口中的新人一眼 没想到他立刻大叫一声 哎呀 龙轩师弟 怎么是你啊 这段日子过得可好 我和你萧和师兄都记挂你呢 但由于事物繁忙 也没去看你 不会生师兄的气吧 沈龙轩早已笑意盈盈的 看着火长青了 洛英成一路走来 两人因为脾气秉性相投 都是嫉恶如仇的那种 所以关系极好 长青师兄 沈龙轩将事情 使墨圆圆圆本本的复述出来 秦勇脸色一阵轻一阵白 他没想到 一个新人居然认识火长青 楚琳更是张大了诱人的小嘴巴 一脸都不可思议 这家伙是谁啊 怎么跟火师兄关系这么好 看样子有点背景 要不然 怎么敢英雄救美啊 这次秦勇这胖子 踢到铁板上了 即使他父亲出面 估计也会受罚了 听完沈龙轩的描述之后 火长青脸色阴沉 他大喝一声 秦勇 免去你执事堂 预备弟子职务 即刻生效 现在我问你 你可知罪 秦勇一听 当时就粘了 在武士镜的威压下 他差点就跪下了 火师兄 我知错了 念在我父亲的面子上 还望师兄从轻处罚 哼 带走 火长青眼睛一瞪 然后回头 被沈龙轩说道 龙轩师弟 实话告诉你 外门风由于弟子太多 所以宗门一般都是睁只眼闭只眼 只要不惹出太大的乱子 师兄都能摆平 之后拍了拍沈龙轩的肩膀 暧昧地看了看这个小师弟和楚灵 狂笑着离去 沈龙轩当然听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 微微一笑 回到店铺中 继续修炼您员工 留下一脸呆萌的楚灵站在门口 时间飞快 转眼灵米到了收获的季节 挣千万也过来帮忙 楚灵妇女看到收获的灵米 笑得根本合不拢嘴 他们原本卖的灵米 是下品灵米中最差的 而这次 收获的灵米品质 已经达到了中品灵米 比天翔米行的 还要高出一筹 哈哈 这种灵米 最少二十万金币一粒 就算是零食也要七块 这下发了 楚灵父亲高兴地手舞足蹈 谢谢你 龙轩师弟 这次没有你 恐怕我们的铺子早就关门了 楚灵真诚地说道 楚灵师姐 要是真想感谢 干脆以身相许吧 郑千万不失时机地开起了玩笑 说什么呢 沈龙轩一把灵米 丢在了郑千万的脸上 两人打闹成一团 楚灵却心中一阵悸动 活泼的他突然沉默下来 脸色飞红 他旁边的父亲看在眼里 不住地摇头 唉 女大不中流啊 按着约定 沈龙轩得到了一成的收入 这些灵米 足够他们两人吃上两年了 这下吃饭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其实在外门弟子中 有大部分的人 都在忙于赚钱买灵米 因为这东西 不仅可以冲击 最主要的是能加快修炼速度 灵田在一次收获之后 半年才会再次发芽 所以 沈龙轩开始闭关修炼 准备迎接第一轮的通天塔排位赛 时间匆匆而过 转眼明日 就是通天塔开启的日子 沈龙轩停止了修炼 他走出院落 准备去买些闯关用到的物品 据郑千万打听到的消息 这通天塔新人很难闯过 里面一共有九大关卡 前四关是风 雨 雷 火 剩下五关 则是这四大自然之力组合考验 大部分外门弟子 都停留在了第一 二关左右 而一些能力超凡的 才能突破第三关 但凡能到达第四关的 基本上已经可以拿到名次了 第一名是一个叫做风狼的人 据说此人 再入门半年多 就晋升为武者晋三重 他完全可以在三年内 冲击武士晋 沈龙轩刚出门 就被人堵在了外门风下 其中一人看脸 明显就是傅万金 可是这一身打扮 完全变了样子 原本傅的流油 现在如同乞丐一样 如果不是仔细打量 很难辨认出来 傅万金 你这手下败将 还没被教训够吗 沈龙轩谈了谈身上的灰尘 平静地问道 沈龙轩 我变成今天的样子 都是因为你 我所有的家当 全部用来智商了 终于让我赌到你了 这次 你若不陪我一万零食 休想了事 另外 我还要打断你的双腿 跪在我面前忏悔 傅万金 近乎疯狂地吼道 上次他找来的 两个帮忙的师兄 被沈龙轩 一下撞没了半条命 傅万金 把所有身家 全赔给人家 才算了事 想起这两个多月 所受的苦 他就恨不得吃其肉 喝其血 陪你零食 真是笑话 莫说没有 就算是 有我也一块零食 不会给你 傅万金 你根本就是自作自受 与我何干 想当初 我并没有得罪你 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 找我麻烦 难道不是活该吗 沈龙轩冷笑一声说道 小杂种 还敢嘴硬 今天这关我看你怎么过 傅万金回头 对着身边人耳语一番 眼见此人脸上 表情变得惊喜 而且眼神变得贪婪起来 身上的黑色衣衫 也由于激动 变得颤抖 之后踏前一步 指着沈龙轩说道 我不管你是谁 交出你手上的东西 我只费你双腿 不会娶你狗命 我数三个数 一 沈龙轩差点气得摔倒 如果不是不想惹麻烦 他早就一把爆裂单扔过去 让这两人烟消云散 你又是哪位 抢劫还说得大意凛然 真是无可救药 二 黑衣人并不答话 数到二时 身上气势无形中爆发 武者进二重的修为 碾压而来 傅万金怪笑一声 向旁边退了开去 沈龙轩脸色变得凝重 除非使用野蛮冲撞 否则根本就不是对手 但是现在的修为 最多只能使用一次这种武技 三 沈龙轩私腹间 黑衣人已经数完了数 并且幽灵般冲了过来 眼神中满是暴虐 他双手如风 直接抓向沈龙轩的右手 那里有两枚戒指 正是他想要的东西 沈龙轩脆体九重镜的修为 瞬间爆开 左脚踢向来人的右腿 又全闪电般击出 反应不错 不过脆体镜就是废物 黑衣人默然掌进一土 一股飓猛然撞上沈龙轩 沈龙轩被撞得后退几步 黑衣人快步跟上 掌尖风声呼啸 步步紧逼 碰 沈龙轩再次被击退 并且撞在一颗巨树之上 他擦了他嘴角的鲜血 真拿本少爷当病猫吗 有种你别躲 沈龙轩双腿 用力在树干上一踏 人如利剑一样窜出 黑衣人呵呵怪笑 双掌平推而出 一股比刚才猛烈几倍的狂蜂席卷而出 风卷残余 这是他修炼的武技中最强一击 眨眼间狂蜂席卷落叶 让人睁不开眼 一股股撕扯之力越来越强 野蛮冲撞 就在黑衣人觉得稳操胜卷之时 狂蜂中一声大吼 只见一抹金光瞬间冲到眼前 黑衣人犹如被山峰巨石击中 毁灭的力量冲进他的身体 砰的一声化为飞灰 沈龙轩半跪在地 他亲眼看着黑衣人灰飞烟灭 远处的傅万金 眼见自己请来的人 请客间被杀死 早已吓破了胆 撒开脚步跑路了 这下坏了 弄出人命了 他也被野蛮冲撞的威力 吓了一大跳 冷静下来后 顿时几倍发凉 杀死同门是要被斩首的 宗门规定的明明白白 未经之际 只有死不承认 没有证据 即便傅万金说出去 也没人相信 毕竟翠体进九重 杀死武者进三重的弟子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 只要明日通天塔中拿到名刺 受到宗门重视 这危机可解 沈龙轩修炼了一夜 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了最后 昨天战斗的伤势也已经恢复 照常修炼一遍玄龙遍 之后赶往通天塔 赶到塔下时 通天塔还没有开启 但是下面已经围了好多人 你们听说了吗 据说外门第一人 封狼的弟弟封三 昨天被人杀死了 而且连尸首都没找到 封狼已经发怒了 并且发布了悬赏 提供消息者奖零食一千枚 乖乖 一千枚零食啊 封三武者三重镜 修炼一手裂风掌 实力也不算弱 能翘无声息地将其杀死 肯定不是一般人 最起码也得是武者进六重以上 这些人小声地议论着 这时从远处走过来一群人 一个个很生气的样子 而且全部都是武者进六重以上的武者 封狼真的封了 一大早上就叫咱们去 还以为是什么好事 妈的 跟沈犯人一样 谁没事杀他弟弟干什么 你们说 这是宗门会不会管 我觉得宗门不会管 外门弟子被杀死的还少吗 哪次宗门管了 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还好那个付什么金的提供了线索 要不咱们还不定什么时候能出来呢 沈龙轩一听 心道 不好 这时就听见远处声雷滚滚 谁是沈龙轩 马上给我滚出来 一道黑色的身影急速接近 所过之处狂风肆虐 片刻之间 这人就冲到了通天塔前 此人横眉立幕 脸上棱角分明 一头爆炸式的头发 看起来真的像一头暴怒的狼 一眼就看见了沈龙轩 你就是沈龙轩吧 敢杀死我弟弟 你也陪葬吧 他伸手抓来 速度之快 如急风暴雨 无者静的巅峰 沈龙轩感到头皮一阵发麻 这速度太快了 根本无法躲避 这种修为杀死现在的他 跟碾死一只蚂蚁 没什么两样 眼看着锋利的爪芒 飞快临近 沈龙轩感到了致命危机 全身寒毛直竖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惊声尖叫 仿佛是让他快点逃跑 可是被气机锁定之后 想动难比登天 就在这时 通天塔亮起万丈光芒 嗖的一声 沈龙轩的身形冲进塔中 哼 躲到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风狼也抬脚走进了通天塔 沈龙轩并不是自己进来的 相反 他是被吸进来的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进来之后 他就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那是龙脉之气 沈龙轩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一层 他看到了整个一层就是风的世界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狂风的尽头是一条通道 他试着走进这片狂风的世界 然而一边突起 狂风猛然强了十倍 撕扯的力量大到惊人 沈龙轩身上的皮肤 立刻变成了金色 玄龙变功法 居然自动运转 也是在这一刻 通天塔中所有的人 全部被踢了出去 怎么回事 我怎么出来了 怎么进去怎么就出来了 有长老在吗 通天塔坏了 此事终于惊动了宗门 长老们最终确认的结果是 通天塔不知道什么原因 自动封闭了 然而在宗主封 一道强悍的神石 瞬间笼罩了通天塔 之后又如潮水般退去了 神石的主人站在宗主封上 一脸的笑意 他手拧胡须 身影若隐若现 仿佛时空发生了错乱 扭曲成一道道连一 他就是龙武宗的宗主 战天 居然连我都探视不了 这通天塔真的被激活了 难道传说是真的 战天默默低语 此刻的沈龙轩正行走在飓风之中 玄龙变功法一直在运转 塔中的龙脉之气被他吸收 淬炼着身体 他身上的衣衫早就碎裂 一层金光将他的整个身体覆盖其中 犹如一身金色的战甲 威武不凡 而且随着飓风的加剧 偶尔能听见金铁交明之音 不时地在他的身上闪现出火花 沈龙轩感觉自己的皮肤 在狂风的笼罩下 现在经过打磨之后就变成了钢 当他走到第一层尽头的时候 浑身的金光强到了极限 漠然一收 隐藏在了皮肤之下 排步走进通道 进入第二层 这一层中没有一丝的风 有的只是漫天的雨滴 这不是普通的雨滴 乃是通天之水 一个小小的雨滴就有万金之巨 威力同样也是翻了十倍 同一瞬间砸在身上的雨滴 不下一百个 这是力量的考验 如果坚持不住 恐怕眨眼就会变成一滩肉泥 沈龙轩的旋龙便加速了运转 开始强化肌肉 起初走得很慢 但是随着肌肉的不断强化 他所能承受的力量越来越大 突然有一刻 点点金色的光芒 从他的肌肉中散发出来 沈龙轩虽然不明白 轰天塔为什么将自己吸进来 但是现在他知道 自己的旋龙变功法 正在飞速地提升 这短短的一个时辰 估计赶得上他半年的修炼成果 当他从第二层走出的时候 全身的肌肉全部变成了金色 此时爆发出来的力量堪称恐怖 即便是不动用野蛮冲撞 他也有信心能够打败风三 第三层是一片雷电的海洋 从天空中降下的雷电 仿佛可以净化一切 充满着狂暴的力量 沈龙轩并没有躲避 而是任凭雷电劈在了身上 他直接被麻痹站在原处 浑身颤抖 狂暴的雷电之力 居然强化的是身体中的大金 只见他浑身像有一条条大龙在蠕动 身体也随着蠕动其异的扭曲 这一过程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 直到沈龙轩体内的一条条大金 也变成了金色 他默然睁眼 身形一动 已在十丈开外 这已经是先前野蛮冲撞式的速度 这种速度 即便是蜂狼也望尘莫及 他兴奋递上了第四层 这里是一片火海 炙热的火焰 直接钻进他的身体 附着在骨骼之上 经过断烧的骨骼 冒出了丝丝的黑气 出现之后 立刻化为虚无 在这样的断烧之下 骨骼迅速变小 就连沈龙轩的身形都矮了一截 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然而当浑身的骨骼 被灼烧得通红之后 磅礴的龙脉之气疯狂涌入 使骨骼得到强化 龙脉之气 将他浑身的骨骼 慢慢地变成金色 不仅防御力再次大增 而且力量也成倍地增长 沈龙轩身在塔中不知岁月 第四层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两个月的时间 你们看 塔上的排名变了 沈龙轩 就是那个疯狼 十名了 哎 为什么停下来了呢 此刻的沈龙轩 正坐在通天塔的四层当中 浑身汗如雨下 气息飘忽不定 仿佛正式紧要关头 第四层中的沈龙轩 在浑身骨骼 也被强化成金色之后 修为也出现了松动 体内传出久违的轰鸣之音 脆体竟失重 而当他想进入第五层时 却说什么也上不去了 并且还被强行传送了出来 此刻他的身体 所发挥出来的战力 至少相当于武者七重镜 这并非说 玄龙变功法不够强 而是因为他的修为 限制了他的实力 将来随着实力的提高 这种威力就会显现出来 通天塔上沈龙轩的名字 最终定格在了第五十一名 因为前五十名 全部都是武者镜 所以沈龙轩估计 自己晋升武者之后 应该可以进入通天塔第五层 沈龙轩 终于等到你了 那命来 他刚刚出现在通天塔前 一直守候在这里的风狼 大声吼道 他在这里整整守候了两个多月 心中的仇恨 一直未曾削减 只见他浑身狂风涌动 貌似修为又有了进步 他不愧是修炼天才 风云决这套功法 已经被他修炼到了大成境界 再配合武技裂锋掌 外门之中 真的是没有敌手 他此刻暴怒之下 全力出手 风起云涌 沈龙轩身体一弹 闪出了攻击范围 此时风浪那可怕的速度 在他眼里 竟然慢了许多 沈龙轩心中一喜 他马上栖身而上 虽然实力不如风狼 可是他的肉身 可是比风狼墙上不知多少倍 只要让他进身 谁输谁赢 还真说不准 但风狼本身修炼的功法 和武技都是风系的 所以沈龙轩也很难进身 风狼却越打越心惊 两个月前 自己可以轻易碾死的家伙 居然与自己打个有来有回 更可气的是 这家伙明明只有 翠体进巅峰的修为 这让他的心里很难接受 此刻 已经围过来很多人 看着场中交战的两人 无不惊讶 那个人是谁啊 居然敢跟风狼战斗 他就是风狼先前扬言 要杀死的沈龙轩 据说这沈龙轩 杀死了他的弟弟 看现在的情况八九不离十 这次恐怕逃不掉了 是啊 你们看 他连逃跑都跑不掉 风狼的风云爵太霸道了 我看这小子 八成要玩完 听着众人的评论 风狼心中苦恼 他不是困住了沈龙轩 而是一直在阻止他近身 因为风狼发现 这家伙的肉身非常强悍 给他危险的感觉 沈龙轩 别以为这样我就拿你没办法了 接招 风狼双手合十之后 使劲一拉 一道两尺长的风刃出现 并且被他急速地扔向了沈龙轩 沈龙轩感觉寒毛直竖 这风刃已经威胁到了他的生命 立刻调动全身的灵力 野蛮冲撞爆发 他整个人搜的一下消失在原地 哄 一声乍响 两道身影全部倒飞而回 天哪 这是怎么了 风狼怎么被击退了 是啊 我刚才看见那小子 突然消失在原地 之后就听见了碰撞的声音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沈龙轩平静地站在通天塔前 可是心里却乐开了花 没想到玄龙变这么厉害 都怪自己的修为太低了 否则刚才肯定能要了他的命 对面的风狼擦干了嘴角的鲜血 眼神凝重地看着沈龙轩 沈龙轩 我记住你了 等我出关之日 必来取你狗命 他转身离去 并不是他不想杀了沈龙轩 而是刚才的一下 他受了相当严重的伤 体内经脉大部分都断裂 气息紊乱 如果不抓紧治疗 恐怕会变成废人 这一战 沈龙轩在外门中出了名 栗战外门第一人 风狼而不落败 成为了许多新人的偶像 但是也有很多人看出了名堂 因为这事闹得这么大 宗门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那意思 好像是任期发展一样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这只能说明 交战的两人中 有人被宗门重视 正在考验 沈龙轩 这家伙太生猛了 贺涛 我们貌似被人家拉下了 哼 我贺涛不是那么轻易就被打败的 只要近身五者静 就能修炼功法 那时才是一决高下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默契地选择了闭关修炼 这次的通天塔 因为自动关闭 所以 除了沈龙轩上了排名之外 其他人基本上都没动 他因为通天塔第五十一名的排名 被重新安排到了第五十一号院落 这里原来的主人虽然怨恨 可并不敢停留 匆匆离去 沈龙轩感受到 这院落之中的灵气 浓郁了百倍不止 而且 院子的范围也大了十几倍 一个人住太浪费了 把挣千万叫来 挣千万来到这里后 也被震惊了一下 龙轩 你真的太厉害了 你是怎么修炼的 难道你不是人类吗 找打 我只是有些机缘而言 沈龙轩道 挣千万不再追问 而是加紧地修炼 起来 沈龙轩也是如此 他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就将修为突破至脆体实重的巅峰 可无论如何 都突破不到五者静 突破瓶颈 可以有两种选择 第一就是服用丹药 但是突破后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稳固境界 第二种就是自然突破 在战斗中寻找突破的契机 这种突破才是最理想的 但是许多人 宁愿去花时间稳固境界 沈龙轩决定出门一趟 这一次 他首先来到了任务堂 任务堂中 有许多危险级别的任务 正适合锻炼自己 初次来到这座 高大危额的建筑前 虽然凋梁画柱 很是气魄 但是比武王宝藏中的 乾坤殿差远了 沈龙轩只是看了看 门头之上的任务堂 三个大字 就走了进来 一进门就有人接应 这位小师弟 你是领任务 还是教任务 此人是一个年龄 与沈龙轩差不多白衣少年 也是长得眉清目秀 啊 我是来领任务的 沈龙轩回答道 那你跟我来吧 在路上白衣少年一一介绍 任务堂里有宗门发布的任务 也有弟子单独发布的任务 只要任务完成 奖励都会兑现 所以 根据任务的难易程度 分为简单 普通 困难 练于四大级别 所以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量力而行 沈龙轩频频点头 他被带着 走过一个大走廊 眼前豁然开朗 一片空旷的大厅中 排着好多人 小师弟 祝你顺利完成任务 我就送你到这里了 你去那边排队就可以了 白衣少年说完就离去了 沈龙轩道谢后 转眼看向任务领取的地方 共有四处 其中正好对应了 四种任务难度开设 这也省去了 除了人们挑选任务的时间 简单任务出人最多 大多是些传信 养殖 种植 服务等任务 一般都是外门弟子 乐意完成的 像刚才的白衣少年 就是这种任务 而普通任务 则是运送 采摘等 需要有些实力的人来完成 外门中修为在五者经的弟子 大多接取这种任务 奖励相对会高一些 而困难任务 都是些擒拿或击杀恶人 采集珍贵材料等等 危险性很大的 所以 这种任务 一般都是内门弟子 才能完成 至于炼狱级别的任务 都是些虎口拔牙 九死一生的任务 除了一些变态 不会有人接取 而此刻 沈龙轩就站在了 炼狱级别任务的领取处 所有人都是一脸 看白痴的表情 那小的是谁啊 看样子是新来的傻帽吧 我认识他 他就是近些日子 在外门疯传的沈龙轩 入门不到半年 就击败了五者经的 巅峰的疯狼 据说很了不起 外门 太狂妄自大了 到时候 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沈龙轩并未理会人们的议论 他看中的是一个 采集天剑草的任务 任务奖励是一百块零食 所以他才会心动 咳 我要领取这个任务 沈龙轩咳嗽了一声 说道 他的话音 顿时惊醒了里面 瞌睡的任务召领员 此人趴在桌面上 睡觉时还不觉得 这一抬头 顿时照亮了大厅 只见此女冰清玉洁 明艳动人 眉不化而脆 唇不点红 简直就是碧月羞花之貌 哇 美女啊 怪不得这家伙跑到那里去了 原来是在打美女的主意 太美了 我也要去那里领任务 哼 前面长你就去 炼狱级的任务 领了 就必须要完成 完不成就只有一条路 就是死 乍一见到此女 沈龙轩怦然心动 一颗种子 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他在心里对比了一下 绝对是与沈灵和楚灵 是一个级别的 但是此女显得更加冷艳 你 要接取任务 此女明显不大相信 对 我要接取这个 采集天剑草的任务 沈龙轩再次重复道 别逗了 小师弟 你要是没睡醒的话 赶紧回家睡觉吧 你不知道天剑草 有一头四街妖兽守护吗 平民 请 此时 冷艳美女一脸的鄙夷 她觉得 眼前这个人 就是来与自己搭茶说话的 所以不再理会 小子 快回家睡觉去吧 美女不是随便 什么人都能泡的 也不照照镜子 脆体精就出来骗人 傻小子 你去采集天剑草 都不够那里的妖兽塞牙缝 真是不自量力 赶紧滚吧 虽然你打败了封狼 那只是走运罢了 再说了 封狼在龙武宗 也只是个小角色而已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旁边的人群 也顿时跟着起哄 各种难听的话 劈头盖脸的砸来 整个大厅中 没有一个人相信沈龙轩 我承认你很漂亮 但是让我喜欢还不够资格 我说 我要领取这个任务 沈龙轩忍无可忍 突然一声大吼 整个大厅瞬间安静了下来 冷艳美女也是面露寒霜 什么叫还不够资格被你喜欢 领教领呗 你吼什么吼 拿出你的令牌 沈龙轩拿出令牌 办理了领取任务的手续 之后扬长而去 这小子 不是真有实力 就是个疯子 再怎么有实力 也不能得罪美女啊 等着受罪吧 冷艳美女冷冷一笑 哼 居然敢无视我 她也立刻出了任务堂 看着远去的沈龙轩 狠狠地咬了咬牙 闪身离去 天剑草是一种稀有的药草 可以炼制四品丹药 按着任务描述 这种药草生长在 离龙武宗不远的一座山峰之中 此峰名为天剑峰 传说是一柄天外飞剑 落于此处形成的 山峰奇峻陡峭 非一般人可以攀登 而天剑草就生长在这里 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吸引着妖兽 这里被大批的妖兽占据着 所以 这里也是内门弟子 训捕妖兽的地点之一 沈龙轩接完任务 就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天剑峰 看着眼前像剑一样的山峰 沈龙轩嘖嘖称奇 这里虽没有龙武宗的山峰雄壮巍 却多了分清脆凌厉 苍境挺拔 这地方不错 沈龙轩一路攀登而上 碰到了一阶和二阶的妖兽 随手就打发了 有妖和的当然没有浪费 被他收集起来 炼花爆裂丹 当快到山顶时 妖兽变成了三阶的 这种妖兽的实力 已经相当于武师境 沈龙轩就算出境权力 也不能与之对抗 他都是隐藏气息 绕路而行 有几次他都想召唤战魂 因为玄龙战魂 对妖兽有压制作用 连四阶巅峰的三眼魔猿都害怕 这也是他敢接受 这个任务的主要原因 但是都被他否掉 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寻求突破的契机 尽管他多次受伤 但都拼着命坚持了下来 刚刚拼命之下 灭杀了一头飞天虎 这家火长了一对翅膀 速度快的惊人 最终动用了暴裂丹 才将其杀死 沈龙轩刚刚离去 远处就走过来三人 其中之一 正是任务唐奈明冷艳的女弟子 她的两边各站着一位 二十岁左右的青年 他们身穿的衣服 是内门弟子 两人的长相也颇为俊朗 但是可以看见 彼此的眼神中 都是竞争的火焰 林雪师妹 等一下我与林天师兄 把那飞天虎打晕 你就施展刚才 我教你的训兽之法 定能一举将其驯服 小飞尸店 这等小事 还用得着两个人出手 我一个人就能解决 你等一下就在旁边 看着就可以了 哎呀 你们别吵了 看前面 寒凌雪袖眉微宁 脸上一片冰霜 二人立刻顺着方向看去 一只庞大的飞天虎 正躺在地上 鼓鼓地流着鲜血 显然刚刚被人杀死不久 难道真的是 那个家伙干的吗 他只有翠体进巅峰 怎么可能杀死三阶的妖兽 寒凌雪带着心中疑问 来到飞天虎面前 他弯腰蹲下 发现飞天虎尸体之上 明显有爆炸灼伤的痕迹 哼 原来是一靠宝贝杀死的 要是这样我也能做到 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不屑地一笑 转回身刚要说话 他看见两个师兄都瞪着眼 流着口水 看着自己的背影发呆 原来自己弯腰蹲下 将身体的曲线完全暴露 这两个家伙 正在狠狠地看着自己的丰满 无耻 寒凌雪抬起狱卒向前走去 他想看看 那个家伙到底有什么能耐 能得到天剑草 训补飞天虎只不过 是他的一个借口 真正的目的就是想来 看沈龙轩怎么丧命的 此时 侯小飞和蒋灵天才反应过来 快步地追了上去 凌雪师妹 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 太危险了 三人又走了一阵 在接近山顶之地 侯小飞开口道 是啊 凌雪师妹 前面是四街妖兽汉帝狂雄的领地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蒋灵天一脸紧张地补充道 寒凌雪也感受到了一股淡淡的威压 充斥在空气当中 那种感觉让人不寒而栗 心中虽有不服 但还是选择下山 走到山下之时 突然一股更加恐怖的威压 弥漫整个山峰 眼睛可见的妖兽 全都匍匐在地 不停地颤抖 三人飞速地撤离 寒凌雪心中并没有想象中的痛快 反而有一丝丝的失落 仿佛失去了什么东西一样 但是他马上就晃晃头 恨恨地想到 那家伙肯定激怒了汉帝狂雄 想必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活该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他们并不知道 那股威压 是沈龙轩的战魂释放出来的 此刻的他正高兴地拿着一株天剑草 汉帝狂雄正哆嗦着匍匐在他的身边 他大胆地推测果然成立 玄龙之魂对四阶妖兽有压制的作用 不过此时也是一阵后怕 如果这一推测不成立 他现在已经葬身雄赋 得到任务物品后 沈龙轩并没有选择离开 而是继续在天剑山中 与妖兽搏斗 以寻找突破的奇迹 第二天 韩灵雪依旧照常在任务堂 心中一直萦绕着那个 让他又气又恨的身影 可是 他清清楚楚地知道 那个身影 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心中居然有点失落 哎 你们猜猜 昨天那个小子 今天能不能来叫任务 老兄 还用问吗 你都是五者经六重了 这任务你接了能完成吗 我看 就算那小子有点背景 不过在四街妖兽面前 屁都不是 如果他去了 我想 他应该已经是死人了 韩灵雪听了这些人的议论 非但没有高兴 反而觉得越来越烦 此刻的他 居然有些心烦意乱 我这是怎么了 那种人 简直是死有余辜 他暗暗道 一连三天 沈龙轩都没有回来 他可能真的已经死了 韩灵雪默默想到 这几天任务堂中 人们已经忘记了 那个狂傲的家伙 今日 还是跟以往一样 韩灵雪担任接待的任务 是最后一天了 他正在无聊的 在桌上滑着玉纸 突然间 大厅里一片寂静 我来交任务 正在这时 一个熟悉 而又陌生的声音响起 韩灵雪穷手倾台 沈龙轩那熟悉的身影 映入眼帘 看着这道身影 他的心中居然狂喜 冷若冰山的俏脸 立刻红得像个苹果 你 你 口齿凌厉的他 此刻连一句完整的话 也说不出来 我来交任务 给 这是天剑草 沈龙轩一脸诧异 他感觉这个冰山美女 今天有些不一样 啊 拿出你的令牌 韩灵雪赶忙低头说道 沈龙轩拿出令牌 交付了任务之后 拿着灵石高兴地离开了 留下一脸失落的韩灵雪 使劲地剁着粉族 暗暗神伤 女人的心思 真是不可理喻 韩灵雪的表情 全部落到她的眼中 感觉很不可思议 沈龙轩甩甩头 回到了自己的院落 奖励的一百块灵石 全部摆在桌上 接着召唤出了战魂 微微运转 漠然一股恐怖的 犀利笼罩灵石 就像一个饥饿的人 看见食物一样 一百块灵石飞速地减少 当吸收六十多块的时候 战魂猛然一阵光芒散出 这种金色的光芒 证明她进阶了 黄结八品战魂 接着剩下的灵石 也是瞬间被吸收干净 不过并未引起什么动静 沈龙轩发觉 战魂随着自己修炼 玄龙变也在变化 原本黑漆漆的玄龙之魂 颜色变得越发的深邃 玄龙变这套功法 与自己和战魂 应该是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 想明白其中的关键之处 她运转功法 天地灵气蜂拥而至 此刻比起黄结一品战魂 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 已经超出一百多倍 这种感觉太爽了 一个时辰后 这种状态依然持续 但是她的经脉 已经有些鼓掌的感觉 天地灵气 依然疯狂地涌入身体 精炼化后的灵力 凝聚到极限之后 猛然间冲向 小腹中的丹田气海 刺啦 一声丝袍 猎井之音传入脑海 之后就是一阵轰鸣 不亚于万雷其名 沈龙轩身体剧烈颤抖 不过她的脸上 却渐露笑容 身体中的灵力 终于有了归处 如蟹闸洪水般冲进丹田 但是全身的灵力加起来 看看是丹田的十分之一 轰轰 舞者尽一冲 沈龙轩睁开眼眸 丹田中的灵力 就如必驱使 比之脆体镜 强了不知多少倍 按照宗门规定 舞者镜可以去龙武堂 领取一套功法或武技 这动静 立刻引来了 同在院落中修炼的 郑千万的注意 他一直在闭关 冲击舞者镜的瓶颈 选择的方式 是扶下了一枚舞者丹 并且早在三日前 就已经突破 这几日一直在稳定境界 丹药带来的突破 会让舞者气静虚浮 这也是沈龙轩 没有选择服用丹药的原因 龙轩 你没事吧 郑千万敲了敲门 炫耀地说道 哥哥我终于突破到舞者镜了 怎么样厉害吧 可是当他走进屋里 看见沈龙轩后 立刻变得目瞪口呆 因为沈龙轩刚刚突破 浑身狂暴的气息 比自己还略胜一筹 千万 别傻站着了 我们去选舞技去 沈龙轩哈哈一笑 飘身出了院门 真是个怪物 郑千万按道一声 随后跟去 沈龙轩现在身怀两种功法 所以他现在最想要的 就是一套舞技 两人迫不及待地 冲向了龙武堂 龙武堂共分三层 一层都是黄阶舞技和功法 为新人准备的 二层都是玄阶舞技和功法 需要武师镜才能进入 至于第三层 据说那里 放着龙武宗的镇派之宝 只有宗主才能上去 功法舞技 分为天地玄皇四大阶 每一阶又分为初 中 高三等 黄阶舞技最为常见 玄阶舞技就很稀少了 玄阶高级的武技 足可以支撑宗门的发展 地阶的武技 就是宗门的镇派之宝 至于天阶的武技 根本就没见过 所以 即便是在龙武宗 这玄阶的武技 也是很宝贵的 龙武堂那威额的大门敞开着 门口的位置 有位正在瞌睡的老者 银发白须 一身素衣 长老 我来领取武技 沈龙轩两人恭敬地行礼道 嗯 老者醒来 打量了一下 开口道 刚刚突破的新弟子 拿出你们的令牌 沈龙轩二人 双手送上令牌 你就是那个小家伙 哈哈 行了 你进去吧 希望找到适合你的武技 老者微笑着 在令牌上一服 便送还了 沈龙轩被弄得莫名其妙 自己什么时候这么有名了 也没多想 二人跨入龙武堂 便分开寻找 只见入墓处 是一排排整齐的书架 纵横有序 并且进行了分门别类 非常便于查找 沈龙轩喜欢近身战斗 因为那种感觉 让他热血沸腾 所以他很希望拳法 或者掌法武技 但是再找遍了拳法武技 也没有自己想要的 此时在这里 也有许多跟他一样的弟子 在挑选武技 他又来到了掌法武技前 最终锁定一本 叫做叠浪掌的武技上面 这竟是一本 玄阶终极的武技 这种武技 不是应该放在二层吗 沈龙轩很纳闷 翻看过程中 沈龙轩看到了 武技后面的注解 大概意思是说 这种武技 如果修炼到极致 威力可比玄阶高级 但是从来没有人达到过 因为这套武技 需要强悍的身体支撑 属于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积累 这叠浪掌 是一门爆发多重暗镜的武技 修炼到完美时 一掌可以翻起九重暗镜 就像无边的海浪一样狂暴 巅峰时有五湖四海之力的说法 这种攻法带来损伤 对沈龙轩来说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他才选择了这门攻法 回来后 只用了三天的时间 就修炼到小城境界 一掌拍出 可以发出两重禁令 这时 通天塔再次开启 沈龙轩放下修炼武技 赶往通天塔 此刻 通天塔周围已经挤满了人 其中有不少熟悉的身影 卫明与贺涛也在其中 两人身上气势滚滚 显然已经突破五者镜 旁边的弟子都羡慕地看着两人 作为新入门的弟子 这么快就突破到五者镜 未来不可限量 连远处的长老 看见两人也是频频点头 沈龙轩 我们比试一下如何 卫明看见了沈龙轩 也知道整个外门 修为超过五者镜的不足百人 而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他认为自己有能力超越沈龙轩 好啊 我等着你超越我 沈龙轩微笑着说道 卫明与贺涛两人本质并不坏 只不过是喜欢争强斗胜罢了 所以 沈龙轩并不排斥两人 哼哼 别得意 我们俩都是五者镜的人了 你等着被超越吧 卫明得意地说道 表情上看得出来 贺涛也是自信满满 那不是通天塔克星沈龙轩吗 上次我们都被踢出来 可能就跟他有关系 靠 必须阻止他 不能让他靠近通天塔 对 阻止他 卫明和贺涛因为上次正在闭关 此刻也是刚刚出关 所以对沈龙轩的是并不了解 但是听众人的口气 好像沈龙轩很厉害的样子 沈龙轩 你不能靠近通天塔 对 你这个人不想 快快离开此地 否则对你不客气 沈龙轩也听说过 上次通天塔的事 但是他自己也不相信 关键是 这通天塔能帮助他修炼玄龙变 就算天王老子阻挡 他也要冲过去 我告诉你们 谁也不能阻挡 我进去通天塔 沈龙轩霸气地说道 即便你们说的是真的 那我也要告诉你们 挡我折死 真是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我们这么多人 还怕你一个人不成 沈龙轩看着眼前阻挡自己的一百多人 至少一半都是无者静的家伙 野蛮冲撞 沈龙轩不再说话 身上猛然间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 金光闪耀 漠然化作一道金光穿过人群 冲进了通天塔 阻挡之人被冲得人仰马翻 至少有一半摔倒在地 哀嚎不止 死 魏明道歇了口良妾 这也太吓人了吧 远处的长老嘴角抽动 宗主交代保护着沈龙轩 这还用得着保护吗 他们不知道 沈龙轩只用了一半的力量 如果倾尽全力 恐怕躺在地上的都是死人了 这次并没有引起通天塔的关闭 刚刚阻挡的人长出了口气 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下去 半个月后 通天塔重新关闭 上面的排名有了很大的变化 前一百名有了很多新的名字 魏明赫然就在四十位 第一名是风狼 无人可撼动他的位置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 第二名居然是楚灵 沈龙轩的排名也从五十一变成了六十九 但是他的人却一直没有出来 这家伙居然躲起来 真是没意思 魏明认为沈龙轩耍赖 毕竟通天塔上的排名显示 自己赢了 直到两个月后的一个 晚上 通天塔下突然出现一道身影 他宛如一头绝世凶兽 身体中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浑身气血雄厚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 咚咚的心跳声慢慢地平息了下来 整个人恢复了常态 此时 如果有人看到通天塔 就会发现 沈龙轩的名字一飞冲天 熔灯榜首 没错 这个人就是沈龙轩 他一举冲到通天塔第八层 玄龙辩已经修炼到强化丹田的层次 此刻他的血液 内脏 筋脉 丹田 全都被强化一遍 除了脑海 整个人全都变成了金色 他甚至觉得 可以直接坐在龙脉之气中 不需要灵力的包裹 就可以吸收龙脉之气 而且 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损伤 丹田也比以往大了五倍不止 也就是说 舞者竟想要晋级 他要付出五倍的时间 除非将战魂晋升到玄阶 但是这种强化带来的好处 就是光凭肉身 挑战出击五世境 绝对不成问题 第二天 所有人都看到了通天塔的变化 还没来得及震惊 就被另一则消息取代了 风狼历经几个月的闭关 终于出现在人们面前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下战书 他要与沈龙轩决战生死台 最主要的是 沈龙轩居然答应了 三天后 生死堂 一决生死 姐姐 沈龙轩 你等着 被我撕成碎片吧 风狼恶狠狠地说道 宗主 沈龙轩那小子 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即便有些能耐 但他也不应该接受 一个五世境的挑战 风狼这家伙 虽然品行差了点 但是才两年多一点 就突破到了五世境 也是个可造之才啊 明天该怎么办 还请宗主明示 此时 通天塔旁那位监视的长老 站在宗主峰的大殿之上 繁星怎可与浩月争光 踏脚石罢了 明日你静观其便即可 这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第二日 许多外门弟子 都涌向了一个方向 那就是生死堂 包括有些内门弟子 也好奇地来到生死堂 小和尸店 你看这场决斗 我们要不要出手解救 我们这小兄弟 这次可玩大了 五者竟挑战五世境 是我们老了吗 火长青一脸的苦闷 难得有一个对心思的小家伙 他可不想沈龙轩这么早就陨落了 长青师兄 生死堂的老家伙 你又不是不知道 死板得很 咱们两个家一块 也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你拿什么救 小和也是枉然 其实他对沈龙轩也是挺关注的 但这次真的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 你们看 凤狼师兄来了 他真的是破茧重生了 看样子突破到五世境了 太了不起了 二十岁的五世境 在龙武宗也不多见了 魏明身在人群之中紧紧地攥着拳头 沈龙轩 你可不能死啊 我还没打败你呢 楚灵和他的老爹也挤到了擂台前 你说这小子是不是吃叉药啊 怎么会这么傻 哎呀 爹 你就少说两句吧 希望这家伙没事 我们的灵你就要发芽了 还等着他浇灌呢 楚灵嘴上说着 心中却充满了担心 在远处 还有一个冷艳的倩影 虽然来观战的有不少女弟子 但是跟他比起来 黯然失色 他就是寒灵雪 你若不死 此刻的风狼扫视着下方 发现了沈龙轩的身影 沈龙轩 还不来送死 更待何时 人群顺着他的眼神的方向 自动让出一条通道 沈龙轩今日换上了他最喜爱的白色衣衫 脸色平静 走上了擂台 风狼 你我恩怨 今日做个了断 希望你来是好好做人 哈哈 狂妄 我风狼加入龙武宗两年的时间 进阶五世镜 现在已经有资格晋升内门弟子 前途一片光明 今天就将你撕成碎片 一位及我弟弟的在天之灵 受死吧 风狼说完 闪电般一找探出 台下很多人都没看清楚 风狼的身形 已经冲到了沈龙轩进前 如利刃般的手指 扣向其脖子 意要一击致命 台下一片惊呼 这速度太快了 然而沈龙轩右拳金光一闪 以同样的速度轰出 如果就这点本事 你可以去死了 哄 一声乍响 擂台上的风狼 来得快去得也快 他被沈龙轩一拳轰退 险些跌下擂台 他本身修炼的风系武技 注重清零 他也没想到 沈龙轩的力量如此之大 显然吃了个小亏 什么 我是不是眼花了 这怎么可能 风狼可是五世镜啊 看来沈龙轩真的有狂妄的资本啊 随着台下的议论声 风狼彻底暴怒 只见他挥手就是一道风刃 风刃迎风便涨 眨眼间已有仗鱼 这是他晋升到五世镜才有的能力 可以随手发出风刃 然而却被沈龙轩一拳轰破 沈龙轩 尝尝这个 煞时间 擂台上到处都是狂风呼啸 连擂台周边都受到了波及 修为弱的都纷纷后退 沈龙轩却犹如一块沁石 屹立不倒 他浑身金光闪闪 夹杂在狂风中的风刃 根本无法带来伤害 风狼的攻势虽然凶猛 可宛如遇到了克星 丝毫不起作用 沈龙轩体内凌厉运转 突然抱起 左拳轰向风狼面门 右手画拳为掌 蝶浪掌首次被他施展而出 一时间 狂风泯灭 他的手掌犹如海浪般狂暴 轰然袭向风狼 这是什么武剑 风狼大惊 他感觉着掌势绵绵不绝 似有两股力量一同击来 他急速后退 并且施展出自己最强的攻击 同时召唤出了黄街八品的战魂 一个巨大的风铃 飓风刃 一道由飓风组成的屏障 挡在身前 并且转瞬之间 化作一柄利刃 向着沈龙轩披落 哄哄 接连两声乍响 擂台晃动 气浪翻飞 擂台上迅速升起一道光幕 将鱼帛阻挡 两人的攻击力太强了 擂台已经自动升起防御了 我这小兄弟真是勇猛啊 刚才施展的 好像是叠浪掌 这种武剑他都能练成 真是了不起啊 火长青一脸的赞许 看来他应该是修炼了练体的功法 要不然 刚才的一击 恐怕自己先被震出内伤了 萧和也点头称是 弹身上的灰尘 一步步走向对面的身影 风狼模样凄惨 浑身血迹斑斑 自己武士静修为 居然不是一个武者静的对手 他心中极为憋屈 这就是玄阶武技的优势 沈龙轩已经将这种优势 发挥得淋漓尽致 风狼的武技 只是黄阶高级 所以不敌 可是他还是不明白 虽然自己刚刚突破 还没来得及稳定修为 但毕竟是差了一个大级别 怎么会这样 风狼 你弟弟当初因为贪财 想要杀我 不料自己实力不佳 反倒赔上性命 这是他旧由自取 你更是阴狠毒辣 不问青红皂白 直接就要杀我 我这人就是这样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必杀之 沈龙轩说完 修为轰然运转 体内凌厉蜂涌而出 蝶浪掌再次施展 这家伙居然懂得善功者 攻心未尚的道理 看来这场决斗输赢一份 你不打算救下风狼 毕竟那小子 资质还是不错 心已死 救下何用 生死堂深处 两个黑影一闪而没 二人消失之后 风狼只挺住了几个回合 就被沈龙轩当场击杀 对待敌人 就该毫不留情 伴随着决斗的结束 沈龙轩彻底成为了外门第一人 更令他欣喜的是 通天塔的奖励派发下来 上个月 他的排名是51位 所以有245枚零石 战魂顺利地晋升到黄街酒品 修炼速度再次翻了一倍 决斗后 沈龙轩又扎在了急顺米航 开始了灵田任务 随着修为的提升 他能聚集的灵气 已经达到900丈 终于在灵米成熟之时 宁元宫晋级 千丈范围的灵气 抬手便来 所以他怀着激动的心情 运转大成的宁元宫 慢慢地在手中凝结出一枚灵石 低颗灵石的宁炼 颇为缓慢 足足用了一炷香的时间 然而最重要的是 在宁炼过程中的感悟 他感受到 千丈的灵气 他仿佛看透了事物的本质 画本归原 随着灵石的宁炼 这种微妙的感觉 越来越明显 其实这是只有五王晋 才能够感受到的规则之力 宁元宫就是运用这种力量 使灵气转换为灵石 哈哈 一年半的时间 宁元宫大成 这说明 这套功法 真的是很难练成 要不然 世间的练灵石 也不会如此少了 不过因为修为太低 每天能宁炼的灵石 只有一百枚 而且还是 下品灵石 但这一切都说明 自己是一名真正的练灵石了 想要宁炼中品灵石 需在宁元宫达到圆满之后 抬手万丈空间的灵气凝聚时 即可宁炼 沈龙轩 想想都觉得兴奋 两天后 战魂突破至黄街石品 但接下来一连十天 战魂吞噬了一千枚灵石 依然没有动静 此时宗门传来消息 一位外门弟子曹金贵 在回家探视中 曾经传出求救的信息 然后就再无音信 所以 宗门发布任务 派十人前往 其中沈龙轩就在此练 宗门安排他不敢不从 整理行装准备出发 最令他意想不到的 楚琳和韩灵雪 居然也在队伍之中 楚琳是因为战魂特殊 可以远程传递信息 才加入的队伍 至于韩灵雪 沈龙轩也懒得搭理 有韩灵雪 肯定要有侯小飞和蒋灵天 这两位护花使者 其余五人 全部都是内门弟子 修为都在武士进四重左右 尤其是 一个叫尤方的师兄 心高气傲 对于为什么戴上沈龙轩 他们都不理解 所以态度冷淡 直接当沈龙轩是隐形的 但是对楚琳和韩灵雪 却极为热情 问长问短 问东问西的 美女到哪里 都是焦点啊 沈龙轩暗叹一声 宗门的飞行妖兽 只将几人送到了 当时的信息传出点 接下来 十人徒步而行 小师弟 你在龙武宗 是不是有后台啊 要不然 你这么低的修为 跟着出来干什么 简直就是拖后腿 游方终于忍不住发问 他发现这一路上 自己使尽了浑身解数 都不能博得美女的欢心 可是这小子 却能逗得楚琳哥哥直笑 这让他的颜面和存 所以出言侮辱 其他人听此一问 也是一副看戏的表情 为什么来的我也不知道 但我保证 不会拖后腿 如果师兄不放心 我可以打头阵 沈龙轩说完 大步向前行去 游方微微一愣 显然他没想到 沈龙轩敢对自己这种态度 心中暗恼 不过任务再深 也不好发作 这个小镇名曰北镇 人口虽然不多 但也有上万 沈龙轩速度飞快 他并不是害怕游方 而是想快点完成任务 他可不想 把时间浪费在这里 对于他来说 时间太宝贵了 那可都是零食啊 他第一时间 冲进了北镇的大门 眼前一片狼藉 整个小镇到处都是残横断壁 房屋七成以上倒塌 路面上坑挖不平 还有干涸的血迹 到处都是 偶尔还可以看到 些残肢断壁 但奇怪的是 没有一具尸体 其他人感到时 也是有些惊讶 毕竟都是 经历过战斗的人 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 地上的血迹 都是汇聚向一个方向 我们向那里 应该可以找到线索 寒灵雪穷眉微皱 指出了线索 我觉得灵雪师妹 说的很有道理 我们向前搜索吧 游方大手一挥 难得在美女面前表现一把 当先飞奔而去 其他几人也紧随其后 地上的血液 就像一条条小溪一样 汇聚在一起 虽然已经干涸 但是血腥未刺鼻 令人闻之欲偶 而且出了小镇后 远远地发现 其他方向也有血迹 几人分散开来 发现周围十几个小镇 都是如此 这他娘的 什么人干的 太残忍了 楚灵师妹 赶快联系宗门 这件事 咱们需要援助 游方愤怒地说道 其实不光是他愤怒 队伍中的十个人 全都气愤填膺 屠戮平民百姓 是舞者最为不齿的 我早就发过了 但是这片空间 好像很奇异 完全没有回应 楚灵身后 一个类似高塔一样的战魂 散发着奇异的波动 没想到楚灵师妹的战魂 是黄街九品的通灵塔 真是了不起啊 一直很少说话的 韩灵雪突然开口道 楚灵淡淡一笑 收起了战魂 虽然韩灵雪 有不次于他的美貌 但是他能感觉到 韩灵雪对自己 有淡淡的敌意 所以 他一直对这个女子 敬而远之 通灵塔这种战魂很特殊 他不仅能让主人 通过他来进行 远距离的传送信息 还可以迷惑敌人 另外 他对危险 有提前感知的能力 我想楚灵师妹 大概已经知道 敌人的位置了吧 被人说出自己的秘密 楚灵心中恼怒 淡淡地说道 没错 在我的感知中 敌人大概在两个方位 东北和西北 但是现在分开 明显对我们不利 我想 麻烦已经来了 楚灵眼睛 盯着西北方向说道 不一会儿 就在山林中 冲出一对人马 可是看气息 只有五者近四重左右 但奇怪的是 这群人眼睛全是黑色 而且浑身干枯 像是被吸光了血液 二话不说 举刀就看 游方单手一把长刀 挥起之时 一到六丈长的刀芒 劈洒而出 这一对人马 顷刻间毁灭 哼 完全不是一河之将 敌人太弱了 我们兵分两路吧 游方一刀斩灭来敌 豪情万丈地说道 沈龙轩可不愿意 与这样的人为伍 骄傲自大使兵家大计 最终 沈龙轩 楚灵 韩灵雪三人一起 其余五人一起 游方为此 还郁闷了老半天 两个美女全都不搭理他 两队人分开之后 各自寻找 一路之上 沈龙轩这个队伍 同样遇到了几波攻击 不过都被乐于表现的 侯小飞和蒋灵天 随手打发了 沈龙轩乐得清闲 不紧不慢地跟在队伍背后 这些人显然没有神志 应该是一种特殊手法 驱赶得无者死士 沈龙轩对着楚灵说道 小子 你是不是害怕了 听说你是外门的第一人 有机会 我可以指教指教你 侯小飞大咧咧地插嘴道 虽然我在那门 不顾我父亲 可是你们外门的长老 直到你一个弟子 还是绰绰有余的 侯小飞嘴上说得好听 其实谁都能听得出来 他这是在威胁 听到此话 沈龙轩脑海中电光一闪 侯长老 你父亲是后长老 一股无边的怒火涌现 在看侯小飞后 确实长得很像 那个猥琐的小老头 虽然他现在不在乎 那一百块零食了 但是并不代表他不计仇 那可恶的侯长老 坑了他们那么多东西 他发誓 迟早都要找回来的 是啊 看来你是认识我父亲了 只要你好好表现 我可以在父亲面前 每言几句 指点你还是可以的 侯小飞一副吃定你的架势 旁边的蒋灵天 也是黑黑冷笑 你们两个干什么 我们现在是在完成任务 别丢脸了行不行 韩灵雪瞠怒道 两人立刻掩气息鼓 而且还狠狠地 瞪了沈龙轩一眼 韩灵雪居然为他说话 这个让侯小飞很难接受 小子 今晚你首夜 见天色已暗 侯小飞不怀好意地说道 我们需要保存巅峰战力 明日还得战斗 你没意见吧 沈龙轩无所谓地摇摇头 脸上闪现了一丝冷笑 没问题 这一夜除了沈龙轩 其余四人睡得都很安稳 早上起来 全都神采一一 侯小飞几人走向远处的沈龙轩 发现这家伙正在查探什么 不过当他们看到沈龙轩面前 那堆积如山的尸骨时 全都震惊了 这些都是你杀的 侯小飞惊恶地问道 能没有任何灵力波动 就杀死这么多敌人 他自认自己做不到 楚灵则是快速来到沈龙轩身边 查探他身上有没有伤势 这一举动 立刻引来寒灵雪的注意 他表面没说什么 可是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立即问道 沈龙轩 你发现了什么 面对几人的反应 沈龙轩开口说道 事情很严重 晚上来攻击的人修为 已经是五者近七重 照这样看来 如果我们继续前行 可能会遇到五世近的敌人 到时候 恐怕想走就难了 既然如此 就由你去前面打探一下 快去快回 我们就在这里等 侯小飞大声命令道 楚灵事件 你小心 我去去就回 对于沈龙轩的关心 楚灵感觉心里暖暖的 不 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跟你一起去 两位美女几乎是一口同声 现场一下呆住了 红银祸水 沈龙轩心里闪现了四个字 因为她已经看见 侯小飞二人 那杀人一样的目光 见三人走远 侯小飞咬牙说道 沈龙轩 给老子等着 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随后也跟了上去 这一次 几人才真正见识到 沈龙轩的神威 在遇到的几拨敌人中 有的实力 已经堪比五世近 但全部都是 被沈龙轩一拳轰杀 他就像一台收割的机器 所过之处 敌人尽数扶珠 他怎么这么强 我感觉自己 都不是他的对手 侯小飞咽了口唾沫说道 他已经是五世近二重 但也不能如此轻松地对敌 蒋灵天也感同身受 两位美女 更是看得眼中一彩连连 这种血性的男人 无疑是女人的最大杀手锏 行走间 五人已经爬到了 一座山峰之顶 放眼望去 山谷之中一片血红 在山谷的中央 有一座奇怪的巨塔 仔细看时 那分明是用尸体搭建起来的 巨塔周围 完全被鲜血淹没 在这片血湖中 泛起一股股暴虐的气息 那气息仿佛要撕裂空间 召唤远方恐怖的存在 而在血湖的四周 围绕着密密麻麻的黑衣人 他们都在朝着巨塔的方向跪拜 巨塔顶端 一个同样黑衣人 连脑袋都被罩在了黑袍之下 死人身上的气息上下乱窜 极其不稳定 那是五王剑 快走 随着楚灵的一声尖叫 巨塔上的黑衣人猛然抬头 两道犹如实质的光芒 射向五人的位置 可是那光芒的速度太快了 几人的修为根本无力闪躲 沈龙轩感觉浑身的细胞都在尖叫 催他逃跑 可是身体 好像被禁锢了一般 根本无力躲闪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他手上的银色戒指 突然抱起冲天光滑 在五人身前 形成一道厚实的白色光幕 轰的一声 震耳欲聋 光芒散尽 攻击被化解 来不及查看沈龙轩拉着楚灵就跑 其他三人也连滚带爬地冲下山峰 这些人明显是在用血肉际线 完成一种不为人知的写法 总之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有五王静的舞者操持 肯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必须尽快把消息传回去 此刻的五人 恨不得多伸两只脚 因为他们刚刚跑下山峰 就发现 后面已经有黑衣人追了上来 看那黑压压一片 肯定是要杀人灭口 几人修为展开 完命地奔跑 但还是在三十里外被追上 楚灵 韩灵雪 你们两个先走 我们三个拖住敌人 记住 即便是死 也一定要把消息传回去 沈龙轩立刻下了决断 侯小飞却说 什么也不干 他边跑边吼道 沈龙轩 你想死 我不拦你 但你别拉着我啊 没用的废物 蒋灵天 你是不是也不愿意留下来 沈龙轩怒吼道 我跟你留下来 侯小飞 如果我死了 记得帮我照顾我娘 其余四人都被惊呆了 他们谁也没想到 蒋灵天平时嘻嘻哈 关键时刻真是个爷们 好兄弟 但凡我有口气 定要把你周全 杀 沈龙轩拍了拍蒋灵天的肩膀 浑身爆起金光 回身杀去 蒋灵天也紧随其后 望着两个誓死如归的男人冲向敌人 楚琳紧咬背齿 眼中流下泪水 他拼命地向前跑去 但眼神一直留在那两道身影上 仿佛要刻在记忆里 韩灵雪不再看侯小飞一眼 他也眼含雾气 夺路而逃 他的修为 只有五者近六重 留下来只是累赘 侯小飞根本就没管二女 早已跑得不见了踪影 沈龙轩面对黑压压的人群 战役升腾 灵力运转 浑身金光大胜 野蛮冲撞 蒋灵天只见沈龙轩一瞬间 身影消失在原地 几乎是同时 在对面十几帐外的敌人阵营 传出一连串的扑扑声 沈龙轩的身影 犹如一道金色的流光 所过之处 敌人纷纷被这股狂暴的力量搅碎 太血腥了 太震撼了 一人之力 杀入敌群 如入无人之境 蒋灵天立刻大喝一声 冲入敌军 一把神剑绽放三杖剑芒 收割着敌人的性命 一炷香的时间 这群武者进九重的敌人 全部被杀死 两人气喘吁吁 相视一笑 迅速离去 沈龙轩将恢复灵力和疗伤的丹药 分给了蒋灵天 能同生共死 就是可以交的好兄弟 对待兄弟沈龙轩从不吝啬 但是追击出来的敌人 可不止这些 他们杀掉的 只不过是先头部队 修为是最低的 第二波时 人数虽没有那么多 但是修为全部都是武者进巅峰 但依旧被两人全部斩杀 可是蒋灵天在此战中受了伤 沈龙轩让其先行离去 沈龙轩独自一人留了下来 坐在地上恢复体内的灵力 黄洁食品的战魂真是逆天 只见天地灵气呼啸着冲向沈龙轩 居然在他的周围 形成一股灵气漩涡 一个时辰后 他停了下来 因为已经有追兵被他发现 这次来的只有三人 但并不是死是傀儡 而是真正的人 三人都是一身黑衣 看不清面貌 却能感觉到 这三人修为度不低 小子 看你一身实力不俗 如果加入我们 大地必会重用 到时功法五计 美女金钱应有尽有 其中一人蛊惑地说道 放屁 你们这群妖人 残杀无辜百姓 我被人人得而诛之 让我加入你们 做梦 放马过来吧 沈龙轩傲然喝道 他从小知书打理 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在他心里有严格的底线 这群人的行为 已经触犯了 他的道德底线 习武之后 更是看到许多舞者 欺凌弱小 所以他的志向 就是承恶扬善 势必要夺回祖先的 舞者荣耀 他认为 一个舞者 就是要为黎明修设计 为天下苍生保平安 就像沈家先祖一样 你们两个继续追 这小子我来对付 其中一人气势生疼 当先冲向沈龙轩 我倒想看看 你一个舞者精的小子 能翻起什么浪花 蝶浪掌 沈龙轩凌厉运转 一掌拍向此人 汹涌澎湃之力 轰然而至 有点意思 此人也是一拳轰出 不过并未尽全力 轰 砰 沈龙轩的第二道掌镜 结结实实地印在此人胸口 趁着人倒飞而回 他抬手两枚爆裂丹 飞射而出 正向远处飞奔的两人 听见风声 回身横刀斩落 轰轰 两声乍响 这两名舞师精的舞者 死在了二阶爆裂丹之下 冲向被他击飞之人 此人输在轻敌 但却不至丢了性命 刚刚站稳 就感觉一道金光闪过 身体再次飘飞 并且在空中 砰的一声四分五裂 做完这一切 沈龙轩立刻坐地休息 扔到嘴里一颗回原丹 这是二阶丹药 刚才的攻击 耗费了他全部的灵力 野蛮冲撞威力惊人 但是消耗太大 简单地回复一下 沈龙轩也回身退去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残阳将天空染得一片血红 沈龙轩走在茂密的山林间 突然一道剑光字头上飘落下 不光如此 脚下一道剑光横斩而来 身前后背都有一抹剑光疾刺 四个方向同时出击 形成了绝杀之势 不好 沈龙轩按道 身形向右侧扑去 扑扑 他的左臂居然被锋利的剑气贯穿 这是他自进入龙武宗后 第一次受了这么重的伤 不过在金光闪过后 伤口迅速止血 此刻四把利剑再次杀来 锋利的剑刃搅起漫天剑光 蜂涌而下 这根本无处躲藏 沈龙轩指得飞身后退 看来这四人练的是合击剑阵 沈龙轩心里有了判断 他立刻闪身而逃 几个起落就消失在山林之间 哼 你逃不掉 阴冷的声音响起 似到身影追击而去 沈龙轩此刻后悔当初 没有修炼一门身法 先前寒灵雪逃走之时 施展的就是身法 眼看着身后的四人越追越近 他心一横 突然站住 浑身金光大胜 野蛮冲撞 他就如一道流光冲向四人 面对流光 四人全部挥剑 四道修长的剑光滑破空气 翁鸣而至 哼 四人被狂暴的力量撞飞 其中一人当场丧命 另外三人也不同程度受伤 沈龙轩更是凄惨 他浑身血迹斑斑 大大小小数十道伤口 沈龙轩顾不得自身的伤势 就欲轰杀三人 此刻剩下的三人 也受了极重的伤 若不趁机轰杀 带喘息过来后 恐怕死的只有自己 还没等他生动 却看见对面剑光闪烁 传来三声惨叫 之后一人走出 小兄弟 我来接你了 蒋灵天满脸笑容地走了出来 替我护法 沈龙轩只说了四个字 扔进嘴里几颗丹药 闭目修炼起来 蒋灵天目光变得凝重 最终转为敬佩 沈龙轩身上的伤太恐怖了 如果自己受了这么重的伤 肯定早已不知 他眼神凌厉地巡视四周 心中翻江倒海 想起以前自己 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简直是白活了 大丈夫就该这样 仗剑闯天涯 成恶扬善 心中的鸣雾 似乎与他手中的剑 产生了共鸣 不停地吞吐着锋芒 一个时辰后 沈龙轩起身 临天师兄 他们怎么样了 我追了好久 也没追上他们 感觉伤好了一点 就回来了 毕竟我当初决定 留下来断后的 怎能说话不算 好 我们走吧 沈龙轩二人 继续向前走去 沈龙轩最怕的是 楚灵出事 因为只有他能把信息 传回宗门 所以他飞快地 向来路急迟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在回去的路上 他发现了舞者的死尸 还有鲜血流出 显然死去没有多久 蒋灵天也皱着眉头 他先前走过的时候 绝对没有这些尸体 当两人赶到北镇的时候 天已经微微放亮 远远地 就听见镇中有打斗之声 沈龙轩二人 立刻加快速度 进入镇中后发现 一群黑衣人 正在围攻的就是楚灵 他身边还有两个龙武宗的人 但三人都已经受伤 看样子坚持不了多久 沈龙轩一声爆合冲进人群 就像一头凶猛的妖兽 每一拳下去 非死即伤 因为用力 浑身的伤口再次崩裂 在金光的眼影下 更加刺目 让人骇然 蒋灵天也紧随其后 收割着黑衣人的生命 二人迅速与楚灵等人会合 得知除了韩灵雪和侯小飞之外 其余人都已身死 沈龙轩奋力冲杀出一条血路 大家一起且战且退 哈哈 你们认为还能跑得了吗 告诉我 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我可以求长老 将你们练成活尸 否则我会放干你们的血 让你们体验到 生命流逝的感觉 最终将你们化为干尸 那种感觉太美妙了 一个黑衣人 首领阴森地说道 此人虽然也是一身黑衣 但是在胸前 有一个血色的星星标志 哼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势力 但是我们的人 已经冲出去了 你就等着龙武宗的灭杀吧 沈龙轩眼睛凝视此人 他发现 人群中有几个黑衣人 实力都很强 起码他现在根本无法战胜 所以想法 让楚琳跑出去 才是活命的机会 楚琳师姐 等下趁乱你一定要冲出去 只有一次机会 否则我们都会死在这里 沈龙轩偷偷塞给楚琳几颗疗伤丹药 低声道 楚琳点头 哈哈 还想跑 别做梦了 黑衣人狂笑 沈龙轩没有理会对方 而是小声说道 林天师兄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替我争取时间 蒋林天点头 仗剑杀向旁边的黑衣人 招式灵力 剑头锋芒 迅速吸引了对方的注意 就在对方一愣神的功夫 沈龙轩食指连弹 数十枚爆裂单 急速飞向黑衣人队伍 这些人不知此单厉害 纷纷中招 轰轰轰 一阵天崩地裂的暴响 夹杂着黑衣人的怒吼 楚琳趁乱 飞速地跑出了北镇 沈龙轩放下心来 身上的爆裂单不多了 要不然真想炸个痛快 沈龙轩心底暗道 其他三人 却被这一景象吓了一跳 现在的沈龙轩 在他们的眼里 不再是那个没用的废物 而是领袖 该死 这是什么玩意儿 沈龙轩一挥手 带着三人迅速离去 沈龙轩感觉到 人群中至少一半的人 都没有受到伤害 这些人身上浓郁的血气 连他都感到心惊 在撤出后 沈龙轩将剩下的爆裂单 全部洒出 整个北镇仿佛都被掀翻 烟尘四起 怒喝连连 借此机会 几人迅速撤离 我们分散开走 这样活命的机会更大一点 记住 如果跑不掉 就要尽量争取时间 几人点头 迅速离去 沈龙轩选择的方向 正是楚林的方向 一路飞奔下来 天空开始下起了雨 三天的来回 耗尽了他的精力和体力 此刻的雨水 让他瞬间清醒 一定要活下去 他不停地对自己说 可是身后又出现了 黑衣人的身影 也许是回光返照 此刻他爆发出了 前所未有的气势 一定要逃出去啊 他望了一眼楚林 跑出的方向 回头时 眼神满是坚决 他挥舞着铁拳迎战 完全是以伤 换伤的打法 体内的灵力只够将 一只拳头凝聚成金色 根本没有时间去吃丹药 莫然 一剑刺来 他不躲闪 以左臂挡之 剑透手臂 不过他的铁拳 轰碎了此人的头颅 右手拔出此剑 又是一剑刺来 正中前胸 他呵呵一笑 嘴角流着鲜血 身体猛地前冲 任凭力剑穿透身体 一剑斩掉对方头颅 对方的人也恐惧了 这人已经疯了 面对生死 很多人都不愿意 以命换命 尤其对方 还是个将死之人 楚林站在山顶 他泪流满面 沈龙轩的一举一动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烈焰般的红唇 都被咬出了血 他狠狠地甩了甩头 转身向山下跑去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他的战魂翁的一声亮起 一段段信息发送出去 他再也忍不住 反身冲了回去 他要去救下沈龙轩 这是他此刻唯一的想法 龙武宗 任务堂的一处密室中 一个波光隐隐的圆球 突然亮起 一行行信息显露其上 旁边的一位守护长老 眼睛瞬间睁得老大 死死地盯着传讯珠 一伙黑衣人 杀死十数万人 五王静 血迹 召唤 派去弟子十有八九 全部隐面 我要回去救龙轩失地了 传讯珠中的消息 被迅速解读 斩查的功夫都没用到 就传到了宗主封 什么 宗主震怒 立刻下达了一道道指令 十大长老 带一千内门弟子 两千外门弟子 开启交一封宗门传送 即刻去消灭邪魔 救回沈龙轩等弟子 火长青接到消息后 立刻冲出 他脸色铁青 沈龙轩不仅是他带进龙武宗的 而且脾气相近 是他的好兄弟 萧和面无表情 也是前往集合地点 卫明 贺涛等等 一些熟悉沈龙轩的弟子 纷纷冲向集合地点 挣千万通红的双眼 一路狂奔 沈龙轩虽然比他小 可是来到龙武宗 却处处照顾着他 两人虽不是生死之交 但也差不多 只用了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三千弟子集结完毕 十大长老凭空出现在上空 悬空而立 这十位长老 平时根本见不到 如今因为此事全部出动 实属罕见 他们就像十座大山一样 屹立在众人头顶 这十位长老 并不是内门或外门长老可比 他们只听命于宗主 而且修为通天 全部都已迈入五王境巅峰 大长老更已经是 半步五宗的境界 这种实力 请客间就能灭掉一个国家 开启传送阵 出发 只见交易风广场中间 无数道光滑冲天起 眨眼间 三千多人消失不见 北镇外的一处山顶上空 方圆万丈的空间 微微一道连一 眨眼间浮现一座符纹大镇 空间阵站 覆盖整座山峰 磅礴的力量轰然而下 整座山峰瞬间被移为平地 一道道身影出现在此地 大长老神石扫过 立刻发现了血迹之处 刨袖一甩 三千人凭空升起 眨眼间就飞到血迹的山谷之中 一股强大的威压 弥漫整座山谷 血肉巨塔上的五王境黑衣人 出现了惊慌 那强大的压迫之力 让他无法动弹 血迹召唤 没想到是魔宗余孽 一个不留 大长老行宴 扫尸一眼后冷冽何道 他伸手凭空一暗 空间一阵连漪 手掌下方 煞食一方百丈的能量巨长 轰然而下 同为五王境 黑衣人只有六重的修为 眼看着巨长降落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更何况周围的那些 修为弱小的人了 哄 巨长所过之处 空间都被压迫得一丝丝军裂 整个山谷刹那间灰飞烟灭 血色湖泊也被蒸发得干干净净净 其他九大长老 一脸愕然地看着大长老 不用这么震撼吧 寻找被追杀的龙武宗弟子 做完这一切后 大长老率先飞出 强大的神石狂扫四周 三千人绞杀剩余黑衣人 不到半克尽数扶诛 其余九大长老也分散开寻找 其实龙武宗没有必要派这么多人来执行此事 只来大长老一人足矣 可是这样做 亦是为了彰显对宗门弟子的重视 让弟子有家一样的归属感 跟来的这三千人深有体会 他们更是感受到了龙武宗的强大 其实宗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救下沈龙轩 而大长老就是暗中保护沈龙轩的那个老者 他知道一个能够激活通天塔的人 对龙武宗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此刻心急如焚 无奈范围太广了 大长老因为突破到半部武宗境 才开启了石海 神石所能扫视的范围有限 一时半会儿根本搜不到 要知道 尽早搜到这几个弟子 生还的希望就会大一些 否则人死了 搜到还有个屁用 先后收到其他几位长老的传音 寒灵雪和侯小飞被找到 尚且生还 还有五具尸体 剩下三人不知所踪 三千人地毯式的搜索 终于发现森林方向上有黑衣人的尸体 得知消息后 所有人都聚拢了过来 包括清醒过来的寒灵雪和侯小飞 这里到处都长满了参天大树 石大长老也落于地面仔细寻找 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之处 只见死去的黑衣人都是一击致命 有的是剑伤 有的是被狂暴的力量 轰碎头颅 震碎心脏 这些死去的黑衣人修为都是五尸镜 可是剩下的三人之中 蒋灵天五尸镜三重修为 楚灵刚刚踏入五尸镜 沈龙轩据说只有五者镜一重修为 一路之上 不断地看到黑衣人的尸体 包括十大长老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因为这些黑衣人的修为 已经超过了五尸镜三重 据楚灵最后发出的信息显示 当时几人应该已经受伤了 而且很严重 这三个孩子真是了不起啊 是啊 能在受伤的情况下 还击杀这么多敌人 这份意志恐怕就是连我们也有所不及啊 几位长老惋惜道 在他们看来 这三人顿无生还可能 很明显 敌人的追杀主力都在这边 追寻着痕迹 他们来到了北镇 这个小镇已经不复存在 被狂暴的能量几乎移为平地 到处都是残枝断壁 找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三千人将整个小镇翻了一遍 依然没有三人的踪迹 所有人都沉默了 这三人很可能灰飞烟灭了 这种惨烈的场面让所有人动容 寒灵雪更是翘脸煞白 他很难想象沈龙轩他们到底 经历了什么 侯小飞彻底捏了 关键时刻地逃跑 让他无地自容 他知道这些人在寻找的人是谁 看着沈龙轩等人制造的破坏 所有人心底疑问 这还能有人活着吗 长老 前方还有黑衣人的尸体 这时突然有人喊道 所有人立刻来的精神 有战斗证明还活着 他们不在检查路上的尸体 一直顺着战斗痕迹 来到了一座大山脚下 这里的尸体更躲起来 所有人都流泪了 只见沈龙轩的身躯挡在洞口 他的身上插满了十数把利剑 双臂都断了 最后一个敌人 他是用牙咬死的 他的嘴角还残留着敌人的血肉 脸上因为湿血过多而变得惨白 身上的伤数不胜数 寒灵雪紧捂着小嘴 哭出了声 正千万也是满脸泪水 火长青一脸的不忍 魏明则是跟那孩子一样 嚎啕大哭 侯小飞直接贪软在地 这还是人吗 这么重的伤还能战斗 他比身后的高山还要雄伟 大长老叹息一声 伸手一指 沈龙轩身上的利剑纷纷拔出 他的身体立刻跪倒 大长老立刻上前扶住 天哪 这怎么可能 他竟然是靠这些利剑的支撑 才没有倒下 他的双腿也断了 这时 人们才看清 沈龙轩是如此的惨 双臂和双腿都被打断了 身上到处都是血窟窿 长 老 一个微弱的声音自山洞中响起 如果不是修为高 估计很难听到 立刻有人冲进山洞 长老 剩下两个人都在这里 他们没事 声音中没有惊喜 反倒是惋惜 如果不是为了保护这两个人 沈龙轩也不会死吧 众人将楚灵和蒋灵天掺了出来 两人也受了伤 不过比起沈龙轩 可以忽略不计 蒋灵天是累得脱离昏迷 解救之后悠悠转醒 醒来后第一反应就是拔剑 但看清来人后马上呼喊 快就沈龙轩失地 如果没有沈龙轩 他早就死了 可是面对他的呼喊 所有人都是沉默 楚灵乌业者说出了真相 远比人们想象中还要残酷 一定要活下去 只有活着 才有未来和希望 这是楚灵昏迷前 记得沈龙轩说的最后一句话 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 独自一人面对死亡 这是怎样的真诚和伟大 蒋灵天扑通一声 跪在沈龙轩身旁 这个男人值得他跪 虽然两人在危难时互相帮助 但是沈龙轩却教会了他 什么是责任与担当 和男儿的勇气 如果还有这样的事情 他还会选择如此 但是他希望并肩作战的伙伴 还是沈龙轩 可是好像不可能了 楚灵也爬到沈龙轩 身旁 在他无数次绝望的时候 都是这个人给了他勇气 沈龙轩已经在他的心里 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伸手擦拭着沈龙轩脸上的血迹 泪水已经如断了线的珍珠 滴落在沈龙轩的脸上 众人无不被这一抹所感动 韩灵雪伸了伸手 但最终还是无力地放下了 最后 有九大长老留下带领众弟子 继续盘查 大长老行验捏碎传送符 带着几具尸体和救下的弟子 回了龙武宗 这些死去的人要后葬的 因为他们都是龙武宗的英雄 这是龙武宗历来的规矩 沈龙轩被安置在了 单独的一座灵堂中 等待埋葬 其实他并没有死去 只是陷入了让沉睡 这次的伤太重了 战魂没有办法治疗 所以才让他在沉睡中疗伤 如果有人足够细心的话 可以看得出 他身上的伤已经开始结巴 自从觉醒玄龙之魂的那一刻起 他的生命就与战魂绑在了一起 并且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只不过是他的实力不够 发觉不出来而已 但并不代表不存在 此刻 沈龙轩的灵魂 待在一个特殊的空间中 如果不是这特殊的空间 恐怕他脆弱的魂 提早就消散了 这个空间中 有一条黑色巨龙盘旋而握 因为这次的生死 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体里 居然有这样一处空间 战魂空间 平时只知道 召唤时战魂就会出现 但消失的时候 战魂去了哪里 他也不知道 正当他在这里无聊的时候 突厥眼前一黑 出了战魂空间 重新呼吸上空气 倍感香甜 还没等睁开眼睛 他就听到远处的虫鸣 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感觉 那是风的声音 还有蚂蚁走路的声音 他在战魂空间这段时间 不知不觉中 灵魂得到了强化 比原来至少强大一倍 他甚至可以感受到 空气的轻微波动 所有的感官都得到了提升 他立刻睁开了眼睛 眼前还是一片黑暗 他摸了摸身边 好像自己躺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 他立刻明白过来 这是光果 看来 人们以为自己死了 他一拳 将光果轰开 直接站起 眼中闪现着金色的光芒 诈尸了 猛然一声惨嚎 守灵的弟子 吓得夺路狂奔 十几丈的距离 两步就窜出了灵堂 这可能是他最快的速度 沈龙轩咧嘴笑了笑 他发现自己 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 正是自己喜爱的颜色 他卖不出了灵堂 看来是我们得救了 眼前正是灵武宗的 后山祠堂之地 他曾来过这里 修炼玄龙变 所以对这里很熟悉 他试着运转修为 居然在不知不觉中 晋升到了舞者金二重 他因为丹田 比别人大了五倍 所以突破舞者金二重 需要的灵力 可是平常人的五倍 所以 不管是力量还是持久 都强于一般人 他抬起右手 宁元宫运转 只是片刻功夫 一块零石出现在手中 不仅速度提升 而且凝聚灵气的范围 也晋升为两千丈 蝶浪长 轰轰轰 一连三声乍响 身旁的山石 被他轰出一个大坑 并且因为三重的力量 冲击化为粉末 在这呢 大家快过来 刚才逃跑的那名弟子 领着人回来了 我师兄 快杀了他 胡闹 火长青敲了一下 这名弟子的脑袋 笑骂道 小兄弟 没想到这样都没死 你还真是福大命大 想当初你可是赚取了 不少人的眼泪啊 师兄 灵桃怎么办 还有祠堂里 已经有沈龙轩的牌位了 那名守灵的弟子问道 撤掉 全部撤掉 火长青高兴地吼道 我去通报宗主 给你要好处 沈龙轩回到外门峰 一路上遇见的人 犹如见鬼一样 全部远远地躲开 眼神中说不出的怪异 因为他的死亡 宅院已经被收回去了 就连通天塔上的名字 都已经抹去 取而代之的 是在外门峰上 英雄碑的上面 多出了沈龙轩三个大字 这时闻讯赶来许多人 楚灵就在其中 身穿一身素衣 眉宇间竟是悲伤难过 眼中泪水不断涌落 显得楚楚可怜 远远的就连不快仪 冲到了沈龙轩面前 一头扎进他的怀里 沈龙轩一愣 不过还是给对方一个雄抱 温香软玉入怀 闻着楚灵身上楚子香味 沈龙轩不禁心脏砰砰直跳 十七八岁的年龄 正是冲动的时候 沈龙轩不好意思地双臂撑开楚灵 这丫头居然羞红了脸 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就在这尴尬的时候 火长青赶到 小兄弟 好处来了 他随手扔给沈龙轩一个除物袋 这次宗门可是前所未有的大方 你就偷着乐吧 把你的令牌给我 沈龙轩一言递了过去 火长青拿出一块大印扣在令牌上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外门最年轻的长老了 你可以到外门长老店第四十八号居住 啥 所有围观的人都猛了 随后又都释然 能够连杀数十个武士镜 等到你晋升武士镜时再转为正式长老 不过 我相信不会太久吧 火长青拍拍沈龙轩的肩膀转身离去 只有沈龙轩自己心里有数 他真正击杀的武士镜 只有几个人 还是依靠野蛮冲撞杀死的 剩下的都是爆裂丹的功劳 所以他决定 除了要快速提升实力之外 还要去击杀妖兽 获得妖和 凝炼爆裂丹 虽然战魂升级并不需要这东西了 但是爆裂丹的威力 真的是无以伦比 他也知道依靠外力 对自己的修炼不利 但现在实力不济的阶段 多个保命的东西也不错 还有手上银色的戒指 他竟能抵挡武王镜的一击 不过后来却怎么也不好使了 要不然 自己也不会这么惨 所以 有时间还要把这东西研究透彻 沈龙轩走上外门峰的山顶 这里的灵气 比山下浓郁几十倍 即便是不修炼 随着呼吸 天地灵气也在增进修为 真是不一样啊 走在石阶上 仿佛走在云端 中空 房间分布在四周 共分五层 每层只有十五个房间 沈龙轩来到自己的四十八号房间 居然是在四层 这一层只有三个房间有人居住 下面三层的房间全部住满 打开房门 立刻耳目一新 这里虽说是一个房间 但是却比下面任何一个院落 大上十倍 房间内应有尽有 甚至还有不知用什么手段修建的温泉 各种植物随处栽种 最主要的是 房间里居然引来了悬龙之气 使室内的灵气变得愈发浓厚 沈龙轩满意地坐下 拿出火长青送来的储物袋 哗哗地倒在桌上 首先入墓地 是一千枚荧光闪闪的零食 一百颗舞者丹 还有一本舞技 名为风雷洞 是一本没有品阶的身法舞技 宗主真的是不错啊 这些都是我最需要的东西 沈龙轩高兴地手舞足蹈 他的低阶丹药 在任务期间全都吃光了 只剩下四品和五品丹药 他现在根本用不上 所以这一百颗舞者丹 可谓是应急了 他的丹田比普通人大了十倍 如果依靠自己修炼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晋级 这些舞者丹 就是增加舞者修为的丹药 这与脆体丹完全不一样 二品丹药已经是非常纯净 对以后的影响不大 他马上召唤战魂 将一千颗零食吞噬 仍然没有动静 紧接着他开始服用舞者丹 这一百颗舞者丹 每一颗都是价值两万金币 每个月只能练花四颗 一百颗足够他两年的服用量 可是在沈龙轩这里 完全没有这种限制 他以每天十颗的速度练花 其余时间用来修炼功法和舞技 这套风雷动异常强大 形如狂风 动如奔雷 不仅速度极快 声势骇人 更有锋刃和雷击两种攻击手段 是一套急身法和舞技于一体的绝世功法 相信宗主拿出这套舞技时 也会肉痛吧 十天时间 舞者丹全部练花 按照普通人这些舞者丹 足够突破到舞者进巅峰 可是沈龙轩的丹田被强化后 增大了十倍 修为只晋升到舞者进三重 不过风雷动却修炼到小城 身如疾风 速度极快 这种速度 即便是舞师 也是望尘莫及 如果修炼到大城 速度会再次提升 生动如狂风 幻化残影 并且可以释放锋刃 这与风狼的舞技有些相似 但是威能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这套舞技修炼到完美境界 堪称神技 太了不起了 创造这功法之人 绝对是个天才 沈龙轩赞不绝口 这十天里 他又凝炼了两千枚灵石 吞噬之后 战魂依然没有反应 而玄龙便依然坚持 只不过玄龙便仿佛遇到了什么瓶颈 丝毫没有进展 索性先放在一边 这段时间 他也研究了那枚银色的戒指 还是无法启动 最终无果 出关 沈龙轩先是来到吉顺米航 交给楚灵一百枚灵石 有了这些灵石 就可以开启聚灵阵法 灵米依然会产出高品质 并且告诉楚灵父亲 临时管够 对于一个战灵师 这点消耗不算什么 楚灵只是低着头 脸红红的 一句话也不说 他的样子 对沈龙轩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心脏狂跳不止 他赶紧离开 打听之下 挣千万 魏明等人再回到宗门后 直接选择闭关 就连蒋灵天和韩灵雪也是如此 看来这次的事件 给他们的刺激不小 沈龙轩走出房间 抬头看向苍穹 他暗暗咬牙 有一天 必站在这苍穹之巅 沈龙轩 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 只是一个小小的外门而言 任务回来之后 韩灵雪就不再搭理他 尤其是听到沈龙轩复活之后 更是对他不屑一顾 侯小飞 你不配做个男人 你们父子的账 以后慢慢算 沈龙轩对这种人 根本就瞧不起 沈龙轩 你还没有资格与我平起平坐 只是依靠一些旁门左道吧 还真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老夫就在这里等着 我看你怎么跟我算账 猥琐的小老头 猴长老出现在猴小飞的旁边 他浑身气势沸腾 五十镜九重的修为爆发出来 轰然压了过来 沈龙轩立刻感觉到 体内灵力停止了运转 强大的压力 让他丝毫动弹不得 哼 无知小儿 真拿自己当盘菜了 猴长老蔑视地说道 境界的差距 让沈龙轩根本无力反抗 看来即便自己肉身强大 也只能对付出击五十镜 超过五十镜三重 根本不是对手 这时 另一道强大的气势冲天起 都干什么 有恩怨生死堂解决 在这里发什么疯 其他长老也被惊动 全都出来观看 谁惹天元长老生气了 好像是李长老 和那个新来的荣誉长老沈龙轩 李长老也是 跟那小破孩 一般见识干什么 天元长老的怒火 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果然如大家说的一样 李长老狠狠地瞪了沈龙轩一眼 退回了房中 沈龙轩也不以为意 自己才加入宗门半年多 以后的路长着呢 该去猎杀妖兽了 沈龙轩来到任务堂 接取了几个猎杀妖兽的任务 不过任务奖励 都换成了舞者单 这些都是附属品 最主要的是凝炼爆裂单 他这次的目标 放在了三阶妖兽上 一路走来 沈龙轩感觉到 风雷动这门身法的强大 遇风之力 行走如风 根本不用花费多大力气 六天的路程 两天就来到了 任务妖兽的地点 三天时间 他运用这门武技 猎杀了三百多头三阶妖兽 三阶妖兽 连他的衣服都沾不到 通过运用 风雷动越发的熟练 他渐渐领悟到了 风雷动的真谛 在猎杀过程中 采集到了三十颗二品的灵草 当即找了出山洞 炼化灵草和妖河 两天后 修为已经提升到 舞者进三重的巅峰 但是战魂吞噬了 三百多个妖河 依然没有进阶 他收起东西 刚要走出山洞 这时 两道身影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三人对视之后 明显一愣 对方两人身上 都有不清的伤 但是看到沈龙轩 只有舞者进三重的修为时 顿时嚣张起来 小子 算你倒霉 交出身上所有东西 可以绕你不死 大哥 这小子应该是头肥羊 他手上的乾坤剑不错 两人的眼神 毫不掩饰其中的贪婪 纷纷抽出兵器 你们是什么人 沈龙轩立声问道 告诉你也无妨 我们是血衣谷的人 隶属于龙虚宗 我们的谷主 可是龙虚宗内门弟子血利 怎么样怕了吧 沈龙轩忽然想起 在任务堂 他曾经看过一个任务 就是要消灭血衣谷 据任务描述 这群人无恶不作 到处烧杀抢夺 没想到谷主 居然是龙虚宗的人 沈龙轩想起 李浩天也是龙虚宗的外门长老 当初差点要毁了沈家 这个仇一定要报 你们谷主可在谷中 怎么 小子 你是想投靠我们吗 我们血利谷主 已经是五世镜三重的修为 你这修为连提鞋都不配 我劝你 还是死了心吧 沈龙轩哈哈一笑 迎着两人走过来 无知者无畏啊 两人只感觉一阵风吹过 他们的脖子就被人掐住了 接着脑袋一歪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沈龙轩拿走两人身上的储物袋 赶往血衣谷 一路上施展风雷动 急步如风 隐隐地有雷鸣之音 两天后赶到血衣谷 草 人家在里面吃香的喝辣的 还有女人 我们两个就在这喝西北风 这还有天理吗 拉倒吧 就咱俩这实力 能守在这就不错了 哼 如果我也能出去抢劫两次 修为早就提升上去了 骨口两个守卫正在抱怨 就看到一个白山少年 徒步走来 看似缓慢 几步就走到了境前 你 沈龙轩两拳 就解决了两个守卫 直接一脚踢开大门 闯了进去 他一高人胆大 路上遇见之人 全都一击致命 马上引来了注意 什么人 胆敢闯入血衣谷 难道是活腻了吗 呼拉一下 涌出几十个人 修为都在五者七重镜左右 只是个五者三重镜的家伙 立刻争相挥舞着兵器冲杀上来 谁也别动 这小子是我的了 看我不罢了他的皮 碰 此人还没跑出几步 就被沈龙轩飞身上来 一拳轰成了渣 别浪费时间 一起上吧 这些人都是些亡命徒 眼看此人如此厉害 一同冲了上来 沈龙轩身形飘忽不定 疾风扫地般冲在人群当中 每一拳 每一脚都有人死亡 只是斩查功夫 所有人全部被消灭 这时 早有人进去通报 黑鸭鸭涌出一百多号人 为首的 正是五十镜三重的修为 应该就是血里 此人眼见死了这么多人 眉毛一粒 感到我血一谷闹事 看来也不是省油的灯 不管你是谁 今天都得死 兄弟们 杀他 沈龙轩原本以为血一谷 能有几个修为高的人物 可是此刻看来 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几颗暴裂丹下去 已经没有几人活着了 不得不说 三界的暴裂丹威力惊人 波及的范围足有气障 还没来得及发飙的血里 只觉眼前一花 沈龙轩已经微笑着 站在他的面前 他慌忙后退几步 可是一只手掌 已经按了过来 蝶浪掌 如海浪般的力量 一波波地爆发出来 重叠在一起 轰然砸下 血里感觉汗毛直立 一股极度危险的感觉 充斥脑海 挥拳反击 血沙拳 砰砰砰 血里的血沙拳 只挡住了两波的掌镜 第三波结结实实地 拍在他的胸口 破 一口鲜血喷出 像他一个龙虚宗内门弟子 何时受过这等伤害 我是取你性命的人 多行不易必自闭 下辈子做个好人吗 沈龙轩一拳落下 终结了他的生命 收走血里的乾坤剑 还有几个储物袋 他反身离去 这里浓重的血腥味 很快就会引来妖兽 他就近找了个山洞 确认安全后 斑块巨石堵住洞口 召唤战魂修炼起来 就在刚才他感觉修为有了丝松洞 所以才着急离去 只见天地间的灵气呼啸而至 在他的身体周围 形成一个灵气漩涡 滚滚的灵气冲入身体 填补着巨大的丹田 一个时辰后 轰的一声在体内响起 武者近四重 修为的增长 让他的气息猛地拔高一截 他现在的实力 即使不依靠玄龙变 也能战胜武者近七重的武者 丹田增大五倍 同时让他的实力也是暴增 看看这些家伙都有什么 沈龙轩拿出16个储物袋 一个乾坤剑 打开之后眼前一亮 各种各样的腰和200多颗 二阶的灵药30株 三阶灵药居然有一百多株 最奇怪的 就是一个罗盘一样的东西 拿在手上翻来看去 也没什么特别的 只感觉这东西 好像有似灵性 难道是件灵气 灵气都是需要滴血认主的 他逼出一滴血 滴在上面 煞时间罗盘变成洁白如玉 寻灵剑 极品灵气 专门为寻觅灵草而至 一段段信息冲入脑海 沈龙轩灵力催动之下 寻灵剑的正中央 有一堆红色的小光点 这件灵气二阶以下的灵草 是不显示的 红橙黄绿青蓝紫金 分别代表三到十阶的灵草 不仅如此 它还能辨别稀有矿石 和各种材料的品阶 甚至武器和人的修为 都可探知 太强大了 沈龙轩拿出一瓶武品的丹药 上面立刻亮起黄色的光芒 多次验证后 发现这东西确实好用 将灵草全部炼化 沈龙轩收起东西出了山洞 回宗门交任务 交任务的时候 他特意查了下 消灭血衣骨的任务 发现已经没了 他对任务堂的消息 掌控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次回来他 终于见到了郑千万 魏明等人 得知沈龙轩的一切后 几人倍感无奈 人家随随便便出去 走了十几天 回来后 已经是舞者进四重了 可他们闭关同样的时间 才舞者进二重 龙轩 这次你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 郑千万摇摇头说道 今年的三宗资源分配 有了新的内容 每年都是派内门弟子参加 龙武宗已经连续三十年 夺得冠军 自己独占五成的资源 其余的被龙虚宗 和龙秒宗分得 所以 今年以外门弟子之间的 鄙视为准 起初龙武宗是不同意的 后来不知为什么又同意了 这几天 估计就该定局了 每年都是鄙视 内门弟子的战魂 修为 意志等等 但是据说今年不一样了 具体比什么 到了比赛场地才能知晓 郑千万说完没过三天 宗门传来指令 派沈龙轩一人前往比试 唯一的命令就是 不惜一切代价 杀死其他两宗的参赛者 沈龙轩在命令中 看出了宗主的愤怒 回忆起郑千万所说 肯定是其他两宗 以什么要携了龙武宗 转眼间 比赛日期临近 大长老亲自带着沈龙轩前往 两人一直向东飞行了三天 按着速度估计 至少飞了十几万里 一个方圆百丈的平台 呈现在眼前 一路之上 大长老为沈龙轩 讲解了许多关于修炼的经验 每每都让沈龙轩毛色顿开 两人落在平台之上时 其他两宗的人已经在等候了 行燕大长老 没想到你能亲自前来 真是令人意想不到 不过 你怎么就带来一个人啊 难道你们龙武宗外门 真的没人吗 面对两宗的讽刺 行燕并不生气 反而笑答 虎兔长老 狼笑长老 能见到你们这么高兴 真是难得 不过谁能笑到最后 等到比赛完毕才能知道 所以我奉劝你们 别高兴得太早了 比赛还没开始 三位长老就已经剑拔弩张 沈龙轩也打量起 另外两宗的参赛弟子 居然看到一个熟人 李红 李家唯一剩下的人 此时 不仅三宗有人来 而且许多武者家族势力 也纷纷到场 因为他们要知道 每个宗门的资源获得情况 依据这个选择 他们所要依附的宗门 毕竟跟着资源获得多的宗门 自己的家族也会快速发展 看 那个就是列阳 龙虚宗外门第一人 太了不起了 才二十岁 就已经武士进二重了 未来不可限量啊 龙秒宗的杨镇也不错 也已经武士进一重了 可是龙武宗为毛指来了一个人 而且还是武者进四重的家伙 相比这些小家族的人议论 李红的注意力 全在沈龙轩身上 恨不得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龙虚宗前来参赛的有十个人 武者进巅峰的就有五个 列阳更是武士进二重 让人不可小觑 李红也有武者进四重的修为 看得出 他为了报仇修炼得很辛苦 沈龙轩 你这小杂种 真是苍天有眼 让我这么快就可以报仇了 李红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沈龙轩吗 列阳眉毛一阳 问道 列阳师兄 就是这个杂种 不知道用的什么手段 残杀了我李氏一族 望师兄替我报仇 我李红做牛做马 都愿意偿还 李红咬牙切齿地说道 想起当初的灭门 他眼中满是怒火 这将近一年 他完了命的修炼 就是为了今天 李红 举手之劳而已 毕竟你是李长老的家人 我会帮你 列阳语气坚定 仿佛已经判了沈龙轩的死刑 沈龙轩 你这杂种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李红脸色猙獰的吼道 李红 骂得很爽是不是 沈龙轩伸手弹了弹身上的灰尘 抬起头 眼神平静如水 啪 突然 他的人影一闪 响亮的耳光扇在李红的脸上 待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沈龙轩已回归原处 靠 这家伙是什么身法 都没看清楚 太嚣张了 这脸抽得真疼啊 龙武宗的这家伙 身法不错啊 就是不知道战斗力怎么样 毕竟只是武者近四重 显然围观的家族 也没看好沈龙轩 在他们心中 已经将龙武宗放弃了 不过沈龙轩这来去如风的身法 即便是武士静的两人 也没反应过来 至于三位长老 根本就没想到 沈龙轩会突然出手 而且干净利落 只需你杀人 不许人杀你 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 当初如果不是我拼命反抗 恐怕被灭的 就是我沈家了吧 沈龙轩眼神变得凌厉起来 小打种 你敢打我 这一巴掌 把李红的半边脸都抽红了 打的就是你 来人的实力 靠的不是嘴巴 而是靠双手 沈龙轩挥了挥手掌 李红张张嘴不再说话 只是恶狠狠地瞪着沈龙轩 行验长老 这是何意 你的弟子太嚣张了吧 龙虚宗的虎屠长老 面色一沉 这不仅是龙虚宗弟子被打脸 也是在他的脸上 狠狠地抽了一下 是很嚣张 不过打得很好 应该再反面再来一下 就更好了 行验长老哈哈笑道 你 好了好了 孩子们打打闹闹很正常 两位长老可别伤了何解 狼孝剑两人越说越僵 赶紧打圆场 围观的家族并不这么想 沈龙轩与李红境界相同 如果修炼一套好身法 别人也可以做到这样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沈龙轩继续打量 龙虚宗也是识人 实力稍稍差点 但也有四名武者进巅峰的弟子 一名武士进一重的弟子 其余也都在武者进四重之上 他们虽与沈龙轩没有仇怨 可是宗门交代 不可让龙武宗的人获胜 遇到全力击杀 行验长老 时辰快到了 我们就宣布一下比赛规则吧 这时 龙虚宗的狼孝长老开口道 按照我们三宗的约定 今年的比赛规则是 获取火云岛上的灵药 以价值多者取胜 你们都听好了 比赛中不限定获得方式 而且岛上妖兽极多 死伤在所难免 你们都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是传送符 每人一枚 性命受到威胁时 可捏碎回来 狼孝说完 围观之人当时就炸了 什么 怎么改规矩了 还以为能看到一场精彩的比武呢 这规矩 明显人多占优势 看来今年的盛出方 在龙虚宗和龙秒宗之间了 也不一定 龙武宗那家伙 身伐诡异 如果运气不是狠倍 也有可能胜出 按照规矩 这些家族是可以在比赛结果出来之后 再进行选择的 可是到那时 所有的家族都会挤在一起 获胜宗门 就有择优录取的资格 万一被拒绝 剩下的宗门也不会养 所以他们都是在比赛规则宣读完毕之后 就开始选择自己想要投靠的宗门 此时 在场的数百个家族 都已经有了决断 超过七成都站在了龙虚宗的身后 剩下接近三成都站在了龙秒宗身后 只有一个家族 站在了龙武宗的身后 他就是在独审龙训的身法诡异 肯定还有别的能力 哈哈 刑宴长老 看来你们的支持率不多啊 这是不是说明 你们输定了 虎途长老得意起来 刑宴长老也不要气馁 毕竟还有一个小家族 站在你们背后 狼笑长老也不忘挖苦一句 刑宴长老微微一笑 不动声色地塞给沈龙训一块地图 好了 别光耍嘴皮子了 开启传送吧 虎途长老明显嘴角一抽 他在心里已经骂了一千遍 要不是刑宴的修为 比他高了半个境界 他早就翻脸了 可是半步武宗镜 和武王巅峰差距太大了 即便是十个武王巅峰 也不是一个半步武宗的对手 只见三大长老来到平台中间 灵力涌动 一道道光华从三人掌间飘起 渐渐地将21名弟子所占区域笼罩 平台上煞势光芒冲天起 一股股空间的波动散不开来 直到三位长老停手 白色光芒已经交织成一片 刹那间 平台上的三宗弟子消失不见 沈龙轩眼前恢复光景时 已经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他看着手中的地图 发现上面正是这里的图文描述 对比实物 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地图上描绘得非常详细 而且还有一块块的红色区域 那里都是灵药的采集地点 想得还真是周到 沈龙轩心道 但是他马上反应过来 自己有地图 别人肯定也有 还好地图上描绘的 只是大概的位置 想要得到灵药 还需要仔细地寻找 不过我有这个 沈龙轩拿出寻灵剑 知道大概方位 凭借这件灵器 他可以轻松找到灵药 这些东西 都是修炼必备之物 能多找到些 就多找到些 毕竟这里十年才开启一次 沈龙轩不再停留 将地图上的区域 都印在脑海 手拿寻灵剑 飞速离去 整座岛上 只有十处区域 有密集的灵草 短时间内 找到这十处区域 就可获得大量的灵草 沈龙轩拿着寻灵剑 展开身法 奔向离自己 最近的一处区域 不得不说 这座岛屿真的是很大 他拼了命地 跑了一个时辰 才到达地点 在路上 他也踩了不少 二阶的灵药 可是当他看到 眼前一片都是 三阶以上的灵药时 瞬间觉得 刚才是在浪费时间 火灵果 三阶灵果 紫灵芝 四阶灵药 可就在这时 一声愤怒的吼叫传来 踏踏 大地都在阵战 沈龙轩猛然抬头 一只两丈大小的 铁爪灰熊狂奔过来 星红的双眼满是怒火 沈龙轩都懒得搭理他 立马召唤战魂 一尊黑色巨龙腾空升起 威压随之散出 铁爪灰熊啪击一下摔在地上 恐惧地瑟瑟发抖 匍匐在地上一动都不敢动 最终沈龙轩收获了 三阶灵草二百多株 灵果一百多枚 四阶灵药二十多枚 他来不及休息 高兴地冲向下一片区域 来的时候 大长老都说了 这些东西 可以归他所有 主要就是击杀两宗弟子 但是这岛屿这么大 二十几个人 恐怕真的很难碰上 所以他决定先收割灵药再说 他相信 整个岛上没人能有他的速度 而且还不受妖兽的攻击 现在对他来说 时间就是灵药 必须争分夺秒 当他飞驰到第二处区域时 又过了两个时辰 此处的灵药没有刚才的多 但是品阶高 经过一阵忙碌 他收获了四阶灵草一百多株 还有十几枚灵果 眼看天色渐暗 他找了出山洞休息 并且拿出一颗三阶的灵药 灵药与灵草不同 可以直接服用 并不损失其中的药力 通过实验 他发现自己的身体 足以承受三阶的灵药的冲击 一夜的修炼 十几颗灵药 让他的修为 直奔舞者进四重巅峰 沈龙轩看着自己的丹田 摇头苦笑 太能装了 如此磅礴的灵力 居然连一个境界都没突破 黎明的曙光刺破了黑暗 一抹金色的阳光照进山洞 沈龙轩慢慢地睁开眼睛 再次踏上征程 这次的比赛 只有十天的时间 所以他不敢浪费 风为一动施展到极限 他整个人如疾风般暴走 身后卷起一片片落叶 两个时辰后 他来到了一处山谷 他整个人显得极为激动 因为在寻林剑上 已经可以说 是他见到最高级的了 红橙黄绿青蓝紫金 这颜色有点像金色呀 不可能 沈龙轩摇了摇头 因为在龙武宗 他所见到的最高级的丹药 就是五品丹药 灵草同样如此 这种灵草的价值 百万金币一株 都是便宜的 他见四周无人 召唤出战魂 走向山谷之中 远远地就看见一颗 两丈高的奇异植物上 生长着五种颜色的果子 而且在树下 有一头四阶的紫灵巨芒守护 这家伙浑身充斥着恐怖的气息 比三眼魔猿也丝毫不弱 可是 当看到沈龙轩的玄龙战魂之时 挣扎了半天 最终灰溜溜地走开了 他走到树下 再三确认后 寻林剑上的金黄色光芒 就是这东西 五种颜色的果子 回去好好查一查 到底有什么用 不过既然是五阶的灵果 肯定不凡 沈龙轩摘下五颗灵果 收到乾坤戒中 他很庆幸 如果没有寻林剑 恐怕他会错过很多宝贝 师兄 前面山谷 灵气浓郁 肯定是地图上标记的地点 奶奶的 找了一天一夜 总算找到了 师弟 有了这些灵草 宗门肯定会奖赏我们的 这下可发了 我们偷偷吃几克 应该不会有人知道吧 听到声音的时候 沈龙轩刚刚将这片区域清理完毕 这时 走进谷口的两人顿时傻眼了 因为已经被人节足先登了 并且已经将值钱的药草收走了 心情的起伏 顿时让两人暴怒 小子 留下灵草 可以绕你不死 沈龙轩伸手弹了弹身上的灰尘 笑着说道 我若是不留呢 你 原来是龙武宗的废物 要是别人 我们还可以放过他 但是你就留下吧 师兄 他只有五者进四重 我去灭了他 沈龙轩认出了两人 都是龙虚宗的 一个五者进六重 一个五者进七重 飞身冲上来的这人 就是五者进六重的家伙 他手中拿着一把长刀 劈头盖脸的砍来 一道雪亮刀芒 划过长空 狂掏斩 一股海浪的声音 随着刀芒响起 轰隆隆斩落下来 有名无实 沈龙轩撇了撇嘴 这武技看起来很华丽 杀伤力不足 他微微抬起右掌 蝶浪掌 同样的波涛声响起 但却仿佛真的看到了海浪 一波波的汇聚在一起 蝶在掌印之下 轰鸣碾压而下 啊 这家伙只来得及一声惨叫 便被拍得粉碎 变成了草肥 你 你隐藏了修尾 另外一人 见状下的一哆嗦 即便是他的猎羊师兄 也做不到这样吧 这家伙在扮猪吃老虎 他掉头就跑 可是沈龙轩怎么能让他跑掉 几步就追上 一拳轰煞 还有十八个 沈龙轩立刻动身 赶往下一处区域 一共十大区域 他一个人 已经独得三处 只见他的身影飘忽不定 看似缓慢 实则迅疾如风 三个时辰后 就到了第四处区域 这一片区域 在巡灵剑上显示 橙色光芒居多 也就是四阶的灵草 此刻天色已经渐暗 所以他加快脚步 走进了灵草区域 在天黑之前采集完毕 晚上继续服用三阶灵药 终于在一阵轰鸣之后 修为突破了 武者进五虫 浑身的气势再次暴涨 现在即便是碰到武者进八虫 不动用玄龙变 沈龙轩也可轻松战胜 突破之后 沈龙轩开始凝练灵石 现在他每天可以凝练二百克左右 但是战魂依然没有晋级 他现在反倒不着急了 晋级越难 证明玄阶战魂越恐怖 他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直到第五日 他已经横扫了六大区域 其实还有两大区域 在他赶到时已经被别人收走 也就是说 还有两块灵草区域 在赶往这两处区域的时候 终于碰到了李红 李红一行四人 其中就有列阳和另外两个 武者进巅峰的龙须松弟子 小杂种 你还真敢在火云岛上走动 本来想你 可能像个缩头乌龟一样 藏起来了呢 李红上前一步 浑身气势猛然爆发 居然突破到了武者进六重 今天我就要为我死去的族人 报仇血恨 李红说着 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剑 李红 你的修威刚突破 还不宜动武 让你的两位师兄把他抓过来 任你宰杀 列阳说完 他身边的一人宁笑着走了过来 我保证 留下一口气 让师弟报仇 此人说完 徒手冲了过来 双手成爪 瞬间变成了黑色 并散发着淡淡的黑气 毒龙手 这是一门阴毒的武技 利用各种不误 甚至是死人的尸体进行修炼 大成之后 一经尸展 浑身上下皆是毒 以他武者进巅峰的修为 即便是武师一重镜 也可力敌 沈龙轩脸色凝重 虽然他对毒不太了解 但是见此人的状态 毒性应该很强 此人一找探来 带起惊天黑气 竟在身前凝聚出一个巨大的鬼爪 向着沈龙轩召来 别浪掌 沈龙轩身形后退 一掌拍出 轰的一声 鬼爪碎灭 可是沈龙轩只沾了一点黑气 就感觉有些头晕目眩 继而被对方一掌轰飞 浑身气血一阵翻涌 哈哈 小杂种 你也有今天 等一下我要让你尝尽人间酷刑 方解我心头之恨 听着李红的咒骂声 沈龙轩立刻运起玄龙变 入体的黑气瞬间被净化 望着金光闪闪的沈龙轩 对方明显一愣 小子 居然不怕我的毒气 看来是想受点皮肉之苦 紧接着 此人浑身气势爆发 武者竟巅峰的气势不同反响 压迫之力碾压而来 带着惊天之势 一拳轰向沈龙轩 居然令空气都发出暴鸣 沈龙轩眼中爆发惊天战役 运转玄龙变的他 就犹如一尊战神 脚踏风雷动迎击此人 说是时耐时快 瞬息间 两人撞在一处 轰鸣震天 犹如刮起了狂风 烟尘四起 笼罩了两人的身影 只能听见 拼拼砰砰的声响 还有阵阵怒吼之音 不适的 有金光黑气迸发 周围的草木 都被震成粉末 不对 就在李红得意之时 猎羊眉头一皱 叫了一声 果然 下一刻一道人影 到尸而回 轰的一声 摔在众人脚前 正是已经不见人形的自己人 沈龙轩从烟尘中走出 热身结束了 你们几个受死吧 刚刚他只想试验一下 自己凭借修为 能不能与武者进巅峰的人战斗 显然差了一截 所以 此刻他不再保留 在几人惊讶的目光下 一道金光亮起 猎羊与身旁的武者进巅峰之人 被狂暴的力量撞碎 沈龙轩停下来时 手里抓着李红的脖子 淡淡地说道 你可曾想过 在你们李家要灭我沈家时 我的感受 借用你的话 小杂种 你可以去死了 手掌用力 沈龙轩打扫完战场飞速离去 可是在他走后不久 死去的李红突然血气冲天 他慢慢地做起 愤怒地对天狂笑 沈龙轩 早晚有一天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此刻他怒骂的对象 已经奔向第九处灵妖区域 一路上 他将身法施展到了极限 渐渐地如疾风般的身影 变得更加迅速 而且伴有狂风席卷而过 一个时辰后 沈龙轩的身影在林中穿梭 就如同一道狂风 呼啸而过 一道细小的风刃 自双掌间飞射而出 紧接着 一道道风刃 随着他的双臂挥动 向四面八方飞出 扑扑 切割的声音不绝于耳 手腕粗细的小树 直接被砍断 粗壮的大树上 也能留下深深的割痕 哈哈 风雷动大成 终于可以释放风刃了 又多了一项攻击的手段 沈龙轩狂笑着飞奔而去 他那庞大的丹田 可以让他随意地挥霍灵力 又过了一个时辰 到了第九处区域 显然他的速度太快 剩下的人没有能够赶超他的 迅速 得采集好灵草 继续踏上征程 最后一处灵草区域 这里将是最终决战之地 也可以说是 他的狩猎之地 当赶到时已经天黑 他没有动一草一幕 而是盘西在这片灵草中央 召唤出战魂 修炼起来 磅礴的天地灵气 被他炼化 化作的灵力 补充着丹田的消耗 只用了一个时辰 就恢复到巅峰 这黄街食品战魂果然强大 若是能升到玄街战魂 该是怎样一番景象 沈龙轩心中的期盼 又强烈了几分 抓出十枚灵药下毒 煞时间 天空上灵气如巨龙般灌入 体内灵药爆发的灵力疯狂运转 在这狂暴的冲击下 即便是他的身体强悍 也有些吃不消了 但是沈龙轩知道 这在修炼的道路上 只是小儿科 所以他紧咬牙关 不惜运转玄龙便来抵抗 最终在黎明之前 他的体内轰轰雷动 五者经六重 伴随着一股狂暴的力量透体而出 他终于控制好了气息 慢慢地恢复正常 伴随着朝阳 沈龙轩露出了笑容 那白净的笑脸 让人联想不到刚刚的疯狂 他这般狂暴的修炼 估计没有几个人敢尝试 继续凝炼灵石 这已经成为他消遣时间的方法 此刻他凝聚灵气的范围 已经达到2500丈 接近傍晚的时候 天边挂起血色的残阳 终于有人赶到了这里 沈龙轩站起身 你说什么 我们龙虚宗的人 把灵草毒吞了 分明是你们龙苗宗的人毒吞的 放屁 我们自始至终 只采集了一处区域 其他的不是你们 难道是龙武宗那个废物不成 我们也只得到了一处区域 砰 啊 砰砰 沈龙轩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他本想动手灭了来人 没想到这帮家伙窝里反 自己打起来了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杨镇师兄 他们身上确实没有多少灵草 不会都在猎羊的身上吧 如果真在猎羊身上 还真不好办 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加上你们几个 顶多能占个平手 这样 他们的灵草加上我们的 再加上最后这片区域的 大概也有三成了 这比起每年的资源 已经多了很多 宗门不会怪我们 采集完这片区域 我们就传送回去 师兄 那里站了个人 此话一出 吓了几人一大跳 抬头时 真的有一个人影隐隐的晃动 什么人 敢在这里装神弄鬼 活得不耐烦了吗 杨镇猛然喝道 能在自己都察觉不到的 情况下靠近 这个岛上 恐怕只有猎羊 能办得到 是猎羊师兄吗 刚才我们遇到 妖兽袭击了 你看 我们也死了几个 沈龙轩听得心中响笑 他一步步走了出来 我可是没看到妖兽 是你们杀死他们的吧 猎羊师兄 我们怎么可能做那种事 你看错了 杨镇退后了几步 师兄 那人好像是 龙武宗的那个人 什么 杨镇凝神望去 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居然装神弄鬼的吓唬我 你个废物 看我不将你碎尸万段 你们两个过去 把他给我抓来 我要把他身上的肉 一刀刀骗下来 杨镇怒吼道 立刻有两道人影飞奔而去 可是这两个人 在半路上 就被两道锋刃切下了头颅 沈龙轩的身影猛地加速 如狂风呼啸 眨眼间就冲到了镜前 挥手间锋芒连闪 杨镇身边的几人纷纷倒地 他大惊失色 你这逆子 居然敢杀死我们龙秒宗的人 等着疯狂的报复吧 杨镇并不傻 他知道自己 不是沈龙轩的对手 准备捏碎传送符 可是一道锋刃飞过 他的手硬生而落 啊 杨镇颤抖地 捂着受伤的手臂 眼神中有深深的恐惧 他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哀嚎道 求你放过我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真的 沈龙轩眼色平静 缓缓说道 你们本不该死 可是错就错在 与龙武宗作对 眨眼间 六天已过 外界平台处 三位长老仍然在打坐修炼 其后面的家族势力 开始窃窃私欲 这些家族的族长 都讨好的来到龙虚宗 虎兔长老跟前 他是第一个 站在龙虚宗身后的 许多家族都很羡慕他 他愁出了半天 终于忍不住问道 虎兔长老 我家有个黄街六品战魂的孩子 能不能加入龙虚宗啊 长老 我们家也有个 黄街六品战魂的孩子 您看可否收到龙虚宗啊 长老 我家是黄街七品战魂 请长老一定要收下 他一开头 立刻无数人跟着追问 只见虎兔长老清了清嗓子 得意地说道 此次比赛 我龙虚宗至少会获得七成的资源 所以肯定会扩大招收弟子的范围 我觉得 黄街五品战魂以上的孩子 都可以测试一下 如果合格 龙虚宗都会大力培养 所以 请各位组长放心 加入龙虚宗阵营 肯定比加入某些宗门强多了 我也相信 在我们共同努力下 龙虚宗肯定会成为三宗之首 虎兔长老满面红光 他蔑视地瞟了一眼行验 嘴角微微翘起 那先恭喜虎兔长老了 我们定以龙虚宗马首试斩 旁边的龙秒宗长老狼笑脸上抽了抽 他看了看自己身后的家族 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过 当他看到行验时 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 行验长老 你也不必难过 没准你们那位弟子 可以创造奇迹呢 狼笑长老的话 很明显是说 沈龙轩回不来了 可是正在这时 平台中央一阵光芒绽放 落幕11个狼狈的身影 出现在众人面前 此人衣衫蓝绿 嘴角挂着鲜血 一脸惊恐的样子 他看了看四周后 直接坐倒在地上 哈哈 这不是龙武宗的那家伙吗 看他的样子 好像受了很重的伤啊 怎么才6天就出来了 那还用问 就他那种修为 没死在里面 已经是万幸了 虎兔和狼笑两位长老 也都认出了沈龙轩 他们虽然很意外 这家伙居然没死 可还是哈哈一阵怪笑 行燕长老 你的人出来了 貌似情况不妙啊 我这里有上好的疗伤药 快给他用上 行燕长老 既然你们的人出来了 不如先让他把收获拿拿出来 让我们长长眼 是啊 小子 可别说你连根毛都没得到 那你们龙武宗可就惨了 公共资源就跟你们没关系了 到时候可别连饭都吃不上 哈哈 行燕听着两位长老的嘲笑 不但没有动怒 反而有些忍峻不住的感觉 脸上因为强忍着笑意 而憋得通红 而这表情 落在两位长老的眼中 明显是已经暴怒 他们更加得意了 这时 沈龙轩拿出两颗二阶的灵草 放在了地上 这就是弟子的收获 哈哈 行燕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手指着沈龙轩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啊 行燕长老 息怒 别气坏了身子 不就是今年得不到公共资源了吗 明年还是可以再争取的 是啊 你现在就算是把他拍死也无济于事了 今年的公共资源 注定与你们无缘了 行燕慢慢地止住了笑声 他可是 看得清清楚楚 沈龙轩的一举一动 都是装出来的 嘴角上的血是抹上的 脸上灰暗的颜色 也是泥土蹭上的 至于微弱的气息 是个舞者就可以伪装出来 更可气的是 这家伙居然只拿出来两颗二阶的灵草 这一切都证明 其他人都出不来了 他这是在推脱责任 狡猾的小家伙 看来在里面肯定得了不少的好处 行燕有些后悔当初答应 比适中的所得都给他了 说说吧 你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别怕 本长老给你做主 后悔归后悔 戏还得演下去 沈龙轩装作一副恐惧的眼神 好似在回忆当时 最后深吸了口气 道 你们不用等了 他们都死了 里面的妖兽突然暴乱 四阶和三阶的妖兽到处都是 我亲眼看见 他们一个个都被撕碎 太可怕了 沈龙轩的话 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但是他又接着说道 大长老 我们快走吧 这种鄙视我 再也不要参加了 等等 小子 你说清楚 谁都死了 妖兽怎么会暴乱的 虎徒长老脸色扭曲得吼道 因为五颗奇怪的果子 五种颜色 但都长在一棵树上 他们在争抢 然后 太吓人了 沈龙轩突然钻到行念的背后 瑟瑟发抖 五行灵果 那一定是五行灵果 小子 那五颗果子到最后怎么样了 狼笑长老听到后 脸色涨红 弟子死活 直接问起果子的下落 足见那五行灵果的珍惜程度 被妖兽吞了 之后 变得强大了无数倍 所有人全死了 沈龙轩颤抖地说道 行了 你们想把他吓唬死不成 这次比是我龙武宗营了 公共资源 今年跟你们二宗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句话 将所有在场家族的心机的吸碎 这时 虎徒长老大喝一声 等等 我要去岛上看看 狼笑长老助我 两人激活了传送阵 刹那间消失不见 这下惨了 我们都赌输了 哎 这都是命啊 我看未必 等两位长老 回来再说吧 一炷香的时间后 两人再次返回 可是虎徒长老手里 却拎着一个人 此人气息极度微弱 身上遍布伤痕 显然是妖兽所为 此人正是李红 沈龙轩神色微变 他确信自己 明明把他掐死了 怎么会又活了 这家伙命虽保住了 可是传送符被沈龙轩收走了 他根本就无法回来 如果不是虎徒长老前去 恐怕会丧命妖兽之口 可能只有等李红醒过来 才能知道了 不过现在 他们两宗却是输了 行验长老 关于资源的事 可否再行商量 毕竟 让你们宗主亲自来龙武宗吧 我做不了主 沈龙轩 拿着你的二截灵草 我们回宗门 想起当初两宗男为龙武宗 正好借此还回去 行验看了眼神后的那位 因为激动而浑身颤抖的族长 你的家族 可以受到龙武宗的护佑 之后 不顾其他两位长老难看的脸色 带着沈龙轩冲天起 留下一地垂头丧气的武者家族 好了 别装了 都看不见了 行验长老高兴地说道 大长老 被你看穿了 可还是出现了纰漏 这世上有什么东西 可以令人死而复生 沈龙轩一咧嘴 道 龟西丹 无品丹药 可以令人看似死亡 实则只是假死 看来用不多长时间 他们就会知道事情的真相 你以后外出走动要小心点 沈龙轩微微点头 这世上有太多的神秘 等着自己去了解 看来还得好好努力啊 对于留下活口 大长老并未多说 反而好奇地问道 你真的得到了五行灵果 大长老 五行灵果到底有什么效果 能让长老们都为之变色 沈龙轩不打反问道 五行灵果 说其为圣药也不为过 但必须五颗同服效果最佳 若单服一颗 只会让五王镜下修为提升一重 而且效果不能叠加 如果现在的你服用 效果才能发挥到最大 首先会产生五行灵力 这会让你的灵力爆发出五倍 甚至更高的战力 这只是刚开始 道五王镜 有很大几率解五行金丹 威力更是绝伦 晋升五宗镜时 五行金丹有机会化作五彩神鹰 可以凝练五具分身 那可就太可怕了 据说这种五彩神鹰拥有者 出入五宗镜 就可斩杀五宗镜巅峰 死 听完行燕长老的叙述 沈龙轩已经彻底震惊了 这太逆天了 他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出入五宗镜 就可斩杀五宗镜巅峰 整个大陆上谁不知道 五宗镜每进生一重 都要花费很大代价 实力更是天差地别 沈龙轩突然有种恐怖的感觉 他看了看身边的大长老说道 大长老 那东西只是我随口胡编的 没想到这么厉害 五行灵果早已经绝种了 怎么可能出现 更何况 他对现在的我 已经没有用处了 如果是三年前 我就算拼了命也要得到 有利就有弊 我刚才也说了 是有几率 如果失败 就会被五行之力烧成灰烬 而且每突破一个大境界 都会受到五行灵力的冲击 挺过去就一飞冲天 挺不过去就烟消云散 所以 意志不坚定的人 得到他 反倒是坏事 三天后 沈龙轩被大长老带回了龙武宗 把他扔到外门封 大长老就去宗主封了 沈龙轩钻进自己的房间 盘膝坐在床上 把五行灵果摆在眼前 这五颗灵果就是祸害 万一消息走漏 自己将会受到五指尽的追杀 包括自己的同门兄弟 都有可能动手 毕竟这东西太逆天了 可是吃下去 成功的几率 到底有多少呢 沈龙轩觉得这就是烫手的山芋 吃不得 扔不得 拼了 五道之路本就逆天 如果前怕狼后怕虎 哪有出头之日 所以要勇往直前 就算是死 也要死得轰轰烈烈 下定决心的沈龙轩 眼神变得无比坚定 他一口气吞下了这五枚灵果 灵果入口 就化作磅礴的灵力 冲入经脉 灌入丹田 刹那间 犹如火山喷发一样 遍布全身 这五颗果实 化作五条灵力巨龙 在身体中穿梭不停 它们本不是凡物 自然要冲出身体 火焰巨龙爆发出滔天火焰 想要将沈龙轩烧成灰烬 此刻的沈龙轩 就像一块烧红的铁块 皮肤干裂 肌肉萎缩 整个人似要干瘪燃烧成灰烬 此刻的痛苦 已经不能用疼痛来形容 黑水巨龙爆发出澎湃狂涛 它的爆发令沈龙轩一喜 两条巨龙刚刚平衡 金刚巨龙轰然浮现 青木巨龙一同出现 爆发出毁天灭地的能量 刹那间 沈龙轩的身躯接近崩溃 玄龙变得等级太低 即便有它的阻挡 也无法抵御这股力量的冲击 就在这危急的关头 它左手上的银色戒指 第二次亮起 白色的光芒 瞬间将沈龙轩包裹 犹如禁锢一般 不仅禁锢它的身体 连体内的五条能量巨龙 一同被禁锢 就仿佛时间 在沈龙轩身上已经禁止 外界已经过了五天 沈龙轩体内的五条巨龙 终于被它的灵力一一炼化 丹田中的灵力 变成了五彩之色 五条巨龙乖巧地游动在丹田之中 一股股五色的灵力通向全身 受伤的身体 慢慢地被修复 两天后 银色戒指的光芒散去 沈龙轩的身形显露出来 皮肤变得晶莹如玉 一头黑发无风自动 浑身散发着一股平和的气息 睁开眼睛时 也没有金光散出 而是无尽的深邃 原本白净的小脸 变得更加迷人 他深呼口气 这几天的时间比几年还要难过 可是当他看到丹田中的五条巨龙时 开心地笑了 心面一动 五行灵力欲于手掌 一招拍下 叠浪掌 哄 整个房间一阵晃动 虽然有阵法防护 但这一掌的威力 还是让沈龙轩大吃一惊 叠浪掌虽然没有突破 但是五行灵力的催发 让这招五技威力 强了六倍以上 面前的一堵墙被击成粉末 房门被击飞 房间被他一掌贯穿 这一次的经历 让他体会到 自己的五技太单一了 生死厮杀之时很吃亏 现在有了强大的灵力 他准备去宗门的拍卖行 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的五技 走出门口 他傻眼了 所有长老都怒目地看着自己 一副要吃人的架势 其中的侯长老 也一脸不善地看着沈龙轩 他刚才正在修炼 被一声轰鸣阵醒 差点受了内伤 没想到是沈龙轩搞出来的 沈龙轩 你搞什么 差点嗨得本长老走火入魔 你得赔偿 他已经听说 沈龙轩去参加三宗的鄙视了 而且得胜归来 肯定得了不少好处 按着他验过拔毛的性格 怎能放过这次机会 侯长老哪里受伤了 沈龙轩微微一笑 问道 我体内灵力被震得走岔了经脉 没有个十天 根本无法恢复 这样 你赔我十科五十单 我可以既往不救 沈龙轩 你是不是做死 信不信 我们联名举报 取消你荣誉长老的资格 是啊 你太过分了 这样别人还怎么修炼 侯长老一脸得意地看着沈龙轩 他带头之后 立刻所有人都附和道 沈龙轩一阵头皮发麻 一个侯长老他都打不过 更何况这么多人 看来这次真的是 犯了重怒了 各位长老 小子修炼时日太短 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还想向各位请教 对于刚刚因为修炼失误 给大家带来的困扰 我深感歉意 抱歉有什么用 我们要的是补偿 没等沈龙轩说完 侯长老就扯着嗓子吼道 是啊 你一句抱歉就了事了 我们怎么办 必须赔偿 几个与侯长老关系颇近的人 也跟着喊道 沈龙轩暗暗记住了几人 不过今天的事确实怪自己 所以他继续说道 各位长老 道歉是应该的 这是做人的基本礼貌 但是我 没有五十蛋 不过我想 这些东西 足可以抵上了 侯长老刚要继续刁难 沈龙轩食指连弹 一颗颗灵药冲向众人 一时间 长老店中间的这片区域 被浓厚的灵气所覆盖 吸一口都会觉得 修为有了进步 乖乖 居然是四节灵药回原果 这出手太大方了吧 沈龙轩 我叫兰玉 这回原果 我收下了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随时来问我 是啊 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 有什么困难跟我们说 一定帮你 众人在收到沈龙轩的补偿后 都十分满意 要知道 一颗四节的回原果 可以抵上几十颗五十丹 至少可以减少半年的苦修 如果正感到瓶颈服用 可以轻易突破 这哪是赔偿 简直就是一份大礼 所以 众人才分分示好 自此刻起 沈龙轩真正被他们所接受 舍财足以拒人 沈龙轩深知这一道理 不过这些对他来讲 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他这次鄙视所获得的财富 庞大到惊人 各位长老 以后肯定少不要麻烦各位 在下还有事 先走了 沈龙全抱拳一一 站住 我受了这么重的伤 你只给我一刻 这根本不够 再拿出时刻 今天就算了事 要不然 我跟你没完 侯长老挡在沈龙轩面前 依附你不给就别想离开的架势 其他人都皱起了眉头 这家伙太过分了 侯长老 我刚才分明听你说 只要十颗五十丹 这回原果 不用我说你也知道 早就抄出了你要的 难道你说话不算话吗 沈龙轩脸色一沉 这侯长老太贪婪了 五十丹要时刻你没有 回原果当然也要时刻 侯长老小眼睛一瞪 理直气壮地说道 放骗 侯长老 非得要我把你以前的丑事 说出来吗 做人做到你这程度 也是绝了 我现在突然怀疑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沈龙轩被气得笑了 沈龙轩废话少说 要不给东西 要不受我一掌 侯长老无赖地说道 真以为你天下无敌了 受你一掌又能如何 沈龙轩运转修为 五行灵力充斥手掌 一掌向着侯长老拍去 不可 太莽撞了 众人惊呼声刚起 侯长老鹰狠的一笑 这都是他的阴谋 要的就是 沈龙轩这样冲动的行为 这一次叫你躺上一个月 天元也管不了我 因为是你先动手的 他心念闪动 身形快似闪电 一掌迎了过去 轰的一声 果然如众人所料 沈龙轩被击飞 撞在墙壁上 侯长老子一动没动 他撇撇嘴 道 无知小二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就在有人要去查看 沈龙轩伤事的时候 这家伙居然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站了起来 跟个没事人一样 也不过如此 侯长老 一掌之仇我记下了 沈龙轩表面生气 心中却暗息 刚才侯长老狂暴的灵力 冲进身体 还没等作乱 就被丹田中的五条巨龙吞噬了 并且有一丝五行灵气 冲进了侯长老的手掌 接下来有他瘦的了 果然 就在这么一会儿的时间 侯长老额头上 出现了细密的汗珠 封了一样冲回房间 剩下的长老一头雾水 怎么挨打得没事 打人的 却好像受了很大伤害一样 想不明白 都各自回房间修炼去了 此事就此翻过 沈龙轩来到了交易峰上的拍卖行 这是龙武宗上唯一的一家拍卖行 名为龙武拍卖行 据说这是龙武宗真传弟子薛振天所设 而且 这块土地是他私人所有 这是龙武宗 给予特殊贡献者的奖励 薛振天是龙武宗真正的天骄 22岁就跨境五王境 在当年三宗大比武时 力压群雄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 后来一直在真传风修炼 不曾踏出山峰半步 徐长老 今天有什么好东西要拍卖啊 今天拍卖的有套剑法不错 你们可以留意一下 沈龙轩刚进门 就听见有人在追着徐长老问东问西 这个徐长老就是龙武拍卖行的主管 众人的追问他一一解答 好了 你们这帮臭小子别光顾了买 有好东西也拿来卖啊 我保证给你们拍出个好价钱 这群人一混而散 买还买不够呢 哪来东西卖 徐长老 我这里倒有些东西 不知道能不能入眼 沈龙轩走过去 微笑着说道 他一翻手 一把灵气长刀出现 他递给徐长老 下品灵气 你是外门弟子吧 灵气为什么不留着自己用 徐长老惊讶地问道 一般的外门弟子 有件灵气恨不得藏起来 这家伙可好 反倒拿出来卖 徐长老 弟子沈龙轩 这东西我有很多 沈龙轩的眼神古井无波 并没有炫耀之意 怪不得看着眼熟呢 走 我们屋里说 两人走进拍卖行里的一个房间 沈龙轩拿出了18件灵气 让徐长老惊讶了一把 最后沈龙轩一咬牙 拿出两枚三接的爆裂单 徐长老一眼就看出 这东西的不凡 鉴定之后 徐长老给出结论 这东西的威力 介于武士近期 重蹈武者近巅峰的武者 全力一击产生的效果 这与沈龙轩的估计差不多 徐长老承诺 这东西绝对可以排出高价 并希望再有这东西 一定要拿来他这里拍卖 如果徐长老知道 沈龙轩拿出这些东西 只是为了拉近关系 肯定会佩服他这份魄力 沈龙轩终于打听到 今天要拍卖的物品当中 真的有一套剑法 名曰落日剑绝 是一套玄阶初级的武技 玄阶武技已经很少见 所以这将是今天拍卖的重点 沈龙轩也因为徐长老 而贝贝安排在了前排的位置 当他走过去的时候 已经有好多人在等候 有几人他都认识 就是内门弟子 火长青和萧和 两人见到他 坐到前三排后也很惊讶 因为按着规矩 这前三排 只有长老和内门弟子可以坐 沈龙轩坐下后打量了一下 这座拍卖大厅 足有千丈方圆 宏伟大气 展台半圆形 高八尺八分 长宽都是八丈八尺 寓意发财之意 下方的座位 环抱着这个展台 阶梯排列有序 让所有人都能清楚地 看到展出的物品 就在沈龙轩等人等候的时候 拍卖行的后台 大长老行验 正拿着两颗爆裂丹 仔细查看 这东西他肯定还有 这上面的气息 与上次他们出任务遇险时 那个被掀翻的小镇中感受过 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 当时他就依靠这东西 才活了下来 这东西 以前从来没见过 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 这就是他制作的 只不过 现在他的修为太低 无法使其威力更大 如果这东西能批量生产 在将来的战争中 将会逆转乾坤 好好跟他拉近关系 将来宗门肯定能用到他 更何况 他还是宗主看重的人 所以 该有的待遇 还是要给到的 你做得很好 这两颗爆裂丹拍出多少 宗门收了 如果他还有 你照价收过就行 这东西 绝不能让其他宗门知道 大长老行验郑重地说道 他发现这沈龙轩秘密 越来越多了 十八把灵气不说 还有爆裂丹 刚才听说 他把侯长老给打伤了 这真的让他惊讶了一把 不过那侯长老爱贪小便宜 教训教训也好 大长老离去后 徐长老重新在心里 将沈龙轩定了下位 随即走向展台 开始今天的拍卖 他刚走到展台的中央 就看见台下的沈龙轩 正在与人争吵 看样子 马上就要动手的架势 原来 沈龙轩坐下没多久 就被几个没长眼的 内门弟子看见 死活就让沈龙轩 让出座位 滚到后边去 沈龙轩的脾气 怎会怕他们 结果几人就争吵起来 你们几个猴崽子 沈龙轩虽然是外门弟子 不过却是我们 龙武拍卖行的贵宾 你们如果还想进入拍卖行 就不要得罪他 徐长老故意放大了声音 让全场的人都听得见 这才熄灭了这次的争吵 拍卖正式开始 好了 今天的拍卖正式开始 第一件展品 是一颗麒麟果 乃是四接灵药 服用后 可让灵力提升一倍 效果不可叠加 也就是说 一辈子只能服用一颗 底价十万金币 最终这灵药 以十九万金币成交 就是与沈龙轩争吵的人之一 他在得手后 挑衅地看了沈龙轩一眼 那意思 分明是在炫富 沈龙轩根本没在意他 这东西 他多的是 第二件物品 就是沈龙轩的灵气 一把长刀 同样也被身边的人拍下 而且是以三十万金币成交的 沈龙轩礼貌地对着这人笑笑 可那家伙 根本不领情 直到第二十件物品时 沈龙轩的灵气都拍卖完了 有一大半 都被旁边这个家伙买走 沈龙轩很无语 买那么多 能用得着吗 沈龙轩从火长青嘴里得知 这家伙叫王勇 他父亲是内门长老 同时他也是内门弟子 并且是内门十大弟子之一 现在的这件物品 是一套剑法 剑者必勇往直前 汉不畏死 所以剑法才会犀利无比 这套剑法名曰落日 从名字上就能听出来 这是何等的气魄 一剑落日 落日剑绝 玄接初级剑法 起拍价五十万金币 徐长老介绍完 场面瞬间就沸腾了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我出五十五万 五十六万 穷鬼 五十几万就想买玄接五计 我出六十万 价格一路攀升 还没等沈龙轩开口 价格已经被抬到了一百万 正是王勇 他依然乐此不疲地 挑衅地看着沈龙轩 我出一百一十万 沈龙轩终于开口 哈哈 跟个叫花子似的 你有那么多钱吗 王勇一脸嘲笑地说道 一百一十五万 这时又有人喊价 看来对这套五计 势在必得 一百二十万 王勇咬了咬牙 见没人在叫价 他得意地看向了沈龙轩 拍卖场中 就是有这种气氛 很多人到这里 并不是真的要买东西 而是享受那种 一至千金的豪情 和被万众瞩目的荣耀 沈龙轩也毫不例外 此刻只有他们三个人在加价 他微微一笑 一百五十万 哗 随着这一声 场上的气氛 越加激烈起来 靠 这是哪位财主啊 一百五十万 直接加价三十万 这小子一看就是个新手 新不新手无所谓 到这里来不就是图个刺激吗 这小子太能刺激人了 王勇这次没有快速加价 而是疑惑地打量着沈龙轩的 想从记忆中挖掘出他的记忆 一百五十五万 另一个声音响起 拍卖场上三个人轮番叫价 是最容易把价格炒起来的 希望两位能给我个薄面 在下是内门的田亮 非常想要这套剑法 看来此人真的是想要这剑法 不惜起身想求 哇 是田亮啊 那可是仅次于内门十大高手的人啊 据说剑法惊人 在拍卖场管什么身份 老子有钱就能砸死你 这下热闹了 听到声音 王勇眼珠一转 开口道 田亮师弟 我倒是可以让给你 但是身边这位可不想让 火长青此时也笑呵呵地看着沈龙轩 他和萧和同为内门十大弟子之一 对田亮很了解 田亮师兄 大丈夫就应当人不让 我也很想得到这套剑法 不如这样 王勇师兄已经退出了 我们两人比试一下 谁赢谁就得剑法 怎么样 沈龙轩不卑不亢地说道 王勇听后脸色变得阴沉 这一句话 算是把自己踢出局了 什么 他以为他是谁啊 外门弟子居然挑战内门高手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现在的外门弟子 都这摇牛了吗 真不要脸 他这是想炒作自己 凭他的修为 怎么配挑战田亮师兄 田亮一袭阑珊 剑眉心目 他静静地凝视着沈龙轩 少请 开口道 不知这位师弟 想如何鄙视 很简单 这剑法名曰落日剑决 那我们就以落日为题 探讨下这剑法的真意 如何 沈龙轩说完 在场的人眼睛纷纷一亮 田亮主修剑法 他的能力有目共睹 所以能听听他对剑的领悟 那真是求之不得 有何不可 落日一词并非夸张 剑之一倒是在修剑 但同时也在修心 心中有剑 即使是片树叶 已能杀人 此境界就是心剑合一 但修剑之人 又是在修身 大成之时 人就是一柄利剑 指天踏地 身剑合一之时 已经看透了剑的本质 但是我认为落日 应该比这更高了一层 应该为一剑 神剑合一的境界 若此时跨上长空 一剑落日 有何不可 修剑就因如此气魄 我被修士该豪迈 踏破虚空斩星海 好 田亮与臂 场上静悄悄 真落可闻 下一刻 震耳欲聋的叫好声 轰然响起 说得太好了 我都想去练剑了 田亮不亏见到高手 太厉害了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踏破虚空 灰心斩月 这是何等境界 在下自愧不如 这套剑法归师兄了 沈龙轩笑着说道 田亮忽有所悟 感激地看了看沈龙轩 火长青也似有深意地 盯着沈龙轩 看了好一会儿 这一步棋下的太妙了 他不仅反击了王勇的挑衅 还成功将其踢出了局 最终以挑战的形式 败给了田亮 让人觉得 田亮是自己赢得的剑法 而不是求人得来的 同时还让大伙听到了 如此精彩的剑道感悟 真是一举多得 回过味儿的王勇气的面色铁青 咬牙切齿 台上的徐长老 也投来赞许的目光 下一件拍卖品 爆裂单 此单金色 爆发时产生的威力 可比武士镜巅峰一击 仅此两颗 其拍价20万金币 火长青见到此单 立刻看向沈龙轩 因为他看到过沈龙轩 丢过类似的东西 不过那时候的威力 可没有这么大 这东西用处说大就大 说小就小 对五王镜没有任何作用 废话 在场的有几个五王镜 这可相当于 带了两个武士镜巅峰的保镖 这东西我要定了 这句话立刻点醒了众人 刚刚热烈的场面再次点燃 一个个双目赤红 呼吸急促 都是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三十万 四十万 再不出手就没了 我出五十万 爆裂单真的跟他的名字一样 燃爆了全场 沈龙轩看着疯狂加价的人们 心秃秃直跳 这帮家伙加价根本就不眨眼睛 眨眼间就被封抬到百万 并且还在继续攀升 就连身边的火长青和萧和都站了起来 十万十万的网上加价 王勇更是踩在了椅子上叫嚣着 谁也别动我抢 谁抢我就打扁他 这两颗爆裂单是我的 滚犊子 有了爆裂单你 还敢来惹我 炸不死你 我出一百二十万 这一刻谁也不让着谁 管他天王老子 也得拿钱说话 有不少人已经传消息 让人筹钱 香八老 这次你怎么不抢了 刚才不是挺威风的吗 王勇看见沈龙轩一直没叫架 挖苦道 沈龙轩无奈地摇摇头 其实 你们叫得越高 我就越高兴 他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让王勇一愣 他一脸看白痴的表情继续高喊 我出一百五十万 谁在抢我真急了 这时谁也不在乎谁的威胁 正是 一颗爆裂单在手 内门外门随便走 徐长老也被这情景吓了一跳 这太热烈了 龙武拍卖行 有史以来就没出现过这样的情景 一百五十万就带走两个五十镜巅峰的保镖回家 难道你们放弃了吗 一百六十万 我出两百万 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沈龙轩回头 原来是傅万金 这家伙消失了很长时间 如今也是五者进三重的修为了 浑身再次穿上了华贵的衣服 看样子经济问题解决了 这哪来的二百五啊 人家是土豪 傅万金的价格已经让许多人望尘莫及 不得不停止了竞拍 有的干脆跑出了拍卖行借钱去了 不过仍有十几个有实力的人 还在抬升着价格 此刻在交易广场上 人们都在谈论着拍卖行中的事 有人听说后 立刻冲进了拍卖行 在一炷香的时间里 整个内门和外门都已经知道了爆裂单 最后居然连宗主都知道了此事 灵力浩瀚的身躯站在宗主殿 眼神仿佛穿透了层层阻碍 看到了拍卖行的情景 这小家伙真能折腾 他根本就不缺钱 这是要干什么 真传风的弟子薛振天也得到了信息 他俊朗的脸庞泛起笑容 自言自语道 有意思 侯小飞匆忙地冲了进来 他刚从他的父亲侯长老那里来 侯长老正在疗伤 并告诉他 一定不能让沈龙轩得到爆裂单 他知道爆裂单的威力后 是真的害怕了 要是沈龙轩得到了 自己不得整天提心吊胆的 此刻的沈龙轩抱着同样的想法 就是不能让傅万金得到爆裂单 他爆裂单近拍后第一次开口加价 我出两百万 他已经后悔 拿出这个东西来拍卖了 所以咬咬牙打算自己买回来 你耳容啊 刚才已经有人叫过两百万了 谁之话还没说完 就被心情激荡的观众们打断 就是 没钱就安心做个听众得了 沈龙轩深吸口气 他知道这里不是生气的时候 高声喝道 闭嘴 我说的是每颗两百万 死 一阵阵的吸气声 火长青早已放弃了 不过看到沈龙轩出嫁后 马上怀疑自己的猜测 可能是错的 毕竟谁会花这么高的价钱 买回自己的东西 这不是有兵吗 算你狠 王勇气呼呼地坐下 他现在可没有这么多的钱 一辈的翻身 让九成的人都放弃了争夺 侯小飞看了看自己手中五百万的金票 开口喊道 我出四百一十万 四百五十万 五百万 侯小飞直接把价格喊到最高 如果还有人出得更高 他也只能放弃了 傅万金也没了生意 这时台上的徐长老 已经开始叫场 五百万第一次 五百万第二次 五百万第三次 成交 沈龙轩看着侯小飞诡异地笑了笑 本来举起的手又放下了 他觉得这两颗爆裂单卖给侯长老父子 很好 哈哈 这次的近拍 已经超过了历年来单品拍卖的最高价 我们应该记住这历史性的一刻 那么我们拿出今天的最后一件拍品 五行剑 据说这把剑已经超越极品灵器 但是由于没有五行灵力的滋养 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这把剑的主人拿出来拍卖 也是希望有缘人 能够让这把剑重新绽放光彩 起拍价五十万金币 展台上的 这把五行剑没有一点光泽 乌漆麻黑的 比平常的铁剑都不如 没人傻到会认为这是 一把灵宝级别的剑 所以出现了冷场 可是此刻的沈龙轩 只感觉体内丹田中的五条巨龙 正在上下翻腾 体内灵力仿佛有些不受控制的 要飞出体外 沈龙轩马上压制了下来 不过还是被火长青注意到了 小兄弟 你没事吧 这么激动干嘛 我看这把剑多半是骗人的 我没事 谢谢长青师兄 我就是想买来玩玩 我以前就有个收藏的坏毛病 沈龙轩的话 让火长青点点头 我出五十一万 嘎 居然有人上当 真是个傻鸟 明白这是骗人的 网勇本来想跟沈龙轩争一下 可是看看那把破铁片 他还是放弃了 最终也没有人加价 沈龙轩长长地松了口气 整场拍卖会顺利结束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同时也让龙武拍卖行的名气大涨 会后 沈龙轩拿到了将近八百万的金币 这还是拍卖行扣除费用之后 再拿到那把五行剑时 沈龙轩的手微微有些颤抖 因为体内五行灵力的暴动 渐渐有压制不住的势头 所以收起长剑迅速回了外门风 其他人也都得到了买下的东西 但有一个人例外 侯小飞被告知 爆裂丹被宗门调用网 之后就被打发了 他刚开始还很郁闷 不过想想 沈龙轩也没得到 也就放心了 此刻的沈龙轩 已经压制不住体内暴动的五条巨龙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拼了 沈龙轩拿出五行剑 五行灵力疯狂涌出 根本就脱离不了身体的灵力 居然顺着手掌涌入五行剑 这时 一边突起 指尖像废铁片一样的五行剑 爆起五彩光滑 光滑流转间 五行剑慢慢融化 最终化为一个五彩的光团 在手中滴溜溜旋转 光团中有一个个小人影闪动 人影拿着剑 或批 或砍 或刺 慢慢的剑影连成一片 一世是强大的剑招浮现 五套看似单独 却又联系在一起的剑法浮现 金刚剑法 青木剑法 黑水剑法 烈火剑法 后土剑法 沈龙轩过目不忘的本领 又派上了用场 一一记下后 五彩光团搜地钻进了自己的手掌 化作一把五彩的灵剑 悬浮在丹田中 五条五行灵果化成的巨龙 环绕在灵剑周围游动 沈龙轩意念一动 手中瞬间出现一把五彩光剑 剑光闪烁 光彩夺目 使劲地掐了自己一把 他感觉这一切 好像有些不真实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他能感觉到 这五套剑法 都是玄节以上的 如果练到巅峰 五套剑法融合为一 有可能晋升为地阶的剑法 这是何等的造化 沈龙轩赶紧闭目 开始领悟剑法 这一闭目又是十天 他低估了这五行剑法的难度 这十天他只是 将几套剑法 粗略地捋顺了一遍 根本谈不上领悟 更别提融会贯通了 想要学习这几套剑法 必须从基础做起 劈 砍 刺 脚 等等 一系列的简单动作 什么时候 做到每个动作都随心所欲 挥洒自如时 才能修炼真正的剑法 接下来的日子里 沈龙轩每天都跑到外面 练习基础动作 一连半个月 天天如此 终于在一个月时 五套剑法完全熟练掌握 基本上算是入门了 这段时间 战魂依然没有晋级 修为倒是突破到了 五者进七重巅峰 因为这段时间 他没有服用灵药 依靠着修炼剑法 体内的五行灵力 提炼得更加精纯 宁元宫可以凝聚灵气三千丈 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蝶浪掌也有所进步 可以一掌下去四重进力 五者进之人 很难接下他的一掌 有过十天 五行剑法步入小城 已经具备了可怕的威力 具体什么威力他不知道 但是跟他拥有一样修为的贺涛 连一招都戒不下 这一日 突然有客来访 而且是个熟人 让人一看就无法自拔的冷艳少女寒灵雪 他今天穿着一套粉色的套裙 雪白的皮肤 完美的容颜 虽然满面冰霜 却也是风华绝代 来找沈龙轩的目的 就是帮他完成一个任务 奖励是可以答应他的一个条件 这种奖励 让人浮想联翩 沈龙轩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鬼使神拆的就答应了 难道自己真的对他 有什么想法不成 第二日 出发时 沈龙轩又看见了另外的两个人 其中一个 就是内门十大弟子之一的王勇 此时细细打量 这家伙虽然声像英俊潇洒 可是眼中 具有桀骜不驯的力气 一看就不是好相处的人 另一个也是内门弟子 衣着华贵 同样也是富贵中人 一副天老大他老二的样子 沈龙轩见到二人眉头微微一皱 他看了一眼寒灵雪 发现了他神色中的一抹不自然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内门十大弟子之一的王勇 修为武师进八重 这位是内门弟子秦荣 修为武师进六重 这位是沈龙轩 他虽然境界不高 但是曾经在出入武者进时 就斩杀数个武师进的传奇战绩 韩灵雪介绍道 灵雪师妹 我认识他 沈龙轩 听说我拍的灵气都是你的 你小子是不是穷的 只能卖东西生活了 王勇心中一直记恨着沈龙轩 所以说话尖酸刻薄 小子 你要是敢跟着我们 等出了宗门 有你好受的 王勇 你干什么 他是我请来的 韩灵雪瞠怒道 这家伙善善地不再开口 不过眼神却满是威胁 沈龙轩的睿智 马上就看出来了 这是在演戏 本来他看见两人之后 就不想去了 但现在他改变了主意 他想看看这三个人 到底想干什么 所以他装作一脸愤怒地说道 王勇 你进龙武宗多长时间了 王勇一愣 哼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 跟郑苗红 修炼已经有五年了 土包子 羡慕吧 真是可笑 修炼五年才是那门弟子 你还觉得挺光荣 我加入龙武宗一共不到一年 现在是外门荣誉长老 你当时在哪里 你有资格笑话我吗 沈龙轩冷笑一声道 你 王勇被戳痛处 立刻变得脸色铁青 你什么你 本来看见你我就不想去了 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我想看看你怎么教训我 沈龙轩手指尖 两颗金色的爆裂丹慢慢旋转 靠 这两颗爆裂丹 怎么会在你手里 你 你离我远点 王勇一眼就认出了这东西 并且迅速窜出十几丈远 韩灵雪也是听说了爆裂丹的事 美眸中惊讶 好了 我们出发吧 这次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偷一颗蛋 一路上 韩灵雪为三人介绍了这次的任务 原来她看中了一只飞行妖兽 五阶的风雷兽 成年的风雷兽 已经有武宗巅峰的修为 所以只能偷她的蛋 回来孵化后训养 不得不说 这丫头的野心太大了 灵雪师妹 咱能不能换个妖兽 五阶的妖兽 我们根本就对付不了 去了不是白白送死吗 王勇听了之后 直接蹦了起来 她可不会傻到 为了女人丢了性命 秦荣也打了退堂鼓 沈龙轩也是皱皱眉头 心中暗道 又开始演 我看你们能装到什么时候 你们听我说 我没封 封为兽一词一雄 雌兽刚刚生完蛋 虚弱的只有五世净修为 而雄兽每天都要出去觅食 我们只要看准时机 引走雌兽 偷一颗蛋 应该不成问题 事成之后 答应各位的条件肯定兑现 韩灵雪介绍完 众人才继续前行 沈龙轩却在想 他答应这两人什么条件呢 足足走了八天 才来到风雷兽的老巢 那是一座山峰之巅 整日狂风不断 众人潜伏在山脚 观察了一天的时间 发现雄风雷兽 每日早上 中午出去觅食 一次大概一个时辰 如果抓紧时间 这个任务应该可以完成 现在我们来分配一下 龙轩师弟 你能为我去引走风雷兽吗 当然 如果你不愿意 也可以由王勇师兄代替 韩灵雪脸 若冰霜地问道 沈龙轩眼中寒芒一闪 这里三的男人 他的修为最低 把最危险的任务 扔给自己 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让自己知难而退 从此在几人面前 再也抬不起头 并且以王勇的秉性 肯定弄得人尽皆知 到时 自己会很丢人 第二就是想利用风雷兽 杀死自己 这么狠毒的计划 沈龙轩不相信 是这个女人想出来的 韩灵雪 我并没有得罪你 我想知道 你这么做 到底是为了什么 沈龙轩立刻出现了慌乱 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我说什么你心里明白 是有人要挟你这么做的 还是你自己 沈龙轩寸步不让 立声贺问 沈龙轩默默唧唧干什么 到底敢不敢去 不敢就赶紧滚回去 以后见着我赶紧绕着走 王勇马上跳出来吼道 闭嘴 信不信我弄死你 沈龙轩拿出两颗爆裂丹 王勇立刻闭嘴 脸上现出猙獰之色 一个在他眼里的垃圾 居然敢威胁自己 而且还是 当着美女和自己手下的面 沈龙轩 这次的仗我记下了 他恶狠狠地瞪着沈龙轩 走到一边 说 到底是为什么 沈龙轩的声音 猛然间提升一倍 吓得几人一哆嗦 韩林学眼泪在眼睛里 直打转转 紧咬猪唇 最后说道 不为什么 你只决定去 还是不去就行了 去 我不光会引走风雷兽 还会帮你偷到风雷蛋 看你还有何话说 沈龙轩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四人立刻做了分配 沈龙轩负责引走 雌风雷兽 其余三人去偷蛋 一日清晨 伴随着一声嘹亮的售后 雄风雷兽飞走了 沈龙轩立刻展开身法 向山顶飞窜而去 三人紧随其后 不过只一会儿 就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这家伙 怎么这么快 一炷香的时间后 沈龙轩终于赶到了山顶 只见一只足有巴掌大小 双翅银色羽毛的巨兽 趴在巢中 此寿龙头凤一旗铃身 鼻息中 一阵阵狂风吹起 那片片灵甲 宛如神兵利刃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沈龙轩咽了口唾沫 跟这么大的妖兽战斗 还真是刺激 他曾经在书中 看到郭关于这种妖兽的介绍 当时只以为是胡编乱造的 亲眼见到时 顿时感叹天地之神奇 书中曾云 风雷巨兽 龙头凤一旗铃身 吐气成风 口喷狂雷 动则如狂风闪电 数十大巅峰妖兽之久 沈龙轩想着书中介绍 心中战意升腾 能与巅峰妖兽战斗 哪怕是他的修为 现在跌落到五十镜 也足以自傲了 他的举动 立刻引来了风雷兽的注意 立刻对着沈龙轩打了个响鼻 掀起一阵狂风 就欲把他吹走 沈龙轩展开身形 风雷动施展到了极限 欲风而行 眨眼间 时数到风刃呼啸而去 此时的风刃威力 至少提升了五六倍 他知道这都是由于五行灵力 此刻不敢多想 只见时数到一丈长的风刃 全部斩在了风雷兽的身上 这家伙太大了 只要不是瞎子 在他不动的情况下 都能命中 可是沈龙轩发现 自己的攻击 在这大家伙的身上 只留下一道道白印 别说灵甲 就连一片羽毛 都没受到伤害 风雷兽蔑视地看了 眼前的人类一眼 玩风 他可是祖宗 只见他双翅一山 身边的狂风嘎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 一片片十几丈长的风刃 闪着雪亮白光四散飞出 嘎 这也太强了吧 寒灵雪三人 虽然藏在了山石之后 但也感觉心惊肉跳 他现在心慌意乱 眼睛紧盯着沈龙轩 沈龙轩心中召唤 一把五彩神剑默然出现 他手持五行剑 一股丰锐之气 冲天起 仅有光 可延展 埋而不生一 断而不轻生 丰锐坚固 可摧毁一切 他心中默念剑法总纲 爆喝一声 金刚剑法 五行剑的锋力催发到极致 沈龙轩只感觉体内的五行灵力 疯狂地涌入剑中 一道无间不摧的金色剑芒 劈空斩下 轰轰 山峰阵战 巨石滚落 沈龙轩身前的几道锋刃 尽数被毁 而金色剑芒也慢慢消散 他整个人被轰入山石之中 有一道锋刃 恰巧击中寒灵雪 他们躲藏的山石上 顿时闹得人仰马翻 好不狼狈 沈龙轩挣扎着战起 没想到五行剑法威力如此之大 但只是一击 就消耗了他一半的灵力 看来只能智取了 不知道战魂能不能压制得了他 沈龙轩见远处的几人 正自顾不暇 毫不迟疑地召唤出玄龙之魂 这战魂已经吞噬了七千多颗灵石 仍然是黄街食品 有时候沈龙轩都怀疑 他还能不能晋升 见到玄龙之魂后 风雷兽明显一愣 紧接着浑身灵甲和羽毛倒数而起 就像遇到了天敌一样 虽然浑身发抖 但却一直守护在自己的孩子身边 沈龙轩借此机会 闪电般窜到风雷兽身旁 抱起一块紫色光芒的石头就跑 战魂随之收起 他不想被人看见他的秘密 失去威压 风雷兽当时就怒了 那块紫色石头 可是他的孩子 净生必备之物 他不再顾及其他 具意煽动 向沈龙轩追去 这家伙双翼一展 足有十几丈 当真是迅疾如风 狂猛如电 眨眼间飞到沈龙轩头上 张口就是一道闪电披落 沈龙轩施展身法 尽力躲避 速度快到极致 只见他 就像一阵狂风一样 向山下狂奔 身旁不时有雷电披落 但他都能以毫离之差躲避 看得人惊心动魄 那样子 只要一个不留神 就会灰飞烟灭 眼见沈龙轩已经跑出了视线 寒林雪三人立刻行动 他们三人从乱石堆里挣扎出来 向山顶冲去 几百丈的距离眨眼极致 风雷兽的窝里 有三颗比他们还高的巨弹 两白一子 三人刚准备将巨弹收进乾坤界 可这时 远处一个黑点急速放大 并发出剧烈的怒吼 沈龙轩这个废物 不会这么快就挂了吧 网友骂道 寒林雪娇躯一颤 眼泪流了下来 不过现在已经顾不得其他 来不及了 是那只雄风雷兽回来了 快跑 网友喊完 顺着山路跑了下去 寒林雪两人 也丝毫不敢停留 因为雄风雷兽 可是有武宗镜的修为 看着很远 可是眨眼 就到了十里之外 三人亡命奔逃 恨不得泪生双翅 飞回龙武宗 可眼见着风雷兽闪电般地追来 丝毫没有办法 咔嚓 一道劈雷划过 网友身边的巨石化为粉末 妈呀 我没拿你东西 不要追着我啦 可是风雷兽丝毫不加理会 锋刃 雷电筒筒砸下 轰鸣乍响 沿途的巨树 山石 全部变成尘埃 啊 韩灵雪眼见秦戎被一道巨大的 锋刃一切两半 刚刚发出惨叫 就被雷电烧成灰烬 他方心大乱 不远处的王勇 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这要是换做他肯定会拼命保护自己吧 韩灵雪心中突然间的一个念头 灵雪师妹 哥哥不陪你完了 我先走了 王勇身上一阵光芒闪动 嗖的一声消失了 韩灵雪眼中泪光闪动 沈龙轩那挺拔的身影浮现在脑海 你还会活着回来吗 高空中十几道锋刃当头斩下 一道狂雷犹如一条巨龙 怒吼着轰了下来 沈龙轩在森林中穿梭 已经跑了半个时辰 浑身上下金光闪耀 衣衫破碎蓝绿 一片片烧焦的痕迹 历历在目 让你追 沈龙轩用尽全力 把手中的紫色石头扔出 呜的一声鸣叫 这石头化作一道光影 他终于松了口气 原路快速返回 他刚才都来都去 并未跑出多远 所以 只是片刻 就回到了风雷兽的老巢 远远地就看见三颗巨大的蛋 耸立在窝里 他上前抱起那枚紫色的巨蛋 毫不犹豫地捏碎了 来时特意买的传送服 光芒闪耀中 他看到了两只风雷兽 都已经返回 下一刻 人已经出现在龙武宗外门峰 沈龙轩跌坐在这传送的平台之上 这一路地逃跑 耗费了他全部的力气 休息一会后 他背着这枚巨蛋 缓缓向山上走去 一路上碰到的弟子 全都躲闪开来 这个人是谁啊 怎么跟着叫花子似的 好像从火堆里爬出来的 你们看 头发都烧焦了 不过他背了块蛋型的石头干嘛 难道这是什么修炼方法吗 沈龙轩一声苦笑 不怪众人这么说 自己确实太惨了 衣服浇黑一片 脸上汗水混着尘土 完全看不出自己的模样 更可气的是 自己的头发都被烧焦了 爆炸起来乱糟糟的 整体形象看起来就是一个叫花子 看他的方向 好像是女神韩灵雪的院子 他想干什么 女神刚回来不久 看表情一定也不好 这家伙现在去 绝对会被踢出来 我们跟过去看看 片刻后 沈龙轩背着巨蛋 走到了韩灵雪的门口 砰砰砰 用力地拍着大门 里面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 呼吸之间 大门咣当一声被打开了 韩灵雪脸色冰冷的吓人 看来这家伙要倒霉了 何止倒霉 估计会被贬的 别吵了 巨蛋往地上一放 对着他们口中的女神说道 你的蛋 我给你拿到了 这下能告诉我 为什么这么做了吧 原本怒气冲冲的韩灵雪 听到这个声音后 立刻捂住了小嘴巴 你真的拿到这个蛋了 你看我的样子像假的吗 少说废话 你为什么陷害我 是谁指使你干的 沈龙轩怒气冲冲地问道 他答应的全部实现了 所以现在的他算是理直气壮 龙轩师殿 你别问了 那个人不是你我能对付的了的 我不告诉你是在保护你 韩灵雪脸色焦急地说道 这次算我欠你个人情 至于答应你的条件 你随时可以提出来 只要我能做到的 一定不会反悔 沈龙轩沉默了 对于这个女人她 真的是摸不准了 根本看不出是好还是坏 反正答应她的事 已经办完了 做人只要问心无愧就好 惹不起老子还躲不起吗 沈龙轩转身就走 根本不在乎什么女神 还有围观的人在说什么 回到自己房间后 立刻清洗一番 美美地睡了一觉 醒来后又开始修炼 见过风雷兽后 她对风雷洞又有了新的感悟 三天下来风雷洞又进一步 但是离圆满境界还有一段距离 这三天 她没事的时候也在想 韩灵雪所说的那个人 到底是谁 这时 听见外面狂风闪电 难道是要下雨了吗 但是紧接着就听见 在狂风闪电中夹杂着狂吼 尖叫之声 沈龙轩马上感觉到不对劲 她立刻冲出了房间 同时 还有其他长老也冲了出来 外门风的弟子 全部冲出屋外 只见一头巨大的飞行妖兽 正在外门风上空 吞吐着狂风闪电 风雷兽 妈呀 这玩意怎么找到这来了 沈龙轩心中打鼓 她发现自己 好像惹了大祸 眨眼之间 就有几十个外门弟子 被封刃 闪电收割了性命 这正是那只雄风雷兽 武宗境的修为 整个龙武宗 谁人能挡 风雷兽的目标 就是寒灵雪的院子 此刻她已经飞到了上空 双翅一山 顿时狂风大作 眨眼间 整个院子就被吹飞 寒灵雪无力地瘫倒在地 眼神绝望 哄 沈龙轩脑海中一阵轰鸣 这种眼神 她不想再见到 上一世自己的女人 就死在面前 临死时的眼神 跟现在的寒灵雪一模一样 不 沈龙轩曾经发过誓 绝不会让这种 请再次发声 她一直到现在才明白 原来她心中 一直默默地喜欢着对方 只是因为对方的冰冷 这种喜欢被掩埋在心里 此刻看到寒灵雪柔弱的一面 掩藏在心底的情感 瞬间爆发 她大喝一声全身金光爆气 野蛮冲撞 一道金色流光 带着无以匹敌的气势 轰然撞向风雷兽 宛如一颗流星 划破长空 在风雷兽身上炸响 哄 风雷兽愣了一下 这里居然有人 能够接近她高贵的身体 并且撞得正着 向鼻尖一道锋刃飞射而下 快走 沈龙轩落地之后 一声大吼 寒灵雪完全猛了 只见沈龙轩拿出一把五彩神剑 劈空展出一道金色剑芒 劈碎了飞落而下的锋刃 见寒灵雪傻傻地站在当地一动不动 她一步冲上镜前 拉起她就跑 这两下已经是她的极限了 面对五宗镜的妖兽 外门风没人能够对抗 甚至连接近的勇气都没有 沈龙轩居然为了寒灵雪冠冒风险 面对生死危机 寒灵雪却笑了 笑得是那么的美 不过沈龙轩可没心情欣赏 因为风雷兽吐出一道闪电 这道闪电明显不同 在空中化作电网 笼罩向两人的身影 看着漫天的电网 沈龙轩绝望了 这根本不是自己能够阻挡的 都说英雄气短 而女情长 看来真是如此 沈龙轩暗自嘲笑自己 不过目以成舟 只能愧对祖先了 聂绰 就在这危急关头 十大长老赶到 他们凌空对风雷兽展开攻击 尤其是大长老行艳 出手很辣 一道道掌印凌空飞出 仿佛穿越了空间 全部轰在了风雷兽的身上 强大的力量轰然乍响 狂暴的力量将空间撕裂 一道道空间裂缝 爆发出阵阵撕扯之力 恐怖的电网 也被十大长老狂暴的力量 瞬间轰散 沈龙轩二人得救 不过危机并没有解除 十大长老最高的修为 也就是半步五宗镜 可是风雷兽 可是实实在在的五宗镜实力 被攻击区域的弟子 刚刚跑出来 被围攻的风雷兽 终于暴怒 五宗镜实力彻底爆发出来 只见他浑身电光闪烁 狂风怒吼 那看似庞大的身躯 不停地穿梭在空中 快如闪电 一道道上百丈的巨大风刃 席卷四周 五宗镜的威压 让十大长老也堪堪抵御 只能是勉强招架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眼看着整座外门风 就要被风雷兽摧毁 正在这关键时刻 宗主风一道恐怖的气势冲天起 风雷兽身边突然一阵涟漪 一只巨大的手掌凭空出现 宗主出手了 我们有救了 拍死这畜生 几十个师兄弟都被他杀死了 他怎么突然来到这里 的 难道下面有什么他需要的东西不成 沈龙轩此刻已经撤到外围 并且帮助受伤的弟子 撤离战斗区域 此刻的风雷兽四世 赶到了危机 嘴巴急速隆起 下一刻 一股足有半丈粗细的雷电光柱射出 可是巨大的手掌 只是虚空一抓 黄暴的雷电之力 便在空中直接泯灭 化作灵星的光点消散在天地间 风雷兽一声怪吼 掀起一阵飓风 那阵阵撕扯之力 把空气撕爆 向着巨掌席卷而去 并且在飓风之后 两道十字交叉的百丈 风刃斩掠空间 轰轰 一阵地动山摇 外门风上空 被这巨大的力量 撕开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 恐怖的波动 四散一开 双重攻击之下 终于将巨掌轰散 风雷兽对着宗主风的方向一声怒吼 怒吼声中 一道两丈大小的雷电光球 一闪而没 出现时 已经在宗主风的上空 风雷兽知道遇上了劲敌 所以 他一头冲下天空 奔着紫色巨蛋的方向扑去 龙武宗启示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只见一道虚无的身影 从宗主风上冲天起 雷电球硬生而灭 眨眼都没用上 就到了风雷兽身前 简直跟瞬意一样 此人一袭黑衫 看上去只有三四十岁 满头黑发飘扬 身上的衣服无风自动 正是宗主占天 一股股玄傲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仿佛此时的他 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一样 宗主居然突破到 五宗镜八重了 怪不得这么厉害 大长老行艳惊讶地说道 正好缺了坐骑 就由你来充当吧 宗主眼中满是惊喜 龟元长 只见他 只是抬手向下一按 天地间灵气 仿佛受到指引 蜂拥凝聚 化作一只百丈巨长拍下 五宗镜已经可以调动 自然之力为己用 这只剧长携带天地威压 瞬间就到了风雷兽的头顶 沈龙轩紧紧地攥着拳头 心中暗想 用不多久我也能有此威能 这时 风雷兽怒吼一声 面对危险 他却没有逃跑 身体猛然缩小一圈 头上的双脚 漠然爆发出现强烈的光芒 如太阳般耀眼 一到十几丈促的能量光柱 冲天起 所过之处 空间咔咔作响 这一击有毁天灭地之能 不过 在碰到剧长以后 土崩瓦解 愚蠢 明知不敌 还要逞呢 真不知你是怎么修炼到今天的 宗主战天 手掌微微一收 收回了五成力量 不过这一掌 依然让风雷兽皮开肉绽 血肉横飞 但是这个大家伙 仍然不肯让步 一直死死地护着身下 咦 宗主战天收回手掌 只见风雷兽的身下 是一颗紫色的巨蛋 他护着一块石头干嘛 你傻呀 那肯定是他的蛋 可是我怎么看着那紫色的巨蛋 那么眼熟呢 龙武宗主战天 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 有人偷了风雷兽的蛋 所以人家才找上门来 这时还真不怪风雷兽 是谁干的好事 站出来吧 他声音不大 却清晰地传进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听起来有无上的威严 让人不敢撒谎 是我偷的 沈龙轩马上站出来说道 大丈夫就要敢作敢当 即便是做错了 也要敢于承认 这是他一直都奉行的为人之道 宗主 是我偷的 与他无关 这又不是立功 你们抢什么 我能看出来 这蛋确实是沈龙轩偷的 因为上面有他的血 你小子 还真是不安分 罚你去后山守灵一年 宗主无奈地说道 十大长老面面相去 这算什么惩罚 这明明就是保护 害怕有弟子向沈龙轩寻仇 宗主继续对着风雷兽说道 风雷兽 你可愿意成为我的做起 宗主太厉害了 居然说五届妖兽当做起 风雷兽肯定答应了 他根本就不是宗主的对手 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风雷兽摇了摇头 叼起紫色的巨蛋 送到了沈龙轩的面前 眼中恋恋不舍 风雷兽 你是说 要把这颗蛋送给我吗 沈龙轩心中惊奇 难道是因为自己 长得太帅了 这小子 真是太能想象了 风雷兽怎么会把孩子送给他呢 我认为风雷兽 是想让他把蛋擦干净 谁知不了 风雷兽听到后立刻点头 并用爪子推了推 送到沈龙轩手里 那意思是 告诉他快点收起来 靠 这家伙太好命了吧 为什么不给我呢 我比他帅啊 别瞎想了 蛋上的血迹 肯定是他的 这就相当于低血认主了 沈龙轩听了之后 立刻明白了 他抚摸着巨蛋 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更明显了 你真的不愿意跟着我 要知道在龙武宗 你会变得更出色 宗主战天还不死心 可是风雷兽看都不看他一眼 张嘴吐出一块紫色风雷石 给了沈龙轩 翅膀一扇 飞走了 所有人都认为沈龙轩走运 可谁见过他拼命 远处的人群中 王勇眼神怨毒地看着沈龙轩 混蛋 老子差点送命 好处却让你一个人得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韩灵雪终于放下心来 还以为宗主要杀了沈龙轩呢 那是他不想看到的 他本不是这里的人 现在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 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一直陪着沈龙轩 在后山祠堂守灵 两人一起喝茶 一起练剑 韩灵雪那冷若冰霜的脸 整日都是笑容 真如百花绽放 美艳无边 但是沈龙轩却捕捉到了 他眼底的那一丝忧愁 不过他也没追问 甚至连韩灵雪说的 陷害自己的那个人 他都没问 只是享受着两个人 在一起的时光 终于有一日 沈龙轩担心的是来了 他收到了一封书信 沈龙轩 韩灵雪被我带走了 要想救他 就来玄冥殿 明天龙 沈龙轩并未惊慌 反复地读着 这短短二十几个字 他写的是带 而并非抓 应该没有危险 他早近察觉到 韩灵雪的特殊 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那种与生俱来的气质 也不一般 肯定是大有来历的人 沈龙轩找到了大长老行验 打听玄冥殿 大长老想了好久后 才悠悠说道 玄冥殿 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势力 记得上次血迹的事吗 那火人就是玄冥殿的 他们跟海里的妖兽一样 是我们的宿敌 千百年都未曾改过 肯定是你上次 破坏了他们的好事 对你怀恨在心 但是你不用担心韩灵雪 能无声无息地将她带走 多半是她自愿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女娃娃 也可能是玄冥殿之人 不过玄冥殿在哪里 真的没人知道 你还是安心修炼吧 沈龙轩把精力 重新投入到修炼中来 还有就是 照顾那枚巨蛋 她已经可以听见 里面的心跳声 估计用不多久 就可以孵化了 沈龙轩的修为 也在短短几日后 突破到了五者镜八重 宁元宫聚气三千五百丈 玄龙之魂 吞噬九千枚灵石 依然没有动静 玄龙便因为修为的身高 有了一丝的进步 不过不太明显 这一日 正千万来看望沈龙轩 这家伙的进步也不小 已经是五者经六重了 他带来消息 宗门发布了一项 剿灭海妖的任务 任何人都可前往 这段事情发生在半个月前 龙武宗管辖范围的天水国 突然遭到大量 海中妖兽的袭击 死伤无数 天水国的部队 根本不是二阶 甚至三阶妖兽的对手 最后指的向龙武宗求援 沈龙轩听完之后 立刻决定前往 他本就痛恨海妖 听说这样的事岂能不管 另外 他也希望借此机会 打听玄冥殿的消息 毕竟这种被人在背后盯着 那滋味很难受 沈龙轩也希望通过这次外出 来充实自己的爆裂单裤存 再交一封收购了自己所需 他缓步来到急顺米航 米航内楚灵的父亲楚云飞 正在两眼放光地数着金币 那模样 简直就是一个财迷 楚灵俏丽的身影 气呼呼地站在旁边 我说楚云飞 你到底涨没涨心 店里这么多垃圾 你都不知道打扫 就光顾数你那两个钱 你眼睛里除了钱 还有什么 丫头 没钱拿什么给你当嫁妆 没钱拿什么当饭吃 拿什么买新衣服 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楚云飞头都没抬 哼 财迷 楚灵开始动手打扫卫生 这时 沈龙轩走了进来 打过招呼后 楚灵倒了杯水 沈龙轩也不客气 喝了一口问道 楚灵 零食还够吗 这几天 我要去天水国参与灭妖 可能会有段时间回不来了 够 不够 妇女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沈龙轩笑着 扔给楚灵三百块零食 这只是他一天的凝练结果 我说龙轩 你这么多零食 足够买吃不完的灵米了 可是你却白白地送给我们 你就实话实说吧 是不是看上我们家楚灵了 哼 楚云飞的一句话 让沈龙轩刚喝进去的水 全喷了出来 楚老头 你说什么呢 人家好心好意帮助你 你去说风凉话 是不是耳朵不疼了 楚灵俏脸通红地称道 虽然说练武之人不拘小节 但毕竟是女孩子 被人当面说出来 当然不好意思 不过他还是偷偷地 看向沈龙轩 哈哈 老哥你说笑了 我拿你们当朋友才帮你们的 楚灵生的交出可人 谁见了都会喜欢的 好了 我走了 沈龙轩赶紧逃跑了 他不是不喜欢 而是不想在儿女情场上浪费时间 他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做 只是喜欢吗 那为何拼死护我性命 楚灵看着沈龙轩的背影 难难自语 第二日 沈龙轩就出发了 一同前往的 还有挣千万 魏明和贺涛 四人心夜兼程 用了十天的时间 才赶到天水国 天水国地靠海边 而明昆城首当其冲 距离海边仅有千余杖 所以 城墙修得 极高大又结实 但是当四人来到城前 一副战后的惨象 竟现眼前 尽管见多识广 此刻也为之动容 古老的城墙上千疮百孔 有很多地方 都是新修补过的 但是也掩盖不住战事的激烈 城墙下到处都是干涸的血迹 甚至还有残枝断壁 没来得及清理 城门被砸掉了半边 正在修补 城门的守卫 都是缠着绷带的士兵 种种迹象都在说明 海妖的攻击 肯定猛烈无比 四人说明了来意后 被带往城主府 一路上到处都是受伤的士兵 但是城内没有遭到破坏 看得出来 明昆城的将士们 真的很英勇 几人不禁暗声敬佩 这些士兵虽然受伤 但是没有一人表情痛苦 相反都是战也昂昂 不久 几人便被安顿在了城主府 有专门的区域供他们居住 此时已经有宗门的人先行到达 还有龙武宗弟子 正在陆陆续续地赶到 两天的时间 已经有几百个龙武宗弟子 来到明昆城 并且有内门弟子带队 其中就包括侯晓飞 这家伙貌似突破到武士镜四重了 可能是突破带来的自信 他看见沈龙轩后 就一脸的挑衅 这次宗门给的奖励是丹药 杀死一头一接的妖兽 奖励一枚脆体丹 杀死一只二接妖兽 奖励一枚武者丹 以此类推 尚不封顶 当然 宗门有特殊的方法进行记录 做不得假 所以才会引来如此多的弟子参与 秦勇也在其中 这家伙在急顺米航吃了亏后 一直没敢找沈龙轩的麻烦 因为有宗门的规矩 他不敢违背 不过 心里一直记着此事 这次他出来 就是因为沈龙轩 他要趁机报复 这一日 沈龙轩闲来无事 看到城主府的 练武场上人影传动 传出一阵阵呼吓之声 他好奇了走了过去 原来是龙武宗的弟子 在与城主府的士兵们切磋 只见场地上的两人 全都是武者进六重 两人打得难解难分 其中一人赫然是郑千万 两人已经召唤出战魂 虽然郑千万的战魂 是黄街八品 另一人是黄街七品 但是身经百战的士兵身上 有一种铁血杀戮之气 那士兵竟渐渐占据上风 郑千万最终拼尽全力 两人同时 摔出比武场 沈龙轩赶忙过去扶起郑千万 这家伙拍拍身上的尘土 哈哈一笑 对着那士兵说道 小兄弟 你真厉害 等杀完妖兽 哥哥请你喝酒 对面也是哈哈一笑 龙武宗弟子 果然名不虚传 面对我的杀气 竟不落下风 佩服佩服 没想到 一场比武两人 倒成了朋友 接下来 又是几场激烈的比斗 双方各有输赢 场面一度热烈起来 沈龙轩 听说你是外门的长老 我是内门弟子黄霄 咱们两个也算平级 可敢与我一战 这时 一个内门弟子上台挑战 此人修为武士进三重 沈龙轩也想试试自己的能力 便欣然前往 有何不可 师兄请 此人用了一把长刀 踏步劈砍而来 凛冽的长刀 迸发出三丈刀芒 横扫天地 哇 武士三重镜 比我们副将军还高一级 可是另一个人 貌似只有武者八重镜 这还用打吗 两人话音未落 只见沈龙轩在旁边 抓了把普通长剑 催动五行灵力 剑身上绽放五彩光芒 瘟鸣一声迎击而去 刀剑交错 二人站在一处 刀锋剑芒相互肆虐 轰鸣声不绝于耳 下面的人叫好连连 靠 这哥们太猛了 武者镜就能对战武士镜 这太了不起了 人群中的秦勇 却一脸的冷笑 怀月斩 这时 黄霄一声爆喝 高高跃起 弧行的刀芒 真的向怀中 爆了一轮明月 迎头劈砍下来 这一时怀月斩 乃是玄阶出击武技 威力不容小觑 如新月的威压迎风而下 在场的人 没有几个学过玄阶武技的 所以立刻引来喝彩 玄阶武技 居然如此威力 看来那哥们不死也的残废了 可是沈龙轩眼中满是战意 他没有动用玄龙变 但是已经与武士镜三重的人 战成平手 这足以说明 五星灵气多么强大 黑水剑法 浓烈的水气 瞬间升腾而起 一股更加恐怖的威压 从沈龙轩的身体上迸发 他手中的长剑 发出奸笑的瘟鸣 仿佛已经承受不住如此威力 此刻沈龙轩猛然挥动长剑 一道无以匹敌的黑色剑芒 宛如黑色巨浪 冲天起 这是什么 这难道也是玄阶武技吗 今天可真是开眼了 黑水映月 绝冠长空 轰然一声炸响 沈龙轩蹬蹬退后几步 他手中的长剑 完全发挥 不出五星剑法的实力 寸寸断裂 化为灰烬 黄霄虽然没被炸飞 但也狼狈地落地 手中长刀断成两截 不住地喘着粗气 表面上看是沈龙轩败了 可刚才那一箭在他眼中 宛如磅礴的大海 铺天盖地袭来 恐怖的威压 让他根本不能反抗 但没想到 对方只是虎头蛇尾 根本没什么威力 沈龙轩 你败了 赶紧滚开 秦勇飞身而来 他猛地一把推开沈龙轩 沈龙轩只感觉腰间 传来一声脆响 他拿起一看 自己的身份令牌碎了 沈龙轩 这可不是故意的 但是令牌碎了 意味什么 你知道吗 宗门是通过令牌 来辨别弟子 击杀妖兽数量多少的 这次你算是白来了 沈龙轩立刻就明白了 对方这一切都是故意的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自己空手而回 真是无知 难道你的眼中只有利益吗 沈龙轩厌恶地 看了一眼秦勇 转身离去 败了还装清高 呸 秦勇蔑视地 看着离去的沈龙轩 艳雀胭之鸿 其实沈龙轩来这里 真的没想到 要什么奖励 海妖骇人 不需要任何理由必杀之 到了第五天的时候 战鼓终于敲响 龙武宗已经前来五百多人 绝大部分都是武者静 武师静只有十人 随着战鼓的雷动 城中的军队开始集结 沈龙轩来到城门处时 数万军队已经严阵以待 其中有队最显眼的战士 他们都是银盔银甲 银色长枪 连战马都穿着银色的铠甲 他们大概有五千人左右 这支队伍总修为最低的 都是武者静六重 各个骁勇善战 五千人的气势 凝结在一起 血气冲天 所向披靡 龙武宗的勇士们 三阶的妖兽就拜托了 城主对着龙武宗 十位武师静的弟子说道 城主放心 必叫他们有来无回 秦勇大声说道 秦勇天赋也不错 经过一年的修炼 已然跨进武师静大门 说话间 远处海平面上 升起一道白色的海浪 眨眼间临近 这才看清 那海浪分明就是密密麻麻的妖兽 而且后面一波接一波 足有十万之巨 看着如此密集的妖兽 许多在龙武宗养尊处优的弟子 已经双骨颤颤 还没开战 就已经没了勇气 但是城外的军队却丝毫不让 他们的气势一翻再翻 已然达到顶峰 犹如实质的杀戮之气 凝而不散 准备致命一击 沈龙轩看着龙武宗的弟子 摇了摇头 他发现 至少有一半的人 心中已经动摇 看来不经过战斗的洗礼 即便修为高深 也是无用 但是另一半人 却已经跃跃欲试 体内战斗的热血 完全被这场面激发出来 浑身战役生腾 直压天井 此刻远方的妖兽 已经开始登岸 看见鸣昆城前的人类 眼中冒出嗜血贪婪的光芒 人类的血肉气息 就是他们的补药 面对这些没有人性的妖兽 只有一个字 杀 杀 杀 前方的部队冲杀而出 这些一阶的妖兽 根本不用武器 直接在铁蹄之下踏成粉末 其后的战士们 紧随其后 突入着漏网之邀 大军冲杀了一个来回 第一波妖兽尽数被灭 紧接着第二波妖兽袭来 依然是被强势碾压 当第三波来临的时候 虽然依旧被毁灭 但速度已经慢了下来 第四波 第五波 第六波 当第七波来临时 明昆城的将士们 已经开始出现损伤 领军的将军立刻宣布回防 利用换班的方式 让战士们可以休息 积存战力 随着队伍的回防 战区缩小数倍 只有外围才会受到妖兽的攻击 并且在城墙之上 各种机关长弩 也派上了用场 冲上来的妖兽虽然恐怖 可以就被一排排的虐杀 龙武宗的弟子们 看得惊心动魄 这种大规模的战斗 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 一些胆小的 已经坐倒在地 被带回城中 这样的人出去也是送死 留下来的 只有二百左右 沈龙轩眼神 一直没有离开战场 他深深知道 在战争中 除非个人的能力 突破某个极限 要不然 个人的能力 真的太渺小了 这是他以前的看法 因为沈家先祖的牺牲 更令他确信 即便是五王静 也不能力挽狂澜 不过在看到战争的场面之后 他改变了看法 当初沈家先祖 以一人之力 独占十几四阶的妖兽 并且全部击杀 这是多么霸道的力量 而且独自灭杀 方圆千里的妖兽兵团 这是多么雄伟的力量 沈龙轩一想到这 就感觉浑身有电流击过 颤抖不止 那时浑身的细胞都在雀跃 战力已经提至巅峰 沈龙轩 你就算再厉害 在这战争中 也什么都不是 你就乖乖地看着吧 秦勇的话 把沈龙轩拉回了现实 他看见沈龙轩微微地颤抖 还以为是被这场面吓住了 你和刚才的那些废物一样 枉费宗门对你们的栽培 根本就是一群垃圾 等一下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龙武宗弟子 黄霄看见沈龙轩颤抖的样子 更是一脸的不屑 沈龙轩 比武时 你的确很威武 可现在怎么怂了呢 正在这时 前方传来惊呼之声 军队的防御居然被冲开了一个缺口 这样的后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全军覆没 那是一只三阶的双头师 三丈身去面对士兵的攻击根本不拒 双头摆动间 一团团火焰烧向身边的人类士兵 顿时一片惨叫声响起 许多人被烧成了灰烬 缺口瞬间放大 无数的妖兽涌入其中 一场乱战拉开序幕 龙武宗的勇士们 还不击杀妖兽 更待何时 将军一声大吼 带人杀向缺口 他必须时刻关注大局 掌控整个战场上的节奏 所以 即便他有能力击杀 但对于那头三阶妖兽 他无能为力 我来眼 一个个龙武宗的弟子们 冲下城墙 侯小飞更是冲向了那头双头师 没想到这家伙也是勇猛 眨眼间就压制住了这头妖兽 好 一片兽吼声响起 远远的就看见 海边一下走来十几只三阶妖兽 所有人脸色都不好看 真正的生死危机到来 这一刻 所有龙武宗弟子都不再保留 纷纷祭出自己的武器 拼尽全力斩杀妖兽 并且分散在外围 刺激消灭三阶妖兽 但是这一次三阶妖兽的数量 超过了明昆城的五十镜 有几只漏网之鱼 已经要突破防线 长驱直入 城中的百姓虽然有些撤离 但有些祖辈都生活在这里的 舍不得离去 他们此刻都在对天祈祷 希望此战胜利 可是当他们看到此情此景 瞬间有些绝望 虽然手无腹机之力 但也同样拿起武器 是与明昆城共存亡 士兵们看到后 虽觉可笑 但却更加卖力地 挥舞手中的兵器 斩杀身边的妖兽 然而 这并没有缓解危机 防御中有两处被突破 而龙武宗的弟子 都在激战之中 就在将军要下令回城防守时 一道白影 手持五彩神剑冲入战区 他路过之处 剑气纵横 宰杀妖兽跟切菜般容易 眨眼之间 两处缺口被他救起 然后单枪匹马 杀向了妖兽身处 专挑三接妖兽宰杀 他的剑快如闪电 重如泰山 时而春风细雨 时而风锐豪情 这才是舞者 在妖兽间 还能这样挥洒自如 这人是谁啊 他就是龙武宗的 一直很低调的那个 没想到是个高手 何止是高手啊 简直是身藏不落 明昆城的将军 健壮一喜 迅速组织士兵 强化防御 正千万看见 沈龙轩的沈勇 也想试试 可是没几下 就被妖兽赶了回来 他呼呼气喘道 这个妖念是怎么做到的 魏明和贺涛两个人 始终在一起 这就是两个火宝 没事实打架半嘴 遇到事实 都是可以交付后辈的战友 他们两个人 本身天赋就高 全都是黄街九品战魂 所以一年多的时间 就已经是舞者进八重了 两个人都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 要做龙武宗最强者 但是他们悲哀的发现 沈龙轩总能抢先一步 今天本打算表现一把 但是三阶的妖兽太凶猛了 他俩就算有越级挑战的本事 杀死两只后 也累得气喘吁吁 可是反观沈龙轩 他们简直就是无语 变态 这是两人的评价 这也激发起了他们的热情 三阶的打不过 二阶的冲数 所以在战场上 龙武宗战斗中的弟子 都是越战越勇 配合着大部队 渐渐地将烈士扳回 战斗越来越轻松 该死 这个沈龙轩怎么会这么强 秦勇师兄 我们要不要趁机 黄霄伸手在脖子上一滑 眼神中透露着凶狠 等一下看机会 记住 一定要一击致命 我们两个联手 秦勇恶狠狠地说道 两人开始向沈龙轩的方向靠近 咚咚咚 城墙上响起了冲锋的战鼓声 所有将士们神情一阵 防御圈内重整队形 赢甲战士在前 其他在后 当狂暴的气势 再次凝聚到巅峰时 在前面防御队形散开 融入队伍 队伍呈奸行 猛然暴冲出去 前方就像一把利刃 而后方就是疯狂地碾压 很短时间就一个来回 将冲上岸的妖兽绞杀 Oh yeah 天色将黑时 明昆城的将士们传出欢呼 战争胜利 所有妖兽全部斩杀 这次的战斗死伤人数最少 可以说就是完胜 这都要感谢一个人 那就是沈龙轩 没有他的绝地反杀 今天肯定会很惨 虽然也会胜利 但伤亡肯定会很大 将士们口中的英雄 正站在海边 他正在思索 如何能够防御海妖的再次袭击 根本没注意到 两个黑影正在慢慢靠近 沈龙轩默然惊觉 他突然感觉到两股杀意 脚下发出一阵暴鸣 人以闪电般窜出 原地只留下一道残影 秦勇和黄霄的攻击 直接将残影击碎 一击未中 两人迅速撤离 他们一身黑衣 而且蒙着脸 不会被认出来 沈龙轩微微一笑 他知道这两个人是谁 既然已经对自己下手 那他当然不会手下留情 难道背后的人是他吗 不像 先留一阵吧 好 就在这时 海面上掀起一股巨浪 巨浪中那一股股狂暴的气息 席卷过来 宛如巨雷咆哮 不好 受邪 沈龙轩以灵力吼出 声音传遍整个明昆城 还在收取战利品的人们猛然惊觉 看到海面上那惊人的波动 集合 列队 准备迎战 一声声狂吼发出 但是当刚经历了一天的战斗 连饭都没得吃 本来就又累又饿 怎么能那么快集合队伍 当妖兽冲上岸的时候 只有几千人集结完毕 不过还好都是战力超群的赢甲兵 他们都是平时训练最苦的 顾不了那么多 明昆城的将军一声令下 这几千人冲锋出去 有人集合 有人喊叫 场面上一片乱糟糟 当这些人与妖兽交火的时候 才发现 这些竟然大半都是三阶的妖兽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于是下令撤退 所有人全部撤回城中 快 二十夕关闭城门 快快快 撤回明昆城 上城墙 全力防护 迎甲兵撤退的时候 突然发现 海边的妖兽群中 有剑光闪动 偶尔有剑气冲天起 那五彩的光滑 让所有人心里一抽 将军 我们要不要去救他 他是那个龙武宗的弟子 有人问道 冲过去 将军痛苦地一吼 迎甲军立刻冲向沈龙轩的位置 但是几次都被妖兽拦截了 眼看着城门即将关闭 这几千人肯定战死当场 撤 将军无奈地低吼 兄弟 希望你能活着 他心里默默祈祷 这样的舞者真的少见 可惜了 撤退过程中 妖兽已经冲了过来 路上没来得及进城的人 全部被撕碎 这一波袭击损失惨重 当迎甲军进入城门后 刚刚修好的城门 光当一声关闭 上城墙 全力攻击 滚石 火油 强弩 全部攻击 一时间 城墙上站满了士兵 明昆城内也遍地士人 都在向城墙上传递着物资 妖兽已然冲到城下 城墙上着着火的巨石 翻滚而下 十几丈高的城墙 滚下的巨石 直接就把妖兽砸扁 这时 龙武宗的人也上了城墙 城主和将军都站在上面指挥 刚才粗略地清点了一下 至少损射数千人 给我打 狠狠地打 为我们死去的兄弟报仇 去死吧 该死的妖兽 城墙上 士兵们纷纷拿起强弩 射出愤怒的剑 正千万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沈龙轩 却找到了卫明和贺涛 三人再次找了一圈 依然没有沈龙轩的身影 看 海边那里还有人在战斗 正千万随身望去 五彩的剑气纵横交错 那熟悉的身影 正是沈龙轩 别冲动 你们出去只是送死 拿起身边的弓箭 给他一些支援吧 可是没有经过训练的人 根本无法将剑射到海边 即便有人能射到 也已经没有任何威力 看来根本就不用 我们动手 那家伙就会被妖兽撕碎了 哼 活该 这就是他得罪我的下场 秦勇高兴地说道 不料两人的对话 被正千万听到 你们说什么 有种再说一遍 他修为虽然不高 但对朋友绝对够意思 现在有人公然诋毁自己的朋友 他当然愤怒了 卫明 贺涛也走了过来 说一遍又能怎么样 你个外门弟子有什么神气的 我弄死你就跟碾死之马一样 我说他活该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秦勇虽然胖 可是天赋在那摆着呢 因为三年之内 成功进阶五十境 所以已经是准内门弟子了 所以他丝毫不把正千万看在眼里 老子跟你拼了 正千万疯了一样冲向秦勇 大帝当前 你们还有心思内斗 还是想办法应付眼前的危机吧 要不然 我们都得死在这里 城主的一句话 惊醒了众人 哼 正千万 你等着 下一个就是你 秦勇甩头走向一边 正千万气愤地拿起弓箭 奋力地射出一只咆哮的箭 远处的沈龙轩 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坏 猎杀妖兽 可以说 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比他杀得多 所以配合风雷动 他在妖兽群里 根本受不到伤害 现在纯粹是在磨练自己的身法和箭法 他并没有施展五行箭法 那样太耗费灵力 但是他用的是五行箭 即便只是普通的劈 砍 刺都威力无穷 随着他的每一次劈砍 都对箭有了多一点的耽误 联想起拍卖会上田亮所说的 心箭合一 身箭合一 神箭合一的三种境界 更是获益无穷 心语剑合 身语剑合 神语剑合 这就是剑意 只要有了剑意 即便是手指 也能绽放惊天剑芒 沈龙轩心中渐渐明雾 此刻妖兽 还在不停地冲上海岸 但是碰到沈龙轩后 都明智地闪开了 有些不开眼的 都成了剑下亡魂 转眼已是深夜 一轮明月挂在天空 照得地面一片惨白 城墙下燃着熊熊的火焰 照亮着城墙上那些疲惫的脸 但是妖兽 还是不要命地冲上来 他们借助扔下的巨石 还有同伴的尸体 居然渐渐地接近城墙之顶 多亏了燃烧的火焰 让海妖多少有丝忌惮 所以人们得以喘息 一天一夜的厮杀 真的太累了 身体上不说 精神上已经崩到极限 将军 你看那边是什么 这时 有人大喊一声 众人眼光顺着此人所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海边之处 一片剑光爆起 五彩缤纷中 透着阵阵剑意 时而金光耀眼 杀意冲天 时而重如万军 稳如泰山 时而闭光眼映 勃勃生机 时而火红硬天 充满狂暴 时而黑如弱水 冰冷柔转 那是剑法 沈龙轩没有死 他活着 这家伙太变态了 能够在妖兽的 围攻之下不丧命 他若不死 将来必成大事 这时有人在将军的耳边 说了句什么 禁令的稳如泰山的他 面色微变 接下来就看见城里 开始拆房破屋 许多人都明白了什么 所以 斩杀妖兽 更加卖力了 远处的沈龙轩 越练越顺手 五者静是不能将 灵力运出体外的 但是此刻的他 却违背了常理 身上迸发出一道道剑气 横扫八荒 他刚才已经将五行剑法 完整地施展一遍 感觉有些声色难懂的地方 瞬间通透 他抬起右手食指 心念一动 立刻一道剑芒冲了出来 瞬间射穿了远处 一只妖兽的脑袋 哈 剑业 刚才我没有动用丝毫灵力 这就是剑业 哈 沈龙轩放声长笑 声震九霄 一动而剑发 这是多少人 做梦都想的境界 沈龙轩此刻居然领悟了 这要是被别人知道了 都得撞墙 很多人一辈子 都不可能领悟剑业 他如此轻松就做到了 让人情何以看 接下来 沈龙轩终于动了 他手持五行剑 向城墙下走去 不管碰到什么妖兽 只要一剑就能终结 但凡是三阶妖兽 他都一剑直接挑出妖河 这也是他来这里的目的之一 当所有人近乎绝望的时候 沈龙轩杀到了城墙下 那些正在攻击城墙的妖兽 都纷纷被他避于剑下 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最终淡尽粮绝的人们 纷纷跳下城墙 与沈龙轩并肩作战 啊 是沈龙轩 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所有人消退的战役 再次因沈龙轩而燃起 不要命的与妖兽殊死搏斗 这场战役 最终在天亮的时候终于结束 妖兽的尸体 对于明昆城 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三天的时间里全城出洞 才打扫完战场 此战告捷 这场战斗的惊天逆转 堪称奇迹 城中的将士和百姓 摆起庆功宴 席间全部都是平时难得的妖兽美位 参与战斗的每个人 都是一脸兴奋 当然 那些没敢参与 战斗的弟子 已经先行离去了 他们没脸享受着 胜利的果实 推杯换战中 人们开始炫耀 自己战斗的勇猛 如何斩杀妖兽的经验 但是提到沈龙轩时 都是肃然起敬 这就是强者的尊严和荣耀 沈老爹 我敬你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竟如此厉害 将来必是人中龙凤 龙轩兄弟 我也敬你 我也拥剑 你一定要点播点播我啊 你太帅了 郑千万 魏明和贺涛 还有许多龙武宗的弟子 都聚在沈龙轩的身边 羡慕之情 异于言表 不远处的秦勇 脸色阴沉 其实郑千万刚才说的就是他 他和黄霄在这次的战斗中 确实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甚至另外几位武士进弟子 也是拼死战斗 但相比于沈龙轩的功劳 确实差了很多 而且 他们两人还故意打碎了沈龙轩的令牌 让沈龙轩这次的任务 得不到任何的奖励 所以 这些人也觉得他们两个有些过分 但秦勇可不这么想 他那肥胖的身躯起得 呼吱呼吱直喘 黄霄则是晃着酒杯 一脸的阴沉 两人二语了一阵就离去了 他们的离去 并没有影响庆功宴的气氛 一直到天黑 众人才相聚散去 一日 龙武宗弟子陆续回归 沈龙轩并没有同往 而是独自一人留下来 将自己治理海妖的经验说与城主 城主听后大喜 并开始着手准备 沈龙轩这才不紧不慢地赶回龙武宗 路上有处必经之路 名为骆龙谷 此处虽然地势险要 却风景独秀 沈龙轩漫步其中 心旷神怡 出来吧 跟了这么久 也不觉得累 沈龙轩微笑着说道 沈龙轩转回身 对着空处说道 他独自回宗门 就是在等着两个人 说说吧 跟了这么久想告诉我什么 看着秦勇和黄霄 从转角处走了出来 沈龙轩继续问道 小杂种 我想告诉你 你的死气到了 秦勇舔着大肚皮 得意地走了过来 能死在 骆龙谷也是 本爷爷给你的福利了 秦勇是爹 你心真好 连杀人都要选个好地点 另一人说道 沈龙轩微微一笑 说你是猪你还不信 你打碎了我的令牌 我没跟你计较 你却三番五次地找我麻烦 真当我是宁捏的吗 秦勇一听马上火了 我说过 我最讨厌人家说我是猪 你个小崽子 急顺米星你坏我好事 海妖任务你 抢我风筒 如今还骂我是猪 你说 我还能放过你吗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死气 沈龙轩伸手 弹了弹身上的灰尘 道 话不要说得太满 你们两个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我只问你一句 是谁派你们来杀我的 黄霄音音的一笑 他早就 看中了沈龙轩的武技 当天的黑水剑法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认为沈龙轩修为不够 所以发挥不出威力 但是他看得出来 沈龙轩能在妖兽群众横行 完全是依靠的这剑法 所以才答应秦勇 一起暗杀沈龙轩 谁承想第一次没成功 但是却因此 让他看到了 这剑法的真正威力 这一次无论如何都要得手 他此刻已经幻想着 自己仗进天涯 那是何等的豪迈 沈龙轩 没人派我们来 只是你当初种下的鹰 现在结出的果 交出你的那套剑法武技 我可以给你留个全尸 黄霄手持大刀挥舞了一下 如若不然 定叫你碎尸万段 你死之后 老子就回去弄了那女人 看谁还能救她 哈哈 秦勇想到这里 就止不住地兴奋 沈龙轩的脸 瞬间冷了下来 他弹了弹身上的灰尘 仰起小脸 既然没人指派 你们可以上路了 记住了 下辈子做个好人 沈龙轩手中光芒一闪 五彩神剑出现 一道绿色的剑芒 透剑而出 这绿色剑芒散发 勃勃生机 秦勇两人只觉得 身边草木疯狂猛掌 那一根根嫩绿的小草 煞石变成一把把利剑 将两人笼罩 怀月斩 见势不妙 黄霄跳起 施展了自己最强的一击 一刀斩下 如半月横挂当空 秦勇也是一掌拍下 通红的火焰照亮当场 哄 利剑般的绿草瞬间毁灭 爆炸的余波 将地面轰出一个大坑 然而这还没完 头顶的树木 也挥舞着枝条 化作一道道冷冽的剑芒 划破虚空 斩向二人的身体 沈龙轩更是提剑极刺 一道锋锐的剑光 洞穿了秦勇的身体 这家伙一声惨叫摔倒在地 瞬间生机全无 强大的剑意 已经摧毁了他的身体 即便外表无碍 其实里面已经是一团江湖 黄霄剑壮 立刻劈出几道三丈刀芒 仍已飞快后退 想跑 留下吧 沈龙轩身形如狂风涌动 刹那跃上高空 双手连辉 两道交叉的锋刃 如一个巨大的石子 急速飞出 疾风如利刃 眨眼间就追上了黄霄 这家伙 眼见自己的身体 被切成了几块 当场死亡 邪恶 贪婪 该杀 沈龙轩搜下两人的储物袋 还有令牌 返回龙武宗 回到宗门后 沈龙轩就扎到了自己的房间 将两百多颗三阶腰盒 炼成爆裂单 两人的储物袋和令牌它 直接扔在了乾坤界的角落 转眼间 回到龙武宗已经十天了 这几天 沈龙轩修炼中 境界突破 舞者进九冲 这让他感到很高兴 也再次证明 战斗才是突破境界 最快的方法 另外一件高兴的事 就是紫色巨蛋里 每天都能发出声响 他走的这些天 请得楚灵帮忙照看 回来后 自然要归他自己 这一日 正在修炼的他 突然听到细微的咔咔声 他人影一闪 就来到巨蛋跟前 只见巨蛋之上 正在出现细密的裂纹 并逐渐扩大 喷的一声 露出一个人脸大小的洞 一个可爱的迷你龙头 挤了出来 眯着小眼睛 皱着鼻子来回地闻着 沈龙轩伸出手 摸摸着小家伙 他享受的样子非常可爱 接下来的几天 这小家伙把蛋壳全部吃掉 之后就沉沉地睡去 他没有羽毛 也没有灵甲 浑身光秃秃的 显得非常脆弱 一点也不像他的父母 威风凛凛 不过这小东西 特别依恋沈龙轩 只要他一离开 就会不停地叫 楚琳也来了几次 小东西每次都要 趴在人家的怀里睡觉 沈龙轩既羡慕又嫉妒 一个月后 这家伙可以满地跑了 模样变得更加可爱 沈龙轩走到哪里 他都跟着 这一日宗门突然公布 内门弟子的考验提前了 将在半年后如期举行 只有入门三年之内 突破到五十境的弟子 才有资格参加 这一消息的公布 马上就让外门弟子为之疯狂 许多入门不足三年 修为在五者境八重以上的弟子 都开始闭关突破 半年的时间 足够有天赋的弟子 突破到五十境了 五者境到五十境 并不是太困难 只要吸纳的天地灵气 足够多就可以 随着体内灵力逐渐增多 就会由气态变为液态 直到全部变为液态灵力 填满十分之一的丹田时 就会突破到五十境一重 到时 体内灵力就可以外放 五计的威力大增 随着五十境界的提升 所产生的五计效果也不一样 如果是刀类五计 能释放一丈刀芒 便是五十境一重 十丈刀芒便是五十境巅峰 即便是沈龙轩 丹田中的五彩灵力中 也有液化的五彩灵力 只不过是以液态的形式存在 其他五者都是如此 只要到达高级五者境 也就是五者境七重以上 就可以通过日常修炼 来凝聚灵力液滴 作为突破五十境的储备 但也不能小看这一过程 一滴液态的灵力 差不多相当于整个丹田的储备量 也就是说 想成为五十境 要吸收无数倍的天地灵气来炼化 这就是为什么 战魂的级别越高 突破到高层次的五者 几率越大的原因 战魂等级越高 吸收灵力的速度就越快 所以很容易晋级 如果是一个黄街一品的战魂 恐怕不停地修炼一辈子 也很难吸收到 足以进化到五十境的灵气 战魂是一个五者修炼的根本 所以沈龙轩对于战魂 吸收了一万两千块零食 还没有突破 心急如焚 他的丹田 本在被玄龙变功法强化之后 比平常人大了五倍 如果不快点 进化成玄街战魂 修炼速度肯定会慢下来 沈龙轩也想闭关 可是小风雷兽 炒得他无法修炼 而且 这小东西 只吃零食 每天至少要十枚 这多亏了沈龙轩是练零食 否则还真养不起 他没事的时候 全部用来凝练零食 然后扔到房间的各个位置 供风雷兽食用 这时 又一则消息传来 是正千万带来的 说有人在明水国 发现了玄民殿的人 但具体真不真实 也不知道 既然有玄民殿的消息 宗门肯定会派人前往 所以 沈龙轩火速地跑到了任务堂 果然有任务发布 任务内容 就是去明水国 调查玄民殿的消息 因为明水国 位于三大宗门的交汇处 所以 另外两宗 也很可能前去调查 最终三大宗门 决定共同派人前往 因为是打探消息 所有选择外门弟子 但是为了安全 也可以有一位外门长老带领 为此 外门风还举办了一场比武 外门的前十名可以前往 这里的前十名 与通天塔的排名不同 这里考验的是综合素质 而通天塔考验的 只是肉身的强悍 和灵力运用 但是比武时 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就是无人敢挑战沈龙轩 他这个外门第一人 实实在在地站住了脚跟 最终 魏明和赫涛 以第九和第十名入选 而正千万 则是因为实力不足而被淘汰 另外 还有七位实力强大的外门弟子 其中一个叫狂狼的 他的修为 已经突破到了武师进二重 还有三位突破到了武师进一重 剩下的包括魏明两人 都是武者进巅峰 但是沈龙轩除外 他虽然只有武者进九重 却无人敢侵蚀他的实力 当沈龙轩看到一起出行的外门长老时 顿时乐乐 正是侯长老 这家伙看到沈龙轩后居然很平淡 不过沈龙轩看到了他眼中的暴虐 看来这次的任务 又不会平淡了 果然 行程中 各种重活全部都安排给了沈龙轩 击杀妖兽 晚上首夜 侯长老只是动动嘴 沈龙轩就腰泪舌腿 侯长老猥琐的小眼睛一眨一眨的 很知道分寸 安排给沈龙轩的任务都是情理之中 让人很难反驳 终于 在第十天的时候 赶到了明水国 三大宗门的集合地点 在明水国的一处显地 当地人叫这里做龙神洞 侯长老虽然猥琐 但是作为长老 该进的职责还是要进的 他为龙武宗的弟子 介绍了一下情况 据说龙神洞中 时常有龙银之声 而且有人曾在洞口捡到过金子 所以就有很多人 前赴后继地进入洞中探宝 结果都是一去不返 之后 这里就被方圆百里的人们 列为禁地 再也无人进入 可就在半个月前 有猎户看见一群黑衣人 进入山洞之中 没等他提醒 这些人就消失在洞中 后来接连几天 猎户看见这群人出来进去的 不知道在搬运什么东西 后来被发现 被黑衣人打得奄奄一息 装死后跑回了家 但终因伤势过重而死去 他临死前 把黑衣人的消息说了出来 这就是事情的始末 沈龙轩突然想到 猴长老从来都是无力不起走 这次出来 多半是为了龙神洞里的宝藏 自从上次被沈龙轩的 五星灵力伤到之后 猴长老再也没有找过他的麻烦 但不代表心里不记恨 所以 这次沈龙轩格外小心 现在毕竟 还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对方有防备 自己只有挨打的命 但是玄冥殿对他更具有吸引力 他很想知道 玄冥殿到底是一股怎样的势力 当然最好能打听到寒灵雪的下落 还有那个明天龙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龙武宗的众人 来到传说中的龙神洞前时 也有一对人马等候 而且有人受伤 明显已经进过洞中查看 原来是龙虚宗的马长老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因何受伤了 猴长老貌似认识其中的长老 关切地问道 猴长老 看你那猥琐样 你恐怕是担心洞里的宝藏吧 想知道自己下去看 我们无可奉告 马长老讥笑一声道 沈龙轩指不住偷偷直乐 原来还有人比他更了解这家伙 猴长老也是尴尬的一笑 马长老 何必如此挖苦人呢 我们来可是 为了调查玄冥殿的消息 怎么瞅到宝藏上去了 被当着弟子面挖苦 即便是他脸皮再厚 也有些挂不住了 哼 猴长老 还有我明说吗 你们龙武宗从上到下 都是些只会耍一谋诡计的小人 我们懒得跟你说话 对 他们龙武宗都是小人 还是离他们远点为妙 指不定什么时候被阴了 全军覆没都不知道 这话不对劲呀 猴长老半天没反应过来 他憋了脸通红 哼了一声 回到了龙武宗这边 坐在地上苦苦思索 沈龙轩可是听明白了 这肯定是上次三宗鄙视的内幕 被人说出来了 那个李红肯定醒了 虽然他知道的不多 但不代表说的不多 就在僵持的时候 龙秒宗的人赶到了 见到龙武宗的人 各个横眉立眼 显然李红肯定 你必须死 这时 龙秒宗的一个弟子吼道 杀了这杂种 他居然杀了杨镇师兄 那可是我的偶像 他虽然厉害 但我们这么多人 一起上 我不信他还能跑得掉 看着龙秒宗的人跃跃欲试 龙虚宗也过来凑热闹 他们早就看沈龙轩不顺眼了 特别是李红当时说的声泪俱下 由不得他们不相信 沈龙轩 你杀我龙虚宗列阳师兄 还有其他弟子 今天你就为他们偿命吧 还跟他说什么 直接宰了他 这些人这么一喊 沈龙轩不仅没害怕 反而笑了 真是一群无知的家伙 李红原本就与我有仇 他说的一定是对我不利的 但不一定是真话 列阳是我杀的 那是因为他要杀我 难道还不许我反抗吗 你们龙虚宗其他人 都是杨镇带人杀的 是我亲眼所见 我可以拿性命担保 什么 龙虚宗的人愣了 不仅有人疑问 你有什么证据 我亲眼所见 这种连自己同伴都要击杀的人 简直就是畜生 所以他被我斩杀了 至于证据 李红有吗 沈龙轩一身气势暴起 锋芒净险 宛如一把晴天俱剑 浩然之气 让人不敢直视 哼 原来是你们龙虚宗干的好事 亏的还当你们是战友 原来就是白眼狼 龙虚宗的弟子立刻骂道 人家承认杀了列阳师兄了 而且还很义气地杀了阳震 这种高手根本没必要撒谎 杀了就是杀了 当初的比赛 因为沈龙轩让龙武宗 获得了全部的公共资源 最终其他两宗的宗主 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去求情 因为这公共资源太重要了 涉及到了宗门的运行和发展 最终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得到了龙武宗每人两成的资源 所以在其他两宗 沈龙轩的名字 恐怕比在龙武宗还要出名 有很多人想要将其斩杀 但这些人最多不超过终极武士镜 至于再高的修为 根本没把沈龙轩放在眼里 一个外门弟子而已 抬跟手指都能将其碾死 好了 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吧 谁愿进洞查探 这时马长老高声喝道 他也是武士镜九重的修为 所以沈龙轩在他眼里 只不过是只蚂蚁 根本不值一提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破解这山洞 龙武宗沈龙轩愿意前往 马长老的话音刚落 沈龙轩就答道 不料其他两宗居然无人敢往 他们并不是怕洞中有什么 而是怕沈龙轩本人 刚才不是叫得挺欢吗 怎么都没阴了 卫明哈哈一笑道 他真的很佩服沈龙轩 走到哪里都能有敌人 哼 有什么了不起 龙虚宗黄粮愿意前往 他刚才已经下去过一次 是唯一一个全身而退的人 龙秒宗高峰愿意前往 紧接着有人喊道 好 你们三人速速进入龙神洞 只是打探消息 切莫打草惊蛇 这是三枚传讯符 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 如果碰到玄冥殿的人 不要与其交战 立刻回来 马长老嘱咐道 洞口必须留人侧应 否则真的有敌人来得前后夹击 在洞中腹背受敌 可能会全军覆没 所以 先派人摸清敌人的情况 是最保险的做法 三人拿了传讯符之后 立刻闪身进了龙神洞 深入十几帐后 龙神洞中 变得伸手不见五指 沈龙轩拿出一块月石 眼前瞬间变得明亮 马良和高峰都离他远远的 不过 两人也拉开着距离 显然三个人谁都不信任谁 沈龙轩并不在意 他快步地走了下去 山洞的走势一直向下 而且变得越来越陡峭 所以 三人的速度不得不减缓下来 到后来 已经变成了直上直下 三人只能来回纵月向下落去 我们刚才就在这里受到了攻击 那东西速度极快 而且力大无比 马良出言提醒道 其实他不说 沈龙轩也感觉到了危险 那是一种面对庞然大悟的感觉 漠然一阵嗖嗖之声响起 他来了 大家小心 马良虽然对两人有戒心 但毕竟三人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所以高声喝道 沈龙轩观察到 四臂之上有一个个比腰身还粗的孔洞 声响正是从这里发出的 突然之间 三道黑影从孔洞中窜出 速度奇快 竟然幻化残影 分别细向三人 啊 听声音 身后两人中已经有人受伤 沈龙轩急速闪动 风为动身法运行到极致 他的速度已经可以看清袭击他们的东西 居然是像蟒蛇一样的出手 真 五彩剑现身 洞窟中立刻光芒万丈 终于可以清晰地看清楚 那竟是一条漆黑之色 十几丈长的触手 沈龙轩挥剑砍下 扑吃 他只感觉到手臂发麻 但是锋利的五行剑 还是斩断了那根触手 吃痛后立即闪电般缩回 掉落的半截触手 撞在山壁之上 砰砰乱响 这家伙的皮太厚了 沈龙轩不再停留 飞身向另外两根触手冲去 马良还勉强应对 高峰已经岌岌可危 他被触手上的吸盘抓住 就要被吞噬 一抹惊惶冲天起 斩碎了触脚 九处高峰 另一边马良也拖出身形 一刀砍伤了攻击他的触手 一时间洞窟中进的下人 只有劫后余声的喘息之声 沈龙轩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这可真是个大家伙呀 光触手就几时丈长 这得是什么样的庞然大卧 休息片刻后 三人继续下行 没有再碰到袭击 但是温度却越来越寒冷 虽说三人的实力不惧怕严寒 但是却影响了下落的速度 这个洞窟不知道有多深 连续向下足有半个时辰了 他想满绿植 但现在的满是白霜 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马良 你们刚才走到这里了吗 沈龙轩问道 没有 在触角那里就被打回去了 不过我们应该快到底了 因为我的战魂是轻一幅 具有探测功能 我能感觉到 再有五百张就到底了 不过我们要小心 那个大家伙 好像又来了 马良这么一说 高峰立刻又紧张起来 他的修为是五世境二重 他比马良低了一个境界 所以在这里 他的实力最弱 别担心 跟紧我 只要我不死 肯定能护你周全 沈龙轩说完 再次向下落去 高峰愣愣地看了沈龙轩一眼 这像是一个杀人魔头说的话吗 不过他下意识地跟了上去 好像这样真的能安全 马良咧了咧嘴 也快速地纵约而下 他突然感觉 沈龙轩并不像他们说得那么缓 接下来 三人受了两次攻击 不过都是有惊无险地度过 终于落到了平地之上 这里香满了月食 亮如白昼 看来这里真的有人来过 落下的这里 是一处巨大的开阔空间 沈龙轩感觉就像掉进了一个酒瓶子里 空间的中央 三堆黄灯灯的金子 就像垃圾一样丢在那里 沈龙轩三人也是俗人 高兴得一人一堆收起 师兄 我们到底在这里要待多久啊 任务完成就离去 怎么才出来这么几天就忍不住了 师兄 你好话呀 摸人家那脸 沈龙轩三人听到声音 迅速躲到暗处 片刻后 从前面的石壁上 突然开启了一道石门 一男一女从里面走了出来 女的脸上霞光未退 一身黑袍也掩盖不住他完美的身材 妖娃五妹 男的剑眉心目 同样也穿着一身黑袍 身上气息隐隐 修为绝对不低 沈龙轩曾与玄冥殿的人交过手 面前这两个人 外表看跟他们的人很像 但在这两人身上 却感觉不到那种阴冷的煞气 师兄 我们的黄金怎么没了 这下可糟了 没有那些黄金 那个大家伙又要发怒了 我们快躲起来吧 五妹女子焦急地说道 男子也是皱着眉头 不可能啊 这里不会有人来的 刚说完就听见一声愤怒的狂吼 沈龙轩感觉汗毛直立 因为他发现 这声音来自他的身后 他第一反应就是拼命地冲出去 心底仿佛有个声音告诉他 快跑 否则会死 什么人 黑袍男子立刻警觉 知道被发现了 三人各自施展绝技冲杀上来 因为身后的吼叫越来越近 危机感也越来越强 野蛮冲撞 沈龙轩浑身金光亮起 一道流光 瞬间就冲到了黑衣男子的面前 并且砰的一声 撞在了他的身上 啊 身体被撞飞出 在半空中喷的一声炸碎 血肉横飞 黑袍女子被突如其来的变化 吓得呆了一下 就这么一刹那 一把五彩光剑顶住了他的喉咙 现在我问什么 你说什么 否则我不介意 让你变成一具尸体 女子害怕地点头 这时 马良和高风才冲到近前 他们两人惊骇地看着沈龙轩 心中突然一阵后怕 幸亏当时没对他出手 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明天龙是什么人 沈龙轩低声问道 他此刻也很焦急 因为背后的兽吼越来越近了 他能感觉出来 那至少是与风雷兽一个级别的妖兽 黑袍女子还没来得及回答 就惊恐地看着三人的身后 因为害怕 而变得浑身发抖 沈龙轩回头 一只身长十丈的通天巨蟒 就在身后十几丈外 他头上有只独角 身上青色的鳞片 在光芒的反射下 摇摇生辉 这大家伙足有一丈粗 此刻正吐着星红的蛇性 巨大的尾巴一晃一晃 双眼中金色的铜人 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四人 咕咚 高峰咽了口唾沫 慢慢地向后退去 退出两丈后 转身就跑 谁知巨蟒嘴巴微张 舌头如一缕红芒闪电射出 破 刹那间 洞穿了还在奔跑中高峰的身体 他只觉胸口一麻 就被带有道次的蛇性 带着急速收回 沈龙轩清楚地看到 高峰还在挣扎 无奈最终落入了巨蟒之口 通天巨蟒嘎嘣嘎嘣嚼嚼了几下 就吞咽下去 嘴角留下丝丝血迹 剩下的三人 全都面无血色 面对这家伙 完全没有反抗的念头 沈龙轩被巨蟒的强大气场 压迫得冷汗直流 马良也好不到奶去 浑身微微颤抖 汗水早已打湿了衣衫 这庞然大物太可怕了 怕已经是五阶妖兽的巅峰 比风雷兽还要强上一丝 沈龙轩刚想召唤战魂 就听见一声尖叫 我的妈呀 黑袍女子再也忍受不住这种恐惧 惊叫一声后转身 向石门跑去 可是没跑几步 就被巨蟒舌头卷回 吞入腹中 嘎嘣嘎嘣 这声响令人毛骨悚然 几个呼吸的时间 仿佛像是几个世纪 通天巨蟒见两人不再逃跑 身形电闪而至 巨口张开吞咬过来 在此生死关头 沈龙轩再也顾不得其他 召唤出玄龙之魂 身上绽放十道金色光环 升级至黄洁食品的玄龙战魂 已经无限地接近了实体 黑色的灵甲 威武的身躯 散发的气势 丝毫不比通天巨蟒差 马良差点咬掉舌头 怪不得这家伙这么变态 居然是黄洁食品的战魂 不过令他惊讶的事情还在后面 通天巨蟒突然间怒吼 身上的灵甲都炸起来 头顶上的独角居然绽放光芒 仿佛在叙事攻击 不过下一刻 他却突然掉转头颅 电射而去 令身体像虚脱了一样 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殊死搏斗 沈龙轩 没想到你是黄洁食品战魂 真是了不起 据我所知 这种战魂 在我们三大宗门的外门弟子中 绝无仅有 马良喘息了一下继续说道 即使在内门中也是屈之可数 据说只有三大宗门的真传弟子 每一个都是黄洁食品以上战魂 甚至有玄洁战魂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妖孽般的存在 你将来肯定会像他们一样 马良一脸的羡慕 他的战魂只有黄洁八品 虽然只是差了两个等级 却有着天地之别 此刻 他不敢再把沈龙轩当作敌人 因为他根本不配 沈龙轩此刻心中殷勤不定 他加入宗门时 显露出来的是黄洁七品战魂 如果有人知道 此刻他居然是黄洁食品战魂 肯定会怀疑 但是看到马良那敬仰的表情时 他笑了笑 还是继续撒谎好了 即便是他说自己的战魂能升级 恐怕也没人相信 心中释然后 他站了起来 马良师兄不要妄自菲薄 战魂并不能决定一切 我认为将来的成就 还是靠自己的努力 我曾经听说过 一位前辈只有黄洁食品战魂 却修炼到了武王境巅峰 所以事事都是有可能的 沈龙轩说的 正是他获得武王宝藏中的逍遥王 随后他接着说道 我们先禀报一下情况 再继续查探吧 可惜刚才什么也没问出来 要不然 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趁着恢复的这段时间 马良用传讯符发了消息 但一直没有回信 所以 两人决定继续前进 刚才那两个人 是从石壁中的一道门里走出来的 沈龙轩清清楚楚地记得位置 很快找到了开启的机关 两人迈步走了进去 这又是一条环形的隧道 又是一路向下盘旋 两人的心情一路都很紧张 很怕再碰到什么巨兽 因为他们总能在空气中 感觉到一股淡淡的威压 在心惊胆战中 走过了半个时辰 两人开始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 突然 远远地在通道中 再次传来说话的声音 而且前方的通道依旧狭窄 根本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 正在此时 两人的传讯符全都开始闪亮 沈龙轩赶忙拿出 随着信息的解读 两人脸色难看起来 原来侯长老在半个时辰前 已经带人下来 而马长老等人 刚刚在上面受袭 死伤惨重 龙秒钟的张长老已经死亡 剩下的人只有马长老一人逃出 有不下几十个黑衣人 在侯长老之后进入龙神洞 最高修为武士镜巅峰 马长老因为受伤颇重 所以只能回去搬救兵 看完消息后 两人都傻眼了 回去已经不可能了 前面已经有人走过来 而后面那几十人 很快就会赶到 如果被下来的人追到 肯定也是身陨到消的下场 未经之际 只有向前 在这充满危险的时刻 沈龙轩却充满了好奇 这玄冥殿到底是什么势力 弟子修为高不说 还有巨型妖兽 渐渐的 他那股求知的欲望 淹没了他的恐惧 他渐渐的平静了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冷静才能得以生存 随着敌人说话的声音 越来越近 沈龙轩渐渐有了决断 后面的人 就算有侯长老的阻挡 也就一个时辰就能来到此地 所以他们两个 只有一个时辰的时间 师兄 这次选的地方 也太变态了吧 冷得能冻死人不说 还有那么多的妖兽 不瞒你说 我刚来的时候 都被吓尿裤子了 瞧你那怂样 你也就这么点出血 虽然上头很保密 但我知道 这次绝对是要办大事的 所以你小子机灵点 但是这段时间 我就不那么害怕了 我感觉那些妖兽 好像正在改变 听声音是两个人 沈龙轩对着马良 比划了一下手势 一人对付一个 几个呼吸后 便看见两个黑衣人 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两人体态还算匀称 一人略高 小个子修为 是五十进三重 大个子却是五十进四重 沈龙轩先发制人 风雷洞带起呼呼的狂风 两道风刃分别席向两人 什么人 两个黑袍人 也同样发现了沈龙轩 大个子立刻前冲一步 抽出一把血色战刀 劈向锋刃 蝶浪长 锋刃刚被击破 沈龙轩如海涛般的 掌镜已经迎上 黑袍人没想到 他轻瘦的身材 长发却如此刚猛 霸道非凡 犹如一波波的海浪席卷而至 水至善至柔 然而汇聚在一起 爆发出来的威力 可以毁灭一切 一道道海涛之力 汇聚在一起 凝结成一道掌镜轰出 有破灭一切的气势 大个子心中一惊 他没想到 眼前这个只有 五者镜的家伙 攻击如此凌厉 但是想想自己 五世镜四重的修为 哈哈大笑 哈哈 哪里来的野小子 还有两下子 小爷就陪你玩玩 他双手握刀 一刀向上挑起 血色刀芒绽放 空气瞬间就被斩爆 狂暴的气息 仿佛要撕裂眼前的一切 刷 四丈长的血色刀芒 迎风而上 带着浓重的血腥气息 爆发出无以匹敌的锋芒 自下而上 急速爆发出残影 仿佛无数把刀斩 向沈龙轩 在与掌镜接触的刹那 万千残影合一 一股更加恐怖的气势 爆发出来 哄 掌镜破灭 刀芒崩碎 沈龙轩借力向后一跃 稳稳落地 双脚却深陷岩石之中 眼角余光看见马良 也已经与另一人站到一处 大个子黑袍人 被这股距力震退了一步 反而激起了他的凶性 没看出来 你这小不点劲还不小 你是哪个宗门的 沈龙轩可没心情跟他聊天 现在时间对他来说就是生命 必须尽快解决这两个人 你死了就知道了 沈龙轩抽出五行剑 顿时五彩光芒耀眼 一道道剑气逼人 金刚剑法 冷烈的剑芒 透出风锐之气 数道剑气从五行剑中接连爆发 一道道金色的剑气冲天起 向黑袍人暴冲而去 这一招 他用的已经极为熟练 金者 锐利无荡 必以所向披靡之势席 以一往无前的心发出 金光耀眼 剑气锋芒 来得好 黑袍人不愧为武士进四重 如此攻势 他却临危不乱 身上气势猛然间爆起 一股股血腥的煞气 融入长刀 煞时间 血光暴涨 他整个人宛如一个沙神 血色的煞气如十指般流动 强烈的气息终于爆发到极点 血刀汗月 一刀劈下 血盲漫天 黑袍人的攻击血腥 残暴 冷酷无情 沈龙轩感受到了这一刀的威力 虽然两人境界相差很大 但是他拥有比别人强大五倍的丹田 这让他的力量凭空暴涨五倍 还拥有比平常人强大五倍以上的五行灵力 力量又暴增五倍 这不是简单的倍数增长 而是力量无限着攀升 这一切都因为他被玄龙变强化过的身体 只有这样的身体 才能在境界这么低的情况下 承受如此狂暴的力量 而这套五行剑法 又是玄阶高级的武技 种种优势集结起来 让他的力量无数倍的增长 只见剑气纵横间 他的身体已经被一层金甲包裹 整个人的气势再次攀升 轰轰 刀剑相撞 爆发出惊人的冲击 空气被压爆 两人身边瞬间成为真空 就连黑袍人也受不了这能量的冲击 连连后退 旁边战斗的两个人 也不得不退让到远处 暂时停止了战斗 驻足观看 沈龙轩却丝毫没有退让 面对狂暴的能量 他的金色身影 闪现出阵阵火光 只见他手中的五行剑 接连不断地爆发出剑芒 金刚剑法 青木剑法 黑水剑法 烈火剑法 厚土剑法 五四的剑芒 彻底占据了这处空间 阵阵毁灭的气息无以伦比 黑袍人震惊地长大了嘴巴 这种攻击已经超过了他 身在剑芒之中 就像大海上的一叶偏舟 稍不留意就会被吞噬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生死历劫地嘶吼 因为他发现 自己已经防御不住 这今天的剑芒 杀你的人 一道锐利的金光 洞穿了黑袍人的额头 气绝身亡 另一道剑芒 抹掉了另一个黑袍人的头颅 他一直到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还是沈龙轩突发奇想 想要两人身上的衣服 要不然 早就将两人撕成碎片 马良再一次惊呆 沈龙轩这次 给他的震撼 彻底让他折服 只能用两个字形容 妖孽 沈龙轩说出了心底的计划 就是打入敌人内部 马良当然听从 他已经以沈龙轩马首是瞻 两人换好衣服 大小刚刚好 将黑袍罩在身上 连脸都看不清楚 根本就不担心被认出 把两个黑袍人的尸体处理掉 沈龙轩两人继续深入 通道的尽头 是一个方形的大厅 这里的血腥气味 更加的浓郁了 大厅中有十道石门 分别标着一道式的门号 石门都紧紧地关闭着 但能感觉到 血腥味就是从门里传出来的 沈龙轩在杀死的两个黑袍人身上 搜到的是十号的腰牌 所以 两人相互望了一眼 推开了十号石门 刚一打开石门 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气息 扑面而来 即便两人见多石广 也是脸色煞白 抬眼时 是一处极大的空间 门口连着一条百丈的石阶小道 只能攻两个人并肩行走 这条小道是悬空的 是从脚下的石壁上 伸出的凸起 悬空的石阶下方 就是一处方圆两百丈的血池 石阶的尽头 有阶梯通向下方 此刻下方 站着十数人 他们对着血池中 挥洒着什么东西 令血池中的血腥味 越发的浓重 李南师兄 我们怎么把那个大家伙弄进来啊 其中有人问道 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弄 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就行了 所有人都是黑袍遮面 所以沈龙轩只能通过声音 来辨认 那这血池中的血 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又一个人问道 我也不知道 张峰和小猴子 怎么还不回来 李南疑惑道 沈龙轩觉得 好像是在说 死的两个人 所以他立刻模仿 拿到的黑袍人声音道 李南师兄 我们回来了 你们两个废物 看你们两手空空 东西又没拿到吧 李南河问道 你说 你们还能干点什么 啊 取点东西 都这么费劲 刘峰 你带着他们两个去 让他们学学 省得下次又白跑 这次再学不会 就把你们扔到这血池里化掉 李南气愤的吼道 这时 十几人中有个家伙 飞身落在石阶之上 这次机灵点 要不谁也就不了你们 三人鱼贯而出 顺着沈龙轩他们的来路 走到一半时 刘峰在墙上一按 嘎嘣嘣又出现了一道门 跟上 他率先跳入其中 沈龙轩随后跟上 可是他发现 马良身体微微有些颤抖 并且低声说道 这里全是妖兽 沈龙轩心中一惊 随后已经可以看见 跟刚才的血池是一样的布置 只不过 下面没有血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妖兽 从二阶到三阶 甚至四阶的妖兽都有 却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这些妖兽全都神色为民 力气全无 看见三人到来 全都愤怒地嘶吼 那气势惊天动地 怪不得死去的小猴子 会说害怕 这要是不怕就怪了 不过这一切 对刘峰一点影响都没有 只见他 走到十阶的中央 并且顺着通道向下走去 那些妖兽见状更加愤怒 好 阵阵恐怖的吼声此起彼伏 马良可没见过如此的阵势 早已吓得双腿筛康 沈龙轩却不以为然 比这再多的他都见过 不过这么多四阶的妖兽 不懈地笑了笑 紧接着 他拿出一个浑身 都是钢针的怪球 你们两个看好了 就这一次机会了 再要学不会 就只能喂血食了 只见刘峰手掌一台 雄厚的灵力灌入其中 这东西灵光一闪 上面的钢针 像长了眼睛一样 飞扑下方的妖兽 哦 妖兽们发出一声声惨叫 那些钢针准确无误地 射入了他们的身体 被射入钢针的妖兽 立刻更加违靡 连惨叫都发不出来了 沈龙轩仔细看时 才发现 刘峰手中的球形物体上 有无数的头发丝斑的细线 连接着每一头 被射中的妖兽 一滴滴红色的精血 被抽到了球里 此刻那颗球里 迸发出无比浓郁的生命能量 刘峰手掌一抖 钢针搜地飞了回来 看到了吗 拿出你们的精血球来试一下 刘峰炫耀地说道 沈龙轩看得出来 这家伙的修为 是武士进六重 已经算是终极武士的巅峰 虽然心中有无数个问号 但是他还是一言照做了 虽然显得有些笨手笨脚 确实可以成功踩到精血了 马良的害怕不是装出来的 这跟死去的小猴子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刘流峰 本就没有怀疑二人的身份 一直教会了马良 他才离去 并嘱咐二人多采点备用 沈龙轩师兄 我们还是出去吧 在这里我浑身不自在 马良一副苦瓜脸 不 只有在这里 我们才是最安全的 并且 我们要迅速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沈龙轩若有所思地道 这样我们才能在宗门来救兵时 提供很好的情报 也可以 让我们的损失减到最小 尽量熟悉他们乾坤界中的东西 防止到时露出马脚 接着 沈龙轩郑重地说道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可以穿着这身衣服混出去 这样活命的几率大一些 但我不敢保证 玄冥殿的人再出口没有盘查 第二 就是继续留下来 为宗门 为我们死去的同门师兄弟 报仇血恨 沈龙轩说的是实话 这次来的人中 魏明和贺涛也在其中 这两人曾经与自己并肩作战过 他已经当他们是朋友 听马长老的消息中说 他们两个很可能随着侯长老下来了 到现在生死未知 所以他一定要留下来 马良是个聪明人 他想了想立刻回答 我选择留下来 沈龙轩师兄 我什么都听你的 好 从现在开始 你叫小猴子 我叫张峰 知道了吗 沈龙轩拍了拍马良的肩膀 我们两个分头行动 你负责打探侯长老他们的下落 还有他们制造血池的目的 明白了吗 沈龙轩师兄 那你去干什么 马良好奇地问 我要去找一个仇人 好了 别担心 我们不是有传讯符吗 随时保持联系 沈龙轩吩咐完 马良就出去了 他实在受不了这里 沈龙轩坐了下来 他要好好想想 接下来该怎么做 此刻在九号房间中 血池中翻滚着巨浪 有两只三接的妖兽 正被泡在里面 那翻滚的血水 附着在他们的身上 似有灵性一般 滋滋地钻进妖兽的身体 之后 妖兽的身体迅速膨胀 那感觉就像一个 正在充气的皮球 砰砰 两声爆炸 震得地动山摇 血池中更是波浪翻滚 两只妖兽已经炸得粉碎 融化在了血池里 还是不行 看来这妖兽进化池 还不够完美 不知道在少主来之前 能不能完成 一个黑袍人喃喃自语 此刻的沈龙轩 已经走出了 关押妖兽的房间 依旧来到十号血池 将金血球交给了李南 嗯 做得不错 你们都下去休息吧 李南一声令下 十几人如获重世 依次走出了十号血池 哎呀 这一天 累死了 回去好好睡一觉 好好休息吧 明天估计又要去抓妖兽了 这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一群人哀声叹气地 走到沈龙轩 第一次下道的巨大空间 在这里 他碰到了通天巨蟒 差点丢了性命 但是空间上面的通道 已经关闭了 沈龙轩心中苦笑 看来即便是想出 也出不去了 沈龙轩发现 这里到处都有黑袍人在站岗 显然玄冥殿加大了防卫力量 而且 这些人的修为 全部都是五十进五重以上的 沈龙轩跟随这些人 打开一道石门 眸光闪出 他发现马良也在 并且跟这些人混得不错 聊得风生水起 进门后 发现是一座巨大的宫殿 来来往往的许多黑袍人 他们都在忙碌着 搬运各种物品 显然这里 还没有修建完毕 而且看样子 这里应该是被作为一处长期的基地 继续前行 十几人分别找到了各自的住处 虽然房间不大 倒也灵气充足 沈龙轩盘腿坐在床上 开始修炼 在这里唯有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是保命的根本 天地灵气化作灵气漩涡 被他吸入身体 补充着日间的消耗 舞者进九重的沈龙轩 丹田中的灵力 已经无比浓郁 这个比普通人大上十倍的丹田 虽然已经爆发出了应有的威力 但是突破起来 真是相当的费力 一滴滴五彩的灵力夜滴 慢慢凝聚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些夜滴 恐怕已经可以突破到五十近了 可对他来说 只不过是五分之一 这样下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突破 沈龙轩心中有些焦急 他拿出一瓶舞者丹 这是他零行前购买的 准备在关键时刻服用的 可是现在他等不及了 张嘴吞了下去 一时间 磅礴的灵力轰然爆发 一股股热流在体内流淌 周天之后 化作精纯的灵力汇入丹田 在五条巨龙的作用下 又变作威力惊人的五行灵力 一连吞吃了十几颗舞者丹 体内的灵力夜滴 已经超过了一百只数 终于久违的轰鸣之音再次响起 舞者进食虫 这一层境界 有种奇妙的感觉 就好像体内的灵力 要冲体而出一样 沈龙轩觉得很兴奋 如果到了五十近 自己的实力会怎样恐怖 地下不知日月 但沈龙轩知道 现在一定已经天亮了 他飘身下床 浑身嘎嘣嘣一阵暴响 舒爽的感觉袭上心头 他推门出了房间 外面的气氛显得有些凝重 哎 你们听说了吗 昨天黄海师兄和子爷师妹 都被通天巨蟒吃掉了 真惨 据说 那头通天巨蟒 是二号血吃培育出来的 本以为可以控制 却不成想那家伙 根本敌我不分 但是一号房间的 那个触手怪成功了 替我们守护着入口 普通人根本就进不来 不过那家伙看着有点恶心 沈龙轩耳力极强 虽然这些人说话声音很小 他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也明白了一个大概 玄冥殿通过特殊的手段 强行地提升妖兽等级 为他们所用 联想到昨天黑袍人的谈话 看来是 准备用这些妖兽 对付三大宗门 现在的十大血池 正在相互竞争 谁的血池能够培育出 听话的五阶妖兽 就会成为他的主人竞争的砝码 是啊 我们只是工具而已 明天力和明天龙 这是在借此争夺少主之位啊 小点声吧 被人听见你的小命就没了 好好干活 十天后 两人就来了 到时候弄不出个结果 咱们全都得完蛋 沈龙轩这次终于明白了 这里是两个人的鄙视场地 而鄙视的目的不止于此 是想消灭三大宗门 真是好大的手笔 沈龙轩虽然不相信这能够成功 但是对两人的魄力 还是很佩服的 再次听到明天龙的名字 他也有点小激动 因为他来此的目的 就是想弄清楚 这个人到底是谁 什么样的实力 小猴子 来 给大爷翻一个 能把大爷逗乐了 我可以赏你颗丹药吃 沈龙轩的思绪 被一声戏虐的话语打断 他抬头时 刚好看见几个黑袍人 正在围着马良 大动手脚 马良的身上有 好几个脚印 脸上也满是鲜血 住手 沈龙轩一声抱贺 冲了过去 马良是自己的人 他可不能看着被欺负 这几个黑袍人 听见声音一愣 马良趁机跑了出来 躲在了沈龙轩的身后 怎么回事 这家伙是谁啊 敢对我们大呼小叫的 能跟小猴子在一起的 恐怕只有张峰了 这家伙擅使一把血色大刀 实力不俗 张峰是吧 马上跪下磕头认错 我可以绕你不死 领头的黑袍人 露出一张满是疤痕的脸 嚣张地说道 他们为什么打你 沈龙轩没有理会此人 而是问马良原因 一三五七九号血池 力数明天龙 二四六八十号 力数明天利 这群坏蛋是三号血池的人 所以他们就欺负我 马良低声说道 他们这样就没人管吗 沈龙轩怒道 哈哈 你小子是没睡醒吧 在玄冥殿一向以实力说话 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爷 谁会管一个垃圾的死活 即便我把他杀了 也不会有人过问 对方的回答 让马良七的暴跳如雷 奈何实力不如人 只能忍耐 他也没指望沈龙轩 能替自己出头 毕竟在这里 低调才能有机会活命 所以他已经做好了 与死往破的打算 即便是死 也要拉个垫背的 你的意思 是我杀了你们 也不会有人管 是吧 不料沈龙轩却上前一步 一把抽出大刀 比对方还要嚣张 不仅马良猛了 对方也是一脸猛像 什么时候见十号血池的人 这么嚣张了 他们不一直是低声下气的吗 其实沈龙轩两人并不知道 一到十号血池 是按实力大小分配的 一号血池最大 方圆两千丈 刚下龙神洞时的那只触手怪物 就是一号血池诞生 二号血池有1800丈 通天巨蟒就是此时诞生 但是却无法完全控制 三号血池1600丈 据说正在培育一尊巨兽 而到十号血池只有两百丈 能不能成功赞且两说 他们是最不受重视的 所以经常受人欺负 你们听见没有 这家伙要杀我们 你们还听过 比这更好笑的吗 小杂种 你死定了 就算你现在跪地求饶 也不管用了 几个黑袍人纷纷讥笑 不过有一个人很激进 他开口喝问 你怎么只有五者进巅峰的修为 难道你不是张峰 他那把高我认识 肯定是练他的血刀功 走火入魔了 修为居然倒退 最可笑的是你都这样了 还敢嚣张 我去弄死他 这时 一个身材高大的黑袍人 跳了出来 不由分说 一拳轰出 强劲地全力撕裂空气 发出暴鸣 一个巨大的拳影 凌空轰向沈龙轩 阵阵压迫之力都显示出 他是一个五世境四重的舞者 小心 马良虽然知道沈龙轩的实力 但还是有些担心 哈哈 别一拳打死 那样就没得完了 那边打起来了 快去看看 听见声音的人群急速涌来 转眼间就把这里 围了个水泄不通 甚至有的人开始叫起好来 打 打死他 轰碎他 砍死他 伴随着种种呼吓声 两人早已站在一处 为了不路线 沈龙轩只得用血刀攻击 他看过一遍就记住了 这套攻法 是一门炼体绝技 攻法与武器于一体 血色长刀极重 普通的五世境 可能拿都拿不起来 能凭借肉身之力 将其舞动成风 的确需要真本事的 沈龙轩正具备这点能力 长刀绽放血色光芒 斩碎了黑袍人的 阵阵拳影 两人你来我往 站在一处 拳风呼啸 刀影重重 小子 有两下子 看来走火入魔 并没有让你的实力减退 但还是受死吧 风魔拳 此人一声利吼 只见漫天的黑色拳影 如雨点般砸下 黑袍人的攻击速度 快到了极致 当真如风魔一般 两条手臂 已经看不到影子 只能看到一串串的拳影 爆轰而出 转瞬之间 淹没了沈龙轩的身影 好 太霸气了 太没意思了 没想到战斗这么快就结束了 人群中的马良 也是一脸的难过 没想到沈龙轩 为了救他付出了生命 他紧压牙关 同样拿出一把长刀 准备拼命 哄 就在这时 爆起一阵仿若雷鸣般的声音 一道惊天雪芒 斩碎了虚幻的拳影 于是未消 斩向正在得意的黑袍人 这血红色的刀芒 就像一头贪婪的巨兽 疯狂地撕咬着身旁的一切 空气暴碎 全影溃散 连黑袍人的气势都被粉碎 吃 血剑舞步 这家伙被刀芒一劈两半 惨死当场 啊 我看到了什么 太狂暴了 这才是战斗啊 这种感觉太爽了 全影消散 只见沈龙轩威风凛凛的战力当场 血刀指天 一股狂暴的气势凝聚不散 他居然在刚才的打斗中 领悟了血刀弓 刚才发出的威力 完全超过了张峰本人 马良彻底惊呆了 这又是沈龙轩展示出来的能力 他先前根本没见过 这家伙到底还有什么底牌 难道妖孽 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了吗 但是搜遍整个脑海 也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了 这惊天一刀 彻底打碎了对方的骄傲 也震慑住了众人 但是为了脸面 领头的黑袍人人吼道 张峰 你这杂种 居然敢杀我的人 我看你是活腻了 兄弟们 给我灭了他 这群家伙 居然要群起而攻之 沈龙轩放声长笑 有胆的就上来 血刀突破 正当饮血 沈龙轩全身气势生腾 手中血刀鸿芒暴涨 搅起一阵狂风席卷众人 所有人都迟疑了 此刻沈龙轩气势正胜 这时对决显然不利 但是话已出口 又不得不上 正在扭捏之时 一位黑袍上 绣着一颗星星的人 飞驰而来 人味道 声音先至 住手 本店正是用人之计 不得造次杀戮 否则全部扔进血池 炼化血水 沈龙轩收起血刀 细看来人 此人一头银发 相貌虽然不出众 却有股威严 看他身上的星星 应该是玄冥殿的管理层 血长老 果然 所有人都躬身教导 沈龙轩和马良 也抱全附和 此人身上的波动 至少是武师境巅峰 血长老看了眼 地上死去的黑袍人 又把目光转向沈龙轩 居然可以跃及杀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声音极具威严 令人听了 不绝寒毛植树 弟子张峰 乃是十号血池中的一员 我们的领队是李南师兄 这位是我的兄弟小猴子 他遭人欺负 所以我才出面将其斩杀 至于越级 可能是因为血刀弓刚好突破 所以才会有如此威力 望血长老明察 血长老盯着沈龙轩看了许久 也不见沈龙轩 有丝毫的情绪波动 脸色慢慢地平静 他开口道 你很不错 可以在战斗中突破 也是个人才 玄冥殿对人才从不吝啬 希望你忠心为主 助我王完成大业 这是一颗破镜丹 五十镜以下 均可突破一击 你现在的状态 完全可以突破到五十镜一重 一颗火红色的丹药 飞向沈龙轩 被其一把抓在手里 以前听说过这种丹药 但从未见过 天哪 这小子太走运了 那可是三品巅峰的丹药 这一颗丹药 顶上我一年的苦修了 我也突破了 求长老赐丹 沈龙轩高兴地收了起来 没想到在这里 还能有这种待遇 他也是攻身行礼 谢谢长老 弟子定当拼死守卫 心中的正义 不负长老的嘱托 嗯 血长老答应一声 便飘身离去了 这场战斗 已经不可能打下去了 对方的黑袍人 一个个脸色铁青 自己的人死了不说 那该死的小子 还得到了赏赐 小子 你等着 等此件事了 我会取你的狗命 记住 爷爷我叫丽天刚 千万别死了 因为你的命是我的 他领着几个黑衣人 转身离去 半路上黑衣中有人问道 天刚师兄 我们就这么放过那小子吗 哼 还能怎么样 血长老出面 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回去禀告我们的领队曹元师兄 肯定不会让那小子好过 丽天刚咬牙切齿地说道 接着一群人愤愤地离去 沈龙轩再次回到住处 能提升实力 他当然你不会等下去 坐在床上后 就将破镜丹扔进了嘴里 这可破镜丹的威力 果然不同寻常 入口之后 就化作一股火焰能量 冲入沈龙轩的身体 要不是他的身体强悍 还真有些承受不住 血长老可能也是看出了这一点 才将破镜丹给他的把 这股能量 极其磅礴浩瀚 源源不断地在身体里 释放着灵力 周天之后存入丹田 经过五条巨龙的炼化 一缕缕五行灵力诞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丹田里的灵力终于被充满 但是磅礴的能量 依旧不停地涌入丹田 此刻五行灵力已经趋于雾化 慢慢地一滴滴五彩灵力 低落于丹田中 越聚越多 终于有一刻 沈龙轩体内轰鸣乍响 这次不同于以往 一股巨大的力量 透过身体冲向了四周 因为他的丹田 异于常人 又是五行灵力 所以这冲击的威力 比别人大了几十倍不止 他的房间轰然崩塌 连带着周围百丈内的房间 全部化成瓦砾 怎么了 难道有敌人来袭吗 哎呦 我受伤了 这是谁啊 居然在修炼的时候偷袭我 别吵了 是那个家伙 我们找他算账去 明眼人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这次的爆炸 从沈龙轩身边 向四周浮散开来 一看罪魁祸首就是他 众人飞奔来 沈龙轩自然是感觉到了 外界的变化 不过他不能停下修炼 因为体内的变化 更令他心惊 只见原本在丹田中 安静的五条巨龙 变得不安分起来 这然沈龙轩 联想到龙武宗大长老行验的话 五行灵果的服用者 每突破一个大境界 都要受到五行灵力的冲击 挺过去一飞冲天 挺不过去烟消云散 五条巨龙 没有给他时间去思考 瞬息之间 化作五道狂暴的能量 冲出丹田 肆虐着他的身体 沈龙轩只能调用五行灵力去压制 可这无疑就是火上浇油 五行灵力 更加助长了五条巨龙的威力 这一下他彻底傻眼了 难道只能硬扛 这可真的是 开了一个大玩笑 事实真的是如此 除了硬扛之外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看着五道狂暴的能量 冲击着他的身体 一个个怒目缘争 张峰 你居然还在装算 你害得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混蛋 即便是有血长老给你撑腰 我们也不会放过你 老子叫你血债血肠 此刻的沈龙轩 满脸的痛苦之色 浑身汗如雨下 但立刻变成白雾升起 显然他的身体温度 达到一个惊人的程度 但是愤怒的人们 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一个满脸是血的黑袍人 直接就冲了上去 伸手抓向沈龙轩的面门 小子 我也让你毁容 起料 这烈火瞬间就吞噬了此人 继而扩散四方 聚集而来的人 全都受到了殃及 一阵狼哭鬼嚎 这火焰很奇怪 无论如何扑打都不熄灭 直到能量耗尽为止 这一下 就有十几人在火中丧命 其他人也都受伤 人们恐惧地远离了沈龙轩 足足有半个时辰 火焰才慢慢地收回沈龙轩的身体 此刻的他极为凄惨 浑身冒着黑烟 焦呼一片 哈哈 这小子玩火自焚了 兄弟们他已经快要死了 谁上去杀了他 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有人喊道 终于有人走出人群 这个人的一只右臂 整个烧断了 他手中拿着一把利剑 一步步走上前去 此人都聚精会神地看着沈龙轩 生怕一不小心 再次迸发出火焰 他原本修炼得好好的 没想到遭此无妄之灾 怒火渐渐涌上心头 张峰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去死吧 此人身形跃起 居高临下一剑斩下 沈龙轩虽然命在旦夕 但是他丝毫未觉 他的心神完全沉浸在了体内 此刻火焰灵力刚刚爆发完毕 他的身体被弄得一团糟 他几乎可以闻到烤肉的味道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觉得 经过烈火焚烧的身体 变得更加强悍了 浑身的细胞变得更有活性 正在迅速地恢复生机 漠然间所有细胞 在同一刻一分为二 这一刻 沈龙轩只感觉 一股更加强悍的力量 从体内升起 细胞是组成身体的单位 突然增多一倍 所以 身体的组织就紧密了一倍 力量防御统统增加 可是就在这时 第二波的冲击来临 金色巨龙代表着精锐之气 它的爆发 让身体里到处都是剑芒 如果不是刚才的强化 这一次真的要改屁了 这一切的变化说来话长 其实也就是呼吸之间 此时此刻 黑袍人的剑 已经斩到了沈龙轩的头顶 而且 他已经看到 那一根根头发被斩断 去死吧 他狂吼一声 远处的人也松了口气 终于把这个祸害斩除了 啊 可就在这时 一遍再生 沈龙轩的身体突然 金光大胜 落下的黑衣人 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 就被这金光切成碎片 连那把剑都化作粉末 随风飘散 这还没完 金光出现之后 立刻化作无尽的剑气冲天起 浩瀚的波动 终于引来了更多的人 血长老 马良都在其中 这是怎么了 这小子发什么疯呢 好强的剑气 沈龙轩 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 马良感觉自己的心脏 已经有些承受不住了 这个沈龙轩 每一次都能展现超人的实力 这次的动静更大 血长老则脸色凝重 看着沈龙轩造成的破坏 简直有些惊人 大家快撤远点 这家伙疯了 已经害死我们十几个兄弟了 血长老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此子太残忍了 先是火烧 这次又放箭 闭嘴 打扰了他修炼 我把你们都丢去喂妖兽 血长老一句话 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 嗜血杀戮 谁也不敢在血长老 发怒的时候 出他的眉头 血长老见多识广 他看出沈龙轩正在突破 如果突破成功 这小子必是人中龙凤 如果不成 肯定烟消云散 这家伙也太疯狂了 为了得到力量 居然修炼如此邪门的功法 不过这样才是玄冥殿的人 半个时辰后 金光散尽 沈龙轩再次归于平静 这只是表面 他的体内再次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他已经精疲力尽 虽然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到哪一步 但是他依然很期待 蜕变之后的自己 能够强到什么模样 也许正是这一执念 才让他一直保持着清醒 至于身体内的变化 已经完全不在 他的掌控之内 他此刻就是一个看客 跟周围的人一样 除了看着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他多了一样 那就是无尽的痛苦折磨 紧接着是黑水凌厉 无尽的寒气扩散四周 空气中瞬间变得粘稠 竟然如海浪般的波涛汹涌 一波接着一波 这种冲击 围观的所有人都感觉像坐在船上 在海浪中摇摆 而且那丝丝的寒气 似乎令血脉都开始凝结 黑水凌厉过后就是厚土凌厉 厚重凌厉爆发之后 人们就感觉身上压了座大山 围观尚且如此 可以想象身在其中的沈龙轩 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 他的身体剧烈颤抖 从汗毛孔中渗出鲜血 脸色涨红如血 那样子仿佛要爆开一样 终于这一波也挺过去了 最终是轻木凌厉 在经历过四种灵力的摧残之后 轻木凌厉以惊人的速度 修复着他的身体 连带着旁边受伤的人 他们的伤势也在慢慢痊愈 咦 我的伤好了 我的也好了 血长老眼中闪现思索之意 他总觉得 沈龙轩这些奇怪的东西 似乎在哪里见过 不过暂时也想不起来 而沈龙轩紧锁的眉头 终于舒展开来 他的身体经过五轮的强化 再次晋升一个新的高度 但这一切都归功于 玄龙变带来的好处 如果没有玄龙变 他不可能挺过这次考验 也不会得到这么大的好处 此刻的五条狂暴的能量巨龙 已经小了一半 剩下一半的能量 全部融入了沈龙轩的身体 也就是说 沈龙轩现在的身体 已经具备了五行能量 丹田底部的十分之一 全部都是液态的五行灵力 其剩余九成 依然是气物状 但即便是这些气物状的灵力 也今非昔比 他相信 这些能量如果施展起来 五尸镜四重 绝对可以秒杀 他慢慢地睁开眼睛 眼前的场景吓了他一跳 建筑物纷纷倒塌不说 眼前围了一大群人 全部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 他突然感觉 身上凉嗖嗖的 原来衣服早已烧得干干净净 此刻的他身无寸缕 但是皮肤上 却流转着淡淡的荧光 他赶忙从乾坤界中 拿出一件黑袍套在身上 他缓缓地站起 向前迈了一步 人群却向后退了一步 沈龙轩停下 他们也停下 沈龙轩刚一抬手 人群轰的一声散了 这样的人 还是离远点为妙 这就是一个煞星啊 修炼也能闹出人病来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太伤自尊了 只剩下血长老 还有马良站在原处 张峰 你突破了 血长老问道 谢谢血长老自担 弟子突破了 沈龙轩真成地道 血长老说了句那就好 转身离去了 仿佛在思索着什么事情 有些心不在焉 马良却跑了过来 一拳锤在沈龙轩身上 当的一声 他呲牙咧嘴地揉着拳头 真是变态 之后 马良就讲述了 沈龙轩突破时的惊心动魄 还有那些要杀他的人 如何被反杀 沈龙轩觉得 这次好像闹大了 可是接下来十几天的时间里 居然风平浪静 连被沈龙轩弄毁的房子 也重新建了起来 只不过沈龙轩方圆百丈 在无一人居住 从修炼中醒来 他的心慢慢变凉了 给马长老的传讯服中的信息 一条都没回 十几天的时间 宗门也没派来救兵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马长老肯定出了变故 很可能陨落了 现在他唯一的办法 只能是自己冲出去了 就在计划如何出去的时候 突然听到消息 侯长老他们居然没死 据说被抓了起来 关在什么地方却不知道 沈龙轩又开始寻找 他可不是在找侯长老 而是魏明和贺涛 但是这里 就像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 沈龙轩和马良十几天的时间 也没有找到任何下落 就剩下一个地方了 那里一直没有去寻找 沈龙轩自言自语道 沈龙轩想罢 再次开始修炼 这些十日 他凝练的灵石 全部被战魂吞噬 他估算了一下 已经有一万九千枚 这一个多月没有 修炼玄龙变 让他很不习惯 只能用修炼风雷动 和五行剑法代替 这两种武技 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并且 他又体验到一种新的技能 就是五师镜的武者 可以将灵力不渝体表 形成一层保护膜 令防御大增 一日 沈龙轩出门 直奔关押妖兽的洞窟 只有那里没有搜查过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 搞不好已经出人命了 一路上没有碰到任何人 他轻车熟路地打开石门 闪身进入 立刻传来妖兽的怒吼之声 沈龙轩毫不在意 他顺着时间走到尽头 一路上 眼神不停地扫尸下方 在那里 真的被关在妖兽的区域 沈龙轩眼神一亮 终于在一个角落里 他发现一道石门 并且上着大锁 他飞身跳了下去 这些虚弱的妖兽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他很快地就来到了石门处 一键斩碎铁锁 用力推开石门 呀呀呀 碰 石门开启 一股发霉的味道冲鼻而来 他挥袖扇了扇 走入门中 昏暗的光芒下 可以看见洞中的情形 老子跟你们拼了 一道身影飞不过来 你们这帮砸碎 老子就算是死 也不会告诉你们任何消息 沈龙轩大秀一挥 化解来人的攻击 魏明师兄 实力又有精进哪 你是沈龙轩 兄弟们 我们有救了 真的是沈龙轩 太好了 可 龙轩师弟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沈龙轩一一查探之下 发现龙武宗有六位弟子都在这里 剩下的三位肯定陨落了 龙轩师弟 是宗门派人来了吗 是啊 外面的人应该都被消灭了吧 面对师兄们的追问 沈龙轩无言以对 这些人的状态并不好 伤得非常严重 现在出去只能是送死 侯长老呢 他不是应该跟你们在一起吗 沈龙轩不打反问道 那个没良心的 他特么下来就去找宝藏去了 根本就不配当我们的长老 要不然那几位师弟 也不一定能死 魏明愤怒地道 沈龙轩分给美人一些疗伤的丹药 待几人服用后 他才缓缓说道 宗门的救兵并没有来 我是比你们先下来的 跟我一起的 还剩一个叫马良的 高峰也死了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 入口被封死 你们还全都身负重伤 冲出去根本不可能 只能另寻他法 沈龙轩的话 像一柄重锤 敲在每个人的胸口 那我们岂不是死定了 魏明垂头丧气地说道 这家伙的体质特别好 别人的伤都很重 他却早就好了 那也不一定 龙轩师弟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贺涛悠悠地说道 我观此牢房士气极大 并且土质松软 下面必是条暗河 只要我们一直向下挖 到了暗河 我们顺着水流就能出去 魏明听后哈哈一笑 这活我能干 只是我们的东西都被缩走了 没有武器了 沈龙轩手中光芒一闪 这些都是他这一个多月杀死的黑袍人所得 你小子抢了这么多宝贝 看来混得不错呀 魏明也不客气 开始挑选起来 其他人也开始挑选合手的武器 最关键的 还有十几个储物袋 沈龙轩都没打开过 这次一并打开 倒在了地上 顿时一片珠光宝气 黄金遍地 这座监牢 煞时间变成了一个宝库 靠 龙轩师弟 你可真是个土财主 你是不是打劫这里的金库了 连贺涛都抱了句粗口 认真地挑选起来 好了 剩下的东西 你们也收起来 然后着手挖通道 我得回去了 要不然 怕要漏线了 沈龙轩将石门关闭 然后把那把大锁又挂在上面 虽然已经没了功能 但也能掩人耳目 谁知他刚做好这一切 就发现有人进了妖兽牢房 想躲已经来不及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什么人 你到下面去干什么 师兄 我看他有点眼熟 是张峰吧 来的两个人 正是三号血池中的人 三号血池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 所以他们这将近一个月一直待在其中 对于外面发生的一切并不知情 真是冤家路窄啊 张峰 算你倒霉 这次没人替你撑腰了 你乖乖地去地府报道吧 师兄 不用跟他废话 杀了他为死去的师弟报仇 此人说完 直接一脚踢来 旋风金刚腿 他的右腿 如狂龙般横扫而来 带动整个身体旋转起来 越来越快 最终化为漫天的腿影 砸向沈龙轩 居高临下 气势非凡 当接近沈龙轩时 漫天腿影合一 一条巨大的金刚之腿 爆轰而来 蝶浪掌 沈龙轩 想都没想 一掌拍出 他很久没有使用掌法了 乍然使出 只感觉丹田内灵力涌入手掌 轰然爆发 并且在手掌的前方 凝结出一个巨型掌印 掌印过处 如海浪波涛 一浪高过一浪 磅礴的力量压爆空气 是 携带无比刚猛之势 骤然轰出 如滚滚洪流 虽无四海之力 却也有五湖之威 金刚腿的残影 当时就被掌势逼的破灭 巨型的掌印 结结实实拍在了黑袍人的身上 碰 黑袍人的身躯 瞬间划为血雨 掌镜一吹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仿佛从未来到此地 这才是真正的五级威力 太可怕了 沈龙轩终于领略到五师镜的可怕了 但这也是因为五行灵力的缘故 才使得五级的威力猛增数倍 短暂的愣神后 他看向另一个黑衣人 并且缓步走向石阶 你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你只是五师镜 一重 你居然突破了 怪物 老子不跟你玩了 黑衣人说完 转身就要逃跑 既然来了就别走了 一道剑气 瞬间就冻穿了他的头颅 就像西瓜一样 砰的一声爆开 尸体栽下石阶下面的妖兽群中 片刻就被吞噬干净 沈龙轩走出妖兽牢房 静止来到十号血池 发现所有人都在 唯独就缺马粱 李南师兄 小猴子呢 沈龙轩奇怪地问道 沈龙轩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李南的话 就如一道巨雷 滑破当空 沈龙轩呆了一下 玄机说道 李南师兄 你在说什么啊 李南并不答话 一挥手 只见一个黑袍人 在血池中一捞 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被捞上了案 手脚都被捆着 此人剧烈地颤抖 浑身的血脉如舌般如动 他清醒过来后 对着沈龙轩一笑 师兄 这一辈子能认识你 我值了 接着缓了口气说道 我没有出卖你 出卖我们的人事 破 马良被黑衣人 一刀斩下头颅 鲜血喷了一地 沈龙轩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给我杀 马良 沈龙轩一声怒吼 他此刻目刺欲裂 两人认识的时间 虽然很短 但是他早就当 马良是自己人了 此刻居然当着 自己的面被斩下头颅 沈龙轩真的怒了 他根本无视 冲过来的黑袍人 一步步向着 马良的尸体走去 迎面一个黑袍人 本不知道闪躲 这一刀从肩膀斜斜下 将他的身体一分为二 黑袍人一喜 可是下一刻 沈龙轩的身影消散 只是一道残影 啊 一声惨叫 手提大刀 斩杀马良之人 被拦腰斩断 沈龙轩手提血刀 一字一字地说道 杀我兄弟者 杀我射 声音回响在这处空间中 他一脚踏碎了 黑袍人的头颅 猛然抬头时 双目赤红 头发披散 宛如杀神现实 我们本不想杀人 只想安全地离去 可是你们欺人太甚 今天谁都别想 活着离开这里 全都给我死 沈龙轩双脚踏地 身形暴冲而出 化作一道道残影 手中血刀 迸发出血红红色的刀芒 眨眼间斩杀两人 全都是一击致命 还愣着干嘛 给我杀他 还剩下的九人 纷纷拿出武器 各自施展绝技 铺天盖地而来 一时间 刀芒剑影 全芒腿边 组成一副绝杀大阵 爆轰而下 沈龙轩谋赏寒芒 血刀彻底绽放 六丈长的血色刀芒 逆天而上 因为五行灵力 让他释放的刀芒 足足翻了六倍 煞时狂涛巨浪 红芒漫天 将绞杀而来的攻击 全部斩碎 紧接着 沈龙轩双臂击挥 十几道血色刀芒 同时斩出 空气被斩碎 发出阵阵报名 全力轰杀在场的九人 围杀而来的九人 全部震惊 他们的攻击刚被击散 第二波攻击已经袭来 漫天的鸿芒 就如血色的巨浪 狂暴的气息冷冽寒凉 扑扑扑 一连串的声响 五人瞬间被一斩两半 其余四人 也被这一击伤退 废物 李南浑身修为爆发出来 五师镜七重的气势 席卷当场 他飞身一拳 攻向沈龙轩 寒怒而发 拳风呼啸 瞬间席卷而至 沈龙轩风雷动施展 身如风中柳絮 让人捉摸不到踪迹 毫离之差 闪过李南的攻击 四道锋刃急驰而去 眨眼间 灭杀四个重伤的黑袍人 这一刻 沈龙轩回到了 石阶之上的门口 他知道 这里的动静 肯定已经惊动了长老 所以他不打算 再浪费时间了 一掌按向石阶 掌进青土 轰轰声不断在石阶中响起 轰隆隆 整个石阶终于承受不住 压力纷纷崩碎 站在上面的李南 惊声尖叫 他展开修围 并未随着巨大的石块 掉入血池 而是拼命地冲向出口 沈龙轩闪出门口时 随手扔下十几颗 三阶的爆裂丹 既然动手就来个干脆的 直接捣毁血池 免留后患 接下来 他身影如电 每一个到石门 都被他一刀斩破 然后十几二十枚的爆裂丹扔下 最多的一号门 一下扔了三十多颗 轰轰轰 一连串的爆破声响起 简直是地动山摇 整个洞窟都纷纷崩溃 里面的怒吼声 惨叫声连成一片 看着洞窟上掉落的巨石 这里马上就要塌陷 他边向后退 边急速弹出爆裂丹 每一颗爆裂丹 都是对着叫喊声飞去 轰轰轰隆隆 十大血池区域彻底塌陷 无一人生还 这巨大的动静 引来了黑袍人观看 可是只看到沈龙轩 飞速奔跑出来 后面烟尘滚滚 巨石砸落 一副人间地狱的景象 怎么回 有人开口问道 可是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刀斩成两半 剩下的人 纷纷亡命奔逃 疯了 张峰疯了 这人是叛徒 快去通知长老 啊 惨叫声 呼喊声连成一片 化作一波声浪 席卷去 沈龙轩一路追杀而去 直到将走廊里 最后一人杀死 沈龙轩推开石门 对着门外猛弹爆裂丹 一瞬间 有上百颗爆裂丹 飞出石门 分布在通天巨蟒 出现的那处空间之中 轰轰轰 又是一阵剧烈的爆炸声 猛烈的冲击 将石门都炸碎 在黑袍人住处冲出来的人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就被剧烈的爆炸吞噬 沈龙轩看也不看 赶紧往回跑 仍然是一边跑 一边将爆裂丹弹射出去 通道尽数被毁 巨石滚落 彻底封死了通道 沈龙轩在墙上一按 一到石门开启 正是妖兽牢狱 他头也不回地踏进牢房 这里也受到了波及 摇摇晃晃 巨石击落 仿佛随时都要塌陷 他纵身一跃 来到石门附近 拿掉大锁 推开石门 一头扎了进去 你能来到这里 我真的很失望 但只要你立下誓言加入我族 我可以当这一切没发生过 刚一进门 就听见血长老说到 他就站在门口 沈龙轩差点撞到他的身上 在血长老的身后 未明六人全都昏倒在地 在他们的身旁 一条通道已然挖成 正在鼓鼓地向外冒着水 沈龙轩急步跑到六人身前 发现只是昏迷 并未伤及性命 于是开口说道 其实这里 我最尊敬的人就是你 虽然他们都说你很可怕 并不是因为你帮过我 而是你为人正直 这里已经毁了 你还是逃命去吧 我可以当没见过你 沈龙轩真诚的表情 一点都不是装出来的 血长老看得明明白白 我查过点击 你突破时的异象 被称作五行肢体 是一种很难得的修炼体制 在浮衣五行类的灵才修炼后 很可能进化成 传说中的五行圣体 所以你若能为我玄冥殿所用 必将大力培养 让你一飞冲天 血长老的话 让沈龙轩很心动 但是他不能加入 那样就是叛宗 叛国 叛祖 沈龙轩绝对做不到 血长老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我不能去 今日就此别过 他日再见时 我们就是生死仇敌 沈龙轩叫醒几人 并示意他们先行离去 血长老在这一刻一动未动 也未出言阻止 直到沈龙轩离去 希望你能活下去 血长老说完身影 刹那间消失 沈龙轩几人通过地下河 终于找到了出口 出来之后 重新看到了阳光 几人躺在地上 哈哈哈哈大笑 沈龙轩 我欠你一条命 你什么时候要 我就什么时候还 卫明豁达地说道 休息好之后 几人确认方向 向着龙武宗行去 带到山顶 几人回头展望 龙神洞的那座山峰 已经完全塌陷 整座山峰全都陷入地下 到现在还在尘土飞扬 十天后 他们赶回了龙武宗 交了任务后 沈龙轩就被风雷兽缠上了 这小家伙都瘦了 可能是想念沈龙轩的缘故吧 看到风雷兽 沈龙轩什么烦恼事都忘了 时间飞逝 眨眼间又是半月 坍塌的龙神洞上空 漂浮着两条人影 全是一身黑袍的装扮 沈龙轩也是五行之铁 我明是一族的后人 那这次 我们就换个方式玩玩吧 沈龙轩坐在外门长老店中 他修炼了一会儿 玄龙变 感觉到龙脉之气 依然在强化他的身体 只不过仿佛 遇到了瓶颈 静静有些缓慢 少请 他开始凝练灵石 凝练灵石 其实就是在修炼宁渊弓 五十镜的突破 让他的宁渊弓 有了新的进展 凝聚的灵气 突破四千丈 所以 每天可以凝练四百枚的灵石 不过他的战魂 依旧没有进阶 难道是方式不对吗 已经两万三千灵石了 难道需要中品灵石 他看着自己的玄龙战魂 脑袋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一块中品灵石 相当于一百块夏品灵石 如果按这个比例 战魂已经吞噬了 二百三十枚中品灵石 突破玄间能量需要庞大 一定是还未达到标准 嘎嘣嘎嘣 风雷兽又开始吃灵石了 这小家伙 在他回来的这段时间迅速成长 现在已经相当于二阶妖兽了 他能吐出微弱的电弧 也能刮起一阵小旋风 但是毫无杀伤力可言 风雷兽 这小家伙极不情愿地吼了一声 你说你什么时候 能像你的父母一样 威风凛凛啊 可是小家伙根本就不理他 那样子好像是在说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沈龙轩走出房间 下山时碰到了正千万 这家伙缠着沈龙轩 非要听听这次龙神洞的事 因为在外门已经传开了 一座山峰都坍塌了 而且侯长老没有回来 弟子也死了三个 肯定是经过了一场惊天大战 魏明等几人回来 都是只字不提 扎进院子 就开始闭门苦休 好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一样 事情就是这样 沈龙轩简单地讲述了 一个多月的经历 不过这也已经惊心动魄了 千万 你是不是喜欢用刀 沈龙轩追问 那当然了 见是君子所配 刀乃侠道所使 勇猛狂放 用刀多霸气 正千万一提起刀 吐磨横飞 这送你了 沈龙轩拿出那把血刀和血刀弓 递给正千万 刀虽中品灵器 却有上品之威 血刀弓既是功法 也包含武技 看威力 应该是玄阶中品 正千万愣愣地看着血刀 刀长三尺三寸又三分 通体血红 刀身三道血槽 争鸣可步 隐隐散发一股杀气 一看就是杀戮之气 刀柄上镶着两枚绿色腰盒 更增添了血刀之威 怎么 不想要 沈龙轩微微笑道 要 要 怎能不要 正千万一把抢了过去 反看之下 心中狂喜 也不再纠缠沈龙轩 一溜烟地跑回去修炼了 沈龙轩徒步来到交易峰 找到拍卖行的徐长老 打听中品零食 但是令他吃惊的是 一颗中品零食 至少要三百万金币 而且有价无事 沈龙轩立刻放弃了购买的念头 走出拍卖行 看见众人围在通天塔前 今天应该是通天塔开启的日子 沈龙轩想试试 能不能进入最后一层 还有三个多月 就是内门弟子竞选了 能提高点实力 就多一份把握 可是很无奈 最后一层仍然无法上去 有一层无形的防护阻挡着他 不过也不是没有收获 在这里走过一遍 玄龙变的功法又有了进步 原本已经强化完毕的身体 再度变强 这可能与自己的修为提升有关系 看来是自己的修为 限制了功法的修炼 沈龙轩若有名误 看 那不是沈龙轩师兄吗 他可是通天塔第八层的勇士 除了当年的妖孽天才薛振天 没有人上过第八层 当真是了不起啊 他可是我们外门的英雄 据说这次又摧毁了玄明殿的阴谋 连外门的侯长老都没回来 可见这次有多凶险 他刚出通天塔就被认了出来 有羡慕崇敬的 自然也有极度怀恨的 侯小飞瞪着小眼睛 愤怒地看着沈龙轩 沈龙轩很不习惯这种场合 所以飞快地离去了 沈龙轩 你站住 刚走到僻静之处 身后传来利吼 就见侯小飞与蒋灵天快步拦在面前 见沈龙轩有恃无恐 侯小飞狂吼道 沈龙轩 我父亲到底怎么样了 为何你都能回来 他却没回来 是啊 沈龙轩师兄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蒋灵天也问道 他是侯小飞的死党 即便有些看不起 其临阵退缩 但还是当做朋友 首先 我能回来不关你们的事 其次 你父亲回不回来不关我的事 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 我已经对宗门说明 没有义务再向你们解释 闪开 沈龙轩脸色一冷 抬步欲走 站住 去的人里面只有你和他有仇 你还不承认 侯小飞双眼泛红 居然寸步不让 幼稚 滚开 沈龙轩怒道 侯小飞在他眼里屁都不是 贪生怕死之辈 还学什么武道 沈龙轩 你今天不说明白 就别想走 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侯小飞武士进四重的修为 瞬间爆发 沈龙轩欲面阴沉似水 他最恨别人威胁自己 这侯小飞已经碰出了他的底线 这是你自找的 我知道跟你一起去的人都被你收满了 他们肯定向着你说话 但是我会打得他们说出真话为止 侯小飞的话 让沈龙轩想起了马良 马良曾经想说出 出卖他们的人是谁 可是直接被人斩杀了 他不想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朋友对他来说 真的很重要 他不想有朋友为他而受伤害 甚至死去 既然你找死 我就成全你 沈龙轩一掌拍下 侯小飞也不含糊 举拳相迎 因为准备充足 力量奇大无比 哄 一声暴响 沈龙轩一动没动 侯小飞却退了一步 沈龙轩 有能耐 你连我一起杀了 侯小飞大喝一声 一剑斩来 剑气迸发 一道四丈长的剑芒 当空而下 蒋灵天 也惊呆了 怎么说着说着就打起来了 小飞 快住手 沈龙轩师兄 你们别打啊 不过已经动了真火的二人 怎能听他的话 沈龙轩铁拳冒起金光 急速轰出 引爆空气后 化作漫天拳影 轰向侯小飞 轰轰轰 爆炸声接连响起 沈龙轩并未想杀人 否则侯小飞的修为 他一招就可以秒掉 但是他的五行灵力太霸道了 只是凭空的拳影 就已经将侯小飞震伤 不过这家伙就跟疯了一样 居然不要命的猛攻 红光闪耀 剑气纵横 沈龙轩怒一连连 他瞬间将万千的拳影归于一处 一个足有两丈大小的拳影 以压倒式的力量轰爆空气 碾碎剑芒 哄 侯小飞的身体 跑出一道完美的曲线 砰的一声摔落在地 破 他喷出一口鲜血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沈龙轩 有胆你就杀了我 要不我跟你没完 杀不了你 我就杀你朋友 这是做死的节奏啊 蒋灵天赶忙跑了过去 小飞 你找死啊 接着马上回头对着沈龙轩说道 沈龙轩师兄 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他估计脑筋不正常了 滚开 你才不正常 沈龙轩 有种就杀了我 侯小飞喷血怒吼道 沈龙轩马上发现 这事情的不正常 侯小飞根本就没有这种胆量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幕后有人操纵 他脑筋飞速运转 自己杀人 就要接受门规的处置 上次因为风雷兽 间接害死不少人 宗主罚自己守灵一年 到现在 期限也没满 如果这次杀人 肯定会受重罚 但是幕后的飞手一定要找出来 否则以后就非常的被动 想到这里 他不再迟疑 动用了体内剑意 剑意强大无比 是用剑之人最大的梦想 但很少有人能够领悟得到 沈龙轩身处右手食指 一道五彩的璀璨剑气 瞬间凝聚 既然你想死 我就成全你 一股恐怖的威压降临 那道剑气仿佛穿越了时空 出现之后 就已经到了侯小飞的面前 噗 一剑洞穿前额 一道极为细小的剑痕 穿头而过 侯小飞做梦也没想到 会是这个死法 自己找死 蒋灵天也惊呆了 他更没想到 沈龙轩居然真敢在宗门杀人 而且是杀了一个内门弟子 出来吧 你的目的达到了 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吧 沈龙轩高声贺问 蒋灵天彻底猛啊 这沈龙轩也傻了吧 杀完人还不跑 在这里瞎吼什么 可是突然间 天地间一暗 一个黑袍人 凭空出现在二人面前 此人身上的波动 如浩瀚的大海 威压就像一座大山 蒋灵天直接被压得贵妇在地 浑身的骨骼咔咔直响 蹊跷都已经流出了鲜血 沈龙轩面对此人的感觉 就像第一次在山谷中 泄击的黑袍人一样 甚至比那还要强烈 根本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 当时因为修为低 所以分辨不出对方什么境界 这次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 对方绝对是五王镜 而且有可能是巅峰 他不自觉地运起了 玄龙便来 抵御这份威压 愣是站在地上没有倒下 而双脚却深深地陷在了山石之中 沈龙轩 我很意外 你这小爬虫 是怎么接连两次毁坏我的好事的 你害我损失了多少 你知道吗 黑袍人慢慢地向前走来 他每走一步 沈龙轩都感觉身上的压力重了一分 以至于他身体中的各种能量 自动开始抵抗 在金色光芒中 一圈圈的五彩光芒慢慢升起 承载着这越来越重的威压 他根本不能开口说话 很有意思的是 你的身体里 居然会有我们名师一族的血脉 而且还是最高等级的 这简直就是一种亵渎 我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出现 所以我要把它拿回来 这也算是你破坏我好事之后的代价吧 哈哈 沈龙轩眼看着黑袍人伸出手掌 抓向自己的心脏 锐利的指锋瞬间就刺破了皮肤 肌肉 他感觉整个心脏仿佛被抓住了一般 只要轻轻一扯 就能脱离自己的身体 他知道自己的战魂就隐藏在心脏里 与他的血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血脉强大觉醒的战魂就强大 另外 战魂与灵魂也有联系 总之 血脉和灵魂就是影响战魂的关键 面对死亡的滋味如何 你会死得非常痛苦 我之所以能这么强大都归功于他 乖乖做我的养料吧 你的天赋会由我来拥有 怪只怪你太弱小 沈龙轩感觉到一股强劲的吸力猛然爆发 黑袍人的身后浮现一只如黑雾一般猙獰怪兽 上面八道玄青色的光环清晰可见 居然是玄机八品战魂 沈龙轩的血液正从胸口的伤口被吸走 他感觉自己的意识慢慢地模糊 浑身的力量正在飞速地流逝 体内的战魂想反抗 但级别相差太大 根本无力反抗 沈龙轩仿佛能听到一声声不甘的龙吟 镊子 你敢 就在这时 一声爆喝如惊雷般乍响 一道超越百丈的剑光瞬间斩向黑袍人 但此刻正是关键时刻 如果黑袍人停止吞噬 他的计划肯定就无法完成 以后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他心中一横 愣是在战魂上 奋出一团黑气打入沈龙轩的身体 之后消失在原地 沈龙轩摔倒在地 蒋灵天早就昏死过去 对于这一切 他根本一无所知 宗主战天气愤地 看着黑袍人消失的方向 下一刻 大长老等人纷纷出现 这一次 就连薛震天都来到现场 玄阶八品战魂 哪来的妖孽天才啊 在龙武宗最高的战魂级别 就是宗主战天 不过也只是玄阶七品 至于薛震天 也只有玄阶六品的战魂 大长老行验 只有玄阶五品战魂 所以对于这样的人 他们都很羡慕 沈龙轩和蒋灵天 马上得到了救治 但因为 沈龙轩的身体元气大伤 短时间无法醒来 被带回外门峰 长老殿静养 其实这一切的时间并不长 从沈龙轩杀死侯小飞到 宗主战天到来 连一炷香的时间都没有 黑袍人出现的时间 也就是几十个呼吸的时间 要不然 沈龙轩早就没命了 沈龙轩的意识 再次来到了战魂空间 不过这次的空间里 多了一位不速之客 就是黑袍人打进 他身体中的那团黑气 这团黑气 只是因为他还太小 吞噬得很慢 沈龙轩相信 只要这家伙成长起来 肯定像吞天兽一样残暴 自己会被吸的啥都不少 可是这团黑气的等级 是玄阶八品战魂 虽然只是旗上的一部分 却不是沈龙轩能降服得了的 连玄龙之魂都靠边了 离太远远的 仿佛这片空间 已经换了主人 吃一下可坏了 这肯定是黑袍人留下的 这是什么东西 沈龙轩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 不过用脚趾头 想也不会是什么好货 看来这次肯定是伤得很重 要不然不会再次来到这里 得想个办法把这东西弄走 沈龙轩想着走到黑色漩涡前 漩涡似是感觉到 有东西靠近 马上加速旋转 沈龙轩只感觉一阵眩运 马上退到远处 漩涡才恢复正常 沈龙轩是不是很惊讶 这是黑袍人的声音 在漩涡中响起 虽然刚才吞噬你的过程没完整 但是你终究是跑不掉的 这团黑色漩涡中 虽然只有我的一丝丝神石 但也有你的气息 所以你不用想着把它清除掉 它已经与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要消灭它 除非你死 它就像一颗种子 会在你的身体里慢慢成长 直到最后把你吞噬 或者等我突破到五宗境 把你炼化成我的分身也不错 沈龙轩听后如坠冰叫 浑身一片寒冷 听到这个消息后 他居然被吓得醒了过来 小风雷兽正在一口一口地舔着他的脸 见他醒来 立刻欢快地叫起来 还掉了一块零食 示意沈龙轩吃掉 沈龙轩不觉一笑 他慢慢地坐了起来 突然能闻到一股药香味 这才发现 房间里正有道倩饮为自己熬药 你醒了 快来把药喝了 这是宗主特意给你调配的生源补魂汤 这汤可老珍贵了 全都用得四节菱果熬制 快喝吧 楚灵翘生生地端着一个碗汤走了过来 他的脸上满是憔悴 还有淡淡的泪痕 显然是刚哭过 不过看到沈龙轩醒来后 眼中却有掩饰不住的欢喜 沈龙轩接过药碗 一饮而尽 我去告诉他们 你醒了 楚灵转身就要跑出去 却被沈龙轩一把抓住了御手 他浑身如过电一般 脸上瞬间红霞飞起 楚灵 谢谢你 沈龙轩微笑着说道 楚灵甩掉沈龙轩的手掌 赶紧跑了出去 在门口的时候 蚊子般的声音响起 我愿意 沈龙轩顿觉心中一暖 体内的药力发挥了作用 他脸上渐渐恢复了血色 刚刚站起身 就见一群人冲了进来 龙轩 我就知道你没事 沈龙轩 我就知道 你小子死不了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龙轩师弟 醒来就好 我们还等着你 一起参加那门竞选呢 郑千万 魏明 贺涛等等 这些都是一起跨入宗门的朋友 火长青 萧和 还有外门的这些长老 都来关切自己 看着一个个熟悉的脸庞 一句句暖人的话语 沈龙轩整个平静了下来 身体中仿佛重新注入了一股力量 这力量滚滚如洪流 整个人浑身一震 心中更是坚定下来 不能驱除 就转化为自己的东西 到时候 谁是谁的养料 还说不定吗 沈龙轩按下决心 只要自己的战魂等级 超越玄阶八品 一定可以淡掉那个漩涡 没准还能化为己用 或者自己的修为 晋升至五宗境 诞生神石 击碎对方留下的神念 也一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 这并不是一个无解之局 对方肯定想不到 自己的战魂能够晋升 现在就是时间的问题 众人走后 大长老行艳 凭空出现在他的房间里 吓了沈龙轩一跳 恭喜大长老修为更进一步 沈龙轩看着大长老 与以前有些不一样 气息沉稳如山 气势不发自显 这肯定是突破到五宗境了 哈哈 小子眼睛倒挺灵的 不开玩笑 我是来告诉你 近期不要出宗门的 那个黑袍人 是五王境九重的家伙 想杀你一如反掌 而且那家伙天赋惊人 玄界八品的战魂 我可是第一次看见 而且还是吞噬战魂 非常的可怕 如果让他成长起来 恐怕就连宗主都不是对手 所以等内门竞选完了 给你安排了个修炼的好去处 但 说到这大长老 突然凭空消失了 这说话说半截 真的能让人急死 不过看他应该是有急事 沈龙轩也不在意 开始修炼 他昏迷了半个月 大概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就是内门竞选了 所有人都在努力 他想起了侯小飞 怎么跟玄冥殿的人 混到一起了 难道侯长老是玄冥殿的人 沈龙轩赶忙摇摇头 不敢再去声响 其实他的实力进入内门 完全没有问题 只是名次的问题 但是他现在的目标是 赶快晋升五宗镜 并且将战魂晋升的 玄界八品以上 尽早解决体内的隐患 他可是要站在 大陆顶端的男人 可不能这么早就夭折了 修炼之余 沈龙轩开始研究 那团黑色漩涡 他发现 这个漩涡虽然是潜在的威胁 但是却能在旋转的过程中 帮助自己吸收天地灵气 也就是说 即使不修炼 仍然有天地灵气被吸进身体 漩涡虽然吞噬着 他体内的能量 可这比沈龙轩 吸收外界能量慢多了 沈龙轩知道 这只是眼前 等黑色漩涡成长起来后 恐怕就会逆转 但现在绝对是好事 哈哈 这样岂不是时时刻刻 都在修炼了 那个黑袍人知道 恐怕会暴跳如雷吧 沈龙轩心中暗喜 不仅如此 在修炼宁员弓时 凝聚的天地灵气 猛增至六千丈 一下子增长了二分之一 每天凝炼六百枚零石 在这黑色漩涡和宁员弓的助力下 他的修炼速度远超其他人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就突破到五十进二重 这让卫明等人没有一点脾气 本来他和贺涛 双双突破至五十进一重 准备找沈龙轩庆贺一下 可是没想到 人家即便受伤 也更进一步 备受打击后继续闭关了 并发誓不到 打起了一座方圆百丈的考核台 台子四周都搭建了高高的看台 方便人们观看 但作为明显不够 所以很多人都挤在了考核台之下 即便考核还没有开始 场面就已经沸腾了 据说今年的内门竞选提前的原因 是因为咱们外门的天交太多了 他们的修为都纷纷突破 而宗门考虑到不耽误弟子修炼 所以提前 毕竟内门风的资源和环境 都远超外门风 是啊 现在统计的结果 就有1200多人达到了武士镜的标准 这其中有大部分的人 都是一直闭关苦修的 所以多数都不认识 还有 我听说有三位天交 他们的修为 已经突破到武士镜四重巅峰 真是太恐怖了 崩通 伴随着一声震天的礼炮声响起 所有修炼中的弟子 全部睁开眼睛 已经突破武士镜的满脸星系 因为这是赵级的礼炮 没有突破的 自然愁眉苦脸 错失了良机 郑千万长出了口气 他恰巧 在刚才突破到了武士镜 这多亏了沈龙轩给他的血刀弓和丹药 才让他如愿以偿 沈龙轩 魏明 贺涛等等 外门弟子全都整理一山 冲出房间 准备迎接盛大的内门竞选 看 那就是沈龙轩 外门第一人演 那是以前 外门刚刚总结的数据 最高修为的 已经是武士镜五重 他就是薛芳 乃是真传弟子薛振天的妹妹 据说不仅修为高 人还胜得国色天香 他才是外门第一人 此人伸手一指 众人抬眼望去 左边白色衣服 身材高大的叫王冰玉 右边那个蓝色衣服 稍微矮点的叫洛林 中间的黑脸大汉是火长存 应该是内门十大弟子火长青的弟弟 除了他们几个外 还有不少武士镜三重的弟子 这些人都是常年闭关未出之人 所以 外门十大弟子重新洗牌 你们说的沈龙轩早已淘汰了 原来如此 看来今年的内门竞选 一定非常精彩 此时 看台上的长老们已经纷纷落座 东方正中间的正是天元长老 外门中最受尊敬的一位 他的修为已经是武士镜巅峰 看他身上灵力雄厚 估计将要突破金丹五王镜 旁边就是些没有资格参加内门的长老们 剩下三方的看台上都是内门弟子 火长青就在此中 他正在寻找弟弟的影子 萧和也稳稳地坐在其中 他的双眼一直在寻找沈龙轩的身影 另外 他也有关注那些 修为在武士镜三重以上的弟子 王勇也是坐在了看台上 内门长老也过来了 他们的任务是竞选之后的弟子交接 沈龙轩等人来到考核台时 已经是人头传动 起码有一万人左右 看来整个外门风的人都已经在场 靠 这人也太多了 魏明兴奋地报了句粗口 他们好不容易才挤到了选手的席位 此刻也有将近九百人 还在陆续地有人赶来 最终有1255人参加竞选 这些人中 只有沈龙轩等人的入门时间最短 因为龙武宗每一年一收徒 他们入门不到两年 也就是说 有许多比他们多修炼一年的人也来参加竞选 虽然看似吃亏 但是这样也看出了个人的天赋 天赋的好坏 是修炼速度快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你就是沈龙轩吧 听说我们闭关的这段时间 你折腾得挺欢啊 还被封为了外门第一人 我看是徒友其名吧 沈龙轩正在闭目养神 突然一个嚣张的声音响在耳旁 还没等他说话 正千万就抢着道 你是什么人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 滚一边去 沈龙轩 你哑巴吗 不要在我们这里扎唬 你的修为在外门虽然不低 但在我眼里 什么都不是 拜你一招足矣 沈龙轩只抬了下眼皮 便又闭目 这种五世镜四重的人 一招足以秒杀 他也懒得搭理 还有 给我兄弟道歉 然后滚 你说什么 你只有五世镜二重的家伙 居然说如此大话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还想让我道歉 做梦 洛林脸色阴沉地说道 这时火长存走了过来 这家伙长得跟火长青 至少有八成相似 你是沈龙轩吧 我哥跟我提过你 他让我多跟你多多学习 以后我可就跟着你混了 这家伙连说话的语气 都跟火长青差不多 沈龙轩睁开眼睛 也是一愣 你是火长青的弟弟 长得真相 咱们相互学习 火长存 你干什么 他一个五世镜二重的家伙 你居然对他如此客气 你是不是没睡醒 洛林吼道 你个二百五 我这是 再告诉你 别得罪他 火长存无语地说道 就在这时场面一静 所有人的眼神 都看向了一个方向 一道风华绝带 出水芙蓉般的身影 走了过来 看 他就是薛芳 简直就是天仙呀 最难能可贵的 是他不仅人长得漂亮 修为也高 还有个厉害的哥哥 这谁要是娶回家 美女 身份 地位 什么都有了 想得美 这种美女 没点实力 你养得住吗 此女直接走到了沈龙轩面前 洛林和火长青 自动让出了地方 沈龙轩顿时闻到一股忧香 他目不斜视地 盯着眼前的美女 看了一会儿 完美无暇 与寒凌雪的冷艳相比 多了一份灵动 的确称得上绝色佳人 看够了吗 沈龙轩 你胆子不小 居然敢盯着 我看这么长时间 声音清脆 如拳叮咚 美女不就是让人看的吗 如果没人见赏 即便再美丽 也只能孤方自赏 那岂不是浪费 沈龙轩微微一笑说道 你 牙尖嘴利 我要跟你打一场 你敢不敢 薛芳平静地问道 我不打女人 不如我们换个笔法 进入内门后 看谁最短的时间 进入前世怎么样 沈龙轩想起于沈灵儿的比武 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沈灵儿为了考验她的实力 打得她毫无还手之力 从那时起 她就发誓 再也不跟女人动手 你敢瞧不起女人 哼 比就比 谁怕你啊 我们赌什么 薛芳撅起小嘴 更加的美艳动人 旁边的人都看呆了 尤其是洛林 她已经将薛芳 当成了追求的对象 所以对沈龙轩的恨 又多了一分 赌 那不如我们谁输了 就亲对方一口 怎么样 破 沈龙轩的话 让听到的人都喷了一地 这是什么赌注 输赢都是 你占便宜 好不好 火长存黑黑直笑 她冲着沈龙轩 偷偷竖起了大拇指 挣千万等人 也是一副我懂得的模样 没想到 美女还可以这样调戏 不仅光明正大 而且还理直气壮 洛林眼睛里 简直要喷出火来 此刻 如果眼神能够杀人 沈龙轩肯定已经死了几百遍 了 薛芳也是满面通红 不过 却更加美艳诱人 其实沈龙轩 只是想让她知难而退 如果是武士进一重的时候 薛芳还算是个对手 不过现在五招之内定败 好 我答应你 不过你输了 要亲我的脚趾头 砰砰砰 听到的人摔倒了一片 这太香艳了 我们也想亲美女的脚趾头 这些人都在心中呐喊 不过他们可不敢明着说出来 薛芳背后 可是真传弟子薛振天 那可是天才中的妖孽 是宗主重点培养的人 答 沈龙轩没想到 薛芳竟然同意了 他依旧笑呵呵地说道 我不会输 希望你的实力 跟你的野心一样 千万别让我失望 否则你会很惨 薛芳脸色平静如水 留下句话后就走开了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 洛林也不好 再找沈龙轩的麻烦 只是狠狠地瞪了一眼就离去了 火长存愣愣地站了很久 他突然喊道 薛芳妹子 我也要跟你比武 输了 我也可以亲你的脚趾头 远处的薛芳明显一个裂解 他已经恨死这个沈龙轩了 让自己下不来台不说 还丢了丑 一定要他好看 沈龙轩可是毫不在意 生死他都不在乎 还会在乎这点事 此时 外门的天元长老站起身 说了一句 肃静 声音以灵力发出 立刻震荡全场 很荣幸 受内门长老们的委托 此次内门竞选 由我来主持 我首先恭喜在场的各位选手 你们能在三年之中 突破到五十镜 都是不可多得的天才 但是天才也有优劣 所以我们通过考核测试的方式 选取优秀的弟子进入内门 用更好的资源和环境来培养 天元长老说完 环视了一下全场 接着说道 那我来公布一下考验的规则 第一项考验的 就是修为境界 这个不需要多说了吧 五十镜以下 一律不合格 第二项考验的是力量 这里指的是纯肉身的力量 至于为什么这样考验 肯定是有其道理 你们不需要深究 只要照做就可以了 天元长老一项向说明 尽量让在场的人都能听得明白 他接着说道 第三项考验的是悟性 随机抽取5G一套 三个时辰的时间 考验领悟的程度 三项都合格 就可晋升内门弟子 然后就是此次竞选最火爆的环节 那就是挑战 今天在台上做的这些都是内门弟子 而且是前三百名 他们中最弱的修为 也有五十镜三重 最强的是五十镜巅峰 所以 新入内门的弟子 可以挑战他们 只要能进入前三百名 就有丰厚的奖励等着你来拿 好了 下面竞选正式开始 参选弟子拿着你们的号牌 十人一组登场 天元长老说完 场下雷鸣般的呼喊声 今年居然有挑战的项目 太好了 五十镜的比武 一定要好好看看 不知道能有多少人合格啊 此时已经有外门的长老 为参加竞选的弟子发放号牌 沈龙轩1110号 刚刚拿到号牌 火长存就挤了过来 龙轩老弟 号码不错啊 1110 111赢啊 好兆头 沈龙轩微微一笑 这家伙太能联想了吧 你的呢 他随口问道 火长存一连暧昧地说道 我的是521 我爱你 预示着 我一定能够成功 追到薛芳妹子 那脸蛋太漂亮了 他刚说完 不仅是沈龙轩 旁边的郑千万 魏明等人都是一样的表情 那就是欠揍 第一关的测试很简单 只要首按测试时 释放修为之力即可 一组组的弟子相继而过 这测试时是经过特殊炼制的 对所有的力量 都有特殊的感应 而且有长老在旁边把控 根本做不了价 宝石亮起两颗 随着队伍的前进 已经有500多人参加完测试 基本都在五十镜 一重到二重之间 现场的长老 一一宣读测试结果 这位长老沈龙轩认识 他是侯长老的朋友 火长存 五十镜四重 到火长存时 却让沈龙轩惊讶了一把 这家伙居然是 五十镜四重的修为 八颗宝石的光芒 立刻让观众席上 爆发贺彩的声音 这火长存好厉害 外门就有这样的修为 已经超过很多内门弟子了 那是 人家有个好哥哥 你有吗 下一个 负责测试的长老高盛道 上场的是王冰玉 只见他右手贴着测试时 运气修为 一道冲天的光滑乍起 测试时上的二十颗宝石 赫然有八颗亮起 王冰玉 五十镜四重 好家伙 又一个 今年的外门弟子 都是疯子吗 五十镜三重的那么多 这又有两个五十镜四重的 告诉你们吧 这是因为宗门在三年前 提高了收徒的标准 求精而不求多 今年刚好爆发 所以才会有如此的高手出现 此人说得头头是道 但事实的确是如此 下一个 此时登场的 竟是风华绝代 沉鱼落雁的薛芳 她身穿粉色罗裙 上面点缀着绿色花纹 简直就是翩翩仙子 观众中立刻传来口哨的声音 美女 我爱你 美女 让我做你的跟班吧 我会洗衣 会做饭 还会暖床 丝毫不理会众人的尖叫声 薛芳把玉手放在了测试时上 罗裙飘动 煞时间一股惊天气势冲上云霄 测试时上 有十颗宝石相继亮起 光芒闪动间 显得格外扎眼 薛芳 五师进五重 下面的呼声更欢了 连看台上的长老和内门弟子 都焦头接耳 王勇那色眯眯的小眼睛 不停地打亮着薛芳明媛的身姿 薛芳则是在下台前 对着沈龙轩做了一个鬼脸 身旁的火长存 立刻扶住沈龙轩的胳膊 龙轩兄弟 我该怎么办 薛芳妹子刚才对我挤眉弄眼的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沈龙轩一阵无语 到沈龙轩时 基本上已经基本上快要结束了 沈龙轩是五师进二重 自然亮起四颗宝石 不过宣读的长老看向沈龙轩时 一脸的厌恶与痛恨 侯长老因为他受伤 后来一起任务时 又无故失踪 侯长老的死没死 虽然不确定 但肯定与他有关系 而且三个月前 侯长老的儿子侯小飞也死了 最巧合的是 沈龙轩也在场 这就让人有了许多猜测 所以这位长老认为 两人的死都跟沈龙轩有关系 只不过众目睽睽之下 不能表露出来罢了 作为朋友 一定要讨还一个公道 沈龙轩 你只不过会歇旁门左道罢了 他心中鄙夷 一个多时辰 一千二百多人全部检测完毕 除了两个烂鱼充术的 其余全部合格 沈龙轩注意到了 薛芳是五师进五重的实力 那个洛林和王冰玉 是五师进四重 还有三十二个五师进三重的 这样的外门弟子 确实很厉害了 我听说 每次的内门竞选 能有几个五师进三重的人 都已经很了不起了 正千万淡淡地说道 接下来进行第二项测试 力量测试 沈龙轩在参加龙虚宗的考核时 曾经有过类似的测试 那时他动用了全身的修为 打出了十几万斤的力量 时隔近两年 这次的测试 不再以斤作为单位 而是以向为单位 这不是普通的像 而是远古巨像 一像之力 就是十万斤 按照正常的修为 翠体进巅峰 就有一像之力 五者进巅峰 就有十像之力 而五师进一重 就十五像之力 二重就是二十像之力 以此类推 肉身力量 一般都是修为之力的三成左右 最多不会超过五成 这就是说 肉身力量落后于修为之力 第二轮测试开始 用肉身之力 击打测试时 凡事不足 自身修为五成者淘汰 长老的话音刚落 瞬间就有人变得脸色难看起来 这未免也太严格了 很少有人能让肉身之力 达到修为之力的一半 这下恐怕有一大半的人 会被淘汰了 长老 我们不服 你明明知道 我们的肉身之力 根本超不过修为的五成 这项测试太难了 许多参加竞选的人 开始表示不满 场面一片混乱 宿静 两个字 宛如一声炸雷 想在每个人的耳边 真的人耳中嗡嗡乱响 只见天元长老缓缓起身 一股无形的气势 其实舞者的身体 就相当于一个容器 修为的高低 完全取决于容器的大小和强弱 所以拥有一副强健的体魄 也是修炼的根本所在 这是除了战魂之外的 又一项资质测试 你们的战魂都已经定格 所以 想要取得更高的成就 必须在肉身上下功夫 外门的通天塔并不是摆设 它就是用来锻造你们的身体的 如果在开启的半个月中 努力修炼 这次的检测轻松合格 所以 这次的检测 也从侧面反映了 身为一名舞者的勤奋 执着 韧性 和坚定的信念 龙武宗的资源 都是给努力的人使用的 勤奋 执着 韧性 坚定的信念 这几个字 就像一次次的重锤 砸在每一个人的胸口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天元长老的话很明显 龙武宗不养废物 强者为尊 再次得到了证实 测试开始 没有人再发出疑问 因为那样只能说明 自己不够勤奋 不够执着 不够坚韧 残酷的场面出现了 在第一轮中 许多自信满满的人 纷纷遭到淘汰 五百多人中 只有不到一百人合格 这些人 也只是刚刚合格而已 让剩下的弟子 心中忐忑 很快就轮到了 沈龙轩认识的人 魏明走上前来 腰身一沉 又全闪电般的轰出 虽然不动用修为 却也虎虎声威 哄 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 一颗宝石亮了起来 魏明 武师进一重修为 骤身之力合格 这家伙长长的出了口气 奶奶的 吓死老子了 这次不会被老爹揍了 他的话 让下面的人轰轰大笑 原本紧张的气氛 有了些缓和 果然在这气氛的带动下 贺涛和郑千万 也过了考核 这时 身材高大的王冰玉上场 他是武师进四重的修为 按规定 需要亮起四颗宝石 这家伙龙行虎步 气势汹汹 一腿扫出 砰的一声踢中测试时 一 二 三 四 五颗宝石 相继亮起 天哪 这家伙厉害啊 他居然能亮起五颗宝石 接近十九项之力 加上修为之力三十项 他战斗中 几乎能爆发五十项之力 这不同皆无敌了吗 乖乖 他是怎么修炼的呀 连内门长老都纷纷点头 这样的外门弟子 的确难得 王冰玉的出现 掀起了场上的第一个高潮 紧接着洛林出现 这家伙牛气冲天 一副天老大他老二的样子 他站在测试时前两张的距离 突然双脚踏地 身体如陀螺般旋转两周后 右腿闪电般踢出 呜 空气都被这狂暴的力量 压得呜呜作响 一股进风席卷而出 他的腿还没有踢上侧室时 上面的宝石已经开始亮起 哄 一声巨响 只见宝石逐一亮起 一直到第七颗时 终于停了下来 什么 几乎与修为之力一样的肉身之力 这太可怕了 怪不得这家伙如此的狂妄 刚刚下台的王冰玉 无奈地摇摇头 连看台上的内门弟子也已经动容 这家伙太厉害了 内门长老们欣然笑起 这家伙的确有些狂妄的本钱 不错 他现在的情况 足可以杀进内门弟子前200名了 他的战魂是黄洁九品 的确有些潜力 嗯 进入内门后好好培养一下 应该可以独当一面 听着人群中的夸耀 和人们羡慕的眼神 洛林扫了一眼远处的沈龙轩 极为不懈地伸出了小拇指 既然眼神火热地看向薛芳 仿佛只有他这样的英雄 才配得上如此美女 下一个 测试继续 有人失败 有人成功 终于轮到火长存上场了 这家伙早就跃跃欲试 他跳上台就对着洛林吼道 洛林小子 老子忍了你很久了 就你那点力气 有什么显摆的 今天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肉身之力 另外 我告诉你 薛芳妹子是我的 你最好不要瞎想 她已经向我按送丘波了 火长存站在台上 就像一座黑塔 说话问声问气 瞬间传遍了比赛场地 场上知情的长老和内门弟子 都憋不住笑 这家伙的脾气 跟火长轻一个德性 薛芳更是气得粉面通红 玉族很多 胡说八道 啥时候 给他按送丘波了 就欲上台 教训这个黑大哥 可是火长存很知趣 他猛然回头 对着测试时一拳轰出 监管的长老黎的最近 他耳中分明听见了音爆之声 哄 八颗闪亮的宝石 照耀着他黑黑的脸庞 身边立刻传来吸气之声 虽然只比洛林多了一颗 但这可是与修为之力一样的肉身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相当于在战斗的时候 同时面对两个武士进四重的人 这家伙 不愧是火老弟的家人 太牛了 火老弟 恭喜啊 你们哥俩都这么了不起 看台上的内门弟子 都纷纷向火长青道贺 内门长老们 则是闭口不语 这种实力 已经不需要夸赞了 谁都看得出来 这肯定是一颗冉冉的星星 必在内门中崛起 连薛芳都停下了脚步 默默地退了回去 精致的小脸一扬 哼了一声 这家伙的确有些自本 暂且放过他 火长存在台上 接受了一番夸耀后 走下台来 就像一个胜利的小攻击一样 沈龙轩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家伙太有意思了 接下来 再也没有如此出众的人出现 即便是薛芳 也只是亮起八颗宝石而已 但他的修为 却比火长青高出了一个境界 但也是受到了内门长老的重视 作为一个女孩子 能做到这点 已经很不错了 更何况 他还有一个恐怖的哥哥 终于轮到到沈龙轩上场了 他足足比火长存矮了一头 上台的时候 火长存还在给他加油 薛芳却暗暗咬牙切齿 今天的好心情 全都是因为这家伙被搅散了 除了沈龙轩的朋友 根本就没人重视他的测试 就算监管的长老 也是满脸的鄙夷 这家伙 这关绝对过不去 只见沈龙轩 慢慢地走到测试时前 这家伙肯定不会合格 瞧他那兽样 哪会有利潜 那还用说 那些高大威猛的 才刚刚合格 我看他连一颗宝石都亮不起来 可他是五十进二重的修为 需要两颗才能合格呢 高台上的那门长老 看着沈龙轩 一脸白净的样子 也是暗暗摇头 这样的情况下 基本没戏 前面测试失败的人 十有八九都是如此 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 肯定是平常不吃苦 到头来 只能是个外门弟子了 看他年岁不到二十 能修炼到五十进 真的是不错了 沈龙轩 你注定进不了那门 测试结束后 看我怎么收拾你 王勇一脸阴狠地想到 一想起寒灵雪 他就气不打一出来 偷弹自己差点丢了性命 可是到头来 好处全都归了沈龙轩 白白得到了美人心不说 还得到了一颗宠物弹 据说已经孵化了 唯一让他欣慰的 就是寒灵雪的离去 这虽然让他的心理好受了一些 但是对沈龙轩的恨丝毫未减 所以他已经想好了一百条毒计 收拾沈龙轩 此时 对于场上的表现 沈龙轩丝毫不在意 其实他也想测试一下 自己的肉身之力 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 玄龙变的修炼 可以让他在舞者境的时候 就可以斩杀武士境的风狼 虽然用的是玄阶舞技 但这也相当的不可思议 当年除了亲眼见到 他们之间战斗的人 很少有人相信这结果 只见沈龙轩握紧了拳头 身边居然有淡淡的威压 他感觉到了体内细胞的欢呼跳跃 一股股狂暴的力量 汇聚而出 他骤然出拳 快如闪电 人们还没看清怎么回事 他的拳已经收了回来 轰隆隆 一阵如如巨兽的嘶吼 又好似山峰崩塌的巨响 传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监管的长老看见的沈龙轩 就在刚才的一瞬间 身上居然冒起了金光 但是他确信 沈龙轩没有动用丝毫的修为之力 那是什么 不光是他看见 在场的修为强大的人 也发现了这一点 那金光 让人本能地感觉到了恐惧 肉身能冒出金光 看来小兄弟真的修炼了炼体之法 而且貌似很高深的样子 火长青对着萧和说道 嗯 就在这刹那的时间 测试时也发出了嗡鸣 仿佛是在计算刚才这一拳的威力 一 二 三 四颗宝石亮起 这已经与他的修为力量同步了 可是还没有停止 五 六 七 八 八颗宝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五者进二重的人 居然打出五者进四重的力量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测试是坏了 惊讶之声此起彼伏 除了挣千万 魏鸣等人还算正常之外 其他人无不张大的嘴巴 一脸的痴呆像 监管的长老彻底惊呆了 他没想到 沈龙轩有如此惊人的肉身之力 这需要多么痛苦的磨练才能实现 他对沈龙轩的恨意中 也多了一丝敬佩 此刻的洛林眨眨眼睛 晃了晃头 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那个垃圾怎么能有如此的伟力 自己还要踩着他的头呢 火长存内心震动不已 他虽然表面嘻嘻哈哈 但心中比谁都明白 当时哥哥让他跟着 沈龙轩他还嗤之以鼻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这家伙 简直就是一个变态 怪不得被称为外门第一人 看来这里有点本事 不过这还不够呀 薛芳虽然震惊 但还没有超出他的底线 内门的长老不淡定了 纷纷打听 此人是谁 在知道是火长青带来的之后 纷纷示好 如果说刚才的洛林 和火长存是颗种子 那么沈龙轩就是一棵树苗 将来必是参天大树 可就在这时 在所有人震惊还没有落下 测试时上的宝石再次亮起 九 十 十一 在第十一颗宝石亮起的时候 整个考核的场地 已经彻底石化了 突然间禁的洛真可闻 沈龙轩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回过头 看见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 看着测试时 死 十几个呼吸之后 才传出阵阵的吸气之声 妖面 变态 类似这样的叫声 此起彼伏 薛芳玉手捂着小嘴巴 看来真的有些异仗啊 想到这里 居然脸红起来 如果自己输了 就要亲他一口 呸呸呸 我才不会输 田园长老眼光闪烁着光芒 心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终于在监管长老宣布下一位时 才结束了这场经验的测试 沈龙轩走下台来 挣千万 火长存等人立刻围了上去 终于第二轮测试结束了 剩余的只有203人 也就是说 有一千多人没有通过 这些人有的有机会参加明年的考核 但有的人注定已经没有希望 最多也就是个外门长老 不过即使这样 也不会有人离去 不光是因为修炼资源 更是每个人背后的家族 第三项测试 是考验每个人的领悟能力 现在随机领取5技 当场领悟三个时辰 能够达到入门级别 就算合格 正在这时 天元长老开口道 只见他袍袖一挥 203道流光 冲向台上的弟子手上 这一手就连内门长老都纷纷叫好 留在台上的弟子们 伸手接过 发现是一套套5技 这些5技 全部都是黄阶高级的5技 虽然算不上好 但也很珍贵 毕竟玄阶5技 还没有达到遍地都是的程度 所以 这也是宗门 给予剩下这些人的福利 每个人拿着黄阶高级的5技 直接坐在地上翻看起来 对于沈龙轩 挣千万 还有修炼过玄阶5技的人 当然不会在意这些 也不会有任何的惊喜之意 他们只是 平静地观看手中的5技 沈龙轩手中的是一套 叫做逍遥剑 剑主攻法 剑法本就该灵力强势 可这套剑法强调飘逸逸逍遥 沈龙轩百思不得其解 这样的剑法 怎么能有杀伤力 上阵杀敌 用上这剑法 不是送死吗 管他呢 只是一个考核 领悟了就好 沈龙轩开始沉下心来 领悟剑法 其他人也都是开始用心地记住5技 之后在心中反复推演 最终慢慢领悟 5技在领悟之后 再演练试半功倍 眨眼间 已经过去了两个时辰 当所有人都在紧皱眉头时 洛林反倒站了起来 我领悟了 所有人都投来惊讶的眼神 能在两个时辰的时间里 就把一套黄阶高级的5技 领悟到入门级别 这份悟性 真的是了不起 你小子以前不会是练过这5技吧 火长存口无遮拦地说道 不可胡说 这些5技 都是专供考核之用 就是在龙武堂都找不到 怎么可能会有人练过 监管长老贺道 到这边来演练 有两次机会 达到入门级别就合格了 洛林走到了一片无人区域 在台上演练起来 他学的是一套长法 名为破魔掌 呼呼呼 一套5技下来 立刻引来全场的贺彩 谁都看得出来 已然达到了入门级别 假以时日 这套长法 必能发挥出威力 此子意志坚韧 肉身力量强大 物性超群 所以修炼5技 才会如此之快 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怎么好长老动心了吗 你要是收徒 我们是不会抢的 是啊 好长老 你要是不要 我们可就抢了 几位内门长老小声的议论起来 这位好长老 在内门长老中排名第七 算是很有资格的 他已经是五王镜三重的修为 出入内门的弟子 是可以拜长老为师的 因为五世镜以前的修炼都很简单 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可是到了五世镜巅峰 要晋升五王镜时 就要面对武者修炼生涯的第一道坎 这时 要凝结体内 灵力成金丹 会有五王天结 弄不好就要魂飞魄散 所以有五王镜师父的指导 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资质好的人有几个不狂妄的 内门只有前十的长老可以收徒 这其实也是宗门给这些长老的福利 因为 如果碰到资质非凡的弟子 收下后将来成为真传弟子 或者更高的成就 那么这个内门长老的身价 也会水涨船高 此刻王冰玉也站了起来 示意领悟完毕 他得到的是一套刀法 明月百战狂刀 施展起来威风八面 霸气张狂 把狂刀之意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小子也不简单啊 都说百日刀 千日枪 万日才成剑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领悟一套刀法武技 资质堪称上成 我要了 不行 此子一定要归我 看台上的几位长老争抢了起来 第一个已经让了 第二个不可能再让 这个虽然比骆琳差了一点 但也是一点而已 完全不碍事 外门的长老更是羡慕不已 王冰玉的资质 谁看在眼里 不仅修为高 关键是悟性也高 这样的弟子不可多得 最终 由排名第八的王长老要走 理由是 两个人是一个姓 这样也可以 转眼间已经过去两个半时辰 离考核结束 只有半个时辰了 依然没有人站起身 不仅参赛的弟子感到紧张 就连观看的人都感觉无比的压抑 看台上的内门长老 更是捏了把汗 他们心中的几个人选 已经出来两位 还有十几个比较心仪的 其中就包括火长存 薛芳 沈龙轩等等 但几人迟迟没有动静 令人着急 旁边站立的洛林 一脸得意之色 他现在已经是真正的内门弟子了 现在看沈龙轩 都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爽 王冰玉则表现得很沉稳 他不动声色地闭目打坐 默默等待时间的到来 又过去了一刻钟的时间 压抑的气氛越发凝重 这时薛芳突然站起 他所领悟的是一套腿法 名叫迷神腿 这套舞技正是为女子创造的 只见高台上薛芳身形转换 腿影翻飞 将一双玉腿的眉雨粒 施展得淋漓尽致 如今被貌美如花的身影 施展起来 当真是迷倒众神的腿法 薛芳的表现让人非常满意 因为他的领悟 已经接近小城级别 只要稍加熟悉 必能达到 他败入了内门排名第四的 林亭长老门下 这个无人争抢 因为人家同为女修 很多人的目光 都聚在火长存和沈龙轩的身上 因为在上一轮的比试中 两人给大家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象 尤其是沈龙轩 那种经验 简直叫人窒息 人们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希望逐渐破灭 亏得我对他抱了这么大的希望 原来他就是一个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家伙 去吃屎吧 害得我担心了这么久 赶紧滚蛋吧 原以为他有多厉害 可原来就是个废物 领悟个武技 有那么难吗 王勇终于松了口气 他虽然是内门的十大弟子 可是看到沈龙轩的实力 也隐隐有些担心 这次彻底放心了 你终究进不了内门 等着过狗一样的人生吧 薛芳看着迷茫中站起的沈龙轩 心中微微有些失望 看来你不配做我的对手 大 一声幽远的钟鸣响起 比赛时间到了 所有领悟中的弟子 全部被叫停 接下来开始一一演练 合格地通过考核 不合格地直接淘汰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监管长老一直重复着这两句话 但却决定了许多弟子的命运 魏明和挣千万都因为是拳法 所以合格了 但是贺涛却因为领悟的是一套枪法 而惨遭淘汰 虽然淘汰 他却被内门长老所关注 因为枪法难练 比刀法难上十倍 百日成刀 千日成枪 万日才能成剑 所以也不算完全没有希望 此时 火长存正在演练他的长法 这套武器名叫霹雳掌 雷厉风行 掌线霹雳 是一套霸道的武器 这套武器正适合他 所以他并非没有领悟 而是入迷了 现在被他施展起来 俨然已经是小城境界 引起一片欢呼之声 几个担心的内门长老 终于放下心来 一百多人很快就结束了 最终到了沈龙轩这里 他争的一声 抽出一把普通的剑 准备掩饰剑法 这家伙怎么这么倒霉 居然被分到了剑法 怪不得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 这种考核中出现枪法 已经够刁钻的了 怎么还能出现剑法 不是搞错了吧 有几位内门长老 眼神投向外门的天元长老 难道天元 想把沈龙轩留在外门 他有什么企图不成 逍遥剑 剑逍遥 圆满如意 生生不息 沈龙轩默念着剑诀 开始舞动起来 此剑诀是一套 以剑玉器的法门 看似逍遥 实则是障眼法 它能够通过剑气的释放 形成气场 施展者在气场中 可以快速移动 但是对敌人 却束手束脚 而且 只要被剑气入体 引爆之后 就会被受到致命的伤害 伴随着沈龙轩的舞动 人们只感觉 沈龙轩身法飘逸 剑法逍遥 根本没有任何威力可言 这特么什么玩意儿 赶紧下去吧 这剑法 都不如三岁孩子 这不是舞剑 这是舞蹈 快下去吧 别丢人了 不光是弟子没看出门道 就连长老们也不知所措 但是看沈龙轩认真的样子 不像是在开玩笑 其实沈龙轩 已经完全沉浸在剑意当中 他感觉有一道庞大的气场 包裹着自己 身体越来越清零 而且 这气场渐渐地蔓延到他的周围 方圆十丈之内 飞舞的剑气如臂驱使 随心所欲 爆 就在监管长老不耐烦的时候 沈龙轩突然一声爆喝 以他为中心 方圆十丈的空间 立刻爆发出猛烈的剑气 一道道剑气顿时一鸣 发生猛烈的爆炸 轰鸣之声不绝于耳 离得近的弟子都受到了波及 赶紧飞速逃离 待爆炸声结束后 沈龙轩周围十丈之内 高台被炸毁 到处都是剑芒扫过的痕迹 最主要的是 之前根本没人发现这些剑气的存在 太可怕了 如果跑得慢点 恐怕就没命了 探台上的长老们也为之动容 这是修炼到大城境界的逍遥剑 这家伙简直就是妖孽啊 三个时辰将一门剑法修炼到大城 前所未闻 这个沈龙轩 谁也别跟我抢 这个沈龙轩我要了 谁抢我跟谁结 内门长老已经乱成一团 外门的天元长老则是叹了口气 其实这剑法武技 是他故意给沈龙轩的 为的就是让他考核失败 留在外门 这样 他就有机会得到沈龙轩的炼体功法 然后借此功法 就可以冲击金丹武王晋王 他之所以迟迟不敢突破 就是因为怕身体承受不了武王天节 洛林脸色铁青 他根本就不相信这是真的 薛芳更是眉毛中一彩连连 这个沈龙轩 总是能让人的心情大起大落 不过很刺激 火长存终于认可了沈龙轩 能在各个方面都压自己一头 这样的人值得跟随 至于郑千万等人早已习惯 见怪不怪了 王勇心中更是震惊 这样的人如果进入内门 自己恐怕要遭殃了 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随后阴阴的一笑 我听说他的战魂 只是黄阶七品 他的声音并不大 不过却清晰地传进每个人的耳朵 争吵的现场立刻停止 此话当真 争吵的长老有些不幸 回长老 当然是真的 王勇恭敬地说道 只有黄阶七品的战魂 那得考虑考虑了 黄阶七品战魂有些低了 将来恐怕不会有什么成就 见长老们打了退堂鼓 王勇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哼 没有师父照着你 即使到了内门 我也照样拿捏你 沈龙轩则是平静地看向他 这王勇屡次找他的麻烦 这次更是背后使阴招 靠 搞了半天才黄阶七品的战魂 我还以为他是黄阶九品战魂呢 黄阶七品战魂 顶多也就是五王敬 怪不得长老们不争了呢 真是浪费了我的热情 还不如我呢 沈龙轩刚要开口说话 只见看台上的火长青猛然站起 沈龙轩时 他带入龙武宗的 这不仅是在打压沈龙轩 更是在打他的脸 王勇 你个憋三 是不是害怕了 他们同属内门十大弟子 虽然火长青比王勇的排名还要高 但对于他的怒斥 王勇还是回击道 火长青 我是实话实说 有何不对 更何来害怕之说 火长青眉毛一挑 刚要发火 身旁的萧和拽了下他的衣角 并以眼神示意 只见沈龙轩一脸笑意地看着王勇 火长青想了想 终于冷哼一声坐了下来 王勇 请问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的战魂是黄杰七品吗 王勇心中一惊 难道这家伙不是黄杰七品战魂 不可能 宗门的记录岂会有错 他这是在炸自己 内门长老也是疑惑 这么高的天赋 战魂怎么可能只有黄杰七品 不过看王勇的样子 好似不假 沈龙轩 你也不用狡辩 是不是亮出来不就知道了吗 王勇一脸戏虐地看着沈龙轩 他可没听说过 谁的战魂还能变动 这时 火长青突然变得兴奋起来 他激动地搓着双手 沈龙轩曾经说过 他有种能够隐藏战魂的秘法 难道说 黄杰七品战魂 也是被他隐藏的不成 那他的战魂 到底是什么品阶 不会是黄杰八品吗 其实 战魂每升一阶都相差数倍 越是向上差距越大 像黄杰十品 战魂比九品的墙上十倍不止 王勇也猜不过是黄杰八品的战魂 而火长青是黄杰九品 两人的修为 却整整差了两级 魏明和贺涛 虽然现在修为不高 但是同属九品战魂 他们越是向后 修炼的差距就会表现出来 总之 想要修为通天 战魂 肉身 灵魂缺一不可 这些都是成功的必备要素 你说亮就亮 给我个理由先 沈龙轩不动声色地说道 面对沈龙轩的从容淡定 台下的弟子们一脸的鄙夷 台上的监管长老更是耻笑不已 战魂低不可笑 可笑的是 硬装大尾巴狼 到头来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别浪费时间了 我们还要观看比赛呢 是啊 一个黄洁七品的战魂 有什么好看的 赶紧滚下去 听着下面人的嘲笑 王勇更加嚣张 沈龙轩 你就是一个黄洁七品战魂 我赌一万颗零食 你敢不敢 对于这必赢的赌局 王勇砸上了全部身价 哼 我为什么要跟你赌 只是再告诉你没看见 就不要瞎说 沈龙轩眼神里闪过一丝脚尖 沈龙轩这么没有底气的话 立刻就暴露了他的底 王勇对着所有人说道 只要沈龙轩敢赌 他输了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输了就给他一万零食 在场的就是人证 我主要是让在座的 那门长老们放心 别被你的外表蒙骗了 沈龙轩 你没有任何损失 难道还不答应吗 眼看沈龙轩还在迟疑 那门的好长老 有些不耐烦了 沈龙轩 还不快快亮出战魂 也让众位长老死性 这话明显是相信了王勇 毕竟平白拿出一万零食 任谁都要想一想 好吧 如你们所愿 沈龙轩平静地说道 但是我要加一个条件 输的人要跪下认错 哇 这家伙不是被逼疯了吧 明摆着他会输 还提出这样的条件 未必 这家伙始终都是如此淡定 结果也是未知 立刻有人看出了 沈龙轩的有恃无恐 王勇此刻的心里 也是咯噔一下 但是大话已经说出了口 根本不可能回收 再加上 他根本就不相信 沈龙轩还能耍出什么花样 好 我答应 我就看你怎么把测试台跪穿 看见沈龙轩平静的神态 火长青更加坚信心中的想法 沈龙轩必是隐藏了战魂 他看向王勇的目光 有了一丝怜悯 看见有赌局 台下的人终于不再叫嚣 而且 一下就是一万零十 还要跪下道歉 这种场面都很期待 郑千万可是知道 沈龙轩确实只有黄杰七品的战魂 他也被沈龙轩搞猛了 他也怀疑沈龙轩疯了 这时 监管长老开口说道 沈龙轩 还不快快召唤你的战魂 态度非常的强硬 根本就瞧不起他 沈龙轩便对所有嘲笑 双眼威逼 召唤出了战魂 突然之间 晴空好似一声炸雷响起 一条浑身漆黑灵甲 四肢强健的巨大蛇状战魂 凭空出现 最关键的是他的身上 有十道明晃晃的金色光环 一股磅礴的威压 猛然间扩散全场 黄杰十品战魂 不知是谁 大声吼了一声 瞬间震惊全场 什么 不是黄杰七品吗 怎么变成黄杰十品了 这谁他妈瞎传的啊 害得我这心上下来回的跳 刚才我都把这天才骂了 我也是 希望这家伙不记仇吧 否则我们就惨了 火长青虽然有了心理准备 可还是被震到了 黄杰十品战魂啊 比自己还高了一个品坚 那可是黄杰的巅峰啊 正千万完全的梦了 他掐了胳膊一把 感觉不到疼痛 于是说道 原来在做梦 做个屁啊 你掐的是我 魏明跳起来 就给了他一个暴力 薛芳瞪着可爱的大眼睛 一脸的呆萌相 居然跟我同一个品鉴 那我也不会输的 所有人全都目瞪口呆 包括看台上的内门弟子和长老 他们中有这种战魂的 不超过单手指数 监管的长老呆傻地看着沈龙轩 侯长老居然得罪这样的天才 是不是也瞎了 侯长老的眼角微微跳动 又看了看身边的洛林 心中后悔不已 下手早真的不怎么合算呢 沈龙轩 你可愿入我门下 我必倾尽所有 助你成长 沈龙轩 来我这吧 你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不行 沈龙轩要来我这里 反应过来的内门长老 已经抛出橄榄枝 一时间又乱了起来 网勇此刻脑海犹如十万天雷奔过 从天上掉在地上的感觉太痛苦了 此刻的他 真的是欲哭无泪 他输了一万零食 那可是 他的全部家当 最主要的是 输了还要下跪 此刻他心中一横 零食可以给 下跪 简直就是做梦 沈龙轩收起战魂 面对内门长老的狂轰乱诈 他也有些发梦了 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 火长青站了起来 各位长老 龙轩师弟是我带进门来的 所以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我就带师收驼 众位争得面红耳赤的长老 听完全都黏了 火长青的师父 他们可惹不起 那是内门长老中 说一不二的存在 其修为五王进巅峰 要不是一心只求突破 不理事事 早就被宗主 聘入宗门十大长老之中了 而且他还是宗门的 大长老行验的师弟 两人群同手足 火长青作为其弟子 说话很有分量 要不然 他也不会在内门中 这么有话语权 那 火长青转身对着沈龙轩道 沈龙轩 你愿意加入我的 师尊汉海长老的门下吗 当然愿意 不过长青师兄 我要先收回赌注 沈龙轩欣然答应 王勇的脸色 瞬间难看起来 但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底下 他也不好抵赖 最终拿出了一万颗零食 沈龙轩颠着手里 令人眼热的零食 微笑着说道 王勇 我记得我们的赌注中还说了 输的人要跪下认错 你不会抵赖吧 王勇一听 憋得脸色发紫 在这么大庭广众之下 让他对一个刚刚入内门的弟子下跪 这是不可能的事 沈龙轩 适可而止 做事最好别太绝了 不然 不然怎么样 如果我输了 你会不会大度地放过我呢 别整没用的 赶紧下跪认错 沈龙轩眼睛一瞪 大声说道 你 沈龙轩 你丝满战魂等级 没有追究你的责任 已经很不错了 休要得寸进尺 王勇恨不得生吞了沈龙轩 好了 龙轩失定 别逼他了 关键时刻 火长青劝道 王勇没想到 火长青能替自己说话 心中顿时有点感激 没想到接下来的话 差点没让他吐血 狗急了跳墙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这笔账等 大会完了再算吧 沈龙轩只得答应 内门竞选活动到此结束 共有99位弟子 容身为内门弟子 接下来就是挑战的环节了 虽然日影西斜 但外门弟子的热情依然不减 现在挑战开始 我先公布一下 内门弟子300强的实力 从300名到241名 都是五世镜三重的修为 你们刚入围的弟子 可以挑战一下 从240名到181名 都是五世镜四重的修为 有能力的 也可以挑战一下 从180名到121名 都是五世镜五重的 有实力的 也可以挑战 说到这里 监管长老的眼神 在沈龙轩和薛芳身上扫过 一个境界都有几十名的弟子 这说明 同境界之间也是有差异的 根据修炼的功法武技 还有个人的领悟能力等等 造成了这一现象 而第120名到第11名 都是五世镜六重的弟子 这个境界是中级五世镜 和高级五世镜的分水岭 只要踏入五世镜七重 那么你就有资格问顶 内门十大弟子了 这时所有弟子一片哗然 内门弟子真的是太强大了 五世镜六重的 居然占了一百多位 沈龙轩心中也是枉然 想当初龙虚宗 两个五世镜四重的长老 就险些灭了沈家一门 但跟着内门弟子比起来 简直就是不值一提 就算现在的自己 对上五世镜四重的人 也是碾压 从这里可以看出 龙五宗确实强大 最主要的是 如果内门弟子在五年内 不能晋升五王晋 那就只有一直待在内门了 最多就是晋升到 内门长老的位置 而一旦这个条件达成 就有资格参加真传弟子的竞选 成为真传弟子 才真正是宗门的高层 真传弟子 肩负着整个宗门的传承任务 所以要求必然是百里挑一 想成为真传弟子 难上加难 所以 内门弟子就成为了宗门的中坚力量 想要在大批的内门弟子中 脱颖而出 必须有过人的才能 沈龙轩自认为 现在的他 战胜五世镜五重的弟子还可以 但是对上五世镜六重 他不敢保证能取胜 这也是刚才火长青劝他时 他欣然答应的原因 他现在还不是网勇的对手 真把他逼急了 自己会很危险 这次入选的内门弟子中 有30位五世镜三重的弟子 剩下的几个被淘汰了 五世镜四重的有三个 五世镜五重的有一个 而最变态的是沈龙轩 他虽然只有五世镜二重 可是他的肉身之力 居然达到了五世镜五重的程度 既然进入前三百有奖励 当然要挑战 所以 一场轰轰烈烈的挑战赛开启 首先是五世镜三重的弟子 这些人的挑战 以多数人失败告终 虽然是同阶 但是内门弟子相对要强悍很多 他们毕竟在内门修炼了一段时间 资源等修炼条件不是外门可比 而且在内门有三个月一次的考核 如果没进步 马上扔出去 进行魔鬼训练 一句话 进入内门想偷懒都不行 五世镜三重的新晋弟子 只有三人成功完成了挑战 也只是290名之后 随时有可能被刷掉 很快 场地交给了最后几人 快看 王斌遇上场了 他挑战的 居然是第二百名的费良 费良可是在一年前就晋升五世镜四重了 实力很强 此刻站在台上的两人相互通报姓名后 王斌遇首先发动了攻击 只见他身形闪动 一拳轰出 没有任何的花哨 纯纯的肉身之力 不过却也风声劲爆 全是凶猛 费良也是迅速前冲 飞起就是一脚 拳脚相撞 立刻发出报名 两人单以肉身之力站在一处 拳拳到肉 闷响不断 台下的人都忘记了喝彩 他们还是很少看到 两个五世镜的人光以肉身之力战斗 真是太精彩了 靠 这才是男人之间的较量 看得我热血沸腾啊 太让人震惊了 五世镜的肉身之力也这么强悍 眨眼间 两人已经碰撞了几十次 没有任何花哨 简单粗暴 哄 突然两人对击一次后 身影起起飞退 众人定睛看去 只见王斌遇衣衫破碎 头发散乱 再也不是气定神闲 双手不停地颤抖 对面的费良也好不到哪去 该结束了 只见王斌遇拳头上 绽放紫色光芒 一头老虎一样的虚影 呼啸而出 虎威荡漾 气势非凡 紫芒虎拳 对面的费良迎风而立 眼神紧盯着王斌遇 的确有两下子 但是就这点本事还不够看 费良抽出一把长刀 灵力涌入道中 刀身颤动 爆发强烈的刀芒 眼见老虎虚影公志 一刀劈出 一道朴实无华的白色刀芒暴击而出 这刀芒近乎实质 宛如一把惊天巨刃斩落 天刃斩 眨眼间 两人的武技就撞在了一处 轰然爆响中 掀起滔天气浪 整个平台都微微颤抖 轰鸣声中 一道人影盗势而回 众人凝神望去 只见费良一脸悲愤地 飞出了擂台 仿佛是受了莫大的委屈 沈龙轩看得清清楚楚 就在刚才 王斌遇接连施展了两次紫芒虎拳 所以费良才会败落 虽然有取巧的成分 但是擂台上如战场 骑士讲委屈的地方 最终长老宣布 王斌遇胜 接下来上场的是洛琳 他挑战的对手 是180名的皇冠青 虽然与费良只是一名之差 可这可是实实在在的 武士进五重 这洛琳真是够狂的 武士进四重 居然去挑战武士进五重 人家有狂妄的资本 我们看戏吧 皇冠青却怒目而逝 这是对他的侮辱 虽然他在武士进五重排在的最后 但也是有尊严的 洛琳 虽然你的表现不错 但我还是奉劝你 出全力吧 要不然就没有出手的机会了 是吗 皇冠青 不要拿你的标准来衡量我 既然你想败 那我就成全你 话音未落 洛琳冲天起 当升到最高点时 他低头狂傲的一笑 残阳剑 一抹血色光芒 自洛琳的掌中闪耀 刹那间如残阳般血红 但却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最终集中在他的右拳轰然而下 洛琳身在空中 全境锁过之处 空气瞬间被压爆 一声声音爆炸响刺耳 宛如残阳落日一般碾压过来 皇冠青微微一惊 这残阳镜威力的确不小 但是想要击败他还不够 只见他眨眼间拍出五掌 由于速度奇快 就如同一掌一样 五道掌印重叠在一起 形成一方庞大的黑色掌印 迎向残阳 持手遮天 皇冠青低声吼道 金色掌印卷动气浪 如乌云盖顶 瞬间爆发出恐怖的能量 掌印手指微微弯曲 抓响残阳 轰轰轰 一连串的爆响 恐怖的冲击席卷四方 方圆百丈之内 狂风肆虐 洛林的身形 借是再次升空 浑身发出一连串的爆响 一股狂暴的净力 冲散身边的狂风 体内灵力疯狂涌动 他双目微闭 正在叙事一击 怎么会这么强 下方的皇冠青 被刚才的一击 震得手臂发麻 吃惊之余 运气全部修为 刹那间 一股恐怖的气势 升腾而起 双手交错间 急速拍出十几掌 一方方掌印隔空飞出 如一只只黑色的苍蝇 闪电般 飞向空中的洛林 这次看你往哪躲 洛林猛然间睁眼 停止在空中的身体 开始下落 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最终在他的身体上 爆发出金色的火焰 洛日掌 一个毁天灭地的巨大掌印 自上而下 轰然砸落 真的就像一轮金色的太阳 横落长空 轰隆隆 这次的爆炸声 宛如天雷滚动 掀起的冲击横扫八方 这时洛林终于落地 两次交锋 居然势均立敌 只见两道身影 在场上急速闪动 轰鸣之声不绝于耳 突然之间 人们感觉天地间一亮 洛林身后战魂升起 九品战魂 黑金屋 此刻他的气势 再次上涨一截 一拳拳 一掌掌 都爆发着惊人的威力 另一侧的黄关青 也不甘示弱 亮出黄街九品战魂 一朵奇怪的黑云 只见他浑身黑雾缭绕 宛如地狱魔神 黑色的镜风席卷当空 毁灭的气息 充斥大地 洛林 该结束了 最后一击 黑云压顶 掌印翻天 黄关青聚集了 无尽的黑气 一掌翻出 天空中 黑气化作乌云滚动 最终化为一方武藏大手 轰然落下 洛林这次危险了 这一招就可以定输赢了 观战的弟子小声议论 生怕打扰到两人的战斗 下一刻 只见无边的黑气之中 一抹惊天的剑光 突然冲销而起 随之而来的是一道 无以匹敌的剑气 斩碎手掌 压向黄关青 破 黄关青根本就没来得及躲避 被一剑斩破护体灵力 身形暴射出几十杖 受伤不清 忘了告诉你 我最擅长的是剑 洛林手持一把通体必然的宝剑 飘身下台 这一战 洛林胜 这小子太狠了一点 以后遇见躲着点 狂妄自大 迟早碰到教训他的人 火长存放弃挑战 他认为 这纯属是浪费时间 等实力强了 直接去挑战前十名就完了 费这进干嘛 这与沈龙轩不谋而合 连薛芳野兽两人的传染 没有参加挑战 所以 今年的内门竞选 伴随着洛林的强势登场而落幕 事后 沈龙轩被火长青带走 他们来到了汉海长老的洞府 一进门就有浓稠的灵气扑面 感觉精神一振 龙轩师弟 师尊正在闭关突破 所以 你现在只算他的临时弟子 他老人家曾经说过 只有内门的十大弟子 才有资格成为他的门徒 所以 在师尊闭关的这段时间里 你一定要努力 争取在他老人家出关之前 晋升十大弟子之列 我听说宗门答应你 在内门竞选之后 送你去一处修炼秘境 可以快速提升修为 师弟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 沈龙轩微微点头 黑袍人的威胁 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无时无刻不在 威胁着自己的生命 所以 不需要任何人说 他都要疯狂地提升实力 只要有机会 他都会不顾一切 是的师兄 我一定不会让师尊和你失望 沈龙轩郑重地说道 对了师兄 师尊就咱们两个弟子吗 不 加上你是第三个 第一个叫薛振天 火长青提起薛振天 也是满脸尊敬 什么 你是说 真传弟子薛振天 沈龙轩几乎是用吼的 因为他很难想象 那么优秀的人 居然是自己未来师尊的弟子 那自己岂不是薛振天的师弟 真没想到 会有这么个强大的师兄 自己也有一步登天的那一天 师兄 那我们什么时候 能见大师兄一面 沈龙轩微微一笑 问道 少来 要见你自己去见 再说 你现在的实力 他是不会承认的 你还是安心修炼吧 两人离开后 沈龙轩独自回到了 外门峰的长老殿 收拾好东西 带着风雷兽 搬到了内门峰 挣千万等几人 也是一起过去 内门峰弟子不足两千 所以 山上的洞府可以随便居住 几人选择一处挨着的洞府 一人一坐 虽说是挨着 可也相隔几百丈 洞府内应有尽有 比长老殿还要墙上许多 收拾好之后 沈龙轩带着风雷兽出门 既然要去修炼 肯定不能带着这个小家伙 得趣把他托付给楚灵 因为风雷兽只认楚灵 正千万想靠近他都不行 但是刚来到急顺米航的门口 就听见了吵闹声 沈龙轩眉头一皱 抬腿进了店门 只见两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 正坐在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 说道 林儿妹妹 你长得漂亮 我长得英俊 你说 咱们两个不正是天作之和吗 是啊 楚灵妹妹 你还考虑什么呀 你们结合之后 就把米航合并 到时候 就当你的老板娘 就行了 感情这两个人 是来劝婚的 闭上你们的臭嘴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思 不就是看我们的生意好 就想吞并我们吗 我楚灵可不是傻子 你们的花言巧语 对我不管用 虽然我父亲出去了 但我也不怕你们 楚灵看见沈龙轩进门 就像有了依靠一样 说话也有了底气 楚灵怎么回事 沈龙轩站在了两个年轻人面前 他们见咱们店里生意好 就想强行收购 我怀疑 他们是对面天降米航的人 楚灵小声地告诉沈龙轩 你小子是哪根葱啊 这里不需要多管闲事 你现在跪地磕头 然后走开 我可以放过你 否则挑你四肢 费你丹田 其中一人看见沈龙轩不跃地道 调我四肢 废我丹田 沈龙轩眼神冷烈 刚见面就说出这样威胁的话 看来这两人平时也是作威作福惯了 怎么 小子 你不信啊 告诉你 我碾死你 就跟碾死个臭虫差不多 小子 想要英雄救美 也要看看自己的实力 五十进二重的修为 来多少个 我都照扁不误 啪 啪 清脆地打脸声响起 两个人一下愣住了 你个垃圾 敢打我 我看你真是活腻了 杂种 我要杀了你 啪啪啪啪 又是四声清脆地长嘴声 两人直接被抽得摔倒在地 眼前直冒惊心 他们自以为帅气的脸 此刻肿得像猪头一样 哥哥哥 楚琳被他们的样子都得轻笑起来 那样子美极了 这下清醒了吧 赶快给这位美丽的女士道歉 否则我不介意再赏你们几个巴掌 沈龙轩冰冷的声音 传进两人的耳朵 吓得他们赶忙趴在地上哀求 姑奶奶 我们再也不敢了 你放过我们吧 楚琳厌恶地看着两个人 撅起小嘴焦喝道 快滚吧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两人如获大赦 慌忙起身就要跑出去 连人家怎么出手的都没看见 还打什么 等等 沈龙轩愣愣地看着两个猪头 现在已经看不出两人的相貌了 只能问到 告诉我 谁派你们来的 啊 没人派我们来啊 啪啪啪啪 一连串的嘴巴声 夹杂着惨叫声 响彻米航 现在说说 谁派你们来的 我说了 你别打了 撕过叫傅万金的人 发钱雇我们来的 两人满嘴是血 根本说不清楚 不过沈龙轩听明白了 是傅万金让他们来的 滚吧 再赶来 绝不轻饶 两个人跌跌撞撞地跑出了米航 头都没赶回 一溜烟就跑没了影 完全忘了 他们是五世青三重的人 我知道这个傅万金 他刚刚把对面的米航买了下来 是个有钱人 我们得罪不起 楚琳担心地说道 傅万金 我认识他 师姐 你帮我照看下风为寿 我去挥挥这个傅万金 不等楚琳答话 沈龙轩已经走出了米航 他站在天响米航的门前 弹了弹身上的灰尘 踏进米航 这间屋内 只有一个打瞌睡的伙计 沈龙轩敲敲桌子 说道 把你们的老板给我叫出来 我有大买卖跟他谈 这位客官 你有什么大买卖 可以先跟我谈 这伙计很不屑地看了沈龙轩一眼 一看就是个穷小子 我要买下你们的店 快去叫你们老板 否则我立刻把这砸了 沈龙轩露出一丝修为 这伙计立刻跑进了内门 谁这么大胆 跑我的店里来闹事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听声音 沈龙轩都知道 就是那个死胖子 他对着出来的人挥了挥手 傅万金 你好呀 傅万金看清来人之后 先是一正 后又笑了起来 我当时谁呢 你个小子还没死呢 他并没有参加内门竞选 当时正在盘这家店面 所以对沈龙轩的事 一无所知 再加上他如今的修为 已经是武师进二重 面对沈龙轩 他感觉毫无压力 傅万金 是你让人去对面米航闹事的 这个傅万金 在刚入门时 就要对沈龙轩动手 后来更是三番五次的找麻烦 被击败后 居然潜心修炼 这才有今天的修为 按说 他的天赋也算不错 但就是心术不正 见钱眼开 在拍卖行路过一次面之后 发现自己的钱还是太少了 所以 一直在找赚钱的门路 在发现米航赚钱后 就产生了垄断的想法 沈龙轩 这不关你是吧 以前我是不如你 可现如今 老子已经是武师进二重的人了 虽然不是内门弟子 但是内门中 可是有我很多好兄弟 曹猛认识吧 武师进四重 排名250位 方强 武师进五重 排名222位 铁熊 武师进六重 排名44位 傅万金说起自己的好兄弟 唾莫横飞 这可都是自己花钱培养出来的 他认为在龙武宗只要有钱 什么内门外门 一样能混得风生水起 这就是这家伙的人生信条 有钱能使鬼推磨 沈龙轩 念在你以前不懂事 只要你现在跪下磕头认错 再拿出两百万的金币 我可以当个屁放过你 傅万金出身在商业帝国 所以很有经济头脑 在这一年里 他不仅赚了很多钱 更是拉拢了好多人脉 所以今天才如此的有底气 想起以前被沈龙轩打得屁滚尿流 报复的念头更加强烈 如果他能把这些都用到修炼上 相信他肯定有更多的收获 啪 沈龙轩一巴掌扇在那肥大的脸上 他发现自己 好像对于打脸 有些上瘾了 放过我 现在我告诉你 拿出两百万金币 我可以放过你 真以为你认识两头半算 就了不起了 我告诉你 对面的店是我的 你敢再找麻烦 我就拆了你的米航 直到沈龙轩说完 傅万金还是愣愣的 之后突然一声爆喝 吓得店里的伙计 赶紧躲了起来 小杂种 你敢打我 傅万金 你应该感谢宗门 不允许私下动手 沈龙轩身上的气势狂勇 赫然也是五十金二重的修为 但是因为特殊的丹田和五行灵力 比傅万金强的 不是一点半点 你 你想怎么样 傅万金看看左右 也没人能帮他 只能服软到 你刚才怎么说我的 拿出二百万金币 跪地认错 我就放过你 要不然 今天又会多出一个残废 沈龙轩狠狠地说道 对待恶人 你就得比他还恶 傅万金 马上哭丧着脸 见钱如命的他 怎么能往处拿呢 他马上扑通一声 大爷你就放过我吧 我真没钱呢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去对面闹事了 你就把我当个屁放吧 就在这时 门外刚好走进一人 傅万金看见来人后 立刻心中一喜 沈龙轩 这次轮到你跪了 傅万金立刻冲向门口 一把抱住来人 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讲道 曹猛师兄 你可来了 你要是不来 师弟就要被欺负死了 这家伙是对面米航的 仗着自己的修为比我强 不仅干扰 我说过急顺米航 还勾然跑到我这里索要赔偿 一言不合就打我 你要是不来 估计就见不到师弟了 傅万金特意把自己挨打的脸 给来人看 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 敢挡我们的财路 难道是不想活了吗 曹猛一听 顿时气就不打一出来 这傅万金虽然阴狠狡诈 唯利是图 但是经商绝对是好手 所以才被他们照顾 说实话 曹猛只拿到一成的利润 其余的全部都要上交 但那也是不少钱呢 有了这笔钱 修炼资源多了好几倍 这段时间的静静明显加快 马上就可以告别 那可恶的250名了 因为这个名次 他总是被嘲笑为250 万金师弟 关门 曹猛身强体壮 典型的红脸大汗 他只看了眼沈龙轩的背影 便开口道 傅万金立刻心里有了底 三下五除二 就把整个店铺关上了 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 里面发生了什么 小杂种 这次看你还神气 马上跪下磕头认错 还要让我扇上十个嘴巴 对了 急顺米航 我出二百斤必收了 傅万金来到曹猛身旁 恶狠狠地说道 小子 听到没有 即使在内门 也没几人敢惹我们 你到底哪来的勇气 曹猛嚣张得很 沈龙轩慢慢地转回了身 看来你就是背后的大鱼 我也想问问 是谁给你们的勇气 敢这样七行罢是 看见沈龙轩 曹猛微微一愣 紧接着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最后变得恐惧 可是旁边的傅万金 却继续嚣张道 怎么样 沈龙轩 你是不是害怕了 乖乖地按我说的做 我可以饶你不死 否则 怕 否则你骂 曹猛一巴掌 呼在了傅万金的脸上 你不认识龙轩师弟吗 他的主意你也敢打 你是不是活腻了 赶紧跪下磕头认错 此刻 他非常后悔 今天来到这里 见傅万金 还是一脸蒙圈相 开口吼道 沈龙轩师弟 可是内门的天才 内门竞选 天赋逆天不说 还被内门大长老 说为弟子 内门十大弟子 火长青的师弟 而且还是真传弟子 薛振天的师弟 你这该死的胖子 难道没长脑子吗 这时如果捅出去 不仅是他 就算上面的人 也吃不了兜着走 他简直不敢想象这后果 还不跪下 曹猛又删了 傅万金一个大耳光 这家伙当时就猛了 这才多长时间 沈龙轩这个在他眼里 如叫花子般的存在 一转眼就有了这么多的头衔 而且每一个都令人眼热 还没来得及多想 就被曹猛一脚踢的跪在地上 他立刻声泪俱下 沈龙轩师弟 我不知道你这么有背景啊 要是知道 打死我也不敢得罪您啊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饶了我这一回吧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傅万金额头撞在地上 砰砰直响 片刻就血肉模糊 这是二百万金币 你一定要收下 要不然 我会寝室的安的 你放心 急顺米行 我不会碰了 他拿出一个储物袋 跪着爬到沈龙轩面前 双手奉上 曹勇嘴角直跳 那里可是有他的二十万呢 沈龙轩身手接过金币 虽然我这人脾气很好 但并不表示我不计仇 如果还有下一次 定斩不饶 一直到沈龙轩离去 傅万金都没起来 这屈辱 让他的心里变得扭曲 曹猛师兄 我们就这么算了吗 当然不能 他现在的风头正盛 顶风而上 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但据我所知 汉海大长老正在闭关 所以 他并没有真正成为大长老的弟子 而且小道消息 这沈龙轩的仇家极多 我们只需背后下手 谁知道是谁干的 师兄英明 傅万金一脸是写的宁笑道 仿佛在他的眼里 沈龙轩已经是个死人了 而此刻的沈龙轩 已经回到了急顺米航 这时楚林的心才算放下 刚才看见傅万金关闭店铺 他以为会对沈龙轩不利 但转眼人就大摇大摆地出来了 而且还给了他二百万金币 说是给的补偿 他虽然没有参加那门竞选 但是也有耳闻 沈龙轩这次真的是一飞冲天了 心中有欢喜 也有惆怅 他为沈龙轩的天赋感到欣喜 同时感觉 两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感到惆怅 看来也要加紧修炼了 否则被拉下的太多了 他心中想到 沈龙轩说明来意后 把迎来的那一万枚零食 全都留给了楚林 风雷兽现在太能吃了 每天不下百枚 风雷兽早就跳进楚林的怀里 那小脑袋蹭呀蹭的 一脸享受的样子 沈龙轩是又嫉妒又羡慕 这家伙分明就是一个色狼 但那可爱的样子 总能使得楚林哥哥直笑 完全没有防备 这趟不知道要去多长时间 所以他还给了楚林一些提升修为的灵药 那都是他以前获得的 处理完一切后 他回到了自己的洞府 专心地修炼起来 也是在等待宗门大长老行验的到来 果然 第二天傍晚 行验大长老如期而至 小子 表现不错 但是修为还是太弱了 难堪大任 这次送想送你去的地方已经被毁了 上次不辞而别就是因为此事 所以原计划取消了 而身为内门弟子 每三个月的考核任务 已经改成了击杀玄冥殿的妖人 最近玄冥殿活动越来越猖獗 而且出动的人修为越来越高 经过上次龙神洞一事 他们每次出手都要有五王进跟随 所以我们不得不派出大量的内门弟子 和内门长老们出去迎敌 大长老行验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这次玄冥殿不仅针对的是我们龙武宗 其他两宗的势力范围同样受到了侵扰 现在已经是人心惶惶 所以我们三宗一致决定合力清扫玄冥殿的势力 作为龙武宗的弟子 你可敢应战 沈龙轩听完立刻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玄冥殿已经猖狂到如此地步 他立刻说道 大长老龙武宗对我有知欲之恩 别说斩杀几个玄冥殿的小贼 就是要我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再好的修炼之地也不如战斗中磨炼 所以对于您说的修炼之地 我觉得可有可无 其实在习武之初只是为了自己的家族 但现在看到天下这么多的弱势群体 我想到更多的却是 习武道 贵苍生 大长老原本是想来开导一下沈龙轩 没想到这家伙比自己都开明 不愧是宗主看重的人 通天塔 塔通天 难道此人真的能解开通天塔的秘密吗 大长老走后 沈龙轩开始凝练灵石 早知道那一万灵石就留给战魂吸收了 说不定还能突破 不过现在不可能再去要回来了 必须趁这段时间 快速地将战魂提升上去 否则等到那黑色的漩涡成长起来 后果不堪设想 半个月的时间 除了修炼就是凝练灵石 他估算了一下 他的战魂已经吞噬了差不多四万灵石了 这到底要多少灵石才能突破啊 沈龙轩感觉有些头疼了 这种无止境的吞噬让他心底发寒 眼看黑乌漩涡这半个月又强大了一丝 他一咬牙继续凝练灵石 又是半个月 这一个月的修炼 他聚集灵气的范围已经达到了七千丈 若不是龙脉之气时刻不停地喷涌 他真担心灵气会被他耗光 战魂吞噬的灵石已经堪称恐怖 五万一千块 这就算对五王镜的人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看着身前的二百枚灵石 沈龙轩苦笑着摇头 今天就吞噬最后这二百灵石吧 沈龙轩召唤战魂 二百枚灵石就如同风化一样 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全部化为灰烬 就在这时 一边凸起战魂身上的十道金色光环 激烈地颤抖 这时要进阶了 沈龙轩有种如获新生的感觉 心里就如同中了大奖一样 这次晋升所需的灵石是五万一千两百块 那么下次需要的 如果是双倍 天啊 沈龙轩不敢想象 此时 十道金色的光环 砰的一声破碎开来 化作漫天的金色光点 光点围绕着玄龙之魂飞速旋转 就像一个金色的蛋壳 将玄龙之魂包裹其中 天地之间的灵气也随之旋转 在沈龙轩周围 行程里一股灵气风暴 这种现象持续了一炷香的时间 金色的蛋壳 转变成了深青之色 漠然一声苍净的龙银响起 啊 沈龙轩甚至能听出 这龙银声中的一丝喜悦 哄 蛋壳炸裂 一道玄青色的光环 炸现 玄阶一品战魂 哈哈 终于突破到玄阶战魂了 细看时 玄龙之魂虽然没有变大 依然是十丈大小 但是看得出来 变得更加真实 而且在四爪之间 出现了一个凸起 好想要再长出一只利爪一样 这还没有结束 战魂刚刚进化完毕 一股庞大的龙脉之气 被他引来 灌入沈龙轩的身体 这些龙脉之气 全部都是炼化完毕 直接可以吸收的 沈龙轩大喜 运转玄龙变功法 开始吸收起来 整整一个时辰 沈龙轩周身 一直金光闪耀 待一切结束 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已经被强化到了一个极限 只要突破这一极限 肉身之力 必能跨入一个新的领域 而且最让他吃惊的是 自己的丹田 原本就已经是普通人的五倍 现在又一次变大一倍 已经是普通人的十倍 这虽然是好事 可是却让自己的境界 跌落至五世近一重 沈龙轩不禁苦笑起来 还是头一次听说 因为突破 让自己的境界下降的 另外 经脉也是宽大了一倍 别小看这一倍 这说明 灵力在同一时间运转的速度 快了一倍 也就是说 同样的5G沈龙轩施展起来 威力要强上至少一倍 这种种变化都说明 沈龙轩再次变得强大了 他平静了一下心情 马上开始修来 体验一下 玄阶战魂带来的快感 心念一动 就感觉到蜂拥而至的 天地灵气 在周围凝聚成浓浓的灵雾 就像一条条灵气 化成的巨龙 冲进身体 原本的吸收速度 就好比是一条条小溪 而现在突然变成了大河 如果不是经脉和丹田 在刚刚强化一番 恐怕难以承受 这股猛烈的冲击 丹田中迅速地被充盈起来 跌落的境界 也正在慢慢地回升 修炼之余 沈龙轩再次查看 那团黑雾化作的漩涡 这家伙比一个月前 长大了一倍 玄龙之魂 在跨入玄阶之后 隐隐地夺回了一些阵地 自己的身体 犹如两个战魂的战场一样 黑色漩涡的壮大 吞噬沈龙轩体内灵力的速度 也便快了一倍 但同时他也能带动 他的身体 被动地吸取天地灵气 所以这漩涡在体内的消耗 还可以承受得了 沈龙轩并不知道 这一小团黑雾 可是消耗了 明天龙那个吞天兽 一大半的能量 而且也融入了 他自身的修为 和一丝神念 可以说 这就是一个 单独存在的吞噬战魂 其实他这样做 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但是他对自己 有着绝对的自信 这团吞噬战魂 可以在三至五年内 将沈龙轩彻底吞噬 如果他能在这期间 突破到五宗境界 那么就直接将他 练制成自己的分身 此刻 沈龙轩的洞府之外 已经乱套了 他刚才的修炼 在天空中 制造了一个超大型的漩涡 并且 因为漩涡的涌动 影响了周围弟子的 正常修炼 挣千万 魏明两人 还有附近十几个弟子 都来到了沈龙轩的洞府前 里面的是沈龙轩吗 他这是在干什么 这应该是在突破吧 要不然 怎么能掉击这么多的灵气 终于 天地灵气重新稳定 沈龙轩从洞府中走了出来 他刚一出来 就看见自己的门前 有十几个人 其中还有自己的好朋友 你们这是 他挠挠头 想不出 他们这是 要干什么 龙轩失殿 你刚才是不是突破失败了 怎么静解还掉急了 正千万注意到 射龙轩只有五十进一重的修为 担忧地问道 这现象 其他人也注意到了 这还用问 肯定就是这个原因 哎 到底是刚刚踏入内门 太急于求成 往往就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年轻人 你这样迟早把自己玩死 这些人都摇着头 迅速离去了 龙轩 你真的是突破失败了吗 有没有受伤啊 正千万担心地问道 千万 我没事 你们怎么这么说 难道发现什么了吗 沈龙轩惊奇地问道 你真的不知道 刚才你突破弄出很大的动静 这是我们都 没法修炼 所以都出来看看怎么回事 之后你就知道了 正千万的话 让沈龙轩一惊 看来 下次修炼得小心一点了 影响到别人就不好了 可是一修炼起来 沈龙轩根本没法控制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附近的弟子们 开始有了不满 但是 碍于沈龙轩在内门弟子中的身份 都选择了默默忍受 一连一个月 沈龙轩的修为 因为变态的玄阶战魂 终于回到了五十进二重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听见外面有人叫喊 沈龙轩 你给我滚出来 老子跟你没完 对 一定要把这个混蛋赶走 否则我们都没好日子过 我已经忍了 他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 差点没把我折磨死 修为没进步不说 还倒退了 这要是考核不过 我就跟他拼命 门外的叫喊 让沈龙轩头皮发麻 那乱哄哄的场面 好似整个内门的人都来了 他赶紧推门走了出来 眼见百十人立于当场 基本都是一个表情 怒目而视 但是沈龙轩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 所有人都有一个大大的熊猫眼 好像很久没有休息好一样 龙轩 我们可帮不了你了 你现在已经犯了众目 他们要整治你了 龙轩师弟 你自己小心 身旁挤过来的郑千万 和卫明等人说完就远去了 沈龙轩发现 两人也是如此 而且精神有些违米 难道这些都是自己造成的 这一下可玩大了 看这群人的样子 好像要吃了自己一样 各位师兄 请听我说 说个屁啊 给我揍他 废了他的修为 让他再出来害人 沈龙轩话还没说完 已经有人冲了上来 举拳就打 虽然在山脚下这些弟子 都是内门中修为较低的 不过也有五世镜三重的弟子 一百多人的攻击 即便是沈龙轩 也不敢出气锋芒 一时间 拳影 腿鞭 刀光剑影 全都扑面而来 沈龙轩搜的一下 退回洞府 紧闭房门 任凭着怒海狂澜般的攻击 落在门外 轰鸣暴响之音 此起彼伏 但洞府的防御 还真不是盖的 一点事都没有 只不过这轰鸣的声音 让人无法安神 哼 沈龙轩 你给我滚出来 别以为你藏起来 我们就没办法 兄弟们 我们轮换攻击他的洞府 让他无法修炼 我就不信他不出来 好主意 我们识人一般 日夜不停 看他还怎么兴风作浪 接下来的日子真是如此 沈龙轩的洞府中的轰鸣之声 从来就没剑断过 他自己也头疼了 这样子 根本没法进行修炼 无奈之下 只能修炼武技 如果将风雷动再进一步 肯定能躲避这些人的攻击了 到时候再换个洞府吧 风雷动 叠浪掌 逍遥剑 五行剑法轮番修炼 任凭外面风吹雨打 我自修炼神功 这一练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风雷动终于突破至圆满之境 来去如风 深如闪电 这种速度 即便是五师镜七重 也望尘莫及 五师镜七重 就属于高级五师镜 与五师镜六重完全不同 相差甚大 叠浪掌由于身体的强化 而更进一步 修炼出七重暗镜 已经超过了圆满 进入了入微之境 即便是他现在的身体 也只能承受两次的施展 如果超过 必然会受到伤害 反倒是逍遥剑 有了很大的进步 已经步入圆满之境 但是沈龙轩不喜欢这套剑法 娓娓玩玩 不如雷利风行来的爽快 五行剑法 还是只有小程阶段 这剑法 不仅对悟性和身体素质 要求极高 消耗太甚 以他现在的灵力水准 只能完整地施展两遍 就彻底枯竭 所以静静缓慢 但是威力却是 他的武技中最强的 今天必须得出去 风雷兽的零食该吃光了 那家伙没有零食 是很恐怖的 上次修炼 因为没有零食 他差点 把整个洞府都吃了 最近这段时间 因为他没有怎么修炼 所以并没有干扰到周围的弟子 外面的攻击轰鸣之声 明显小了很多 就在今天彻底消失了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门 走了出去 天哪 出来后 外面的景象吓了他一跳 周围都被轰成了碎末 整个洞府千疮百孔 仿佛随时都要塌陷一样 他快速地离开了此地 心中盘算着 一定要换个住的地方了 这太可怕了 沈龙轩一路低调前行 终于在躲避了几拨弟子后 来到了交易峰 急顺米航门口 曹蒙与傅万金两人 正在更换门面 这段时间 他们已经将这里 软磨硬泡下吞并 两家米航全都重新更名 统一叫做天顺米业 此刻 两人正笑得何不拢嘴 曹蒙师兄 这次终于垄断了宗门的灵敏 以后真的是日进斗金了 傅万金 好好干 我们的老大 不会亏待你的 傅万金四世想到了什么 突然问道 曹蒙师兄 那个沈龙轩 真的不会再来找我们的麻烦吗 他现在正自顾不暇呢 也不知道他在修炼什么 搅扰到了内门弟子 所以我就煽动大家 群起而攻之 他现在就是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曹蒙很有成就感的笑道 曹蒙师兄真是英明 那小子活该有此报 傅万金也哈哈大笑 正在这时 沈龙轩出现在了交易区域 远远的就看见 急顺米航已经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 天顺米业的门面 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几步就来到近前 哟 这不是过街老鼠吗 怎么今天赶出来了 不当缩头乌龟了吗 我看他是饿了 正巧 我们天顺米业今日开业 所有零米都打八折 多买更优惠 你要不要来点 老鼠怎么能买 老鼠都是用偷的 哈哈 心中怒意爆发 傅万金 曹蒙 你们把楚琳怎么样了 信不信我把你们的店拆了 哟哟哟 好大的脾气 告诉你 我们是正当收购 再说那么个大美人 我们怎么忍心欺负呢 疼还来不及呢 傅万金丝毫没有惧怕 沈龙轩的怒火 反而火上浇油 沈龙轩 这店是楚琳妇女上门 求着我们买下的 有契约有手印 你需要再次喧闹 快快离去 我不跟你计较 这时 曹蒙开口说道 傅万金更是在旁边叫嚣 快滚吧 以后 这里不欢迎你 就算有钱 也不卖你灵敏 沈龙轩双拳握得嘎嘣嘣直响 一股怒火上沿 身上更是风雷滚动 他一拳向傅万金轰去 当真是快如闪电 龙轩失店 我等你很久了 这时 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沈龙轩默然回头 只见一个翘生生的丽影 站在背后 那绝美的容颜 依旧明念动人 只不过在眼角 多了些憔悴 楚琳 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 说出来 我替你做主 沈龙轩关切地问道 楚琳微微一笑 我没受什么委屈 我是来告诉你 我要带着父亲回家了 沈龙轩惊讶地 听着楚琳娓娓道来 原来就在两个月前 楚琳的父亲 被宗门弟子带回 已经昏迷不醒 是在与玄冥殿战斗中受的伤 两个月来 宗门拿出了很多疗伤圣药 虽然人已经醒了 可伤势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越来越重 修为一天天倒退 两个月就已经掉到了五十禁忆虫 相信再过些十日 修为会尽失 楚琳父亲不愿面对这结果 整日饮酒寻醉 最近突然想回家看看 楚琳觉得自己的父亲 可能十日无多 所以决定送他回家敬仰 这个店是我自愿卖给他们的 你以后不要跟他们斗了 楚琳劝道 怎么样 沈龙轩 现在你相信了吧 我们可没抢买抢卖 只去的赶紧滚吧 免得爱老子的眼 傅万金刚才差点挨揍 这次终于找到机会骂道 啪 啪 两声清脆的耳光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沈龙轩弹了弹身上的灰尘 一脸笑意地看着脸颊 急速肿起的傅万金 这家伙嘴里鲜血狂勇 几颗牙齿也被他吐落在地 这两巴掌确实太重了 他的脸已经变形 这么一会的功夫 肿得跟猪头一般 你个杂种 又打我嘴巴 我要杀你 傅万金风味一样冲了过来 身后漠然迸发八道光环的战魂虚影 身上气势完全爆发 五十进二重的修为 立刻碾压过来 拳风呼啸 一颗硕大的拳影 砸向沈龙轩 这就是一副拼命的架势 五道事件 实力为尊 你不尊重 上位者 即是该打 只见沈龙轩左手轻轻一抓 威势惊人的拳影当即破灭 傅万金的拳头 被他一把抓住 不能前进分毫 微微用力 手中的拳头立刻变形 并且传来恐怖的骨碎之音 啊 这时 傅万金刚刚发出一声惨叫 沈龙轩再次说道 公然挑衅上位者的尊严 该杀 一股杀意直冲而出 仿佛空气的温度都下降了许多 沈龙轩的右拳闪电般击出 没有丝毫的灵力波动 眼看着在瞳孔中瞬间放大的铁拳 傅万金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不禁喊出 曹猛师兄 救我 楚琳捂着小嘴 虽然脸上震惊 不过心中却有丝丝的甜蜜 大胆 曹猛终于出手了 他本以为沈龙轩已经被打怕了 根本不能出手 谁知这家伙雷厉风行 眨眼间就要取傅万金的性命 曹猛龙惊猛 一拳摇摇地轰向沈龙轩 身形也急速接近 想想沈龙轩的恐怖 不自觉浑身修为全力爆发 五师镜四重巅峰的实力显露无遗 即使这样 他也只求能够救下傅万金就好 毕竟当初奇眼所见 沈龙轩的肉身力量 就相当于五师镜六重 眨眼间临近 沈龙轩拳头依然轰向傅万金 那家伙已经绝望了 拳头上传来的力量 仿佛禁过了他的身体 一动也动不了 面对自己的攻击 沈龙轩丝毫没有防备 可曹猛清楚地看到他的嘴角 竟然挂着一丝笑容 不好 话音未落 沈龙轩的身影奇迹般地消失在眼前 而迎向曹猛拳头地变成了傅万金 碰 一声闷响 傅万金一身轩弱的身体抛飞出去 他不明白 曹猛师兄不是要救自己吗 怎么打自己呢 曹猛 你居然要残杀同门 我今天要替同门报仇 沈龙轩高声怒吓 很多听到声音的弟子纷纷赶来 曹猛当即傻眼 沈龙轩 你污蔑我 明明是你 还没等他狡辩 沈龙轩电闪而至 一拳轰在他的胸口 根本无法闪避 这曹猛还真够狠的 我记得 他们是天顺米夜合作伙伴啊 这还用问 肯定是分赃不均了呗 这俩个人太坏了 垄断了零米不说 还轰台物价 没想到那不出问题了 沈龙轩就如同一头凶猛的巨兽 浑身血气汹涌 力量大的惊人 一时之间 喷喷声不断 其中还夹杂着曹猛的惨户 但现在 曹猛才真正认识到 沈龙轩的恐怖 这家伙不仅战斗力惊人 自己在他面前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而且智慧如妖 他一直在设计两人 制造自相残杀的局面 在我们外交的最大声那个 就是你吧 想算计我 你还嫩了点 沈龙轩的一句话 让他如坠冰枯 原来这家伙什么都知道 就在他即将昏过去的时候 沈龙轩突然停手 带着楚灵扬长而去 师爹 我真的是自愿把店面卖给他们的 回来的路上 楚灵小声地说道 我知道 他们两个嘴太贱 该打 哥哥哥 楚灵人如其名 笑起来的声音 真的跟铃铛一样 清脆悦耳 两人来到楚灵的栖身之地 居然也在那门峰 进门后发现他的父亲 正在饮酒 一脸的颓废 身上更是骨兽如柴 眼神涣散 看样子跟将死之人 没什么两样 小风雷兽看到沈龙轩 立刻飞奔来 不料空中一跃 却扎向了楚灵的怀里 死狼 看着在楚灵怀里享受的风雷兽 沈龙轩心中暗骂 爹 我回来了 龙轩师弟也来看你了 楚灵喊了半天 他的父亲也毫无反应 不禁哀叹一声 我母亲早年去世 一直是父亲拉扯我长大 又带我修武 他的梦想 就是成为武王境 可是却遭此磨难 有时候我想 要是我能替代父亲承受痛苦 我会毫不犹豫 哎 楚灵仿佛自言自语 沈龙轩感受到了他的笑心 扪心自问 如果自己父亲也是如此 那沈龙轩肯定也会毫不犹豫 两人来到了楚灵父亲的境前 楚灵抢下酒壶 独自流泪 沈龙轩猛然间瞪大了眼睛 他体内的黑色漩涡猛然旋转起来 在他的感知中 楚灵父亲的体内 也有一道类似的能量 不过明显级别没有他的黑色漩涡高 仿佛只要沈龙轩愿意 就能立刻将那道能量吞噬 可是 首先他需要控制自己体内的黑色漩涡 这是他没有办法做到的 要是可以的话 早就把这玩意消灭了 但是看着楚灵伤心的模样 他又有些不忍 于是开口道 既然你们决定了 就由我来护送你们回家吧 沈龙轩又想了想 没准我可以恢复你父亲的伤势 但是我需要时间来验证 楚灵当然同意 至于说他父亲的伤能不能治好 他不抱什么希望 因为宗门的长老都来看了 根本就是束手无策 这股能量太独特了 已经完全与父亲融合在了一起 根本就无法分离 三人即刻上路 这次带了小风雷兽 这小家伙看什么都觉得新奇 也正是因为这小家伙 一路上根本没有妖兽赶来打扰 楚灵的家里龙武宗并不远 只有五天的路程 是一个叫做凤阳城的地方 这里隶属于明水国 龙神洞之行还历历在目 沈龙轩到现在都唏嘘不已 这五天的行程中 他一直都在找寻 控制体内黑色漩涡的办法 但是毫无所获 虽然离家越来越近 但是楚灵却有种危险的感觉 而且这种感觉与日俱增 所以在路过前阳城的时候 楚灵要休息一天 沈龙轩觉得 可能一连三天的赶路 楚灵累了 所以三人决定在这里留一天 傍晚时分 三人出现在前阳城的 一座有名的酒楼中 在靠近窗口的位置坐了下来 快有两年的时间 卫视人间烟火了 所以沈龙轩点了一大桌子菜 又要了两壶酒 与楚灵父亲喝了起来 酒楼的老板眼见几人出手阔绰 气宇不凡 只不过对这对俊男靓女 带着一个病痒痒的老者 感到很奇怪 小娘子 来陪大爷喝一杯 这时 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 来到他们的桌前 一脸迎笑道 楚灵的父亲 除了会吃 会喝 会走路 就如同一具行尸走肉 所以他只顾自己喝酒 楚灵穷眉一皱 抬头时 只见一个身穿轻衣 脸色惨白的家伙 大咧咧地坐到椅子上 眼神冒着绿光地看着自己 此人毫不忌讳地上下打量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楚灵此刻心情极差 见此人毫无忌讳地 占自己便宜 一巴掌扇了出去 啪 楚灵虽然一直经营米航 可是修为也是很刻苦的 他上个月 就已经突破到了 五十净一重 这一巴掌 直接将此人扇倒在地 沈龙轩一直没有动 因为他看到对面桌子上 就是此人的同伴 死巴婆 你居然敢打老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轻衣男子捂着脸站了起来 愤怒地道 我管你是谁 本姑娘现在心情不好 你最好赶紧滚开 否则我会杀人 楚灵翘脸深寒 齐勇 我就说你不行吧 还挨了一巴掌 怎么样 那小娘们的手感不错吧 是啊 齐勇 你可是丢人丢大发了 这次看你如何收场 你要是输了 就得给我们百万金币 面对同伴的取笑 齐勇越听越气 他转头吼了一句 老子还没输呢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死巴婆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本来喝杯酒就没事了 但你却让我输了一百万金币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今天我就抓你回去洞房 齐勇说完一把抓向楚灵 楚灵立刻气得脸色发青 这家伙居然当凶抓了 跪下 这时沈龙轩终于忍不住了 他没想到这家伙这么无耻 想好好吃顿饭也不消停 他的右脚接连两下 闪电般地踢中了王勇的双腿 在场的人谁也没看清 只觉得齐勇是被沈龙轩下跪的 小杂种 你居然暗算我 我可是城主的儿子 你的行为足可以治你死罪 你们今天谁都别想离开前阳城 我要把你抽筋扒皮 严杀百日而死 死八婆 等我享受完了 就把你卖去青楼 让你一辈子下不了床 齐勇感觉两条腿都已经失去了知觉 作为城主的儿子 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 你们还看笑话 老子的腿都断了 把这几个人抓起来 看着齐勇脸色更加苍白 逗大的汉珠滚落下来 他的同伴终于动了 全都围了过来 沈龙轩扫了一眼 这里除了齐勇是武士静一重之外 其余人全部都是舞者巅峰 这群人在他眼里太弱了 你们现在立刻消失 我可以不追究 否则定将等灰飞烟灭 沈龙轩话音一落 身体连闪 直接将几人扔到窗外 乖乖 这年轻人居然是个高手啊 高手能有多高 城主可是武士静武重的舞者 他儿子被欺负 按他的性格马上就会来报复 我们等着看好戏吧 楚琳被打扰后 也没心情吃饭了 结账之后 就扶着他的父亲去休息了 沈龙轩则是打听之后 走向了城主府 拦截的守卫直接被打晕 他一路走进了城主府的大殿 高声道 城主何在 速速前来见我 这一声大喝用灵力喊出 顿时传遍了城主府 此刻的城主 正在看护他的宝贝儿子 他的夫人在身边哭哭啼啼 并要城主 一定要将那个凶手碎尸万段 齐勇躺在床上 双腿缠着厚厚的绷带 疼得直哼哼 对于一个舞者 这点痛苦根本不必这样 所以他这是装出来的 齐勇的同伴一行三人 全都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 行了 别叫了 告诉我 那人长得什么样 那人不到二十岁 生得白白净净 修为 齐勇还没说完 沈龙轩魂后的声音传了过来 他吓得一哆嗦 父亲 就是他 齐城主心中一惊 听着声音 此人修为绝不在自己之下 而且有胆来城主府 身后必是有医长 做城主之位多年 他对人情事故摸得极透 此人前来 无非两个目的 齐一便是赔礼道歉 如果是这样 还好办 齐二 就是上门威胁 这就不好办了 如果对方实力雄厚 自己儿子可就白挨打了 兵来降荡 水来涂掩 齐城主走出内院 直奔大殿去 你们几个扶着我去看看 那小子 我一定要扒了他的皮 方杰我心头之恨 哎呦 你们轻点 几人跟在城主身后 走向大殿 齐城主看见府内被打晕的守卫 面色铁青 太不拿我这城主当回事了 打了我儿子 还敢打晕我的守卫 欺人太甚 你是什么人 知道你干了什么吗 私闯城主府 我可以治你死罪 齐城主远远地就咆哮道 别喊了 这里没人惧怕你的官威 我是来警告你 完好你儿子 如果不是我幸好 他今天已经是死人了 沈龙轩微微一笑 毫无距离地说道 齐城主心中一惊 能够如此淡定 必是身后有所依仗 自己最不想看到的第二种结果出现了 而且 他发现 沈龙轩已经是五世金二重的修为 更是震惊 能在不到二十岁就有如此修为 当是绝世添骄 他的儿子 齐勇已经二十有五 才看看五世金一重 这人到底是谁啊 哼 你是哪个世家的公子 我定要去讨要个公道 齐城主看似生气 其实是在试探 我不是哪个世家的公子 就是一个过路的 看不惯你儿子的卑劣行径 才出手教训 今天来此警告只是其一 其二是想看看 什么样的城主能交出这种逆子 沈龙轩平静地说道 世上有句话叫做 子不教父之过 这样的人做城主 对百姓不公平 沈龙轩承认自己 虽然不能做到大公无私 但绝对不会允许 自己的人做坏事 哼 我怎么做 还轮不到你来教 你打伤我儿子 又闯我府邸 这笔账 我们该算一算了 齐城主阴狠地说道 脸上更是挂满了寒霜 父亲 抓活的 我要抽筋扒皮 方能解我心头之恨 这时齐勇被扶了出来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既然屡教不改 那就没有活在世上的必要了 沈龙轩杀鸡引线 齐城主哈哈大笑 他感觉 这是他听过最可笑的笑话 真不知你是哪里来的狂妄之辈 但是这都不重要了 因为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只见他五十进五重的修为爆发 屋子里的桌椅 立刻化为飞灰 强大的气势升腾而起 一股霸绝天下的气息 隐隐浮现 尝尝我的霸王拳吧 齐城主身形 带着呼呼的风声 急速冲来 一拳轰出 拳劲刚猛 化气成形 一道威武的霸王之躯 呈现全上 霸王举顶 一刹那 空气被撕裂 发出剧烈的暴鸣之音 携带排山倒海之势 碾压过来 沈龙轩微微诧异 这城主的修为 肯定也是有名师指点 他所施展的武技 绝对是玄阶的 不过这点威力 还不足以威胁到他 他没有任何准备动作 只是身形一动 便闪过了攻击 眨眼间来到了城主的身侧 好快的身法 城主心中暗惊 他立刻收拳玄腿 身形更是如陀螺般转动 幻化出一道道腿影 最终汇聚成一条腿鞭 如巨龙般疯狂席卷而至 沈龙轩这次没有躲避 他浑身金光一闪 右拳急速击出 哄 拳脚相撞 其城主顿绝被一座山峰冲撞 倒卷而回 登登登 他一连倒退了十几步 被击中的右腿也已麻木 反观沈龙轩 气定神闲地站在原地 小子 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 接下来 死 其城主召唤出战魂 黄杰八品的一只巨顶 身上的气势节节攀升 待达到一个极限后 双拳化作一片残影 瞬间击出一百多拳 霸王换魔拳 煞时间 成百上千道拳影暴射而出 呼啸声中 宛如一只只魔头扑面而来 有意思 面对漫天的魔头一样的拳影 沈龙轩体内五星灵力轰然爆发 在经脉中涌动 刹那间就完成了蓄理 一股滔天的气势席卷八方 房屋中的门窗全部震碎 齐勇等几人飞快地跑出了大殿 这种打斗的余波 已经可以危及他们的生命 叠浪掌 沈龙轩一掌虚空暗出 仿若层层波涛齐聚于掌 随着这一案 以排山倒海之势奔腾而出 七道波涛 一道强过一道 层层叠叠 形成一方六丈大小的掌印 轰然击出 所过之处 空气瞬间被碾压成真空 滔天的气浪翻滚 飞来的魔头纷纷崩灭 传来一阵阵爆炸声 眨眼间 整个大殿就被冲击得支离破碎 齐承主眼见掌印压来 一股从未有过的生死危机 充斥着每一个毛孔 他体内灵力瞬间沸腾 毫无保留地汇聚在双掌之间 一尊巨大的方顶幻化而出 顶身有四足 上面有奇怪的图案 透出阵阵恐怖的波动 顶天立电 齐承主双手用力推出 只见这一尊方顶一闪飞出 轰隆隆 一股毁天灭地的爆炸声响起 支离破碎的大殿 顷刻间化为虚无 爆炸的光芒冲天起 其中有一道人影 如炮弹般飞出 远处观看的四人 也受到了波及 他们狼狈地摔出好远 各个喷出鲜血 城中的百姓 全都看到了 这晚如末日的场景 天哪 城主府怎么了 这一定是两个超级高手对决 才有如此的威力 城主府大殿的废墟中 沈龙轩一步步走了出来 他的叠浪掌 已经达到了入微阶段 对力量的掌控和运用 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 再加上他的五行灵力 让叠浪掌的威力 更上一层楼 刚才的一击他 只用了一半的实力 要不然 恐怕整个城主府 都将移为平地 远处的骑城主浑身是血 蹊跷中全都流出了鲜血 他眼神惊恐地 望着走过来的沈龙轩 刚才的那道掌印 差一点就要了他的性命 面对掌印 他有种面对海洋般的感觉 浩瀚无比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颤抖地问道 刚才如果不是我临时收手 你现在已经是一堆肉泥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还活着 让你的儿子好好做人 看他的样子就知道 酒色过度 如果再不节制 命不久矣 还有你 饶你一命 是因为 我想看看你能不能做好这个城主 你懂我的意思吗 沈龙轩慢慢地走出城主府 在他转身的一刹那 其城主看到了他腰间的 龙武宗内门弟子令牌 破 再次一口鲜血喷出 这小子居然给我得罪了一个庞然大物 龙武宗 太强大了 就算名水国也要臣服 何况他一个城主 回到客栈后 沈龙轩继续试着 去控制黑色漩涡 依然没有效果 只得放弃 一夜的修炼修为增长不少 玄机的战魂 真是太恐怖了 不过对于进阶所需的灵石 他还是感觉很头疼 除非宁愿功再进一步 达到圆满之境 宁愿出中品灵石 否则晋升不知要猴年马月 一日 阳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 沈龙轩起床洗漱一番后 推门出了房间 楚琳也早早起来了 他的父亲还是老样子 但是经过一夜的休整 精神好了许多 今天就能到家了 楚琳有些期待地说道 三人出了前阳城 一路难行 在路上 沈龙轩发现 他离楚琳父亲越近 体内的黑色漩涡就旋转得越激烈 仿佛是恶狼见到了鲜肉一般 所以他决定 一到楚琳家 就立刻给他的父亲疗伤 死马当活马一马 沈龙轩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楚琳 三人就进了凤阳城 这座城市与前阳城差不多一般大 但是人口却相差甚多 凤阳城能有前阳城五成的人口 而且人口中多数都是老弱病残 整座凤阳城死气沉沉 拐来绕去 终于来到一处破旧的宅院 楚琳慢慢推开了一扇残破的大门 入木处一片荒凉 这里应该很长时间没人打扫了 杂草丛生 难道这就是楚琳的家 破旧不说 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三人踏进院子 走了好远 才发现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在练拳 这是一套简单的强身健体的拳法 这小孩长得虎头虎脑 招人喜爱 小风雷兽也跑过去观看 呀 你们这些坏人又来我家做什么 赶紧走 小家伙看见三人一脸敌意的吼道 小虎 我是楚琳姐姐 你不认识我了吗 楚琳赶忙走过去说道 楚琳姐姐 真的是楚琳姐姐 走 我带你去见爷爷 小虎不由分说 拉着楚琳就往院里走 当走到一个还像点样子的房间时 小家伙停住了 他轻轻地敲了敲门 小声说道 爷爷 我是小虎 楚琳姐姐回来了 进来吧 一个苍老的声音自屋中响起 小虎推开门 楚琳姐姐请进 几位请进 沈龙轩惊叹 这孩子居然如此懂事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的确如此 楚琳家的条件真的是很穷 进门后 屋中并无什么家具 只有两把太师椅子和一张梨木桌 其中一把椅子上 坐着一个满头银发银絮的老者 一脸的慈祥 楚琳扑通一声 跪在了老人面前 爷爷 灵儿回来了 老人摸着楚琳的穷手 微笑着说道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当楚琳说明回来的意图后 老人也是唏嘘不已 灵儿 咱们家的情况你都看到了 家里已经拿不出任何东西 来给你父亲疗伤了 爷爷 这不用你担心 疗伤的是我自己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同门师弟 沈龙轩师弟 这是我爷爷 楚琳介绍道 不好了 这位伯伯摔倒了 门外传来小虎的惊叫 随着小虎的惊呼 沈龙轩还没来得及 给楚琳爷爷打招呼 就第一个冲了出去 只见楚琳的父亲 栽倒在地上 浑身颤抖 身体上冒出丝丝的黑气 看来是熬不多久了 楚琳等人 也差不多同时来到院中 楚琳上前一把暴气 父亲 你醒醒 楚琳爷爷也是一脸担忧之色 楚琳 今晚就给你父亲疗伤 沈龙轩道 楚琳点头 安顿他的父亲 去了 在与老人的交谈中 沈龙轩才了解到 楚家的历史 楚家原本也是 凤阳城一大世家 但是民水国多年战乱 凤阳城中的百姓 都被争取当兵 楚家也不例外 所以才会造成 凤阳城的衰落 晚饭时 楚家人全部回来 上上下下加起来 不过十几口人 多数都是妇女儿童 他们在城中有一处店面 一家人的生活来源 全靠着店面为吃 眼间又多了几口吃闲饭的 还有一个病人 除了孩子 都露出了愁容 楚琳当然看了出来 所以他 直接拿出一百万的金币 做主要把家族翻修 店面扩大 雇佣家丁 总之 他要让楚家人 过上富足的生活 这一刻 楚家人都觉得幸福 来得太突然了 他们家现在的状况 一百万金币 一辈子也挣不来 楚琳的大伯 是楚家现任的主事人 此人忠厚老实 但是由于多年的磨练 也变得精明强干 所以 此事就交于他来处理 晚饭后 沈龙轩等人 聚集在楚琳父亲的房间 他的情况很不好 我的方法也未必行得通 但总有一线生机 做个决定吧 沈龙轩低声说道 我相信你 楚琳绝美的容颜 露出坚定之色 沈龙轩一段段的过往 都让他无比的坚信 这个男人肯定能创造奇迹 最终 房间里只留下了 沈龙轩和楚琳的父亲 我知道你能听见我的话 在疗伤的时候 可能会很痛苦 但请你一定要忍耐 要不然 我们两个可能都会丧面 沈龙轩郑重地说道 之后 他将楚琳的父亲 盘坐于床上 右手抵在了他的后心 闭上了双眼 他这么做 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那黑色的漩涡 明显是想吞噬 楚琳父亲身体里的黑气 来壮大自己 他一旦壮大 对沈龙轩就是一大威胁 但是他看到了楚琳的孝心 所以心甘情愿地帮这个忙 而对面的黑气 也对黑色漩涡虎视眈眈 他们就像两个敌人一样 此刻 他体内的黑色漩涡 正在飞速旋转 慢慢地探出一丝丝黑雾 蔓延到了右手掌心 沈龙轩似乎感觉到 这家伙很兴奋 就像看到了自己的猎物一样 比吞噬自己的能量还来劲 楚琳父亲身体猛然一僵 并且开始剧烈颤抖 他体内的黑气 几乎完全掌控了身体 所以感觉到沈龙轩手中的黑雾时 变得极其兴奋 并且做出了殊死搏斗的状态 一时之间 沈龙轩与楚琳父亲的头顶 纷纷呈现出异想 楚琳父亲头顶的黑气 化作怪兽虚影 而沈龙轩体内的黑雾 依旧是化作漩涡的形状 他们正在相互敌视 漠然间 怪兽的虚影扑了过来 他不具备灵性 只有吞噬的本能 这与沈龙轩体内的漩涡完全不同 黑色漩涡不仅有吞噬的本能 还有自主的意识 直到强大自己 扑过来的怪兽獠牙利齿 一口就撕下了黑色漩涡一块血肉 化作了他自己的能量 黑色漩涡一阵激烈的颤抖 明天龙的声音突然响起 小子 你在干什么 难道想与我同归于尽吗 沈龙轩冷哼一声 他早就知道 这黑色漩涡中有明天龙的神念 虽然这神念不如神识强大 但也不是自己能对付得了的 明天龙 少废话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对面的黑气 消灭他对我们都有好处 沈龙轩 你居然敢威胁我 啊 该死 此时对面的怪兽 似乎尝到了甜头 再次扑咬上来 明天龙不再说话 黑色漩涡也开始变化成妖兽的模样 两只虚影就这样争斗起来 沈龙轩倒成了旁观者 随着争斗的激烈进行 他发现 楚灵父亲身上的黑气明显减少 而且自己体内的黑色漩涡也在变小 进来助我 明天龙的声音突然响起 沈龙轩的意识 一头扎进黑色漩涡之中 他感觉自己进到了一个黑暗的空间 心中不由的一阵高兴 以前他就试过 将自己的意识侵入其中 可都做不到 在此危及关头 居然成功侵入 别高兴得太早了 这道黑气 很可能是我的哥哥明天力所留 他的修为比我只高不低 你现在唯一的选择 就是与我联手干到他 明天龙的声音有些微弱 他还是射不得沈龙轩这一身的能量 如果能炼化成分身 将更加完美 沈龙轩调集体内五行灵力加入战斗 二人合力 终于压制住了对面的妖兽虚影 并一点点的将其蚕食掉 终于在一个时尚后 成功将处灵父亲体内的黑气清除 这时明天龙才发现 他被沈龙轩利用了 他成功地耗费自己的力量 救活了一个敌人 不惊气地怒吼道 沈龙轩 你居然利用我 要不是他这屡神念太弱 不得不借助战魂中的吞噬力量 来完成吞噬沈龙轩的目的 他都有心杀了沈龙轩 你不是一样 想吞掉我 说什么利不利用 沈龙轩松了口气 明天龙气得要死 但是一想到沈龙轩体内的血脉 和五行能量 还有他强悍的身体 他慢慢地平静下来 只要吞噬了沈龙轩的血脉 和五行能量 他的修为 必能快速突破至五宗之境 而且 只要率先突破到五宗境 他的神念化神识 得到沈龙轩这样的一个分身 那就更好了 但是刚才的一番战斗 消耗了他几乎一半的能量 虽然成功吞噬了对面的黑气 但也是入不敷出 沈龙轩 你等着被吞噬吧 明天龙怒吼一声 消失不见 沈龙轩睁开眼睛时 黑色的漩涡重新回到了体内 不过他依稀地感觉到 似乎可以调动少许其中的能量 心念一动 果然 一团黑物呈现在手掌之上 一股股吞噬之力猛然爆发 他赶紧收回黑物 现在显然不是研究他的时间 他看向楚灵的父亲 这老头面色明显红润起来 而且天地灵气正在向他汇聚 这是在恢复修为 沈龙轩默默地退出了房间 并把好消息告诉了楚灵 这丫头喜极而泣 毫不吝啬地抱住了沈龙轩 这种待遇 沈龙轩也才获得了第二次 顿时温香暖郁入怀 感觉好极了 一连三天的时间 就在楚灵等人等不及的时候 一声洪亮的狂笑 响自房间里 转瞬间 一个威武的身躯 出现在众人面前 由于经历了生死 楚灵的父亲修为 不仅恢复如初 而且再次突破 现在已经是五世镜七重的舞者 而且他的气质也发生了改变 楚家开始大心土目 对于突然多出一个 五世镜七重的舞者 楚家人激动万分 并且一直要求楚灵的父亲 留下来主持家事 也是考虑再三 他答应留了下来 此件事了 沈龙轩与楚灵 决定返回宗门了 两人原路返回 在路过前阳城时 两人特意铸留了一天 沈龙轩想看看 城主是否迷途之返 打听之下 还是很满意 城主在他走后 一改往常的处事方法 一切皆为百姓着想 而且 他的儿子也痛改前非 着实让人高兴 两人再次来到 那家餐馆吃饭 依然是那个座位 还是点了一大桌子菜 这次的心情截然不同 吃得高高兴兴 小风雷兽好像也很兴奋 不停地吞食着美味 不停地巴鸡嘴 那模样可笑至极 老板似乎认出了两人 特意献上两壶美酒 供两人享用 哎 你们知道吗 昨天城主派去的军队 又全军覆没了 是吗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吧 对方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啊 不知道啊 听说连龙虚宗都派人来了 不过好似也受伤了 具体我也不清楚 听说就在大羽山中休整 沈龙轩二人装作若无其事 其实这些人的谈话 一字不落地听在耳中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玄冰殿 据说派去的士兵修为 都是武者进巅峰 领军的更是武士进二重的虎狼将军 他们可都是酒精沙场 不过仍旧不是对手 据说对方把大羽山上的妖兽 都抓走了不少 还残杀了不少打猎的百姓 所以城主震怒 派兵抓捕 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据说明天城主亲自出征 不杀逆贼绝不回来 我们这些老百姓 有心无力啊 众人全都唏嘘不已 确实如他们所说 这些小老百姓 根本帮不上任何忙 沈龙轩与楚灵对视了一眼 这里是龙武宗的管辖区域 龙虚宗来干什么了 这你们就孤陋寡闻了吧 大羽山上生长着一种叫做 曼陀罗花的神奇灵药 这种灵药十年一开花 今年刚好是开花之时 这种花对妖兽 有很好的提升能力作用 如果运用得当 可以让妖兽晋级 这下知道这些人来干什么了吧 居然有这种灵药 我看大羽山 还会来更多的人 听到这里 沈龙轩终于知道 这些人为什么来了 他和楚灵结账离去 玄冥殿肯定拿着药材 继续研制那些变态的妖兽 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 对于龙虚宗 肯定也是奔着曼陀罗花来的 两人行走如风 只用了半天的时间 就来到了大羽山脚下 远远的就能看到 前阳城的营地驻扎在此地 但是走进去空无一人 这大概就是酒楼里人说的 全军覆没那支部队吧 楚灵灵想到自己的族人 也是这样战死 不仅有些黯然神伤 沈龙轩可不这么想 他认为 一个军人战死沙场 是最大的荣耀 就像沈家先祖一样 虽然战斗的对象是妖兽 但只要是保护百姓而死 都是英雄 翻过山头 两人的眼界瞬间开阔 一股花香迎面扑来 让人有些心旷神疑 应该在前面的山谷之中 沈龙轩轻声道 师弟 我感觉到前面很危险 这种感觉 甚至比上次的山中 血迹还要强烈 我们是不是等等龙武宗的弟子 来之前 楚灵已经向宗门传过信息了 而且已经收到回应 会派内门长老和弟子前来 师姐 你找一处隐秘之地 接应宗内弟子 我先行去探探 沈龙轩微皱眉头 淡淡地道 好吧 你一切小心 楚灵欣然答应 他知道自己跟去 只能是雷坠 眼望着沈龙轩的身影 急速消失在山间 楚灵暗暗下定决心 他对着小风雷兽说道 这次回到宗门就闭关 不到武士进九重 绝不出关 他之所以这样想 是想与沈龙轩并肩战斗 而不是老托他的后退 风雷兽居然听懂了 还点了点头 此时 沈龙轩施展风雷动 已经飞射到了山谷的边缘 在这里可以看到 前阳城士兵的尸体 还有处处的大坑 看来这里发生了 大规模的战斗 其中也有黑袍人的尸体 但数量很少 看来这次玄冥殿派来的人 修为很高 小心点应该没问题 他看了看手上的 那枚银色的戒指 这戒指救了他两次 不过只是 当他受到致命打击时 才会被动释放 自己完全操控不了他 真是搞不懂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宝贝 沈龙轩知道 现在不是研究他的时候 所以集中注意力 风一样前进 自从风雷动进入圆满境界 他的速度奇快无比 每走一步 都是十几丈的距离 不仅速度快如闪电 而且身法飘逸 让人捕捉不到踪迹 这座山谷出奇的大 他走了半个时辰 地面上已经看不见尸体 看来战场只在外围 正行走间 前方突现人影 并且一声大喝 站住 这里是龙虚宗的营地 闲人免禁 沈龙轩定睛一看 心中怒意升起 来人正是李浩天 那个差点就要灭了 自己全族的家伙 李浩天很纳闷 对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 白镜青年 看着很眼熟 但是确实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不过这小家伙 居然眼中喷火地看着自己 修为虽然不错 但在他眼里不值一提 两年的时间 他的修为已更进一步 五世镜六重巅峰 差一点就能进入 高级五世镜了 小子 你这么看着 我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我有仇 沈龙轩知道 现在不是算私仇的时候 再者说 他还想弄清楚 龙虚宗的意图 所以立刻转怒微笑 开口道 原来是龙虚宗的 外门李长老 听闻李长老天赋一禀 修为惊人 是百年难遇的天才 今日得见 发现李长老 比传闻中的厉害多了 真是我被学习的楷模 幸会 幸会 沈龙轩态度突然转变 一顿大帽子扣下来 李长老立刻就梦了 不过这顿马屁拍得真舒服 请客坚决的身心开阔 一股王八之气升起 先前沈龙轩怒视他的画面 烟消云散 在看着年轻人时 怎么都觉得顺眼 你这后生 说得好听 但是你也不要往前走了 前面很危险 你这点修为去了 只有送死的命 李长老 我们要出发了 这次我们 一定要拿到曼陀罗花 咦 你在跟谁说话 说话之人正是李红 他远远地听见 李长老在语人说话 可是走到镜前 根本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我 这小子走得真快 李长老小声嘟囔了一句 啊 没什么 我们走吧 待会儿 你一定要小心点 是 沈龙轩躲在暗处 他发现 李红已经晋升到 武士静一重了 杀他易如反掌 不过在前方不远处 他感觉到了 十几股强大的气息 所以没有轻举妄动 这两个人 已经在他的必杀名单里 如果不是李红突然到来 沈龙轩有信心突然爆发 可以瞬间击杀李长老 先让你们多活一会儿 我就跟在后面 沈龙轩展开身法 不紧不慢地 跟在龙须踪一行人的身后 他发现 龙须踪来了 五位武士静巅峰的舞者 其中一个老者 已经是半部武王镜 看他身上的气息 两个月之内 避解武王金单 如果挨过天节 就可以成为一名 人人尊崇的武王镜宗师 李红 你的消息不会有假吧 我们虽然帮你强行提升了修为 但是如果消息有假 我们还能拿回你的修为 知道吗 李红赶忙陪笑道 各位前辈 这消息千真万确 而且我曾去查探过 确实是曼陀罗 不过当时还没开花 谁知这些玄名殿的人 也知道了消息 不过那地方很隐秘 我还做了掩护 他们根本找不到 嗯 你做得不错 等下得手之后 答应你的武士丹 一颗都不会少 好好努力 这次肯定能升入那门 半部武王镜的老者说道 谢前辈 李红激动得不得了 怪不得感觉 这家伙的修为波动不正常呢 原来是被人强行提升的修为 看来他这辈子 也就在武士近了 沈龙轩跟在后面 听得断断续续 毕竟他的修为 不敢跟得太近 否则很容易被发现 李长老 这曼陀罗花 真的那么有用吗 李红小声问道 曼陀罗乃是四阶灵药 但是曼陀罗花 已经无限接近五阶 此花不仅能让妖兽晋级 对于人类舞者 也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地宝 像半部武王镜的徐长老 如果服用此花一片 就可以直接突破至武王镜 即便是武王镜 也能提升一重的修为 你说此花是不是有用 李长老羡慕地说道 他曾想 如果能够得到一片曼陀罗花 那该多好 沈龙轩听到后 也倍感惊讶 他拿出巡灵剑 上面确实有个 鲸鱼橙色和绿色之间的光点 这表明是四阶和五阶之间的等级 曼陀罗花居然有这么大的用处 即便是动用爆裂丹 也要得到 这一回的功夫 已经走到了山谷的中央区域 花香越来越浓郁 闻上一会儿 都感觉沁人心脾 但是这里的妖兽也多了起来 从刚开始的一阶妖兽 到现在的三阶妖兽 他们都贪婪地呼吸着这花香 对于这伙人类的进入 自然反应激烈 但都被龙虚宗的人斩杀 最终这些妖兽 都支去地让开一条通路 李红带着队伍 一直向谷中深入 这里到处生长着灌木丛 密密麻麻地遮挡了视线 弯弯曲曲 七拐八拐之后 终于眼前豁然一亮 一片平静的湖水 呈现在眼前 水面只有千丈大小 水面的中央 有一片十几丈大小的金石小岛 折射着阳光 晶莹剔透 异常闪亮 就在金石小岛的最顶端 黑色植物上此刻 有三朵含苞带放的紫色花朵 浓浓的香气 散布整个湖面 龙虚宗的众人 一个个都是跃跃欲试 徐长老更是眼貌精光 所有人都没注意到 沈龙虚的身形 已经潜到了旁边不远处 可奇怪的是 这湖水 居然像镜子一样 没有一丝的波纹 龙虚宗中有两人身形 踏着水面 向小岛跃去 数个呼吸之间 便已到达 两人 飞身一跃 就遇落上小岛 哼 可就在这时 平静的水面突然炸开 一只如巨蟒般的妖兽冲出 这家伙足有十几丈长 一丈粗 大嘴一张 直接将两人吞进肚里 哼 高高跃起的身躯 砸在水面之上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两个人就这么消失了 那是独角骄 四街的巅峰妖兽 他肯定在守护 这珠曼陀罗花 这下麻烦了 有人惊叫道 看 对面是玄冥殿的人 他们也找到这里了 龙虚宗的人 玄冥殿的人也来凑热闹 事情已经无法掌控了 来山谷之前 他们已经与玄冥殿的人 交过一次手 互有死伤 看得出来 他们肯定也是奔着 曼陀罗花来的 五十镜七重以上的 全部冲击小岛 势必拿下曼陀罗花 事成之后 论功行赏 徐长老当机立断 他唯恐斥则生变 徐长老 我也愿意前往 李浩天请站道 好 由我和方长老 牵制独角骄 其余人全力摘取曼陀罗花 出发 徐长老一声令下 十几道身影如风一般 冲向中心的小岛 脚下踩着湖面 爆出一片片水花 不料 他们刚刚窜出百石丈远 独角骄轰然出现 一口又吞掉了一位龙须踪弟子 吓得李浩天 差点掉进水里 还好徐长老及时赶到 手中一把黑色巨剑 掀起惊天剑芒 轰然斩下 方长老也飞扑过来 双拳紧握 轰出漫天拳影 拦下独角骄 其他人绕过战场 直奔弧心小岛冲去 独角骄状一甩俱尾 化解了徐长老和方长老的攻势 回身飞扑 聂处 受死 徐长老一声大喝 剑芒抱起 十几张的惨白剑气 瞬间斩碎空气 刹那间轰中独角骄的身体 啊 吃痛的独角骄一声怒吼 巨大的身体一旋 张口向着徐长老吞噬而来 锯齿闪着寒芒 拍起冲天巨浪 方长老 用武器吧 这家伙的灵甲太后 拳脚对他无用 徐长老双足一踏水面 顿时击起几张高的水柱 他却借视冲天起 躲过妖兽的撕咬 身在高空一箭斩下 方长老也拿出一杆长枪 挥舞起来 如蛟龙探海 枪间颤动 如繁星般 洒向独角骄 独角骄一击未重 立刻钻入水面 哄 哄 两声巨响 两人攻击皆被湖水所挡 顿时掀起狂风巨浪 十几张高的水柱冲天起 漫天水花徐徐降落 哪去了 方长老立于水面 四下找不到独角骄的身影 不好 徐长老脸色微变 脚尖轻点 飞扑向小岛方向 方长老也脸色凝重 紧随其后 这几次冲撞 其实就只有三个呼吸的时间 龙武宗其余人 还没赶到狐心小岛 岸边的沈龙轩 看得清清楚楚 那条独角骄的速度 快如闪电 正追上前面的人群 而这时 对面玄冥殿的人也动了 他们十几人 全部冲向狐心小岛 速度急如流星 该死 方长老快去阻拦玄冥殿的人 二人的速度 只两个呼吸 就追上了前面的人 但是独角骄更快 在他们到来之前 又吞吃了一位弟子 而对面的黑袍人 丝毫没有阻拦 马上就要接近小岛 龙虚宗的家伙们 独角骄的滋味不好受吧 曼陀罗花是我们的了 徐长老目刺欲裂 他一脚重踏在独角骄的身上 身形高高跃起 浑身气势轰然爆发 一股超越武士径 极限的波动 瞬间蔓延 立刻变成 威压席卷小岛这一片区域 这还没完 他举起手中的剑 对着百丈外的 玄冥殿人群 用力一挥 猎天一剑 一道接近二十丈的剑芒 横扫而出 煞时间 风起云涌 空气立刻被强大的剑气 一分为二 仿佛连天空都被这一剑裂开 这一道剑芒刚一出现 就已经到了 玄冥殿众人身前 仿佛空间根本就没有距离 一群人瞬间大海 慌忙 祭出兵器阻挡 其中一人更是抽出一把大刀 一刀砍向剑芒 同样十几丈的刀芒 与剑芒空中相撞 轰隆隆 犹如九天惊雷乍响 狂暴的冲击 令平静的湖水 激起十几丈的巨浪 十几个黑袍人纷纷后退 其中有两个被剑芒扫中 当场陨灭 施展猎天剑的徐长老 赶忙吞了颗丹药 这猎天剑威力虽大 但消耗同样惊人 一剑斩过 身体落下 此刻方长老已经带人冲向了 玄冥殿众人 煞时间 一场混战上演 刀芒闪耀 剑气纵横 一排排掌印 一道道拳影 将整个湖面 搅得是天翻地覆 徐长老与独角角也是 打得难解难分 但是他有苦自知 现在的他 根本不是独角角的对手 虽然苦苦支撑 却渐败退 岸边的李红 看得热血沸腾 期待着将来 也能有如此实力 挥剑斩蛟龙 太霸气了 沈龙轩则是看出了 两方已经彻底陷入胶着状态 徐长老更是随时都有可能败落 湖面上 时刻都有人受伤 甚至有人被斩落 涌埋湖底 此时曼陀罗花终于开放 一股幽远的花香 瞬间扩散 文芝就好像服了兴奋药 两伙人打得更凶了 招招拼命 渐渐穿星 徐长老更是舍弃了独角骄 将身法施展到了极限 冲向小岛 玄冥殿中用刀的黑袍人 也是当先一跃而起 壮如流星 射向小岛 沈龙轩看准了时机 此时不动 更待何时 修为全部爆发 五星灵力如爆炸般 在经脉中流转 带来无以伦比的力量 圆满境界的风雷动 一跃十几丈 湖面上留下一道道残影 沈龙轩如一道闪电 飞速地靠近湖心小岛 几个呼吸就成功登陆 速度快地简直令人扎舌 岸边的李红 根本就没看清 即便是徐长老 也只是看到残影而已 当沈龙轩停下时 已经有两朵曼陀罗花 落入他手 当他准备去摘第三朵时 两道攻击同时攻到 沈龙轩无奈舍弃 他毫不犹豫地闪退 以惊人的速度 离开了湖心岛 眨眼间就冲到了岸边 李红只感觉一阵风刮过 就见一人站在眼前 见眉心目 白镜脸庞 正是他魂牵梦绕的生死仇敌 沈龙轩 答对了 你现在太垃圾了 所以可以去死了 一指洞穿李红的头颅 黄暴的剑气 瞬间将他的脑袋绞碎 尸体砰的一声跌入湖水 刚刚还在幻想 以后有多么强大 下一刻已经命洒黄泉 对待生死仇敌绝不手软 这是舞者的生存之道 沈龙轩看了看远处 还在激战的李浩天 转身离去 最终 沈龙轩读的两朵曼陀罗花 另外一朵被龙虚宗的徐长老获得 玄冥殿这次损失十人 却连根毛也没得到 徐长老追出来时 不想遇到了龙武宗赶来的一众人 只得善善地离去了 几日后 回到了龙武宗 楚琳立刻选择闭关 沈龙轩则是悄悄地回到了洞府 他没敢修炼 而是抱起风雷兽 给了他一片曼陀罗花瓣 曼陀罗花 十年开三朵花 每朵花三片花瓣 非常的难的 风雷兽吃到嘴里后 眼睛猛然间变大 身体更是冒起腾腾的火焰 好似有什么东西在体内燃烧 小家伙 忍着点 这东西可以让你晋级三接妖兽 小风雷兽当真听话 一声不吭地忍受着火焰的灼烧 随着火焰的灼烧 小风雷兽浑身长出了灵甲 翅膀长出了羽毛 小家伙的身体 更是长大到三丈大小 威风凛凛 颇有其父母的风范了 炷香的时间终于停止 好 三接妖兽 沈龙轩打开洞府大门 风雷兽双翼一展 冲天起 遨游九天虚空 三接的风雷兽已经可以飞翔了 沈龙轩也为风雷兽感到高兴 就跟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一样 重新找个洞府吧 找个没人的地方 一直到天黑 沈龙轩终于找到了一处绝佳地点 在内门峰的西北侧 这里方圆几万丈都没有一个人 终于可以放心地修炼了 沈龙轩高兴地说道 不知为什么 即使在这炎炎夏日 这里也显得格外的阴冷 走出这片区域 依旧烈日炎炎 可一旦踏入这里 立刻如坠冰窖 当真是块奇异之处 但是这里的灵气丝毫不少 所以沈龙轩不打算走了 管他呢 反正我又不怕冷 就怕周围有人啊 沈龙轩回去收拾了一番 带着风雷兽搬到了新居 他刚刚发现 风雷兽在升到三接后 不仅能飞 还能变换大小 此刻风雷兽就像一个小宠物一样 趴在沈龙轩的肩头 步入了他们的新居 可是他没有看见 一道惨白的身影 漂浮在上空 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下一瞬又消失了 沈龙轩进门后 就开始进入了修炼状态 如当初一样的场景再次出现 方圆几千丈的灵气蜂拥而至 一条条灵气大龙涌入身体 那种感觉 一个字 爽 还没等他高兴完 体内的黑色漩涡突然加速旋转 刚刚炼化的五行灵力 顿时被吞噬一空 啊 沈龙轩的嘴巴还没有合拢 随即一声惨叫 那可是两个时辰炼化的灵力啊 一下子就没了 不行 我要晋升战魂 从此 沈龙轩封磨了一般的凝炼灵石 宁元宫所凝聚的灵气 从七千丈到八千丈 只用了十天的时间 他这十天没有一刻停歇 一直不停地凝炼灵石 所以宁元宫才有了肉眼可见的进步 八千丈到九千丈用了二十天 九千丈到九千九百九十九丈 用了两个月 只差一丈就可以凝炼中品灵石 但是这一丈始终无法突破 不过这三个月 他凝炼了整整十三万灵石 除去风雷兽吃掉的 按他的预想 足可以将战魂再升一击 这段时间 他整个人变得极度憔悴 衣衫褶皱 头发散乱 但眼睛中却爆发着惊人的光芒 哼哼 今天我就突破玄机二品战魂 看看谁的速度快 沈龙轩望着堆成小扇一样的灵石 召唤出了战魂 煞时间小扇一样的灵石 整个洞府中的灵石被吞噬一空 战魂的上方 漠然一阵玄青色的光芒闪动 刹那间 天地都为之一暗 身边的灵气 犹如沸腾一般 第二道玄青色的光环出现 玄接二品战魂 沈龙轩放声狂笑 这三个月的压抑 全都宣泄而出 每次修炼完毕 黑色漩涡都会把当天修炼的灵力吞噬 这就造成了沈龙轩这三个月 一点长进都没有 加上先前的三个月 沈龙轩进入内门的时间刚好半年 他突然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自己貌似修为没有一点长进 按着宗门规定 自己很可能会被遣送严谷 苦修一年 这该死的漩涡啊 沈龙轩心中暗暗骂道 不过也不是没有收获 他对五行灵力的掌控越来越自如 施展出同样的武技 威力更大 正在此时 沈龙轩腰间的令牌 闪动起光芒 拿起一看 果然是通知明日考核的 一日 整个内门封人头涌动 全部涌向内门封顶长老殿的位置 那里摆放着测试内门弟子修为的测试时 在一座搭建好的高台上 备有座椅 十几位长老 早已在此等候 他们一个个气息沉稳 皆是修为高深 排名在前的几位长老 纷纷在座 好长老 这半年也没见到洛林那小子 修为一定长进不少吧 王长老说笑了 我看到是王冰玉在你的调教下 实力惊人吧 哈哈 彼此彼此 排名第四的灵厅长老 也在座 一身淡青色的衣衫 丝毫不遮掩他美丽的容颜 虽然不算角色 但也是难得的美人 他不善言语 不过薛芳的进步 令他都吃惊 修为直接突破五十进六重 晋升内门弟子百强 此刻他微微闭着的双眸 瞬间睁开 一道惨白的身影 落于山顶之处 周边的气温瞬间寒冷下来 就连空气都冒出丝丝白气 周边的弟子很秩序地闪到一边 腾出好大一片地方 这寒清月居然突破到五王境了 真是出人意料 灵厅长老吐气如蓝地说道 二长老的弟子当然变态了 不过这速度可是压过了所有人啊 是啊 他这一身的寒气 修炼得炉火纯青 怪不得他洞府周围几万丈都不见人意 内门中只有五百多个弟子 几乎是每二十个外门弟子 就可以产生一个内门弟子 这就是天赋的差异 每三个月一次的考核非常严格 测试时中记录着每位弟子的修为 再次测试时 有没有进步 一看便知 这次不知道哪个懒活又要挨罚了 听说阎谷那里就是个地狱 到那里不死也要脱层皮 所以啊 还是乖乖修炼吧 那种地方我可不想去 你们看 内门排行第二的欧阳俊天来了 众人回头望去 只见一道飘忽的身影急速而至 知道他站到台前才被看清面貌 此人生的一张俊脸 见眉心目 嘴角微微上翘 让他看起来更加的迷人 淡蓝色的衣衫 衬托出他挺拔的身姿 身后背着一把清光宝剑 整个人锋芒毕露 剑光四射 哇 他好帅啊 简直迷死人了 俊天师兄 我要嫁给你 我要给你生儿子 一些花痴的女弟子 不住地叫喊 并且俯弄着身姿 展现自己的魅力 仿佛这样能够吸引那光一样的男子 沈龙轩站在一边 当然也看见了欧阳俊天 姑侧修为武师进巅峰 他摸摸自己的脸暗道 也没帅多少 你们可拉倒吧 没看见人家的眼神 一直在韩清月师姐身上吗 韩清月师姐 不仅修为是内门第一 而且人长得就像天仙一般 人家才是一对啊 这时 五百多的内门弟子 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场地之中 看 十大弟子中的其他八人也来了 师兄 给我们说说 十大弟子到底有什么过人的地方 我们也好学习接见啊 好吧 看你也是新人 我就给你们说说 内门十大弟子 让你们也长长见识 此人清了下嗓子 继续说道 内门十大弟子 各个精彩艳艳 都是有望晋升真传弟子的存在 这第一名 就是远处那个白衣美女 韩清月 能够虚空而立 肯定已经突破到五王境 她是韩冰战魂 一套韩冰掌出神入化 曾经单人执行过 宗门炼狱级的任务 暗地里被称为冰雪女王 因为她洞府周围 方圆几万丈都被寒气笼罩 无人敢靠近 第二名 就是那个大帅哥了 名为欧阳俊天 半步五王境 擅使一把清光剑 剑术堪称登峰造极 由内门第一剑可制称 第三名 尹暴龙 这位师兄仁如其名 简直就是一头暴龙 武师境识重的巅峰修为 光肉身就有六十项之力 实力相当恐怖 据说她曾徒手撕裂过一头 三阶巅峰的妖兽 力大无穷 第四名就是华清风 也是武师境识重修为 仁如清风剑如龙 说的就是她 她擅使一把无风巨刃 剑重如山 第五名 火长青 武师境九重修为 号称铁壁神拳 她擅使刀 狂刀九世 世世惊魂 第六名 萧和 这位师兄极为低调 也是武师境九重的修为 善用铁扇 一套武技风云扇 名动三宗 冠绝天下 第七名就是剑男 相信各位都认识 最近几年新入门的弟子 都由她来考核 她的武器也是剑 特点就是一个字 快 最近一年 她一直闭关 据说已经摸到了剑义的门槛 如果真的领悟了剑义 那她的排名 可就要扶摇直上了 周围的人听得津津有味 听到这里 有人问道 师兄 什么是剑义啊 是剑有主意了吗 这位师弟 你是哪里来的 剑没主意 我看你很有主意 此人说完 引来一只哄堂大笑 这样吧 我再给你们普及一下 剑义是意志 但并非剑的意志 而是天地剑的意志 是大自然的意志 例如 风 雨 雷 电 天地五行 日月星辰 甚至小花小草 都有它的意志所在 剑义就是通过剑领悟的 天地意志 天地意志 与武技和功法的修炼一致 都是从入门开始 小城 大城 圆满 入微 直至完美 他对攻击的加成很恐怖 即便是刚刚入门的剑义 也可以爆发出十倍的战力 啊 一声声惊呼不绝于耳 所有人都被震住了 十倍的战力 太可怕了 沈龙轩听了之后 也是瞬间明了 以前对剑义只是模模糊糊 知道是很厉害的样子 但是现在彻底明白了 其中的可怕 这时又有人问道 师兄 说了半天 接下来说的就是我 我就是内门弟子 排名第八的铁嘴钢牙孔凡月 至于我的能力暂时保密 说说吧 孔凡月见 众人呼声越发高涨 开口说道 这确实不能说 这关乎我的秘密 好了 接下来就是第九位 就是湖南一 武师进八重的修为 长法出众 有铁掌胡的称号 最后一位就是王勇啊 他的腿功惊人 尤其是绝技天残角 更是享誉内门 这就是内门的十大弟子 感觉如何啊 哇 太棒了 帅 太帅了 我也要努力了 明年晋升内门十大弟子 就看我的了 沈龙轩没想到 十大弟子的最后一名 居然是王勇 看来这家伙也不简单呢 不过十大弟子的第一名 是个女的 这让沈龙轩很意外 不是他重男轻女 是因为听完孔凡月的介绍后 感觉很不可思议 他昨天选的洞府 好像就在那片寒冷之地 不会是巧合吧 沈龙轩一眼就看到了 远处的惨白身影 之所以这么好找 是因为他的身边 根本就没有人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沈龙轩分明看到 那张惨白的脸 也看向了自己 只感觉脑海中 轰得一声乍响 一时之间 他浑身冰凉 冷汗流了下来 赶忙别过头 太可怕了 不管是不是巧合 今天就搬走 不能在那里住了 刚打定主意 就听到台上主持的 王长老朗声说道 人已到齐 检测开始 只需将手放在测试时上 释放修为即可 绿色光芒即为通过 红色光芒 哼哼 两次即可发配严谷 从五十一重镜开始检测 主持王长老说完 内门中五十镜一重的弟子 立刻排队上台 大概有五十名左右 卫明和振千万就在其中 无一例外 全部绿芒通过 接下来是五十镜二重的弟子 一道道绿芒亮起 台上的长老们纷纷点头 你们说 今年能有通不过的吗 不好说 每一年都有几个 但是不管是谁 宗门从不放过 沈龙轩脸色非常难看 因为他知道 这几个人中 肯定会有自己 这时 王勇挤了过来 他冷笑着对沈龙轩说道 小子 你准备好去严谷吧 听说到那里 比死还要难受 沈龙轩皱了皱眉 想要发怒 却没理由 人家说的是实话 自己这次真的逃不掉了 怎么 不相信吗 我已经给你算好了 这次去严谷的人中一定有你 王勇继续说道 貌似他的心情不错 哼着小曲走开了 沈龙轩满腹狐疑 不过已经来不及多想 队伍马上就临近了 通过 通过 沈龙轩排在五十金二重队伍的最后 终于还是轮到了 他将手放在测试室上问了一句 王长老 严谷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可怕吗 主持王长老认出了沈龙轩 立刻脸色异冷 可不可怕 只有去过才知道 沈龙轩 你已经有一次不合格了 这次如果还不合格 就真的要去体验一下了 开始吧 沈龙轩脸色一暗 其实他心里明白 测不测都是注定了 自己的修为 却是一点都没长进 都怪那该死的黑色漩涡 唉 长叹一声是放了自己的修为 他已经可以想象 满场震惊的表情 更准备好了接受嘲笑 可就在这时 测试时上一道绿光亮起 居然是合格 他当时就惊呆了 这怎么可能 主持长老也惊呆了 这怎么可能 他记得明明调换了方向 也就是说 真正合格的会亮红光 不合格的才会亮起绿光 这是昨天晚上 花费很大代价 才弄的一个小机关 台下的王勇 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他作为昨天晚上的参与者 可以肯定 那东西绝对管用 可怎么还是绿光呢 打死他们也不相信 资质齐家的沈龙轩 半年之中 会一点长进都没有 合格 主持王长老 咬着后操牙说道 难道是机关不好用了吗 下一个 他并没有调回开关 结果这名弟子 亮的是红光 这家伙一脸的沮丧 怎么可能呢 我这么努力都没合格 结果第二个 第三个都是不合格 其中有一个弟子 主持的王长老见过 原本只是武士镜一重 而现在是武士镜二重 这样都没合格 答案只有一个 机关非常的管用 他紧盯着沈龙轩看了一会儿 肯定是沈龙轩 在这半年中没有进步 主持长老这个恨 精心策划的局 结果倒成全了沈龙轩 他慌忙改回了机关 因为台上的长老们 已经注意到了这里的变化 接下来的测验很顺利 一路绿灯闪过 这时 台上的长老才放下心来 直到测试结束 沈龙轩才回过神 他也不知道 自己的修为是长了还是掉了 魂不守舍地回到了洞府 冰冷的寒气 让他清醒过来 不过此刻的他 满脑子都是提升修为 把搬走的事 忘得一干二净 不管了 抓紧修炼吧 这次可能是测试实处故障了 下次可没这么好运了 他盘腿坐在床上 天地灵气 如潮水般汇聚而来 恍惚间 天色渐暗 空气变得更加寒冷 已经凝结成白雾状 沈龙轩依旧没有醒来 身体里的黑色漩涡 仿佛跟他杠上了 他炼化多少灵力 就被吸走多少 这样下去可不行 自己的修为没有一点长进 可是黑色漩涡 却在一天天壮大 自己迟早被吸成人干 沈龙轩已经在想 不要跟师兄求救了 但那样很可能会暴露自己的战魂 还是算了 你不是能吸吗 我可是不缺丹药和灵草 就让你吸得够 沈龙轩一挥手 地上出现一堆灵草 还有五十丹 煞时间 洞府中的灵力浓郁了无数倍 两颗四街的灵草 被他吞入口中 咽下后 顿绝一股磅礴的热流 冲向四肢百骸 也就是沈龙轩 换个人 恐怕早就暴体而亡了 他运转灵力 炼化这股强悍的能量 如火般的能量 冲刷着他的身体 让他整个人变得通红 像被煮熟了一样 他一点也没注意到 周围的空气越来越冷了 洞府中凝结出了片片的雪花飘落 可是都被沈龙轩身体散发出的热量 瞬间烤化了 洞府外面的天空中 一抹惨白的影子 虚空二立 一股股的寒气 正是从他的身体中散出 这景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可怕的东西 差不多了 应该已经变成冰陀了 一个悠悠的声音响起 惨白的身影一闪 随即消失 沈龙轩再次化作蜂魔状态 不停地吞噬灵草 这要是被炼丹师看见 肯定要被气死 这些四节的灵草 是可以炼制四品丹药的 这样吞吃虽然也有作用 但是吸收率只有两成 其余的全都浪费掉了 整个龙武宗 也就沈龙轩敢如此浪费 这些药草拿出去卖 每一株都是价格不菲 着实让人心疼 可是沈龙轩不在乎 他现在唯一的想法 就是撑爆黑色漩涡 整整一夜的修炼 他已经吞服了近一百颗四节灵草 体内的黑色漩涡的吞噬速度 终于变慢 哼 这只是开始 我非要把你撑爆 沈龙轩的执着劲又来了 又是一天 他一动未动 只是机械的吞噬灵草 夜晚降临 那惨白的身影再次降临 似乎是感觉到沈龙轩还在修炼 他皱了皱眉 有意思 很久没碰到过 可以抵御玄冥寒气的人了 那就陪你好好玩玩 这声音 这场景 如果有人听到 有人看到 肯定会毛骨悚然 亡命奔逃 只见惨白的身影 周身白光大盛 方圆千丈的天地间 瞬间一片雪白 片片雪花飘落 最终将沈龙轩的洞府 完全掩盖其中 第二天 宗门传出消息 昨晚怀疑 有人潜入冰雪女王韩清月的领地 被其寒气 所将大雪掩埋 生死不知 可洞府中的沈龙轩 正在关键时刻 他体内的漩涡 经过这两天的疯狂吞噬 已经不再旋转 这个化作一团颜色 更加深邃的黑雾 哈哈 这次不吞了吧 沈龙轩咆哮道 他甚至将意识深入其中 也没有任何动静 只感觉一片死气沉沉 仿佛陷入了沉睡状态 这肯定是暂时的 赶紧抓紧时间修炼 沈龙轩有了一丝紧迫感 他这三天两夜 消耗了近一千株四节灵草 这能量之磅礴 足可以将他的修为提升一重 他的丹田 可是比平常人大了十倍 可想而知 这些灵草 如果用在别人身上 会有多大的改变 沈龙轩不敢想象 当黑色漩涡再次旋转的时候 会不会连自己都吞噬掉 两个多月的修炼 终于将丹田内的灵力填满了三成 一股浑厚的力量爆发而出 这力量冲出了洞府 直到方圆百丈才消失不见 武师进三重 终于突破了 沈龙轩睁开了眼睛 不过战魂的升级还是遥遥无期 宁元公的最后一仗始终无法突破 看样子是遇到了瓶颈 于是他走出了洞府 突破之后心情大好 因为这次不用担心那门的考核了 这是什么情况 沈龙轩看着外面的世界惊呆了 他怀疑自己已经不在龙武宗了 厚厚的积雪有一仗后 刚刚因为自己的突破 将百丈内的积雪推走 沈龙轩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肯定是那个什么冰雪女王弄出来的 据说这女人心狠手辣 宗门都不怎么管 关键是武王进的修为 自己根本就惹不起 该死 我怎么忘了搬家的事了 还是早早搬离吧 沈龙轩迅速回到洞府 开始收拾东西 一把抓起睡的正香的风雷兽 飞身离去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经过我的允许了吗 悠悠的声音 好似想在天边 又好似想在耳旁 沈龙轩感觉寒毛直竖 风雷洞施展到了极限 如一道影子一样 瞬间就窜出了百丈 哄 一方十几丈大小的寒冰巨长 呼啸而来 眨眼间就追上了沈龙轩 五指一合拢 沈龙轩只感觉彻骨冰寒 玄龙便运转 全身爆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 身体化作一道流光 冲了出去 巨长一抓落空 呵呵 还有点本事 沈龙轩正跑着 就发现周围的冰雪 开始剧烈地颤抖 下一刻 一个巨大的冰雪巨人 站立而起 一拳轰来 简单 狂暴 那巨大的拳头 足有房屋大小 一拳轰来 风围涌动 黄暴的气压 将积雪清理一空 沈龙轩自知不敌 再次施展野蛮冲撞 避开攻击 眨眼竟冲出百丈 刚松口气 发现那个惨白的身影 就在头顶 挺能跑的呀 你还是留下来 陪我雕雪人吧 悠悠的声音再次响起 沈龙轩掉头就跑 还不忘回手 扔出几道锋刃 你不能好好说话吗 怪吓人的 大白天弄得像鬼一样 这有意思吗 他边跑边说 一边还扔着锋刃 那个大雪人 已经被砍掉了一只胳膊 呵呵 凭你还想教训我 你要是能打赢我 我就听你的 韩清月又换化了一只大手 凭空抓来 这次的速度太快了 还有五王进的威压 让沈龙轩凌厉一掷 没跑几步 被抓了个正正 沈龙轩肝胆欲裂 这一下要是抓实了 自己的小命就交代了 秦极下肉身之力全面爆发 抬起拳头不要命的轰击巨掌 可是没有任何效果 呵呵 别挣扎了 没想杀你 要不然你早就死了 我就是想看看 你到底能抵御我几成的 玄冥寒气 这声音还是那么甚人 尤其是在这片无人的区域 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什么玄冥寒气 我不明白 沈龙轩听出来了 这根本就是 想拿自己做实验 谁知道会不会要人命啊 趁着韩清月放松警惕 他浑身修为全面爆发 五行灵力疯狂地 在经脉中奔腾 肉身更是咯蹦咯蹦作响 一股堪比武士镜七重的波动 彻底爆发出来 他抓出五行剑 立刻爆发出强烈的五彩光滑 金刚剑法 烈火剑法 两道如痞链一般的剑芒爆发而出 从剧长的缝隙间冲天起 这气势吞山河 冲消汗 剑气中融入了沈龙轩领悟的剑意 他也不知道算不算入门 反正他一身的本领全部展现 轰轰轰 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 终于惊动了内门风的其他人 包括长老 也奔着声音的方向而来 怎么回事 这打斗声 是从韩清月的方向传来的 难道又有什么不开眼的弟子 闯入他的境地了吗 不清楚 不过听着声音 对方的修为也不低 赶快 否则又要出人命了 两位五王镜的长老 飞速前去 沈龙轩的两道剑芒 终于将剧长批出一道缝隙 他身形电闪 急冲而出 回首又是两道剑芒 厚土剑法 黑水剑法 两道剑法一厚重 一磅礴 带起两道足有十丈的惊天剑芒 大气恢弘间 无情斩落 空气撕裂 雪花飞舞 五彩绚丽的剑芒 照亮了半边天空 轰轰 巨手竟然在两剑过后崩裂 化为满天冰雪 随风飘散 沈龙轩却感受到了 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 他不顾一切的施展野蛮冲撞 瞬间冲出百丈万 不过这点距离 对于一个五王镜 简直就是执掌之间 再次一个野蛮冲撞 呵呵 你激怒我了 把你抓回去做成冰雕 肯定很好玩 呵呵 这声音 让沈龙轩全身汗毛竖起 他拼了命地夺路狂奔 强烈的风声从耳旁刮过 震得两耳嗡鸣 漠然一股庞大的威压降临 沈龙轩只感觉全身一致 他银牙一咬 是你逼我的 食指连弹 数十颗爆裂丹呼啸而去 韩清月郊区一闪 神行暴退 他察觉到了爆裂丹中的狂暴能量 轰轰轰轰轰 一阵地动山摇 爆炸的热量融化了冰雪 并且化成蒸蒸白雾 天地间再也看不见人影 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传遍了整个龙武宗 什么情况 这是地震了吗 地震个屁 这是有人在打架 靠 什么人敢在宗门里打架 不想活了吗 沈龙轩感觉压力一松 撒腿就跑 这下算是把这蜂女人彻底得罪了 不快点跑 只有死路一条 她的速度已经到了极限 只感觉大地在飞快地倒退 她的双脚十几丈 才点一下地面 倒到残影闪过 飞快地冲了出去 眼见前方已经看到人影 沈龙轩终于放下心来 一边跑一边喊 救命 杀人了 韩清月则是飘在高空 依旧如幽灵一般 她没有在追击 因为在前方有两个五王镜的长老 已经临近 自己不可能得手 这家伙究竟是谁 十大弟子中 没听说这样一个人 就算欧阳俊天那个废物 都不能在我手底下逃走 这家伙花招真多 这下有得完了 韩清月的身影 消失在空中 沈龙轩终于逃出虎口 她浑身已经被汗水湿透 喘着粗气说道 等我变强了 再来收拾你 呵呵 我等着 悠悠的声音响在耳边 沈龙轩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这么远都能听到 这究竟是人还是鬼 这时 营救的长老终于赶到 他们看着地上摊坐的沈龙轩 惊奇地道 里面还有活着的吗 啊 里面刚才就我一个 没有别人了 长老 那门第一弟子 究竟是一个什么妖怪 他差点就杀了我 沈龙轩悲愤地说道 刚才那么激烈的战斗 就是你发出来的 其中一位长老反问道 沈龙轩脸色冷了下来 长老不幸 可以自己进去看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完转身离去 站住 你这是什么态度 一个弟子而已 敢如此嚣张 另外一位长老 气势猛掌 五王静的威压 感觉在身上压了一座大山一样 浑身骨骼嘎吱吱吱吱吱 他紧咬牙关 心中怒吼 变强的欲望 越发的强烈 龙轩师弟 你没事吧 关键时刻 火长青突然出现在眼前 长老的气势瞬间消失 沈龙轩回头 冷冷地道 敢问两位长老尊姓大名 救命之恩莫齿难忘 他日定当予以后报 告诉你又能如何 我们乃丁鹏和丁灵 那门长老 等着你的后报 丁鹏长老迟笑一声 沈龙轩的话 他岂能听不出来深意 随即冷笑一声 道 沈龙轩 希望你能撑到那一天 沈龙轩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去 火长青也转身离去 哼 大长老的记名弟子而已 只要进不了内门弟子前时 他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弟子 丁鹏阴狠地说道 随后跑来观战的弟子 都被丁鹏两人打发了 此事虽然结束 可却震动了整个内门风和外门风 尤其是内门风 内门弟子 谁不知道冰雪女王韩清月的脾气 进入她的领域 必死无疑 而沈龙轩 不光成功逃脱 还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沈龙轩要修炼 他现在感觉自己的实力太低了 到处挨欺负 这绝不是他的性格 这次再次选了一个人少的地方做洞服 还没等修炼 正千万等人就找上门来了 龙轩师弟 你太牛了 冰雪女皇爱 在我眼中 那就是沈阳的存在 你居然跟她战斗 佩服你 正千万几眉弄眼地道 龙轩师弟 你的实力 是不是已经能抗衡五王镜了 魏明问道 龙轩师弟 被美女揍 感觉如何 我可是深有体会 你说 那薛芳已经给我几眉弄眼的表白了 我去找她 为什么还挨揍 多亏我皮糙肉厚 要不然非受伤不可 那娘们下手太狠了 哪疼往哪打 一屋子的人都被火长存逗笑了 沈龙轩大有深意地 看了火长存一眼 开口说道 长存师兄 要想追到女孩子 一定要胆大 心血 脸皮厚 这样才有可能成功 这是沈灵教给她的 不过韩雪月那女人太恐怖了 跟鬼一样 以后你们见到 一定要躲得远远的 沈龙轩想了想继续说道 在龙武宗 想要什么 就要付出什么 从今天开始 我们都要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 踏入五王镜 五王镜 哈哈 我们就比一比 看谁先到五王镜 几人闹腾了一会儿后 各自离去 沈龙轩开始凝练灵石 她有种感觉 这次的战斗 好想帮她打开了瓶颈 两个时辰过后 一直一个动作的她 突然感觉到 一股玄妙的气息 这股气息营绕在心头 让她凝练的速度越来越快 几乎是每个呼吸 就有一块灵石诞生 轰轰轰 一声声乍响出现在脑海 终于 她所掌控的灵气范围 开始蔓延 一万丈 一万零一百丈 一万八千丈 这种感觉 犹如获得新生一样 她再次运转宁元宫 一颗掌心大小的菱形金石 出现在眼前 中品灵石 可以感受到 其中的灵力 足足是下品灵石的百倍 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 就被飞扑而来的风雷兽 一口吃进了肚里 然后满意地舔舔舌头 继续睡觉去了 弹吃的小家伙 沈龙轩继续 整整两天的时间 她凝练了三十多颗中品灵石 虽然品质提升了 但同样难度也增加了 即便是这种进度 两个月的时间 也可以使战魂再次晋级 沈龙轩乐此不疲 这一日 腰间的令牌再次震动 沈龙轩知道 三个月的考核时间又到了 她率先冲出洞府 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窜到了封顶 依旧是那组平台 这时 内门排名前十的弟子 先后来到 韩清月依旧是像幽魂一样 飘浮而来 看到沈龙轩之后 呵呵直笑 沈龙轩 我等着你哦 呵呵 什么情况 众人疑惑 虽然对上次的事件都有耳闻 但并没有亲眼看到 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 认为是夸大气词 尤其是欧阳俊天 他眉头深皱 看了看韩清月 又看了看沈龙轩 这根本就是两个层次的人 可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韩清月看上沈龙轩了 一定是这样 要不然 凭沈龙轩的修为 根本就跑不出来 想明白这一点 欧阳俊天怒气上涌 阴沉着脸色对沈龙轩说道 小子 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否则 我不会放过你的 欧阳俊天 你什么意思 威胁一个刚入内门的弟子 你吃饱撑的吧 火长青立刻就跳了出来 火长青 你少管闲事 欧阳俊天冷冷地说道 他不怕火长青 但是却怕他的师父 汉海大长老 其他弟子 都是一副看戏的神色 尤其是王勇 他心中暗道 沈龙轩 这次你必须被送到阎谷 接受惩罚 以前进入阎谷的人 十有八九 都是回不来的 但是只要 是从阎谷活着回来 都是一方枭雄 薛震天就是从阎谷回来的人 现在已经是真传弟子 但有几个薛震天 那么妖孽的人 在王勇看来 只要沈龙轩进入阎谷 必死无疑 所以今天他又串通了主持长老 一定要让沈龙轩不合格 半个钟后 弟子们都来齐了 主持的王长老宣布开始 一切规矩照旧 但是当王长老喊到 武士进二重弟子时 沈龙轩居然没动 王长老心领神会 当喊到武士进三重时 沈龙轩动了 所以王勇看着王长老 微微点头 结果可想而知 沈龙轩居然令测试时 亮起了红光 沈龙轩因两次考核不合格 所以稍后 遣送至严谷苦修 王长老高声说道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我三个月前是武士进二重 如晋升到武士进三重 你居然说我不合格 你当所有人都是傻子吗 沈龙轩怒道 这群人真是欺人太甚 沈龙轩 说过的话我不会重复 虽然你参与过 击杀玄冥殿的任务 但是修为却两次不合格 你难道怀疑测试时吗 王长老嚣张地说道 告诉你 你今天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沈龙轩怒道 你们是眼骨为洪水猛兽 我却要去闯一闯 带我回来时 你们这一个个丑恶的嘴脸 必将换言 郑千万和卫明 都是一脸担心的神色 而火长青和他的弟弟火长存 却是气得要死 如果师尊在 他们谁敢如此放肆 其他的长老 居然没有丝毫反应 这就是一个记名弟子 和一个真正弟子的区别 沈龙轩并没有受到重视 其中的好长老 居然还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台下的弟子 也开始小声地议论 这家伙 一定是得罪什么人了 这还用说 明摆着的是 主持的王长老 与那门十大弟子的王勇 乃是亲书直 肯定得罪他们了 小声点 别听见了 你们也得去严谷 沈龙轩一甩袍袖 转身离去 楚林现在闭关还未出来 所以这次 他决定带着风雷兽 轻点了一下东西 就开始等宗门的通知 结果一个时辰后 宗门就下发了通知 沈龙轩来到了集结地点 出乎意料的 还有两个弟子在场 两人均是锦衣玉袍 红光满面 但相比于富万金那种土豪 却多了高贵的气质 这种气质与生俱来 就像天生的王者 而且两人给他的感觉 很和蔼可亲 没有一丝的蛮不讲理 又来一个 哎 我们的命可真苦啊 别说了 你一说 我就害怕的想哭 沈龙轩刚到 两人就你一言我一语的 说了起来 小师弟 想必你也是偷懒被罚来的 我们以后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 我们一定要同甘苦共患难 活着回来 是啊 小师弟 看你年龄不大 怎么也学我们懒惰呢 不过既然是同道之人 就不多说什么了 来来来 喝了这杯酒 我们就是自己人了 此人一翻手 三个精致的酒杯出现在手中 再次拿出一个精致的酒壶 满满的蒸了三杯酒 沈龙轩注意到 这两个人手上 都有一个乾坤剑 加上他们的衣着气质 想必两人的来历也是不简单 不过看两人言语之间很风趣 颇有好感 小师弟 干了这杯酒 我们就是自己人了 到了严谷 也相互有个照应 此人递过来一杯酒 沈龙轩偶尔也喝过酒 但此酒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酒香浓烈而不刺鼻 杯满而不易 而且 其中居然包含着浓郁的灵力 好酒啊 此酒为之穷江玉叶也不为过 沈龙轩接过酒杯赞叹道 小师弟好眼力 来 干杯 三人撞杯之后 一饮而尽 沈龙轩只感觉一股热流 顺着喉咙而下 浓香扑鼻 熏人陶醉 到了胃里 立刻化作无尽的灵力 扩散四肢百骸 说不出的疏爽 哈哈 好酒 此人又为三人真满上一杯 开口道 这可是我从师父那里偷来的 那老头是做珍宝 每次只饮一杯 如果看到 我们如此好饮 估计他知道后得心疼死 另外一人见状也说道 有酒怎能无肉 看我这海中霸王无尾 金枪鱼肉 这可是经过特殊手法制作的 不仅保留了肉味的鲜美 而且锁住了肉中的精华 吃了不仅提升修为 还能强化肉身 实话告诉你们 我也是在师父那偷来的 那老头太扣门 每天只给我二两 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沈龙轩更震惊了 那鱼肉色泽金黄 灵气冲天 一看就不是反品 而且他知道 五尾金枪鱼 可是五街妖兽 如何捕获都不说 但这么大一块肉 简直价值连成 可是两人都拿出了好东西 是拿出一张小桌子 这是逍遥王乾坤界中的杂物中找到的 这桌子通体纯白 似玉非玉 隐隐散发着五彩之芒 放在地上后 又拿出许多四街的灵果 煞时间 他们这处小区域的灵气 浓郁到了极致 让人如痴如醉 哈哈 有酒有肉有灵果 这回可以开怀畅饮了 沈龙轩三人 干脆席地而坐 沈龙轩见两人 一直盯着桌子上看 半天也不言语一声 于是再次开口道 两位师兄 这只是一些四街的灵果 比起你们的东西 根本不值一提的 何故如此惊讶 许久 两人才回过神来 看向沈龙轩的眼神 出现了尊敬 如果刚才两人 还在试探沈龙轩 那么现在 他们已经将沈龙轩 当做真正的朋友了 小师弟 你不会告诉我 这也是你偷来的吧 两人抚摸着桌子 开玩笑地问道 哈哈 非夜 这是一位前辈留下的 沈龙轩答道 这可是万年白玉京 只要指甲大的一块香在丹炉上 就能提升成功率三成 这在炼丹师的手里 可是至宝 你 你 你居然拿来这么大一块当桌子 简直是暴舔天物啊 两人垂胸顿足 沈龙轩更是心惊 原来逍遥王留下的东西 并不是杂物 而是宝贝 像这样的东西 还有很多 沈龙轩有心拿出来 让两人鉴定一番 可又怕吓到他们 还有就是 才不外露 这是减少麻烦的秘诀 沈龙轩哈哈一笑 开始与 两人吃吃喝喝起来 他觉得这两人见多识广 说出来的东西 都能让人耳目一新 沈龙轩正在私腹间 见两人神色凝重 看向自己 其中一人道 我妈生我的时候刮疯 所以我叫人来疯 沈龙轩听完一愣 接着另外一人也说道 我妈生我时候 正值大汉打雷 所以我叫甘大雷 破 沈龙轩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两个名字太奇葩了 不过也学着他们说道 我妈生我的时候有神龙经过 所以我叫沈龙轩 咔嚓 谁知天空一声巨响 请客间狂风闪电 大雨倾盆 沈龙轩赶紧捂住嘴巴 不会自己说的是真的吧 他可是从小一直没见过母亲 父亲也只字未提 所以他也没问 但是心中一直有这样的疑问 他的母亲到底是谁 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转眼间雨过天晴 一道彩虹悬挂天际 宛如一座通天的桥梁 这什么鬼天气 远处天空传来一声怒骂 沈龙轩三人也收起了东西 并商定有机会 一定举杯痛你 不醉不归 只见一个大富翩翩的胖子 凌空飞了过来 此人一身的肥肉 远远看去就像一个皮球 轰得一声落在地上 激起一片水珠 你们三个猴崽子 倒是享福了 害得本长老受累 你们忍心吗 三人你看看 我我看看 你愣了半天 这句话明显是想要好处的意思 据沿谷这地狱般的地方 还要交好处费 我问你们呢 你们忍心吗 胖子长老又问了一遍 人来风立刻上前一步 长老日理万机 还得抽时间护送我等三人 真是太辛苦了 你看你都瘦了 我等真是愚心不忍 这是一点心意 还忘笑呢 人来风说 这拿出百块零食 交与这位胖长老 胖长老看了看手中的零食 立刻脸现喜色 高兴地说道 看你们这么懂事 就不将你们锁起来了 我们此去续半月时间 带我召唤飞行妖兽 有我在你等 安心修炼就好 收了好处 态度果然不一样 片刻后 一只大鹏鸟飞落于此 四人坐上之后 便冲天起 一路向东 急迟而去 看着这方向 沈龙轩心中一阵激动 因为这是他回家的路 路途上 任来风一直与这位胖长老聊天 其目的无非是想多知道一些严谷的事 啊 长老你也姓刘 我母亲就姓刘 你们俩都没准是一家呢 任来风笑着说道 刘长老经常送弟子去严谷吗 那是自然 每三个月 都会有一批人被我送走 你小子 是想知道严谷的情况吧 刘长老小眼睛一眨 立刻猜了出来 道 告诉你也无妨 严谷乃是我们三大宗门找到的一处宝地 即使凭我的实力也无法到达 更别提想要逃跑的弟子了 跑出严谷 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死 因为严谷就在大海的中央 什么 三人目瞪口呆 谁能想到 严谷居然在海里 海中是人类的生命禁区 人类的生命气息 对海里的妖兽 有致命的诱惑 特别是武者 玄龙大陆 每年死在海中的人类不计其数 海中的妖兽与人类 仿佛就是天敌一样 互相杀害 互相制约 这时 刘长老继续说道 这严谷是当年龙武宗的先辈们发现的 后来与其他两宗共享 它是海中的一座火山岛 常年的喷发 使严谷变得很大 上面中年妖兽横行 所以想在严谷中生存 就要有相当的实力 否则分分钟就会被丝成碎片 望着三人惊讶的表情 刘长老继续说道 别惊讶 严谷中的残酷 远非你等所能想象 称之为地狱也不为过 嗨嗨 我口干了 等下再说吧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沈龙轩三人 岂能不知道刘长老的意思 纷纷拿出美酒灵果孝敬 并不是他们愿意如此 而是这关系 到了他们的生命安危 不得不贿赂 你们是我接手的 最懂事的弟子了 刘长老高兴地说道 哎呦 这是九长老的温灵酒 不错不错 没想到人来封 你是九长老的弟子啊 啊 这是十长老的穷江玉叶 丹大雷应该是十长老的弟子 没错了 嗯 这些灵果就普通了一些 不过好歹也是四阶的 不错不错 刘长老挨个点出了九十的来历 对人来封和甘大雷 明显另眼相看 毕竟那门十大长老的弟子 但对沈龙轩却颇显冷淡 这也是人之常情 沈龙轩并不在意 不过人来封和甘大雷可不这么想 他们觉得 沈龙轩比他们还要厉害 刘长老 那有没有什么破解之法呀 别到了严谷就把小命搭上 那可就得不成失了 刘长老喝了口酒 慢慢说道 你说你们两个有那么好的师父 为什么不好好学呢 真是浪费资源 不过看在你们这么懂事的面子上 等到了之后 我与严谷的管事谷主说一声 给你们开开绿灯 还是可以的 谢长老 八日后 大鹏鸟飞到了海边的区域 所以需要休息一天 之后再一口气飞到严谷 这种飞行妖兽 能连续十天飞翔而不休息 但是十天后 恐怕已经在海上了 所以提前休息 路上三人分别看到了自己的家乡 不过刘长老丝毫不给情面 拒绝了三人回家探视的要求 原来他们三人的国家 都是相邻的 这让他们有种相识恨晚的感觉 休整一日之后继续赶路 这时沈龙轩怀里 一直沉睡的风雷兽醒了 他一次吞了四颗中品零食 因为能量过大导致了沉睡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此时醒来伸出小脑袋 却发现在海上飞行 这家伙感到很新奇 因为他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就待在龙武宗 从来就没出来过 他爬到了沈龙轩的肩上 四处张望 龙轩师弟 这小家伙真可爱 是你的宠物吗 任来峰注意到了风雷兽 问道 算是吧 小雷 打招呼 沈龙轩给风雷兽取了个名字 叫起来方便 只见这小家伙呜呜两声 算是打过招呼了 身形变小的风雷兽 显得特别可爱 很难与风雷兽 那么狂暴的家伙联系在一起 所以 包括刘长老也没认出来 内门弟子是可以训养妖兽的 所以对此三人也并不奇怪 但是这么小的妖兽 还是头一次见到 你这小子倒也奇葩 训养这么一只小妖兽能干什么 真是浪费 刘长老不屑地说道 沈龙轩也不反驳 一时间场面略显尴尬 干大雷笑呵呵地问道 刘长老 听说妖兽到了一定的级别 可以变换大小的 是不是这样 嗯 这倒是有 不过需要在五王镜以后的实力才有可能 这小东西 明显只是三阶妖兽 根本不具备这能力 刘长老回道 沈龙轩听到刘长老不屑的话 心中反倒一喜 看来当初选择紫色的蛋 真是对了 这小家伙不简单 时光流逝 潮汐之间又是五天过去了 四人都已经进入了修炼状态 还有两天就要接受地狱的考验了 他们都希望把状态恢复到巅峰 一呼一息间 磅礴的天地灵气呼啸而至 到达五十境 不释放战魂也可以修炼 只不过速度要慢上很多 但是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几人还是没有召唤战魂 沈龙轩注视着体内的黑色漩涡 就在刚刚 他好像感觉这东西颤动了一下 仔细观察又没什么动静 沈龙轩放下心来 他继续前行修炼 又是两天的时间 四人全都从修炼状态恢复了过来 远远的已经看见一片四周挥鹤 中央赤红的岛屿 并且岛屿的样貌很奇怪 四周高高隆起 中间红色区域却深深凹陷 真的就像一个山谷一样 不过 这里根本没有绿色的植物 显得死气沉沉 沸腾 蒸蒸白气生腾而起 笼罩在岛屿的上空 这让死气沉沉的岛屿 更增添了神秘 就仿佛一头巨兽张开了大口 要将人吞噬 终于到了 你们三个小子 可以享受岩谷的生活了 刘长老如获重世地说道 刘长老 别忘了跟谷主多美言几句 您的恩情 我们莫尺难忘 人来风又塞过去一百枚零食 嗯 好说 好说 眼看着离岩谷 还有几千丈的距离 大鹏鸟开始降低高度 慢慢地滑行而落 就 就在这时 一边突起 一声高昂的鸟叫声传来 刹那间 眼前出现密密麻麻的黑点 两个呼吸的时间就迅速放大 那竟是一只只巨大的凶鸟 轰鸣而来 该死 怎么会碰上它们 小子们 我们遇到麻烦了 自求多福吧 刘长老惊慌地说道 刘长老刚说完 浑身气势彻底爆发 浩荡声微激荡着气流 身下的大鹏鸟 仿佛也感受到了危机 不住地鸣叫 刘长老 这是什么 人来风惊恐地说道 这是海面上最恐怖的存在 被称作空中的死亡军团 突救兽群 他们单个的 有二阶妖兽 也有三阶妖兽 可是聚集到一起 就算我也没有胜权 一定要保护好脚下的大鹏鸟 如果我们掉进海里 谁也活不下去 希望我们能坚持到着陆 已经不用刘长老解释了 因为突救兽群 马上就到眼前了 一只只眼睛血红的 秃顶巨鸟 平展着翅膀 足有五丈大小 嘴巴和利爪都闪着寒光 警告着几人他们的锋利 在兽群的后方 俨然有一只 斩翅十丈的巨大突救 那嗜血的眼神 令人不寒而栗 我发誓 要是能活着走出阎谷 肯定努力修炼 我再也不想来这破地方了 先有命到阎谷再说吧 我们里阎谷还有三千丈 拼命吧 不对啊 这群突救的等级好像更高 后面那只大的 已经有五王镜的气息了 刘长老的一声惊叫 让三人都捏了一把汗 纷纷抽出武器 身上修为瞬间爆发 将大鹏鸟牢牢地护在气中 沈龙轩低头看向海面 深蓝色的海水中 密集而庞大的身影 在气中游动 可想而知 如果掉落海水 必死无疑 刹那间 突救群临近 刘长老凭空飞起 肥大的身躯 散发出磅礴的气势 一双肉掌如风车般飞舞 展现出惊人的实力 他冲起后 直接化为一道 刘光冲向最后方的巨型突救 只要击败王者 这兽群就会散去 所过之处 就如同下了一阵血雨 路途上的突救全部殒命 但是这兽群的数量太多了 这点死亡根本不算什么 更恐怖的是 死去的突救 立刻被他们的同类撕食干净 连根毛都没剩 那血腥的场面 让人从心底里面发出 刘长老终于冲到了 巨型突救的身前 一时之间 一人一兽站在一处 身材比例的差距 并不影响力量的发挥 一方方十几张的掌印 犹如实质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威能 轰向突救王 然而 那看似庞大的身躯 却灵活多变 轻而易举的 就闪开了攻击 紧接着双翅一挥 两道巨大的锋刃 如洪流般冲杀向刘长老 斩破空气 空间都有丝丝裂缝产生 威力之大 所向披靡 灭处 受死 刘长老大喝一声 双掌间不断凝聚灵力 一股毁灭的波动 不断地产生 越来越强烈 眨眼间 一个光芒闪耀的光球 出现在双掌之间 波动掌 只见它双掌猛然前推 那光球瞬间暴涨十几张 就像一个巨大的波动光球 轰然而出 煞时间 空间一阵剧烈震荡 空气因为被压迫 而发出阵阵暴鸣 身边的小突救 全部被压成击粉 下一刻 光球与锋刃轰然相撞 刹那间 如绚丽的烟花爆炸 一团漆黑的蘑菇云 升堂而起 剧烈的冲击波 直接划过几百丈的虚空 其中的突救 全部在这一击下殒命 连惨叫声都没发出来 就已经烟消云散 但是这一击并没有杀死突救王 只是轰掉了几根毛 但是却激起了 这妖兽的凶性 血红色的眼睛 闪现出一股暴虐 救 只见这只突救王张口一声尖笑 形成的音波 宛如一把利剑凭空而出 暴冲向刘长老 速度太快 想躲已经来不及 刘长老单臂刨袖一挥 立刻在身前幻化一道光芒屏障 看似猛烈的音波 居然没有破开屏障 便消散了 哼 让你尝尝厉害 刘长老 接着单臂又是一挥 一股磅礴的灵力透体而出 压迫空气痴痴作响 紧接着那道光臂 立刻化作一柄惊天之刃 一刀砍下 突救王剑一击无效 立刻暴怒 他身上羽毛抖动 一股玄妙的气息瞬间升起 其实从刘长老飞身而出 到现在看似漫长 其实只不过两个呼吸的时间 那些死去的突救爆出的血雾 伴随着突救王的抖动 居然不在下落 而是迅速地凝聚起来 飞向他的身体 更有甚者 离他近的突救 身体突然爆碎 化作一团团血雾 飞快地在他身边 凝聚成一只血色身影 揪欧 这身影仰头一声长啸 一头冲向砍下的巨人 轰轰轰 一串串震耳欲聋的暴鸣之音 响彻天地 眨眼间 刘长老再次与突救王站到一处 战斗的余波 让他们身边再无活物 在天空中 就像耀眼的太阳 巨大的威压 狂暴的力量 让空间都出现了丝丝裂缝 惊险至极 沈龙轩三人 可没这么大的本事 他们已经被数万只突救团团包围 密密麻麻 根本看不到外界的天空 人来封五十进六重的修为 轰轰爆发 一把穿云剑 剑出穿云 密集的剑光牢牢地护住身体 每时每刻都在斩杀着该死的突救 这样我们不得活活累死吗 得想个主意冲出去啊 人来封高声喊道 丹大雷听事听见了 可是这家伙 被上百只突救围在中间 正在全力拼杀 他用的是一把长枪 长枪上滞留着六丈枪芒 他也是五十进六重的修为 但是这种场合 对于长枪明显不适合 相比于剑 失去了了更多的灵动 所以他只能依靠浑厚的灵力 苦苦支撑 一时之间 长枪上电芒闪动 打开大河 每一枪刺出 都如一条巨龙翻腾而出 必有几只突救与命 我也想啊 你快跟这群家伙说说 给我让条道 我去救你 你是光头 他们也是光头 你们是一家人 还是你去说吧 沈龙轩被这两个家伙逗乐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时间说笑 真是两个乐天盘 沈龙轩此时的形象 完全颠覆了其他两人的看法 原本只觉得 沈龙轩是一个 五十进三重的小家伙 面对危机 很快就会向两人求救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自始至终 沈龙轩都能从容应对 并且还非常的暴力 只用拳头对敌 奇怪的是 他每一拳避轰爆一只突救 不管击中突救什么位置 都能让那庞大的身躯 化作血舞 靠 你小子太变态了 你这是什么 金刚不坏之身吗 你真的是五十进三重 我看你比我们两个还牛啊 事实也正是如此 沈龙轩的动作 看似简单粗暴 但是 那可是需要强大的力量 作为支撑的 那突然间爆发的力量 至少得超过五十进七重 才有可能将突救 一击成血舞 别看只差了一重境界 但完全是天地之别 他们三人 只是护住了 大鹏鸟上面的突救妖兽 可是下面还有很多 沈龙轩 指得时不时地 扔几颗爆裂单解围 多亏大鹏鸟 也不是吃素的 利爪挥舞 也能制造大规模的杀戮 就 就在这时 三人听见一声高昂的鸣叫 只觉得尖锐刺耳 可是眼前的突救 却变得无比的暴动 身上的气息 突然节节攀升 攻击力瞬间提升一倍以上 三人压力倍增 这是什么鬼嚎 这下惨了 丹大雷一声怒吼 这一变动 彻底引发了突救群的暴动 这些突救 红着几乎能滴出血的眼睛 冲向沈龙轩三人 他们根本不在乎同伴的死亡 有很多突救 都是被他们自己杀死的 同样尸体 被吞噬干净 但是这种现象 并没有持续多久 几只吞噬很多尸体的突救 进阶了 沈龙轩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这几只进化的突救 虽然没有达到四阶 但是也已经很强大了 远非三人所能敌 两位师兄 这次真的拼命了 沈龙轩高声喝道 他手中光芒一闪 一把五彩神剑赫然呈现 身形闪动间 一道道五彩剑芒 刹那间飞出 任来风吃了颗丹药 看到沈龙轩的身影后惊叹 这家伙不仅力量惊人 连剑法也如此犀利 到底是什么怪物 此刻他觉得 沈龙轩比进化后的突救 还要可怕 一只进化后的突救眼神 锁定了沈龙轩 一声嘶叫猛冲而来 双翅山洞间 一道道风刃先发而至 沈龙轩脸色无比凝重 这将是一个劲敌 力敌肯定打不过 只能智取 但愿这妖兽 没有多高的智慧 烈火剑法 一道十丈长的火焰剑芒 冲天起 临近的突救 纷纷被这火焰灼烧成灰烬 可是这道剑芒 在阻挡了十几刀锋刃后 轰然消散 此刻 这只大突救已然临近 沈龙轩遥看 两人一眼 他们同样被两只大家伙围困 当下心中一横 提借而上 一道道五彩剑芒 如彩虹般绚丽耀眼 普通的突救沾边急死 即便稍稍被波及 也是重伤逃命 但是对上进化后的大突救 明显没有这种效果 这家伙的气息还在上涨 相信不久 应该真正突破至四阶妖兽 大突救速度极快 一爪扎疯狂地 撕扯着沈龙轩的身影 但是他每次都能在 千军一发之际闪开 并且 身形开始变得飘渺起来 五行剑也是飘忽不定 一股股玄妙的气息 扩散出二十几张 连人来风和干大雷 也被搞猛了 刚才还是狂猛如爆雷 可马上变得飘渺无踪迹 这转变太突然了 让人接受不了 小师爹 你真了不起 两套截然不同的剑法 居然能一起施展 沈龙轩是有苦自知 两套剑法的强行转换 他也很受伤 如不是身体强悍 恐怕自己就先趴下了 大突救更是像受了刺激一般 或锋刃 或锯爪 或撕咬 无所不用其极 巨大的身形 瞬间将沈龙轩掩盖 哄 莫然 一声乍响 沈龙轩的身形被重击而回 转瞬间就要掉下大鹏鸟的身躯 小师爹 小师爹 人来风和干大雷狂呼 无奈身边的突救太过凶猛 该死的 我跟你们拼了 人来风猛然间高高跃起 一股恐怖的波动 自他的身体散出 他的身上更是有狂风涌动 风之剑 绝杀 刹那间 天地间无形中狂风暴起 一道道金式的剑芒横空而起 一共九九八十一道六丈剑芒 支撑一张大网 形成绝杀大阵 一时之间 血雨纷飞 残枝断翅不断洒落 在如此密集的突救群中 这一击 至少造成了数百只妖兽的死亡 人来风身边的突救瞬间一空 他闪身向击飞沈龙轩的大突救方向 飞跃而去 畜生 还我兄弟命来 甘大雷却被净化的突救紧紧缠住 试了几次都无法脱身 只能高声狂呼 人来风 替我多砍那畜生几件 替小师弟报仇 虽然三人认识才不过十几天 但一路上 沈龙轩已经获得两人的认可 此刻眼见师弟陨落 岂不疯狂 远远的人来风 就劈出一道剑芒 飞向那只大突救 这家伙却掩路凶忙 似是感觉到了危机 再次吞噬周围的突救 哄 剑光斩落 却丝毫没带来伤害 关键时刻 大突救彻底进化成了四街妖兽 强悍的气息 瞬间将剑光弹开 救 一声怪叫 如闪电般冲向人来风 抑郁厮杀着小小的人类 人来风彻底绝望了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眨眼间就被进化的突救击飞 顺着沈龙轩掉下的地方跌落 人来风 甘大雷声泪俱下的狂吼 没想到这次的相识 却成为永别 啊 就在这时 一只巨大的风雷兽突然间飞起 身上雷光闪动 狂风云及 他的背上赫然站着一人 沈龙轩 只见他微微一笑 放下手中抓住的任来风 淡淡地说了一句 师兄 让我来 任来风还没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只听沈龙轩说了一声 爆 就见那只因为刚刚突破到四街 而张牙舞爪大突救 身体突然停在空中 眼神中人性化地出现了恐惧之色 砰砰砰 一连串的闷响 从他的体内传出 这只大突就一声惨叫 从天空中跌落 还没等落下就轰的一声 炸成粉末 这 小师弟 这莫非是你做的 人来风脑筋有些转不过来了 等会再说 我们去帮大雷师兄 沈龙轩二人 重新回到大鹏鸟的背上 三人终于会在一处 此时已经离颜谷不到千丈的距离了 过了这千丈他们 就算安全 所以三人拼尽全力 各出绝招 斩杀着身旁的突就 眼见着离颜谷越来越近 三人终于放下心来 一边吞服丹药 一边观察周围的形势 也不知道 到底斩杀了多少突就 总之天空上渐渐透过了光亮 围攻他们的突就 渐渐变少 终于能看到外界的刘长老 此刻刘长老浑身染血 那只突就王也是羽毛凋零 浑身血迹斑斑 四阶突就王 居然如此厉害 沈龙轩很庆幸自己的果断 否则三人肯定全部丧生在 那只刚刚进化成功的大突就口中 他当时施展的5G正是逍遥剑 这是一种可以制造领域的特殊剑法 领域内可以毫无声息地 将剑气注入敌人的身体 剑气在体内爆发 和在外面完全不同 杀伤力更大 威力更惊人 所以才击杀了大突就 而刘长老对战的突就王 刚才施展吞噬秘法 将实力提升至四阶的巅峰 与这只被杀死的 完全没有可比性 所以刘长老才会如此费力 只见一人一兽的战斗 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 双方都在以命相搏 三人有心帮忙 却无力应敌 而且刘长老已经开始出现败事 如果那样 三人可就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 两位师兄 这几颗爆裂丹你们收好 关键时候就这样 沈龙轩伸手弹出一颗三阶的爆裂丹 哄 爆炸范围接近十丈 其内的突就立刻被清理一空 靠 师殿 有这东西 你不早点拿出来 你傻啊 这种东西当然很难得 师殿 你对我们这东西 你想要干嘛 只见沈龙轩召唤过风雷兽 一步踏上 道 我去救长老 看着沈龙轩远去的身影 甘大雷与人来风静无言以对 他们发誓 这是有生以来 听过最霸气的一句话 小师弟能不计前嫌的 去救刘长老 真是了不起 哎 不知道刘长老会怎么想 他看不起的人和宠物 居然去救他 想必心里肯定很精彩 此刻沈龙轩已经一路披荆斩棘 冲到了刘长老的不远处 刘长老 我来助你 刘长老听见声音 以为是岛上来人了 回头实践是沈龙轩 心中真的像人来风所说 五颜六色的 他手中连拍出数十掌 郑重地说道 我有一武技 需要一息时间准备 你能做到吗 刘长老 我尽力 只见沈龙轩手中剑光一闪 五行剑在手 面对突救王 他丝毫不敢大意 体内五行灵力疯狂地奔涌 一股股狂暴的气息喷涌而出 手中的五行剑更是金光大圣 身上一道锋锐的剑意冲天气 此刻的沈龙轩 就像一柄立于天地间的利剑 锋芒毕露 剑气逼人 连刘长老都为之动容 他对先前自己的不屑感到脸红 这小子居然是深藏不露 剑意啊 真的是了不起 金之剑意 就是锋锐之意 是一剑可斩断世间一切的意志 这股意志 甚至连空气都被拦腰斩断 金刚剑法 沈龙轩一跃而起 一道锋芒毕现的锐利剑光 穿破空气 劈砍在虚空 却眨眼间出现在突鹫王身前 快 这道剑光太快了 突鹫王一声鸣叫 召唤出一道封闭阻挡在身前 眼中却是露出了不屑 他感觉这个人类太弱小了 根本没当回事 起料 这道剑光吃的一声穿过封闭 就如同刀切豆腐一般流畅 狠狠地砍在他的身上 扑吃 黄包的剑芒切开了他的翅膀 鲜血像泉水般喷出 金之剑意瞬间冲进他的身体 大肆地破坏起来 狗 吃痛的突鹫一声怒鸣 翅膀一扇 就冲着沈龙轩而来 速度飞快 此刻一旁的刘长老 已经开始准备武器 他的身体正在透出一股奇异的波动 然而此刻的突鹫王 完全被沈龙轩激怒 不顾一切地想要撕碎他 沈龙轩身在空中 顿时一片金光喷波而出 覆盖住了他 整个的身体 一股更加恐怖的气势撼动八方 直冲消汗 野蛮冲撞 下一刻 沈龙轩金色的身影 化作一颗流星 轰然撞在突鹫王翅膀的伤口上 煞时间 羽毛纷飞 血雾喷涌 那道伤口 一下被撕裂开几倍大小 一只翅膀几乎折断 突鹫王的身体 顿时失去了平衡 庞大的身躯 勉强维持 没有掉入海中 沈龙轩暗道可惜 他此刻可不会飞 撞上突鹫王之后 借助反弹之力 他退后了石树杖 就在身形即将下落之时 一把爆裂丹 瞬间出手 小嘞 还没等突鹫王反应过来 风雷兽闪电般飞过 沈龙轩已经拉着 风雷兽的身体远去 轰隆隆 紧接着 一声声闷雷般的爆炸声 接连响起 瞬间就把突鹫王 淹没在其中 沈龙轩知道 这不足以杀死他 但是一期的时间已过 他能做的 就只有这些了 此时的刘长老 已经准备完毕 周身灵力全部灌进双掌 一股四山月的掌镜 排山倒海般拍出 山河掌 一声爆喝 从刘长老口中传出 他身后 默然呈现山河大地的虚影 而那狂暴的掌印 早已突破空间 轰然落在挣扎中的 突鹫王身上 轰轰轰 空间震战 冲击不断 恐怖的冲击 扩散出千丈以外 突鹫王再也没了声息 残躯直直地掉落海中 立刻被海中的妖兽吞噬 天空中的突鹫群 在没了突鹫王后 他们已经没有首领 一哄而散 四人摊坐在大鹏鸟的身上 不停地喘息 一幕幕的惊险 还在脑海中回忆 人来风一巴掌 拍在沈龙轩的肩膀上 啊 小师弟 你真是深藏不露啊 是啊 没有你 恐怕 这次 咱们没到 阎谷就先死翘翘了 还有你那小宠物 厉害 面对两人的夸赞 沈龙轩微笑不语 刘长老却在一旁恢复伤势 大鹏鸟有几人的保护 倒是没受什么伤害 不一会就到了岩谷上空 一阵盘旋后落了下去 刚出虎穴 又入火海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老天这样惩罚 别抱怨了 自己不努力怨得了谁 以后我一定好好修炼 不辜负宗门的希望 此刻刘长老带着三人 走在环形的小路上 慢慢深入岩谷 这小路是环岛而建的 走在上面可以感觉到 这热的空气扑面来 透过浓浓的白雾 终于看清了小岛的真面目 中间的红色区域 可不是什么石头 而是炙热的岩浆 不时的 还有一个个大气泡 从中冒出 喷涌出纯白色的气体 沈龙轩见此情景也是哑然 因为那白色的气体 分明就是龙脉之气 打死他也不敢跑到龙岩中去修炼 除非疯了 继续行走了一阵 脚下的路滚烫 人来风正在一步一跳地走路 据说脚上已经被烫了几个大炮 几人的全身像水洗的一样 汗水滴落在地 瞬间就被蒸发成气体 到了 就在几人有些坚持不住时 刘长老终于开口说道 只见他拿出龙武宗的令牌 在山壁之上的一处凹槽上一扫 嘎嘣嘣一阵乱响 一道大门凭空出现 刘长老抬步跨境 三人相视一眼赶紧跟进 此时的人来风和干大雷 不得不运转修为 来抵御这股炙热的温度 真是地狱啊 这是要把人争熟了吧 人来风嘟囔着 进门之后石门自动关闭 完全看不出那里有道门 一条深邃的通道 呈现在众人面前 墙上镶嵌着一颗颗火红的石头 照亮了通道 入口处 一位身材矮小的中年人 正在打瞌睡 似乎是听到了开门声 慢慢地睁开眼睛 随即亮起惊人的眸光 此人身材虽然矮小 但是气息却如一头暴龙 脸如心盘面如玉 浓眉大眼 竟是一位标准的美男子 刘豪兄 好久不见 今天又送来什么货色啊 此人铿枪有力的声音响起 人来风一撇嘴 什么叫货色啊 我们世人 星月兄 这三个弟子真的不错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一番 刘豪随即把遇到秃鹫群的事说了出来 更是把惊心动魄的场面 描绘得淋漓尽致 星月长老时不时地打量三人 当眼神落到沈龙轩身上时 道 你的实力最弱 应该买些防护 丹药之类的东西 来 我这里应有尽有 看看有什么需要的 这也就是刘长老说了 所以特殊照顾 别人求助我 买我都不乐意卖他们 星月长老右手一挥 地上瞬间铺满了凌王满目的商品 回气单 寒冰甲 刀 枪 剑 挤等等 就如同一个杂货铺一样 这是万年寒冰 甘大雷今生叫道 小家伙 见识不少啊 怎么样 在这酷热之地 有这样一块寒冰护体 会少很多痛苦 只卖两千零食 买了吧 绝对不会吃亏 也不会上当 星月长老推荐道 听着琉璃的推销话语 沈龙轩打死也不相信 这星月长老 只把商品卖给三人 看来人真的是不可貌相啊 两千零食 贵是贵了点 那个寒冰甲怎么卖 人来风问道 小家伙真有眼光 这可比寒冰强多了 穿上之后通体冰凉 绝对不再会受到炙热的烘口 只要一万零食 星月长老口若悬河地介绍着商品 连一瓶回气单都要一百零食 比外面贵了几十倍 说不黑都对不起良心 最终人来风和干大雷 花了三百零食 每人买块千年寒冰 虽然效果差点 但总能抵挡住酷热了 小家伙 你确定什么都不买吗 星月长老对着沈龙轩说道 沈龙轩倒是想买 可是他的零食都要用来升级战魂 他可能是最穷的练零食了 你看你的小宠物都热得受不了了 你不买也为他想想啊 见沈龙轩摇头 星月长老再次蛊惑道 哎 没有零食啊 沈龙轩叹道 没零食不要紧 可以赚 严谷五斗场每天都有赌赛 赢了比赛就有零食了 你的修为低势低了点 不过看你气血浑厚 剩个几场应该没问题 沈龙轩不觉眼睛一亮 接着星月长老再次说道 别的买不买没关系 不过这本严谷通鉴 你们必须要买 这关系到 你们在严谷的生存问题 里面涉及到了地图 妖兽 灵物 最主要的是 还有任务攻略 因为是神石烙印 所以一份严谷通鉴 只供一人观看 见三人心动 星月长老继续说道 念在你们是龙武宗来的 我可以给你们打个八折 二百零食一本 要知道 在这座岛上 只要完成岛主 每天下发的任务 什么都不限制 也就是说 你们懂的 三人被唬得一愣一愣的 任来风和甘大雷 乖乖地掏出零食 各买了一本 沈龙轩虽然不舍 但有了这东西 也许就多了一次活命的机会 想想还是拿出 两块中品零食 这是 中品零食 乖乖 你小子还说没钱 星月长老一把抢过去 势如珍宝 任来风两人已经习惯了 并不觉得怎样 刘豪长老 也眼睛放光地看着沈龙轩 中品零食 不单单是其中的零力 提升了百倍 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那也就是说 沈龙轩的背后 很可能有位中品练零食 三人被安排了房间之后 星月长老两人暗笑着去喝酒了 这次收获可不小 一千多枚零食入账 想想两人就高兴 沈龙轩打量着房间 只有几丈方圆 就像一个小牢狱 但这样的一个房间 也要每天十块零食的费用 四周都是红褐色的石头 但是别出心裁的 在石壁上开了一个小窗子 金石镶嵌 透过金石 看到外面的居然是大海 蓝色的海水折射着阳光 倒也不失为一道风景线 最主要的是 可以看到海中游来游去的妖兽 但是它们都不靠近 因为盐谷小岛周围的海水 都是沸腾的 温度高的离谱 如果不时刻运转零力 谁也受不了 沈龙轩的肉身算是强悍了 但也要时不时地运转一下五行灵力 来抵御这酷热的环境 沈龙轩打开盐谷通见 星月长老确实没有说谎 关于盐谷的所有信息 基本上都在这里 盐谷被分为五大区域 修炼区 任务区 交易区 比斗区 休息区 每个区域又分为低 中 高三级 低级区域也不是免费的 中级和高级 都要花更多的钱才可以进入 包括他们现在的休息区 待遇也是完全不同 总之在这里有零食 就有天下 没有花钱买不到的东西 甚至人命 任务 都可花钱购买 这里就是这么简单 粗暴 但首先就要赚取零食 有三种方式 其一是比斗区的比武场 上场比武赢了 自然可以获得零食 读比斗者的输赢 一样可以获得丰厚的零食 其二 就是击杀严兽 采集零财 回到交易区出售 其三是最快 也是这里的人常用的方式 打劫 只要不是安全区域 这样的事情随处可见 但是在安全区域 谁也不敢动这样的念头 因为这里有一个恐怖的谷主 修为深不可测 震慑群雄 此人就是龙武宗的 但是作为阎谷的谷主 他从不偏袒任何一方 只要是犯了规矩 任何一个宗门的弟子 照杀不误 剩下的 就是三宗派来的长老 目的就是制约 前来受罚的弟子 免得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里面还有一张详尽的地图 标注得非常清晰 连什么地点 什么东西都清清楚楚 真是厉害 沈龙轩也惊叹一声 在休息区的中级范围 每天要支付一百零食 听说里面的待遇 好的不得了 在高级范围 每天要一千零食 除了沈龙轩 不知道什么人能住得起 所以 那里什么样没人知道 一直到天黑 沈龙轩才把书中的内容 观看完毕 之后这本《阎谷通鉴》 便化为光点消散了 但是这本书 却清晰地印在了他的脑海 这就是过目不忘的好处 一日 沈龙轩从修炼中醒来 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灵力 比平常修炼增加了一成 难道这里 还是一处修炼的宝地不成 所有弟子出来集合 三夕之内不道者 展 正在这时 一道雷霆滚滚的声波 穿透整个岛屿 清晰地传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沈龙轩身形一闪 飘出房门 跟着人群 以闪电般的速度 来到了任务区的外围广场处 广场上 一人如山峰一样立在当场 身形挺拔 气势飞腾 隐隐地有股霸道的气息 冲天起 震动苍穹 这是雷霆之威 此人居然领悟了雷电意志 而且比自己的建议 好像高了很多 沈龙轩惊叹 三夕已过 轰隆隆的声音再次响起 此人每次说话 都跟打雷一样 震耳欲聋 众人身后 突然传来两声惨嚎 原来两个 落在后面的人被轰杀了 之后 两人提着两具尸体 来到广场 砰的一声扔在地上 所有老人都是一脸敬畏 唯独新来的一脸震惊 两个新来的 心中一惊 赶忙看去 并不是人来封二人 这才放下心来 原来 刚刚被遣送来的 不仅仅是他们三人 其他两大宗门 也有弟子被送来 这里是三大宗门 联合管理的一处 被称为地狱的训练营 所以 那两个人 很可能是其他两大宗门的 靠 真傻呀 看来这里 被叫做地狱一点都没差 只是稍稍迟到一点就被宰了 太怨了 小点声 你们是新来的 慢慢就懂了 此时 三位轻衣管事并排而立 所有人都感觉到 就像三座大山耸立在眼前 浓厚的压迫气息 让人不寒而立 这就是谷主手下的三大金刚 秀为据说都是五王境巅峰 手段很辣 遣送而来的弟子 无感不从 中间那个满身雷电的 叫萧一峰 出身龙武宗 是三大金刚之手 左边那个光头 一脸落腮胡子的 叫庞红阳 出身龙虚宗 三大金刚中排名第二 右边那个身材瘦小的 就是龙妙宗的汪星月 这三个人 是谷主段金魂的得力干将 把控着整座严谷的运转 当然了 他们旗下也有些管事协助管理 千万不要得罪 因为在这里 他们这些人有生杀大权 一些老人 在给自己宗门下的新人介绍 他们都是过来人 对严谷的形式 了解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不听命令的下场 我告诉你们这些懒猴子 在这里我说到 你们就一定要做到 只要完成我们的任务 你们干什么我都不会管 你们之所以 被宗门扔到这里 就是因为懒惰而没有长进 到这里 我就要拔掉你们的懒毛 去掉你们的懒根 成为出类拔萃的人 否则死都别想出去 萧一风如雷滚滚的声音 传进每个人的耳朵 这次你们新来的 一共是十九人 哦 我忘了 刚才死了两个 还剩十七人 希望你们能活过七天 好了 庞师弟 交代一下今天的任务 旁边的庞红阳上前一步 道 今天的任务 就是为新来的弟子所设 刚才杀人 可能让你们感觉心寒 所以 接下来新来的就去环岛跑 让你们暖和暖和 记住 不准动用修为 为令者 斩 一股骇人的气势升腾而起 如海浪一样 波涛汹涌 所有人都是胆战心惊 沈龙轩也不例外 这里拿人命 根本不当回事 想活下来 就要快速地提升实力 懒猴子们 听明白了吗 庞红阳一声大吼 震醒了所有人 听明白了 沈龙轩等人赶忙答应 生怕晚了 遭到灭杀 其他人依然去猎杀岩兽 暗级别提交数量 完成任务 可以自由活动 但要随时后命 去吧 庞红阳说完 广场上的千号人 一哄而散 只留下十七个 新来的弟子 不知所措 你们是不想活了吗 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环岛跑 绕着这座岛屿的最外围 跑到我满意为止 三夕时间 还在我眼前的 斩 十七个人瞬间展开身形 奔向来时的路 一道道残影过后 广场上再无他人 这些猴崽子 每一个天赋都是极猴 不这么吓唬一下 还真激发不出来 师兄的这招 可是百事百灵 从来没有穿帮过 你们两个快起来吧 只见刚刚被杀死的 两个人站起身 笑着跑开了 沈龙轩等人冲出石门 一路狂奔 终于跑到了小岛的外围 这里居然有条 不满石子的跑道 王阳师兄 你说 我们要跑到什么时候 那个大光头说 跑到他满意为止 我哪知道 要跑到什么时候 这里太恐怖了 我要是能活着回到宗门 一定痛改前非 努力修来 绝不辜负宗门的期望 这也是所有人的心声 但沈龙轩却除外 不过他来这里 就是为了磨练自己的 这时人来风开口说道 众位师兄师弟 我们虽然来自三大宗门 但此刻我们要同气连枝 应对三大金刚 哼 说得好听 你们龙武宗 何时帮助过我们两宗 这次算你们倒霉 就来了你们三个 等肉完了 你们就等着挨收拾吧 是啊 谁跟你们同气连枝 我呸 啊 沈龙轩三人不再说话 对方十四个人 有两个武士进七重的 五个武士进六重的 七个武士进五重 这种实力 他们不是惹不起 而是刚开始 不想树敌而已 猴崽子们 你们的速度太慢了 我来帮你们提提速 突然在天空上 出现了大光头旁红阳的身影 这家伙食指连点 一道道灵力射向众人 灵力中所蕴含的能量 让沈龙轩就感觉 一阵头皮发麻 这绝对能一击 秒杀了自己 他不再管其他 完命地窜了出去 轰轰轰 一声声乍响 地面上暴响连连 乱石纷飞 打在身上疼得众人 哇哇乱叫 奔跑的速度 煞事提升了一倍 这才像点样 保持这个速度 谁慢下来 就丢海里喂鱼 庞红阳这句话刚出口 海里真的跃出一只 庞然大雾 足有十几丈长的一条大鱼 轰的一声落入海面 激起无边的海浪汹涌 妈呀 我可不想死啊 喊也没用 快跑吧 虽然武士静的身体 已经非常强悍了 拥有几十项的力量 但是这种近乎极限的速度奔跑 时间一长也是吃不消的 更何况 岛上炙热的气温 不用灵力抵抗 已经难以忍受 所以很快就奋出了高下 沈龙轩脸 不红星不跳 匀速奔跑 两个武士静七重的舞者和人来风 还有干大雷紧跟其后 其余武士静六重的稍稍落后 武士静五重的跑在最后 那个武士静三重的小子 难道修炼过身体 他怎么这么能跑 只是强壮一点罢了 但是那又怎样 以我们的修为 还怕他不成 两个武士静七重的家伙 相互传音道 好了 今天到此结束 明天继续 一直到天黑 庞红阳才喊道 十七个人就跟傻袍子一样 在这条环岛的小道上 整整跑了一天上 一个个累的趴在地上 一动都不想动 沈龙轩却知道 这是修炼的最好时机 所以他掺着人来风 和干大雷回到了住处 召唤战魂 开始修炼 夜半时分 沈龙轩突然醒来 浑身疲惫一扫而空 体内灵力猛涨了一大截 之后他悄悄出门 来到了阎谷的最深处 就是熔岩区域 这里有龙脉之气 正好可以修炼悬悬龙变 通过一天的奔跑 和炙热空气的灼烧 他感觉到 悬龙变的瓶颈有了松动 所以才冒险前来 据阎谷通鉴上介绍 这里有三阶的阎兽 非常的凶猛 比一般的三阶妖兽 强大太多 可以说这里相当的危险 万幸 周围没有岩兽的出没 沈龙轩来到熔岩湖边 一股股热浪扑面来 表面上看 这熔岩是暗红色 可是当有气泡冲出的时候 就会发现 里面都是炙白色 上面还附着着淡蓝色的火焰 这种温度 即便是铁块 也会瞬间蒸发 运转玄龙变 手掌瞬间变成金色 他将金色的手掌 慢慢地靠近熔岩 炙热的温度 让他的手微微颤抖 一咬牙 手掌探入其中 四 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 只是感觉有些烫而已 却没事 继而 他将全身都变成金黄色 慢慢地沉入岩浆之中 只露出头部在外面 运转玄龙变功法修炼起来 玄龙变功法中曾提到过 修炼到小城时 可拥有龙铃之身 他现在的阶段 只能算是入门而已 他觉得 如果突破这一瓶颈 即便达不到小城 也会令自己的肉身 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时间飞逝 转眼一个时辰过去 沈龙轩依然沉在熔炎之中 此地的龙脉之气异常猛烈 已经接近他的极限 但是他知道 这层瓶颈就要突破 现在只不过是在 继续突破的能量而已 因为他发现 刚刚炼化的龙脉之气 并没有融入肉身 而是一直储存在筋脉之中 突然体内传出波的一声 一阵镜子破碎的声音响起 体内的龙脉之气 像是得到了宣泄 冲向了一条新的经脉 流转之后 化作一个个金色的符纹 融入周身血肉之中 眨眼间积蓄的能量 一扫而空 沈龙轩猛然睁开双眼 符纹的光芒一闪而眉 身体响起一阵疲乏 只因 一股久违的力量感 再次出现 他一拳轰出 拳头上竟然有金色的符纹出现 一条熔炎巨龙猛然冲起 直到百丈外才轰然炸碎 激起一道又一道蓝色的火焰 沈龙轩回到岸边 才看清周身的金色光芒 被一个个金色的符纹取代 这些符纹 就像一片片灵甲覆盖身体 他微微一笑 换了套衣服 心中暗道 相信这玄龙变功法离小城境界 已经不远了 回来之后 觉得精力充沛 所以开始凝练灵石 这一试验之下再次惊喜 由于肉身再次变强 所以凝聚的灵气 已经达到了两万丈 这远远超过了 他玄阶战魂所能吸收的范围 一颗颗中品灵石凝练而出 旁边的小雷 还在呼呼大睡 自从突破到玄阶二品战魂 他就一直在积攒着中品灵石 因为这段时间来到岩谷 一直没时间凝练 所以加在一起 也不过五百枚 如火的朝阳冉冉升起 在蔚蓝的海水中 折射出七彩的光芒 顺着小窗 映照在沈龙轩的脸上 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果然 一声极具穿透力的雷霆召唤响起 在这些弟子们听来 宛如魔鬼之音 三膝集合 看着所有弟子两膝之内 全部到齐 萧一峰满意地点点头 今日没有任务 全体比斗区 比武场集合 哦 一声声狼嚎一样的呼喊 响彻云霄 比武场就意味着有比斗 有比斗就有赌局 赚钱的机会来了 谁不高兴 沈龙轩同样心中激动 他也想测试一下 自己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环形的岛屿 被分成五大区域 挨着休息区的 就是比斗区 一千多人陆续进场 沈龙轩入场后发现 比武场共有三座站台 每一座都有百丈大小 这三座站台 分别是初级 中级和高级对战区 有光木笼罩 必须走单独的门才能进入 初级对战区 就是武士镜 一至三重的舞者 四至六重 就是中级对战区 七至九重 归为高级对战区 至于武士镜十重 就可以被遣送回宗门了 这次你们赌谁赢 上次魏海可是连赢了十场 这次不知能不能创造奇迹 如果他能连赢二十场 就能成为铁牌选手 可以得到五千零十的奖励 想想的兴奋 我去押宝了 就赌他能成为铁牌选手 他虽然战力不凡 可是只有武士镜五重的修为 在中级区域 也就算是中等 不可能再胜市场 我倒是觉得 葛洪良有机会在中级区域出现 尽管他才连胜五场 他的修为可是武士镜六重巅峰 我去赌他赢 听着这些人的解说 沈龙轩慢慢地明白了比赛的规则 除去赌赛之外 只有实现连胜 才能得到严谷的奖励 这时 任来峰和甘大雷 来到了沈龙轩身旁 怎么样小师弟 凭你的实力 剩个几十场不成问题吧 可以是可以 就怕没人敢应战 沈龙轩担心地说道 他说的是实话 第一级比武区 却拥有接近高级的战力 谁敢比啊 这话你就说错了 只要参加比斗 就有临时奖励 在这个处处都需要临时的地方 不管你多厉害 都会有人冲上去的 任来峰继续说道 不过 你要是在低级比武区 连胜四十场 就要转战中级区域了 因为你在低级区域 已经无敌了 当你在中级比武区 再次连胜四十场 就必须去高级比武区迎战了 这就是规则 沈龙轩若有所思 平静地道 那有什么好处吗 任来峰一脸炫耀地说道 好处可大了 我也是刚打听到的 连胜二十场 可以晋升为铁牌选手 还可以得到五千零食的奖励 连胜四十场 可以晋升同牌选手 不仅可以得到一万零食的奖励 还可以获得低级休息区的 免费居住权 连胜六十场 就是银牌选手 可得零食五万枚 不仅可以在中级休息区 免费居住 还可以在低级的 修炼区域免费修炼 沈龙轩剑眉威咒 开口问道 修炼区有什么特别的吗 我的小师弟啊 这些在阎谷通鉴都有介绍 你难道光不修炼了吗 甘大雷终于忍不住说道 修炼区有三大零食 分别可以提升十倍 五十倍和一百倍的修炼速度 但每个月只可以进入一天 沈龙轩眼睛一亮 还有这等好事 人来风哈哈一笑 啊 小师弟 好事还在后头呢 如果能够连胜八十场 那么就是金牌选手 享受无上的荣耀的同时 还有十万枚零食的奖励 可以在所有中级区域免费活动 并且无需完成阎谷的任务 怎么样 厉害了吧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如果连胜一百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了 但我还是要说 如果达成可得零十百万 所有区域全部免费开放 最重要的是 可以获得阎谷下任谷主的资格 死 连如此镇定的沈龙轩 也是无比的震惊 这简直就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 你是不是想 连胜一百场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告诉你 现任谷主断金魂 就是这么当上的 人来风惊叹道 这消息刚开始 他也不相信 但是事实的确如此 小师弟 不陪你了 我们去终极比武场了 看看能不能也混个铁牌选手荡荡 人来风与干大雷飘然离去 然而沈龙轩的眼神 却越来越热烈 他的玄龙变 如果成功突破 他有信心冲击百胜 此时站台上 已经开始了战斗 观众席上宣叫连天 不少人都是下了赌注 所以显得格外兴奋 贾胜天 加油 我可是买了你赢的 砸扁那小子 一定要赢啊 我全部身家都赌上了 你要不赢我明天就地睡外面去了 沈龙轩眼看场上 叫做贾胜天的人 身材高大魁梧 一身的肌肉球起 武士进三重的修为 掌中是两把金色的锯锤 武得虎虎生风 威力惊人 另一人却是体态娇小 千娇百媚的女弟子 她身形灵动 穿梭在两只锯锤之间 直叫人捏了一把汗 沈龙轩 敢不敢和我打一场 这时 一个白衣人出现在沈龙轩的旁边 嚣张地说道 沈龙轩抬头 一个白衣少年 二十岁左右 最显眼的 就是那个阴沟鼻 正一脸不屑地看着沈龙轩 怎么样 你敢多打一场吗 这个白衣少年 又问了一句 这不是黄海龙吗 他已经连胜十五场了 虽然只是武士进三重 但是他的实力 绝对可以打败武士进四重的武者 那是 他可是我们龙虚宗的人 闯进内门弟子三百强 斩杀过两位武士进四重的武者 看样子 他挑战着人 很有信心啊 沈龙轩眉毛一挑 他站起身 弹了弹身上的灰尘 说道 有何不敢 就怕你输得太惨 哈哈 笑话 我知道 你只有武士进三重的修为 而且还是刚刚突破的 败你 只用三招 黄海龙轻蔑地说道 此刻台上已经奋出了胜负 竟然是那娇小的女弟子赢了 但看到此女的雷电战魂时 沈龙轩微微点头 雷电战魂极其强大 在自然系战魂中 应属中上之列 再配以雷属性的功法和武技 我不用那么麻烦 拜你 我只用一招 沈龙轩微微一笑 道 狂妄 这小子太狂妄了 我看他是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的 黄海龙却哈哈一笑 道 既然你这么有信心 我就成全你 一招定叫你摔下擂台 此刻擂台上已经无人 两人不再废话 直接飘身上台 黄海龙眼睛微闭 一尊 闪着八道光环的战魂迎风而起 黄街八品战魂飞天象 怪不得这黄海龙能够越即挑战 这飞天象力大无比 擅长踩踏重击 相信他也是这方面的武技 果然如沈龙轩所料 黄海龙召唤出战魂后 双脚踏地 人如炮弹般飞起 借助下落之势 右脚狠命踏出 向踏天下 一方巨大的脚掌虚影 应声而下 轰鸣中空气爆炸 这犹如一只飞天象一样 猛然砸下 天哪 黄海龙上来就是绝招 肯定是想一招制敌 那小子惨了 即使不死 也变成残废 我看他是死定了 这一击他一定被踩成肉泥 眼看大脚踏下 沈龙轩轻轻地挥起了拳头 那样子漫不经心 找死 既然你做死 我就让你死 黄海龙不觉又加大了几分力道 他自信 即便是武士进四重的舞者 也能被他踩成肉泥 可是那巨大的脚印 在沈龙轩的拳头面前 犹如空气 被一拳崩碎 之后 轰在黄海龙的脚丫子上 还没等黄海龙喊痛 人已经飞出百丈 跌落在擂台之下 这还是沈龙轩留守了 要不然 他早就没命了 即使这样 他的腿没有一个月 绝对站不起来 这不可能 黄海龙怎么能一招就败了呢 真可惜 已经连胜十五场了 就这么败了 太强大了 我们低级比武区 出现强者了 沈龙轩站在台上 意气风发 在低级比武区 他根本没有对手 所以毫无忌惮地开口道 还有谁要挑战 话音未落 一道黑色的身影落于擂台 高声喝道 新来的小子 我来教教你 做人不要太狂妄 此人浑身气势猛然间暴涨 黑色的身影突然变得模糊 气势依然在上涨 空气中弥漫着一道道 如波纹般的气浪 你能够见识到我的绝技 你也算不亏 下去吧 三分爆裂机 一瞬间 此人竟然幻化出两道虚影分身 三道身影分别挥舞着 狂暴的铁拳猛然砸来 居然可以幻化分身 此人实力不俗 他的实力 不是一下提升了三倍 看来此战必胜 沈龙轩看都不看两大分身 直接一拳轰出 宛如平静的水面 扔进一块石头 一圈圈连衣扩散开来 雕虫小剑 障眼法罢了 他早已看破了此人的分身 由于实力不足 还发挥不出这五技的真正实力 只能用来迷惑敌人 真正的杀招在他的本体 只见此人的三道身影 同时击出一拳 汇聚一处时 竟然爆发出无以伦比的绚丽光芒 空气爆裂 炸响连连 哼 战台上一声剧烈的爆炸声 黑衣人的身影急速飞出 落于战台之外 天哪 又是一招 这家伙是谁啊 不管他是谁 已经有冲击二十连胜的资格 赶快吓出去 哼 我倒看看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话音未落 一道火红的身影 飞身落上战台 此人肤色有黑 透出爆炸性的力量 他的到来 让空气变得更加灼热 此人身体就如同一块火红的熔岩 散发阵阵热浪 全是红岩 看来得再等一下再下注了 刚要去买沈龙轩营的人停了下来 是啊 那小子的好运到头了 红岩一身玄火功 练到了大成境界 再加上此处的环境 简直就是他的天堂 红岩的脾气火爆 那小子至少也得变成残废 沈龙轩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红岩 此人实力绝对算得上 低级武士镜中的佼佼者 你只有一次机会 出全力吧 沈龙轩淡淡地道 你是我见过最狂妄的新人 不过 这也是 你最后一次 因为你将死于我的全下 红岩说完 浑身火焰生腾 原本炙热的空气 都被灼烧得劈啪作响 一股股热浪 轰然扩散八方 他没有着急出手 而是杀气腾腾 一步步地走向沈龙轩 新来的小子 尝试过被烤熟的滋味吗 沈龙轩摇头 冷冷地注视着对方 他连熔岩都不怕 还能怕这点火焰 你想杀我 这里不限制生死 杀你不是很正常吗 红岩一副理所当然的架势 紧接着 浑身气势猛然爆发 龙行爆火拳 一颗火爆的拳头 骤然轰出 火焰熊熊 犹如一条火龙张狂飞舞 向着沈龙轩吞噬而去 小子 去死吧 这一招的威力真的很强 恐怕一般的武士镜四重的武者 也抵挡不住 沈龙轩体内灵力运转 一掌拍出 叠浪掌 这一掌如海浪波涛 重重叠叠七重力量 虽然还不是巅峰 可是因为五行灵力 已经发挥出了巅峰的力量 顿时 灼热的空气迅速降温 一股水气蔓延 两人的攻击还没相撞 就爆发出浓厚的白雾 遮挡住了战台上两人的身影 轰轰轰 一声声激烈的爆炸声响起 震耳欲聋 狂暴的冲击连空气都压爆 白雾瞬间消散 众人这才看清 场上哪还有红岩的身影 只有一袭白衣的沈龙轩 奥立当场 红岩人呢 难道隐身了 他死了 被那个新人一招杀死了 什么 红岩都被杀死了 这小子太恐怖了 笑话 入微境界的蝶浪掌 已经是玄阶五级的巅峰 再加上沈龙轩恐怖的肉身之力 红岩早被红成了肥灰 还有谁要战 沈龙轩高声喊道 沈龙轩的声音响彻当场 一时之间 人们面面相去 连红岩都被杀了 谁还是他的对手 即便是有奖励 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吧 所以 在低级比武场 沈龙轩独自一人站在战台之上 无人敢上台迎战 那小子是谁啊 居然没人敢上台了 好像是个新来的 叫什么沈龙轩 厉害有什么用 如果无人迎战 他还是得不到名次 空有一身实力 拿不到好处 岂不是难受 终极比武区的弟子们 注意到了这边 纷纷议论道 在比武区 除了有三座战台 还有一座高塔 名为炼狱塔 所有弟子 只要觉得自己实力足够 那么就可以进塔挑战 挑战成功 即可随时返回宗门 此刻在炼狱塔中 三大金刚 正威精就做 能拿出中品零食的小家伙 真是不简单 把所有人都吓住了 汪兴月微笑着说道 这家伙肉身强悍 昨天在训练跑步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 估计他的肉身实力 可以比得上五十斤六重了 这么厉害 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三人说话间 场上依然没有人上台 沈龙轩谈了谈身上的灰尘 高声说道 我已连胜三场 还差37场连胜 既然单个不敢上台 那就一起来吧 听了沈龙轩的话 三大金刚不绝微微一正 这小子太狂了 即便是五十斤六重的舞者 也不敢如此狂妄吧 台下的弟子 更是愣住了 什么 居然一次挑战三十多个人 几个呼吸后 低级比武场 彻底诈赢了 妈的 这小子是在侮辱人吗 兄弟们 我们一起上台杀了他 对 一定要弄死他 太特么猖狂了 老子忍不来了 一道道气愤填膺的身影 冲上站台 眨眼间 已经有十几个人 既然他找死 我们就成全他 大家一起上 这么多人还怕他一个不成 众怒真的很可怕 只一会儿的时间 已经有四十人站在了台上 沈龙轩 你太狂妄了 你这是做死你知道吗 既然他做死 我们还客气什么 大家一起动手 杀他 刹那间 刀芒画龙 剑气如虹 全影呼啸 掌印翻天 所有猛烈的五级攻击 全都指向一人 沈龙轩 哈哈 这才够劲 就在这时 沈龙轩动了 他身形如垫 在人海中留下刀刀残影 每一拳必有一人被轰飞 每一掌必有攻击被斩断 轰 轰 轰 破 破 破 所有看台上的人都惊呆了 这还是人吗 五十进三重的修为 居然在几十个同境界下的围攻而不死 不仅没死 而且好像还游刃有余 不时地有人飞出场外 落地哀嚎 靠 快去吓住 有些聪明的人立刻跑了下去 太炫酷了 这才是舞者的战斗 比起单对单 精彩了不知多少倍 啊 看得我热血沸腾啊 如果这小子能四十连胜 我倒想在终极比武场 领教一下他的高招 人来风和干大雷也跑了回来 本来人来风刚才已经五连胜了 不过看到 沈龙轩的神勇 立刻跑过来站脚助威 小师弟 加油 好样的 对就这样 踢他的脸 哇 竟然连满口牙都打掉了 太霸气了 有很多五十进五六重的弟子 也被吸引过来 都对沈龙轩非常感兴趣 很想能在终极比武场碰到他 能亲手打败这样一颗星星 那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很多人都经不住这种诱惑 站台上 此刻只剩下了四人 其余三个人都远远地躲着沈龙轩 他们确实被吓到了 就在刚刚 这几人亲眼看着自己的攻击 完全地落在了沈龙轩的身上 可这家伙 就跟没事人一样 这怎么可能啊 你 你是人还是妖怪 我明明打中你了 为什么你会没事 我知道啊 他身上肯定有防御的灵宝 此人声音极大 看台上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很多人眼中闪现了贪婪之色 可以无视攻击的灵宝 谁不想要 少废话 你们是想自己跳下去 还是我动手 沈龙轩冷冷地说道 三人实在受不了这种压迫 纷纷跳下站台 这时 站台上一道紫铜色的光芒亮起 照耀在沈龙轩的身上 在三座站台前的石碑上 清晰地印上了沈龙轩的名字 沈龙轩 铜牌选手 空中更是一阵涟漪 汪兴月出现在站台上空 他看了眼沈龙轩 低沉的声音说道 沈龙轩 晋升铜牌选手 可享受低级休息区免费 一万零十的奖励 汪兴月话音刚落 看台上就传来一片惊呼 有好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沈龙轩居然如此轻松就得到了 另外 不管是谁 只要在安全区以外 首次击败沈龙轩 也可以得到一万零十的奖励 汪兴月 一副让你嘚瑟的表情 什么 这小子惨了 哈哈 都给我看紧了 别让其他人抢了先 这小子是我们的 一万零十对每个人都是不小的诱惑 即便是五十进九重的舞者 也颇为心动 但马上又听到汪兴月说道 另外 五十进七重之下 如果谁能在终极比武时 将之击杀 奖励五万零十 哇 场上顿时沸腾 以前可没有这样的任务出现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沈龙轩听到后 不仅没有害怕 反倒感觉有些兴奋 生死之战才是他最想要的 那是提升修为最快的方法 在生死压迫之下 才容易爆发潜能 像刚才的战斗 基本上跟欺负小孩差不多 好了 今天的比武到此为止 三日后再战 下赌注的赶快结算 汪兴月位笑着说道 这颜谷干什么都要花零食 即便是来到这比武场 入门也是最低每人十块零食 所以奖励才会如此丰厚 一句话 颜谷根本不差钱 要的就是这样的激情 沈龙轩领取了奖励 加上自己传的 已经有六百多块中品零食了 距离晋升战魂又进了一步 回到住处将零食吞噬一空 又开始了每天的修炼 晚上 他再次出现在熔岩谷 玄龙变的突破 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好处 战台上的战斗 那些武士进三重的攻击 打在身上竟完全没有作用 所以他对修炼这门功法 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可以说 他今天的一切成就 都是这门功法带来的 从开始觉醒的玄龙之魂 到后来一一击败自己的对手 仔细想来 真的都是玄龙变发挥的威力 而后续的功法和武技 虽然也很强势 但都是依靠玄龙变将身体强化 才得以修炼 沈龙轩觉得 冥冥中仿佛有一条细细的线 将自己与身边的事物串联起来 这种感觉旋之右旋 让人捉摸不透 两个时辰的修炼肉身再次成长 玄龙变突破瓶颈后 出现的金色符纹 将他的肉身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强化 沈龙轩 真的是你 这时 一个兴奋的声音 在不远处响起 沈龙轩早已感觉到 有人监视自己 那么高的奖励 就算是自己也很心动 但是没想到 这都午夜了 还有人如此勤奋 他整理了一下衣服 每次修炼完 都要换新衣服 这也是一笔开支啊 虽然已是夜半时分 但是沈龙轩的眼力 还是清清楚楚地看到来人 此人一身黑衣 面色因为激动而变得战红 本来想在擂台上将你斩杀 可是谁想在这碰到了你 这样又能多赚一万零食 老天真是带我不薄啊 此人上前几步 紧紧地盯着沈龙轩 仿佛看到一堆零食一样 你就这么确信 能将我击败吗 沈龙轩的问话 将此人逗笑了 哈哈 你个五世晶三重的小子 虽然有点小能耐 但怎么能是我的对手 不怕告诉你 早在半年前 我就已经进入了五世晶六重 如今更是达到六重巅峰 收拾你三招足矣 沈龙轩谈了谈身上的灰尘 开口道 早上的时候 也有人这么说过 不过被我一招就击败了 你不会也是这样的货色吧 嗯 居然敢如此蔑视自己 黑衣人勃然大怒 沈龙轩 要不是你还值五万零食 我现在就将你击杀 对于你的不敬 我就先收点利息 把你的令牌交出来 还是我抢过来 令牌是击败沈龙轩的凭证 毕竟每个人的令牌 都是不离身的 拿到令牌就证明 已经击败了沈龙轩 有本事自己来拿 沈龙轩冷冷地说道 像这样的人 他以后的日子会碰到许多 不尽快提升修为 肯定会被击败 所以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们感到害怕 不敢来惹自己 就如同今天站台上一样 唯有杀戮 才是最好的办法 哼 死鸭子嘴硬 此人也不叙事 直接跳过来就是一拳 五十斤六重的修为 即便是普通一击 也是威力惊人 只见一个六丈大小的拳影 呼啸而至 在这黑夜里 犹如滚滚黑云迎头照下 沈龙轩心中杀意生疼 想杀自己的人 哼 黑色身影倒飞而回 鲜血不要命地喷出 中间还夹杂着内脏碎块 狂暴的力量 震碎了他的五脏六腑 你 黑色身影 已经说不出话 狂妄自大可以 但要与本身实力匹配 你对敌人出手不尽全力 死有余辜 沈龙轩冷笑一声 道 这是他在与人与妖兽搏斗过程中 总结出的经验 收走此人的乾坤剑 一脚将尸体 踢入熔岩湖 转身离去 黑暗中 虚空如镜子般破碎 一道虚幻的身影走了出来 看着还在燃烧的熔岩湖 自言自语道 符文护身 这是什么功法 是上古神通吗 说完竟消失在了空气中 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片刻功夫 沈龙轩回到了住处 查探此人的乾坤剑 发现了一套玄阶出击武器 一些零食 还有一块不知什么材料 制作的残缺的地图 剩下就是一些丹药和杂物 收起之后 开始凝练零食 这是每天的必修课 朝阳 在丹谷上空雾气中 映出一道道彩霞 绚丽无比 这也是丹谷上的 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海面波光零零 不时的有鱼类妖兽月出 荡出片片水花 一片祥和宁静 漠然一声如雷之音 传遍丹谷 三西集合 短短的四个字 如炸雷一样 响在每个人的耳边 这是沈龙轩来的第三天 除了沈龙轩 新来的十六人 依旧去环岛跑 沈龙轩 你已经不用训练肉身了 除了每天的固定任务 需要完成之外 可以自由活动 没有任何约束 这是庞红阳告诉他的 炎谷中的固定任务 就是击杀岩兽 这种怪兽产自岩浆 无穷无尽 但主要有三种 分别是黑色 红色和金色的岩兽 黑色的岩兽 相当于初级武士镜 红色岩兽 相当于中级武士镜 金色岩兽 相当于高级武士镜 但是还有一种 三色相间的岩兽 它们的实力 已经无限地接近武王进修为 与修为相对应的级别 每日击杀50只 就算完成任务 其余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沈龙轩来到任务区 这里也分出 中高三个等级 沈龙轩缴纳十枚零石 来到初级任务区 这里的岩兽都是黑色的 密密麻麻 让人看着头皮发炸 沈龙轩终于知道 固定任务 为什么是击杀岩兽了 因为如果不击杀 估计用不了十天 整个岛上都将被岩兽占领 许多弟子都是组队在斩杀岩兽 速度并不是很快 关键是 这岩兽不仅防御力高 而且攻击特别可怕 沈龙轩踏入这片区域 立刻引来了注意 大家快看 沈龙轩来了 靠 击败他 可是能得到一万零十的奖励呢 那家伙就是一个变态 你要是不怕死就去吧 听着众人的议论 沈龙轩微微一笑 他飞身冲向岩兽群 远处只看见黑压压一片 临近才看清楚 那岩兽根本不是什么血肉之躯 而是熔岩形成的特殊生命 四 沈龙轩也是头一次见到这种东西 完全不知从何下手 远远的一掌拍出 一方伶俐掌印呼啸而出 眨眼间就到了百丈外 岩兽群忽有所觉 张口就是一道火焰 火焰呈暗紫色 喷到空气中 就如同绚丽的烟花 迎向掌印 哄 火焰被震散 掌印依然拍到了这只岩兽的身上 立刻一阵暴鸣 掌印消散 岩兽乌熬一声死于非命 此后的岩兽 一阵光芒闪动 一块晶莹剔透的紫色石头 掉落地面 也算是他的腰盒吧 沈龙轩身形一闪 抓起腰盒 还没来得及查看 就被几只离得近的岩兽盯上了 一击得手 沈龙轩已经估计出岩兽的实力 大概在五十进四重到五重的样子 怪不得其他人要组队 面对冲过来的岩兽 沈龙轩丝毫不拒 浑身金色符文一闪 迎面出击 哦 四只两张多长的岩兽 分四个方向撕咬过来 貌似这东西也有智慧 沈龙轩一拳砸掉一只岩兽的脑袋 可是这家伙居然没死 火光闪动间 一只心的头颅又长了出来 当头咬下 看来只有击碎全身 才可以杀死他们 这对于他很容易 但对于低级任务区域的其他人非常难 眼见沈龙轩生龙火虎地冲进了岩兽群 羡慕得不得了 沈龙轩只用了半个时辰 就完成了任务 出来时其他人面面相去 他们完成任务至少需要大半天的时间 有着实力还在这里晃荡什么 去终极任务区不是更好 其中一人嘟囔道 虽然声音很小 但也被沈龙轩捕捉到了 抬头看向此人道 终极区有什么好的 此人退后一步 道 这里的腰盒一颗才抵一块零食 终极区的腰盒可是十块 我们在这里辛苦一天 也不过几十块零食 可要是在终极区 可能就赚几百块零食 你有这能力 在这里就是浪费 沈龙轩慢慢地走向出口的位置 他没想到任务还可以赚钱 怪不得这些人出手都这么阔绰 原来都是在这里赚的 那是什么 随着一声惊呼 众人见远处 一只三丈大小的三色盐兽 正在追逐一群弟子 冲着沈龙轩等人跑来 那盐兽居然吞吐着三色的火焰 凶猛狂暴 气焰滔天 眨眼睛就有两人被烧成了灰烬 该死 怎么把这家伙引到这来了 那是三色盐兽 实力堪比武士精六重巅峰 我们快逃吧 这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中尉 准备拼命吧 我们被包围了 原来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 他们的四周已经布满了盐兽 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众人 这些人见此情景 一个个变得凝重起来 他们这个小队 只有十个人 面对几十甚至上百的盐兽 已经不可能全身而退 再加上远处冲来的三色盐兽 恐怕等待他们的 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全军覆没 兄弟们 我们向后杀出去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还有活命的机会 好 我们冲出去 虽然我们不是童年生 但是能同时死 也是一件豪迈的事 没想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有兄弟们的陪伴 直了 杀 这十人竟在转瞬间 爆发出超越平常的战力 身前的盐兽 一只只被击杀 他们在这一刹那 彻底放弃了心中的思念 完全将后背交给了队友 出手就拼尽全力 完全不考虑自己的防御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才爆发出了惊人的战力 十人只攻不守 但却完美地用自己的攻击 保护住了身边的队友 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 这句话果然不假 然而 就在众人见到希望之时 三色严兽终于冲到了境前 啊 第一时间就有人受到了伤害 师兄 原来是他们队伍的领头人 受到了火焰的伤害 连武器带右手 全部烧成了焦炭 我们跟他拼了 不要冲动 下海 冯拳 你们还小 看准机会就逃 等以后强大了 记得回来给我们报仇 不 我们不走 生就同生 死也同死 虽然几人都是视死如归 但是并没有阻挡严兽的脚步 他们的状况岌岌可危 一直有人在受伤 随时都有可能丧命 哈 既然我们逃不掉 就死得轰轰烈烈吧 我们来势还做好兄弟 兄弟们 我先走一步 畜生 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此人正是失去一只手的头领 他浑身血迹斑斑 衣服被烧得浇糊 突然体内气息滚滚 充满了毁灭的力量 他正在引爆丹田气海 想用自己的生命 这一刻 远处的沈龙轩的心仿佛有根弦 突然被触动了一下 曾几何时 他也曾对这世界充满了好感 从小就听父亲讲沈家祖先的光辉事迹 他也想为天下苍生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自己的家族 为自己的祖先增添荣耀 可是一步步走来 为官之时 一个个尔虞我诈 回到家族时 兄弟之间骨肉相残 进入龙武宗 更是弱肉强食 到处充满着杀戮 他开始变得冷血 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想方设法 也要将之毁掉 这一切 已经让他那颗纯净的心 蒙上了尘埃 但是刚刚看到的场景 让他的心中 重新绽放了光芒 尘埃被那光芒清洗得干干净净 原来世间还有真情在 除了亲情 还有如此的友情 为朋友可以不惜生命 为朋友可以 共赴皇权 沈龙轩眼神平静 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一股纯净的光华将他笼罩 这是心境上的蜕变 升华 这股光华瞬间扩大 不仅是要修身 同时还要修心 最高境界就是修神 此刻的沈龙轩 已经出入武道之心的门槛 在他心中 不再有世间的仇怨 有的只是沙法果断 因果循环之念 心境的变化 引得天地能量巨变 沈龙轩虽然没有因此而晋升 但是对能量的掌控 却经济了不少 这只是一种感觉 他的眼神 盯上了远处的三色岩兽 这种变化 只是一刹那间完成的 所以 识人还没有丧命 哼 沈龙轩一声大喝 身形闪电般暴射而至 一拳轰重 正在吞吐火焰的三色岩兽身上 哄 一声暴响 只见他的拳头之处 金光闪耀 立刻散出一圈波纹 席卷了周围的岩兽 连正在战斗的十名弟子也被波及 自爆的队长也被打断了 众人纷纷被震飞了出去 而被击中的三色岩兽惨叫 都没来得及发出 就砰的一声 化为漫天尘埃 周围的岩兽 更是倒地一片 瞬间化作一地的腰盒 沈龙轩则是手里 拿着一颗三色的腰盒 飘落在地 这一切速度太快了 十个人连沈龙轩的影子 都没看清 周围的怪物 已经被清理一空 一切停止后 他们才看见 一个白色的身影 站在不远处 一地的闪亮腰盒 足有上百颗 虽然脑筋有些转不过来 但沈龙轩确实是救了他们 而且非常的暴力 一拳秒杀了三色岩兽 还有一百多的小岩兽 哇哦 我们不用死了 哼哼 劫后重生 只是没想到 救我们的人 居然是他 管他谁呢 救了我们就是恩人 有恩报恩就是 沈龙轩默默地感受着 刚才那一拳的力量 没有丝毫地浪费 堪称完美 以前一拳的力量中 只有五成发挥作用 而现在最少九成 随着自己慢慢体悟 肯定能够发挥十成之力 他慢慢地转过身 微笑着走到众人面前 本想说几句安慰的话 可是这些人立刻紧张得到 沈龙轩 我们虽然实力不如你 但是你想抢我们的东西 那是痴心妄想 死也不给你 沈龙轩觉得好笑 你都死了 还知道什么 不过又有一人说道 沈龙轩 不管怎么说 都是你刚才救了我们 所以你不用抢 我们的东西都给你 这还像句人话 沈龙轩依然不开口 十个人几乎要崩溃了 不会是刚被救了回来 又要被灭杀吧 那还救我们干嘛 难道他是个变态 喜欢杀人 种种念头在几人的心里滋生 不过沈龙轩一直闭口不说话 这种恐惧比杀了他们更可怕 此刻他们只感觉自己面对的 是一头比三色严兽 更可怕的怪兽 沈龙轩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这样看着我们不说话 我们心里很难过 你知道吗 是啊 你究竟想要什么 给个痛快话 沈龙轩哈哈大笑 这几个人无意间的举动 让他心境提升 他刚才盯着几人 就是想要找到刚才的感觉 没想到把几人吓得够呛 他赶忙开口道 我不要你们什么 前面那些吆喝都讲给你们了 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可以来找我 沈龙轩几人目瞪口呆 这家伙脑袋不好使了吧